前几天,血龙魔主得知魔凡被黑爵魔主不忧结拜,气得在营中大骂。 雪山是她的心腹,当时就在边上。 所以今天她见到魔凡,才有那等过激的言语举动。 只可惜雪山碰到了魔凡这个硬茬子,蠢货呀。 人家虽然只是神虚境,可是灭个神尊境后期就跟切瓜砍菜一般容易,你没事挑衅他干什么? 这家伙的凶名流传了十万年都不曾消失,你难道就没听说过吗? 叶凡把雪山摩尊打得不成人形,几乎快断绝她的生命。 即便血龙魔主再这么生气,也没办法撒出来。 毕竟,她让雪山来这里检查,也就是走走过场,怎么可能真的去搜那些魔主的身? 更何况,搜山的主还是跟雪龙魔主齐名的黑煞魔主,再加上一个不逊色于普通魔主的魔凡。 这等实力,就算她雪龙魔主也不敢轻易为敌,把雪山带下去救治。 雪龙魔主低叹一声,对黑绝魔主拱了拱手。 我手下不懂事,还请黑绝魔主见谅。 哪里哪里,不知者不醉,而且她已经受到应有的惩戒了。 雪龙魔主就别怪罪她了。 黑绝魔主意气风发。 在三大巅峰魔主之中,雪龙魔主和血骨魔主有血脉之一,所以一直是联盟的状态,针对于她。 以至于她在这次魔族联盟中处于下风。 如今有了魔凡的加入,她居然改变了这种局势。 虽然自己麾下的所有势力,并无法同她们两个魔主联盟相抗衡,但是她们俩的关系也并非牢不可破。 而且魔凡已经跟自己结拜,誓言无比神圣。 也就是说,魔凡和她是一体的。 而雪龙魔主和血骨魔主却随时都有可能奔崩离析。 说不定自己能借助魔凡的势头,将这次联盟的大拳握在自己手里。 一想到这个,黑绝魔主就开始有种飘飘然的感觉。 小点,咱们可以进去了。 叶凡见她暗自振奋,联盟低声提醒。 对对,我们进去。 黑绝魔主哈哈大笑。 带着叶凡和魔将黑梦大步走进主营帐中。 此时,大营里已经有十个魔主抵达。 他们都是神尊敬后期的魔尊,实力还可以,只是魔童级别比较高。 可是论实战实力,黑绝魔主觉得自己的便宜兄长肯定能战胜他们。 忽然,黑绝魔主心里浮现起一个想法。 要不要将兄长扶上位,说不定将来他恢复所有实力。 自己不仅可以占领神战大陆,甚至还可以反口吃掉血龙魔主和血骨魔主。 这个想法一冒出来,黑绝魔主也一阵激动。 奈何兄长太过看清名利,要想让他自称一派,恐怕还得多费口舌。 如今,黑绝魔主已经快完全信任叶凡了。 这几天,他好几次想请叶凡接替第二魔将,指掌一支三百亿大军,结果都遭到拒绝。 要知道,大部分的神尊就后期魔主,手底下也就千亿大军左右。 他把寻常魔主三分之一的军事力量交到叶凡手里,他都不愿意接。 这说明,他根本就不是一个迷恋全世的人。 唉,不愧是上古时期活起来的老家伙。 许多事情早就看淡了,心胸不是一般的大样。 不过,这样也好。 他越是看淡这些,就说明对情义方面更为重视。 这种家伙只要用心结交,绝对是有利无害。 一种魔主见了黑爵魔主三人,热情地打起招呼来。 听完黑爵魔主和魔藩前辈一解金蓝,真是何喜可贺呀。 黑爵魔主好机缘,能同魔藩前辈结拜,献煞我等。 魔藩前辈,黑爵魔主许诺了你什么好处,不妨说给大家听听。 大家见黑爵魔主心情极佳,便开起了玩笑。 但是叶凡却面无表情,冷冷说道。 情义,一句话让黑爵魔主面子大涨。 连上谷仪魔都被自己的情义折服,说明自己的人格魅力超级强大。 兄长,你太给力了。 一众魔主面色狐疑,眼神闪烁。 魔族哪里还有情义可言,就算今天是好友,说不定明天就能趁着你示威而吞并你。 这种事情在魔界屡见不鲜。 要他们相信黑爵魔主是靠情义拉拢魔藩的,打死都不信。 这家伙,肯定是花言巧语,骗了魔藩。 大家虽然心中不迟,但说的客气话还是很漂亮的。 众人三三两两凑在一块儿说一些私事。 这时候,两个魔主来到叶凡身边,但笑道。 魔藩前辈,在下名为鬼松,这位魔主名为阴尺。 我们的地盘与黑爵魔主比临。 等攻陷了神战大陆以后,前辈可以来我们的地盘上逛逛。 要是想常住,也不是不可以。 嗯? 叶凡眉毛一挑。 你们俩这是什么意思? 烟斥魔主节节冷笑,压低声音说道。 魔藩前辈,黑爵魔主虽然实力强大,但是为人阴险脚诈。 你千万不要听信他的话。 就算他此时是真心对你,也是因为前辈实力强横,拥有高级魔主的实力。 有照一日你恢复巅峰,他第一个想除掉的,就是你。 你说什么? 叶凡的语气变得阴冷起来。 你们俩是打算,离间我和黑爵兄弟吗? 麻烦前辈,我们可都是为你考虑。 你信也好,不信也罢,我们绝对没有其他心思。 只是好心,一醒你罢了。 誓音和鬼松拱手笑道。 前辈,此行判断,我们便先回去了。 说完,准备离开。 谁知,神后猛地抱起了一股凶猛的血魔器。 两个不知死活的东西,哪里走? 顿时,两记血爪朝赤烟和鬼松背后抓去。 两人惊呼一声,连忙催动血魔器抵挡。 可是准备太过仓促,而叶凡的攻击却已然蓄满势头。 吃拉,吃拉。 顿时,赤烟和鬼松被重重击飞。 一人腹背扯碎,露出森森白骨。 另外一人直接被斩断胳膊。 粘稠的鲜血四处飙射。 两人甩出大营,重伤吐血。 可是,叶凡继续飞植出去,朝他们两人冲去。 一身澎湃的杀气,让在场所有人都唐木结舌。 又,又怎么了? 黑绝魔主大惊失色。 连忙对黑梦魔尊命令道,快,跟我去拉人。 是,黑梦魔尊也没想到,魔凡有一言不合就开打,他到底是做什么的? 脾气怎么如此火爆?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兵网。 我是主播,鸣鸣如玉。 记得订阅专辑,下集更精彩哦! 一十八集 黑梦魔尊实力强大,比那些魔主也丝毫不弱。 要论谁最有实力,脱离黑绝魔主自立为王。 黑梦魔尊绝对是第一人选。 只不过,黑绝魔主对他非常看重,精心培育了他上千年。 虽然两人没有血缘关系,但在黑梦心里,黑绝魔主早就是他的长辈了。 所以,黑梦魔尊绝对不会轻易背叛黑绝魔主。 叶凡的出现并没有让黑梦魔尊太个应。 毕竟,叶凡是上古一魔,对权力纷争早就看淡了。 这么多天的相处下来,他也看出叶凡对黑绝魔主手里的大军一点兴趣都没有。 甚至说,他对这场圣战都没多大兴趣,或许在这种人的眼里,只有变强才是核心需求。 虽然说叶凡呆在魔主身边,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魔主的硬实力和威望。 但是,他的脾气也黑暴了,一言不合就开打,而且毫不留情。 这不是给魔主树敌吗? 黑梦魔尊脑海中思绪脸贫。 手里的动作却异常果断,奋尽全力将叶凡拦下。 魔凡大人,你这是何苦? 黑梦魔尊沉声劝阻,现在不宜给魔主树敌,还请魔凡大人三思。 我死个屁! 叶凡就像是一只咆哮的熊尸,充满了暴虐的情绪。 黑梦,你要害死我兄弟的手下,就跟我一起杀死这两个阴险小人! 嗯? 黑梦魔尊眉毛一挑。 魔凡大人,这是何意? 他们俩背后抹黑黑爵兄弟。 言语极其恶劣,而且他们还挑拨了一剑, 取怒我好处,还暗示我背后动手,暗杀黑爵兄弟。 特磨的,猫子一辈子没做过出卖朋友的事情,他们居然如此瞎做。 叶凡装得无比愤慨,情绪点极其到位,连带着黑梦魔尊的脾气也点燃了。 他们果真如此? 黑梦魔尊惊怒道,我若是骗你,立马被魔神天将雷劫批死。 叶凡发誓道,他可没有骗人。 烟斥和鬼松的确在挑拨离间,也侧面抹黑了黑绝魔主。 只不过,叶凡推测的暗示,他们没有明言。 如果自己眼头答应,想必他们会非常乐意。 至于魔神天将雷劫,这里是神战大陆,魔界之神再扭,也轮不到他作主。 黑梦魔尊见叶凡以魔神起誓,如此庄严,可见阴斥和鬼松说的话,肯定比叶凡描述的更加恶劣。 该死的小人,以往瞧魔主大人的墙角。 魔主大人,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们真当我们黑魔族,不敢杀你们。 黑梦魔尊怒吼一声,不再阻止叶凡,而是与他一起冲出营长,继续追杀阴斥和鬼松。 两人爆发出来的战力都达到了神尊敬后期,魔童的力量也不比阴斥和鬼松差。 阴斥和鬼松刚才被叶凡偷袭,耗费了许多血魔气,才恢复伤势。 眼下连口气都没喘云,便见两道血光朝他们冲来,顿时吓得毛骨悚然。 别说现在这种情况,就算是全胜状态,他们都不一定能打得过叶凡和黑梦魔尊。 鬼松连忙催动血魔气,心命狂奔。 阴斥紧随其后,玩命地逃。 阴斥,你这个蠢货,我就不应该听你的鼓动,去跟魔凡那个顽固不化的老家伙挑拨离剑。 鬼松又气又怒,奈何现在不是找后杖的时机。 背后两人杀意凶猛,他们还是暂比锋芒比较好。 我怎么知道,魔凡已经顽固到这么变态的程度。 阴斥,咬牙切齿。 魔凡也就算了,怎么黑梦那个蠢货也在追赏我们。 你是白痴吗? 黑梦是黑爵从小养到大的。 它能有今天,全是黑爵给的。 可以说,黑爵就是它的一切。 要是魔凡把我们挑拨离剑的事情告诉黑梦,再加上之前咱们的所作所为。 黑梦不发疯就怪了。 鬼松不断地催动血魔器,企图拉开叶返跟他们的距离。 奈何重伤还没有彻底恢复,以至于距离被不断拉近。 该死的,该死的。 鬼松嗷嗷大吼,黑爵,血龙他们到底怎么回事,还不敢来阻止那两个疯子。 阴斥也很想知道答案,但是有可能吗? 好了,别废话了,你我们分头逃跑,他们不至于只追一个人。 要是面对一个追兵,咱们逃生的机会就很大了。 阴斥说道,可是他们要是真的只追一人呢? 鬼松一想起这个问题,就后怕不已,那就认命吧。 阴斥低叹一声,他准备调转方向。 忽然,一记尸大力尘的轰拳朝他砸下,巨大的血磨器汇聚在泉眼之中,直接把他打得吐血。 阴斥不可置信地看向偷袭自己的人,奇窍流血地指着他。 你,你,鬼松咧嘴一笑。 你也说了,他们只对付一个人,另外一个,好胜的机会就很大了。 反正是你出的主意去离间魔反,那你就必须承担后果。 老兄弟,哥哥就先走了。 鬼松哈哈大笑,纵身飞远。 为了这一击,他又耽搁了一些时间。 叶凡和黑梦拉近了许多距离,他必须再次提速逃命。 阴斥的伤势比之前更重,但也不至于没有还手之力。 面对气势凶猛的叶凡和黑梦魔尊,他面露争鸣。 此时只有分了一搏,张区把他们两个拖住。 只要等黑绝魔主,血龙魔主他们赶来,自己就有救了。 给我死。 阴斥的身上爆发出强大的血魔气。 一记强劲的血色漩涡朝叶凡二人涌去。 叶凡和黑梦魔尊对视一眼,纷纷催动血魔气。 一人挥出血爪,一人崩出血泉。 在双重攻击之下,血色漩涡瞬间分崩离析。 一刀血爪从漩涡里冲了出来,直接轰在阴斥的身上。 砰。 顿时,一大片血肉轰飞。 阴斥被硬生生地扯成了两段。 阴斥的脸色再无血色。 伤势愈发地严重,从半空中跌落下去。 半死不活,追之无益,我们解决了再回来找他算账。 叶凡说道。 好,黑梦魔尊连连点头。 跟着叶凡一起继续追击鬼松魔主。 鬼松魔主原本以为有烟斥在,最起码能稍微阻拦一下。 没成想,叶凡和黑梦魔尊一个照面。 就把烟斥打得半死不活。 自己跟他们的距离不仅没有拉远,反而越来越近。 天灵一十九集 鬼松魔主感知到越来越近的两股气息,顿时骇然无比。 两位,我们往日无怨,近日无仇。 你们为什么要赶尽杀绝? 鬼松高声大喝。 只要你们放过我,有什么事情都好商量。 叶凡冷声哼道,你想要活命也不是不可以,把刚才跟我说的话,对所有人再说一遍。 另外,再把这些年私下对黑绝魔主的事情,如实交代出来。 什么? 鬼松魔主大惊。 要是按照叶凡说的做,那么他就别想在魔界混了。 别说黑绝魔主,就算是其他人,恐怕都不会对自己客气。 黑梦魔尊见鬼松魔主这副做贼心虚的模样,愈发确定叶凡动怒的原因。 魔犯前辈,不用多说。 先解决这个败类再说。 黑梦魔尊高声喝道。 两人的速度都非常快。 叶凡背后骨质煽动,没一会儿便和鬼松魔主只有百米之遥。 咳。 叶凡周身涌动着恐怖的血磨器,一只血色狗爪在他上空快速成形。 在狗爪尖端,汇聚起一个耀眼的红色光球。 妖艺的鸿芒闪烁不已。 鬼鹰是神,抓紧藏穷。 叶凡沉声大喝。 只见光球化作一道灵力的光柱,朝着鬼松魔主射去。 光柱的攻击速度极快,还具备跟踪的效果。 眨眼间便击中了鬼松魔主的身体。 刷啦! 强大的穿透力,直接轰开鬼松魔主的腰腹,露出一个猙獰的血窟窿。 鬼松魔主身形一致,被迫减速,修复伤势。 叶凡的诡异杀招,无法直接击杀魔主级别的强者。 但是,对它们造成的伤害,还是非常可观的。 而且它体内的暗属性无尽,具备腐蚀效果。 可以大大减缓魔族的复原速度。 噗! 鬼松魔主大吐鲜血,再也无法保持高速飞行。 黑梦魔尊见机,追上鬼松魔主。 一记势大力尘的拳印,轰在它的逃亡路上。 该死的! 鬼松魔主又惊又怒,连忙催动血魔器。 挥出血污腾腾的巨手,化解黑梦魔尊的攻击。 红隆隆。 巨烧玉拳印轰在一处,顿时天地色变, 血云涌动。 鬼松魔主好不容易卸掉反冲之势。 水之叶凡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他的身后。 他扑扑着身子,犹如一只下山的猛虎。 五袍拳,手神破天机。 一阵震耳欲聋的嘶吼从叶凡身上响起。 紧接着,他化作一道异色血团, 重重地冲向鬼松魔主。 鬼松魔主堂慕结舌, 这,这是什么招式? 不等的反应, 叶凡依然来到他的面前。 鬼松魔主感觉到强大无比的气势, 吓得心惊肉跳, 连忙奋力抵挡。 叶凡硬碰硬, 挥拳砸在鬼松魔主的手臂上。 砰! 鬼松魔主就像是一颗流星, 直接从半空砸向地面。 轰隆隆, 地面顿时四分五裂, 出现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 黑梦魔尊紧随气后, 凝聚血色泉印, 不断朝深坑里砸去。 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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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坑中, 传来鬼松魔主的惨叫声。 很快, 鬼松魔主的气息逐渐渐弱, 显然身受重伤, 叶凡和黑梦魔尊第一次联手, 居然默契如丝, 伤他连一点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黑梦魔尊冷笑一声, 被紧深坑抓出一个鲜血淋漓的怪物。 此时, 怪物大半个身躯都被打烂了, 脑袋也是凹凸不平, 几乎分辨不出原本模样。 他嘴里吐着鲜血, 双目无神, 进的气, 远远赶不上出的气。 要是得不到及时的救治, 一介魔主注定就此陨落。 黑梦魔尊看向叶凡, 似乎有询问之意。 杀! 叶凡没有犹豫, 陈胜说道。 死有余辜? 好! 黑梦点点头, 手爪贯穿了鬼松魔主的胸膛, 将他的护体血魔器震碎, 随即扯出一颗烹烹跳动的魔心。 一双血色的眼睛, 缓缓从鬼松魔主的天灵盖里钻出来。 黑梦魔尊连忙伸手去抓, 谁知刚一入手, 这双魔童便扑的一声爆碎开来。 唉, 可惜了。 叶凡低叹一声, 黑梦魔尊也很惋惜, 剥夺他人的魔童, 本来就有极大的风险失败。 魔童的级别越高, 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大, 若是达到顶级, 说不定连百分之一都无法达到, 除非别人愿意主动献祭。 可是这种情况极为少见, 除了至交, 亲属, 谁会把无比珍贵的魔童送给别人。 更何况, 大部分夺取的魔童, 都是在击杀敌人之后才有机会夺取。 对于被杀, 死前怨念极重, 很多时候都会主动爆破魔童, 根本不会给对手盯点机会。 魔凡前辈, 这颗魔心, 留给黑爵兄弟。 叶凡摆摆手, 我体内的魔心能量还没有完全消化, 短时间内无法使用。 好, 黑梦魔尊点点头, 收进空间戒指里。 前辈, 咱们重创一名魔主, 又杀了一名魔主, 接下去得考虑如何应对其他魔主的怒火了。 黑梦魔尊, 完喚嘘了一口气, 一声说道, 兵来呆挡挡, 水来土掩, 咱们站着理, 怕什么。 叶凡大了个哈哈, 走, 还有一个没处理掉, 我去看看有没有机会。 黑梦魔尊, 黑梦魔尊见魔凡还想杀人, 不由得心头突突猛跳。 其实, 他在杀死鬼宗魔主之后, 就有些后悔了, 要是因为自己意气用事, 破坏了魔主的阵仗计划, 那就得不偿失了。 两人飞了还没半分钟, 持几个魔主, 带着一众手下急速赶来。 烟斥魔主此时重伤, 却逃得了一条小命, 他身边跟着两名神尊敬后期的魔尊, 怒视着叶凡和黑梦魔尊。 你们果真杀了鬼宗? 烟斥魔主没想到叶凡二人居然如此迅速。 怎么, 我们不能杀? 叶凡冷笑一声。 还有你, 你的命老子爷要了。 瞧凭你? 烟斥魔主狂笑道。 有这么多魔主在此, 你一个骨魔, 休得放肆。 这时候, 黑爵魔主从天而落, 冷声低喝。 烟斥, 你和鬼宗密谋离间我和大哥, 居然还敢大言不惭? 你要是不想死, 就马上给我大哥给你道歉, 否则鬼宗就是你的下场。 你! 烟斥魔主惊怒不已。 黑爵, 在我的地盘, 不是你想杀就能杀的。 血龙魔主和血骨魔主拦在黑爵魔主身前。 血龙魔主微微飘向叶帆, 眉关紧锁。 郭魔前辈, 你倒是不达目的, 不罢休啊。 鬼宗不管怎么说, 都是一方魔主, 你说啥就啥, 是不是得给我们魔剑联盟一个交代?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兵网, 我是主播, 鸣鸣如玉,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血龙, 你, 给老子闭嘴! 黑爵魔主大怒, 鬼宗和赤烟干了什么事情, 你心知肚明, 魔凡杀他们是罪有应得, 你别在这里给魔凡扣大帽子, 否则就是以我黑魔族为敌! 哼, 悲绝, 你和魔凡才认识几天, 感情好到这种程度了? 血龙魔主不屑冷笑, 好自就不信, 你们没有自己的目的, 黑爵魔主怒不可遏。 血龙, 挡着我的面挑拨离尽, 你是想死吗? 叶凡拦住黑爵魔主, 陈生说道, 不要跟这个人一般见识, 他根本不懂我们兄弟之情, 过了一辈子, 他永远都活在利用与被利用之间, 只有强大之时, 才会有人接近, 阿谀奉承, 当他落魄的时候, 没有人会为他出头, 黑爵, 我知道你对我有所寄予, 但是你对我的感情, 我也能体会到, 就算你想利用我帮你造势, 我也认了, 我模范一辈子, 没别的本事, 但是从没看错过人, 你比血龙值得结交, 我拿你当兄弟就足够了, 一席话说得血龙面红耳赤, 说得黑爵热血沸腾, 差点感动得流眼泪, 好兄弟, 黑爵魔主仰天大笑三声, 当着所有魔主的面, 高声喝道, 我以魔界诸神启示, 只要魔凡当我是兄弟, 我绝对不会做任何伤害他的事情, 谁敢与他为敌, 就是以我整个黑魔族为敌, 不辞不休, 黑爵魔主对叶凡感激得不行, 触动了他内心深处最敏感的地方, 魔族历来如此, 勾心斗角, 立以为上, 像魔凡这般单纯的人, 已经不多了, 越是如此, 黑爵魔主就越是珍惜, 他感受得到魔凡言语间炙热的情感, 也感受得到他对自己纯粹的兄弟之仪, 或许, 自己现在做的东西, 还没有让他真正臣服于自己, 但是黑爵魔主相信, 只要自己坚持不懈, 总有一天能让魔凡归心, 到时候, 别说一个血龙了, 就算整个魔界都是他们的天下, 血龙没想到, 自己的心事问罪居然成了公共魔凡和黑爵魔主的黏合计, 当下又气又怒, 你们两个一唱一鹤就以为能抵消闪子灭杀鬼松魔主的现实了吗, 魔凡, 眼下大战在即, 你杀死鬼松魔主, 给我们魔戒联盟造成巨大的损失, 这笔账怎么算, 叶凡冷笑一声, 不懈道, 现在的魔族都已经摸摸到这种程度了, 区区一个魔主罢了, 麾下数百亿大军, 没了他就不会动了, 如果一个鬼松就能左右胜战地走势, 那你们这些魔主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血龙, 你最好闭上嘴巴, 丢人的玩意儿, 你有什么颜面跟我说话, 我, 血龙无语凝夜, 的确, 一个鬼松无法改变战局, 可是就这么死了, 不给出一个交代, 谁能服气啊, 眼见双方僵持, 血骨魔主连忙出来打起原场, 好不容易劝说开两边人, 紧张的气氛才算缓和, 叶凡的强势, 让所有魔主都见识到上古一魔的态度, 这家伙跟现在的魔主处事方针完全不同, 太刚了, 今天的会师大会无疾而终, 不过黑爵魔主的心情却格外的好, 这一次让所有人都见识到了自己的实力, 想必下一次血龙和血骨不敢再轻视自己了, 回到大营, 叶凡被黑爵魔主单独叫了进去, 营帐里只有黑梦魔尊等几个魔将在场, 全是黑爵魔主麾下最强的战将, 叶凡大摇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 就连黑梦魔尊都主动给他让座, 多谢, 叶凡笑了笑, 没有跟黑梦客气, 魔法老哥, 请你来是为了商议接下去的一些军事变动, 黑爵魔主说道, 别, 我对这些没兴趣, 叶凡摇了摇头, 说道, 你只要告诉我帮你杀谁, 才能尽快结束这场战役, 嗯, 黑爵魔主摇头苦笑, 罢了, 那老哥就先在一边看着, 有什么意见尽管提, 黑梦, 说说现在的情况吧, 是, 黑梦魔尊当下把周围各方魔主的实力情况分析了一遍, 叶凡表现得很随意, 但是两只耳朵竖得很直, 没有遗漏任何信息, 一场黑魔族的军事会议让叶凡受益匪减, 他知道了一些魔族的军事变动, 以及他们的主攻方向, 魔法大人, 黑梦魔尊见叶凡坐在椅子上打瞌睡, 轻轻推了推他, 看完会了, 叶凡假装睁开眼睛, 准备起身, 今天就算了, 以后这种会别喊我, 不不, 魔法大人误会了, 黑梦魔尊低声说道, 明天会重新召开魔族联盟大会, 魔主的意思是, 我们俩就别去了, 啊, 叶凡一愣, 随即皱起眉头, 我问老哥, 今天你和黑梦有的麻烦不小, 我建议你们俩还是坐镇军中, 我带黑眼和黑师去就行了, 黑爵魔主一声说道, 血龙的主营损坏严重, 这事儿虽然不大, 但他在所有魔主面前, 颜面尽失, 你不知, 鬼松和阴翅都曾经跟随着血龙, 可以说他们是血龙的鼎力支持者, 这次阴翅实力大损, 鬼松直接陨落, 对于血龙的威信损害极大, 所以, 联盟会议的主办厂, 改成了血骨的地盘, 而血骨和血龙是穿一条裤子的, 我担心他们会对你有所不利, 黑爵魔主尽量把话说得完准, 就是怕叶凡又意气用事, 黑爵, 我们之间不用如此见外, 我知道我给你惹了麻烦, 你放心, 接下去几天, 我和黑梦都老老实实待在营场, 你可以对外声称, 是对我二人的惩罚, 叶凡白手说道, 黑梦魔尊眼睛一亮, 变头附和, 魔凡大人所言不错, 如此魔主也算是给其他人一个交代了, 这样对你们两人太不公平了, 黑爵魔主微微皱眉, 对于今天的事情, 黑爵魔主并不认为他们俩有什么地方做错了, 虽然他们击杀鬼松有些貌视, 但是却大大振奋了自己的威势, 魔主以实力为尊, 自己使燕招不成功, 反遭击杀, 只能怪记不如人, 不管放在哪里都是站不住脚的, 要是因此就责罚魔凡和黑梦, 似乎有点说不过去啊, 黑爵, 你惩罚我们是做给那些人看的, 叶凡拍了拍黑爵魔主的肩膀, 我能理解你不用有心理负担, 魔凡老哥, 黑爵魔主知道叶凡对自己情意深重, 可是此时听了她的话, 却依旧感动得不行。 第二天, 魔族联盟大会在血骨魔主的主营召开, 黑爵魔主没有带叶凡和黑梦战身, 留他们二人在军杖坐镇, 对外声称是对他们的惩罚。 甚至, 黑爵魔主还接受了叶凡的建议, 打了一些礼物去见血骨魔主等人, 算是嗜好, 至于血龙魔主和烟翅魔主, 想都不要想, 根本就没他们俩的份。 叶凡百无聊赖和黑梦战神锁在主营里, 和一众魔尊饮酒畅谈, 黑煞魔尊端着酒杯来到叶凡面前, 呵呵笑道, 魔凡大人, 小人一定要好好敬您一杯酒, 您对小人的栽培, 小人莫齿难忘。 叶凡的存在, 让黑煞魔尊的地位水涨船高, 想当初, 以他神尊敬中期的魔尊, 在黑爵魔主的账下, 只算是中流角色, 比他强的, 比他有背景的, 一抓一大把。 虽然黑爵魔主比较看好他, 但远远没到重视的地步。 可是, 自从叶凡和黑爵魔主结伴以后, 黑煞魔尊一飞冲天, 手下魔君从十亿直接涨到了百亿, 地位更是不可同日而喻, 从以前的中下游水平, 直接进入了前十。 可以说, 这一切都是叶凡带给他的。 不用谢我, 是你的才能被黑爵兄弟发现了。 表示你是一块烂泥, 就算我想帮你, 也没有这个底气。 叶凡摆了摆手, 摇头一笑, 酒我喝了, 以后有什么事情想找我商量, 尽管来, 我不会私藏。 多谢魔凡大人。 黑煞魔尊闪闪一笑, 忽然说道, 魔凡大人, 小人有个不情之景。 说, 叶凡点头道, 黑方兄弟, 过来。 黑煞魔尊对不远处招了招手, 一个大汉怯怯地从角落里走了出来, 单膝跪在叶凡面前。 魔凡大人, 黑方当初跟您结怨, 还请您大人又大量, 饶他一次吧。 黑煞魔尊也准备跪下求情, 叶凡微微一抬手, 催动血魔器将他们两人都抬了起来。 行了, 不知者不罪, 以后你们在黑爵兄弟的麾下, 要好好为他效力。 叶凡表现得很大度, 主动端起酒杯, 跟黑方碰了碰。 你的事情, 黑爵跟我说过, 我若是真想杀你, 你已经没命了。 是, 多谢魔凡大人。 黑方受宠若惊, 连忙抱起一旁的酒坛子。 魔凡大人胸怀宽广, 手段高强, 小人大心眼里佩服, 小人厚颜, 多敬大人几杯, 还请大人不要嫌弃小人身份低微。 都是我魔族子弟, 哪里有什么低微不低微的。 喝酒, 叶凡来者不拒, 跟黑方魔尊连饮三碗酒。 黑方魔尊感激涕零, 激动得不要不要的。 黑龙魔尊等人也跑来凑热闹。 一时之间, 主营里的气氛高涨到了极点。 在血骨魔主的主营里, 众人讨论了一正天会议, 也没商量出一个具体的禁军方案, 便各自回到营帐休息。 血骨魔主留下黑绝魔主, 和血龙魔主商谈到大半夜, 这才各自离开。 魔主大人, 黑眼魔尊和黑狮魔尊陪他回去, 小心翼翼地说道, 大人, 今日在会议上, 血龙三番两次针对我们, 那眼神就跟要吃人似的, 咱们得小心防防呢。 我知道, 黑绝魔主咧嘴一笑, 他越是气急败坏, 就越说明对我忌惮, 现在整个魔族联军就我的声望最大, 求是血龙和血骨联手也不是我的对手, 这是自然。 黑眼魔尊连连点头, 咱们有魔凡大人支持, 振服了五位魔主, 他们已经暗暗向魔主宣誓。 另外五个魔主虽然没有争取到, 但也表达了善意。 如此一来, 鬼松魔主死了, 阴斥魔主重伤, 血龙和血骨两人只有寥寥三个支持者, 这些都是魔凡老哥给我带来的呀。 黑绝魔主呵呵笑道, 老哥对我至情至深, 以后你们都对他客气点, 不许无礼, 听到没有? 就算解我们十个胆子, 也不敢对魔凡大人无礼呀。 黑眼魔尊和黑师魔尊连连点头。 好了, 先回去休息吧, 明天估计血龙那家伙还会继续刁难我, 我的养精蓄锐, 免得被他斩了主动。 是。 黑眼魔尊和黑师魔尊硬道, 各自返回营帐, 黑绝魔主的营帐 在主营的西南区域, 和血骨魔主的主营 只有十几里之遥。 许多血骨魔族的士兵在四处巡视, 黑绝魔主回到营帐, 正准备休息。 一对血骨魔族的士兵走了出来, 为首的是一名神虚敬的魔帅, 正是血骨魔主的亲兵。 他躬身说道, 黑绝大人, 我家魔主有请。 嗯? 黑绝魔主愣了愣, 血骨大半夜找我说什么事? 不知。 魔帅摇了摇头, 可能是有什么新密的事情吧。 好吧。 黑绝魔主不宜有他, 起身跟着这对亲兵而去, 正准备迈出帐门, 忽然一柄长刃贯穿了黑绝魔主的腹部, 紧接着猛一扯, 黑色的光芒乍现, 掀起一大片粘稠的血花, 黑绝魔主不可置信地扭头看去, 只见那个魔帅手持一柄诡异的黑色长剑, 继续朝自己捅来。 不好, 黑绝魔主惊怒不已, 连忙催动血魔器。 谁知, 对方的血魔器同样不弱, 居然死死抵住他的反击, 而其余亲兵, 同样手持黑色长剑, 风一般地刺杀黑绝魔主。 这些亲兵爆发出了强大的气势, 居然没有一个是神尊敬以下的实力。 他们配合默契, 宛若一人, 只是一小会儿, 黑绝魔主便浑身是伤。 魔主, 快走, 黑炎已经被杀死了,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这时候, 黑狮魔尊冲进营长, 身后有十几个血骨魔尊, 魔族士兵的追杀。 不得, 这些人根本不是士兵, 是清一色的神尊敬魔尊。 黑绝魔主倒吸冷气, 在黑狮魔尊的掩护下, 奋力杀出重围, 朝黑魔族的阳长飞逃而去。 而黑狮魔尊, 为了给黑绝争取时间, 一人与三四十名神尊敬魔尊大战。 很快, 它便被淹没在各种攻击之下, 再没有了钉点气息, 巨大的轰动引起了周围强者的注意。 当他们赶到的时候, 地上只有黑狮魔尊和黑眼魔尊的尸体。 刚才那几十道神尊敬强者就像是凭空消失, 再也无法感知。 但是, 但是残留在空气中的血魔器, 依旧带着浓重的血骨魔族的气息。 血骨魔主又惊又怒, 扭头看向文迅赶来的那些魔主强者。 这, 这是怎么回事? 黑绝人呢?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兵网, 我是主播, 鸣鸣如月,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二十二级 叶凡等人正在营帐中喝酒, 忽然感觉到一股强烈的血魔器波动。 嗯? 黑梦魔尊没关紧锁, 沉声喝道。 谁大半夜敢强充满黑魔族的地盘? 好大的胆子! 出去看看! 走! 几十个魔尊借着酒劲浩浩荡荡地冲出营帐。 水池一抬头, 就看到吐血的黑绝魔主从半空中落下。 他的伤势很重, 特别是腰腹出的那个血洞。 魔血和血魔器居然无法立马修复伤势。 魔主! 众魔将一阵惊呼, 连忙扶住黑绝魔主。 黑绝魔主面色苍白, 有气无力地倒在黑梦魔尊的怀里, 让他送自己下去。 众人把他送回营长。 叶帆面臣似水, 问道, 黑绝, 是谁伤了你? 黑石魔尊啊, 黑眼魔尊啊, 他们, 都死了。 黑绝魔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摆了摆手, 诸位, 先替我护发, 我需要修复伤势。 是。 因为, 小心血骨魔主, 我怀疑这次大会是他和血龙魔主, 真对我舍下的鸿门眼。 啊? 众魔将惊怒无比, 是血骨魔主下的手。 黑梦魔尊怒道, 我不确定, 不过, 的确是血骨魔族的人。 黑绝魔主惨笑一声, 我一时拖大, 没有防备, 被那些人偷袭。 若非黑石魔尊拼命抵挡, 我恐怕无法抵挡那么多魔尊的戏杀。 嘎嘣。 嘎嘣。 叶凡的拳头捏得嘎嘣作响, 陈胜说道, 有多少人袭击你们? 足足三四十名, 我尊强者。 黑绝魔主见叶凡周身杀意沸腾, 连忙说道, 莫凡老哥, 你千万别意气用事, 先等我伤势恢复了, 再做计较。 这口气, 你能咽得下, 我咽不下。 叶凡一拳, 红碎一旁的茶桌, 犹如一头咆哮的雄狮。 血骨, 血龙, 你们其人太深。 魔法老哥, 魔法老哥, 黑绝魔主, 警惚不已, 赶紧拉住他。 动作剧烈, 前动伤势, 腰腹处再度崩裂出大片的鲜血, 叶凡联盟扶住他, 担忧道, 你快逃走。 魔法老哥, 你看在我的面上, 暂时忍耐。 我知你是真正关心我, 但是事情还没调查清楚, 一动, 不如一镜。 黑绝魔主, 见叶凡的眼神真挚, 心里十分感动, 可是眼下他伤势太重, 远远无法抵挡血骨和血龙联手。 所以, 不管幕后黑手是不是他们俩, 黑绝魔主都不能轻举妄动。 叶凡犹豫了许久, 沉沉点头。 好, 多谢魔法老哥理解。 黑绝魔主松了一口气, 开始打坐恢复, 一众魔将身上酒意全无, 守在帐外怒气交加。 黑梦战神将魔将分为数匹, 轮流给黑绝魔主护法。 叶凡烧了一夜, 第二天回到营长。 他气闷不已, 大发雷霆, 甚至斩杀了几个手下, 捣毁了几百座军长。 第二天晚上, 黑梦魔尊和黑煞魔尊 连妹来拜访叶凡, 几个魔帅小心翼翼地守在帐外。 两位魔尊, 主人交代, 没有他的允许, 任何人不可靠近大帐百米。 你去通报, 就说黑梦来访。 黑梦魔尊远远就能闻到 大帐里传出来的酒气, 心里感同身受。 以魔凡大人的火爆脾气, 能忍到现在, 已经算难能可贵了。 要知道, 就连他自己, 都差点带人去血骨魔主那里问罪。 魔帅进去汇报, 很快就回来了, 面带苦笑。 魔尊大人, 我家主人酒醉沉睡, 既然如此, 那我们在这里等着。 黑梦魔尊低叹一声, 让黑煞魔尊先回大营主持大举。 反正叶凡的大营和主杖只有十里之遥, 他瞬息便能飞等。 黑梦魔尊在营帐外从上屋等到中屋, 叶凡才悠悠转行。 他得到允许进入营帐, 叶凡睁着一双通红的血沿, 紧紧拉住黑梦魔尊的胳膊。 黑梦, 你有没有把黑爵当长辈? 叶凡此时浑身都是酒气, 但是意识很清醒。 魔凡大人, 魔主对我恩通再造, 我早已经使他为父亲,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黑梦魔尊忽然觉得不妙, 跟我去报仇, 你敢不敢? 叶凡接下去的话, 让黑梦魔尊脸色顿变。 报仇? 黑梦魔尊连忙拉住叶凡。 麻烦大人, 您千万不要冲动, 魔主再过两天就能恢复了, 要是让他知道你去找薛谷的麻烦, 肯定会怪罪我们的, 所以我才拉你一起去。 叶凡冷声说道, 你就说敢不敢吧? 敢。 但是, 不行。 黑梦魔尊虽然很想跟叶凡一起去, 但是其中牵扯太大, 而且圣战在即, 若是跟血谷魔族宣战, 必定会影响大局。 这个后果不是他能承担得起的。 黑梦,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叶凡沉生说道, 我现在就向所有人宣布, 离开黑魔族, 恢复自由之身。 什么? 黑梦魔尊大惊失色。 黑梦, 我若是死了, 请你帮我向黑爵传达。 我跟他的兄弟之情, 下辈子再续。 说完, 叶凡纵身背出大仗。 黑梦魔尊联盟追了出去。 谁知, 望眼看去, 十几亿魔军正装待发。 很显然, 叶凡早就开始准备了。 我魔凡一生从不亏见谁, 地水之恩永全相报。 今日黑爵被血骨魔族重创, 我等受黑爵之恩多日, 正是我等报恩之时。 终将听令, 随我杀向血骨魔族大营, 以我魔剧偿还大恩。 叶凡仰天怒吼, 带着十几亿魔军 浩浩荡荡地 杀向血骨魔族的营地。 魔凡大人, 魔凡大人, 黑梦魔尊骇然无比, 想要去追, 奈何他一旦走了, 就没有人回营报信了。 魔凡大人, 您既然知道 这一去是九死一生, 为何还要为了心中的执念 做这等寻死的事情啊? 黑梦魔尊眼中流下几滴热泪, 当即一咬牙, 半身飞回大营。 黑梦魔尊, 刚才是怎么回事? 满天血魔气, 好惊人! 黑煞魔尊迎上询问。 时间结实了, 快, 快去唤醒魔主大人! 可是魔主大人, 正在恢复的关键时刻呀! 一众魔尊莫名其妙。 有什么事情, 我独立承担! 黑梦魔尊咬牙低吓, 无顾其他人的阻拦, 钻进了营帐之中。 魔主大人, 魔主大人! 一进大营, 黑梦魔尊便高声呼喝。 端坐在营帐中央的黑爵魔主, 完魂睁开眼睛, 露出一股猙獰之色。 黑梦, 我说过, 我正在恢复期间, 不容许任何人打扰。 魔主大人, 魔盘宣布脱离我黑魔族, 恢复自由之身, 他, 他已经带着族人, 离开我们的营地了。 黑梦魔尊连毛汇报, 什么? 黑爵魔主脸色骤变。 不, 不可能, 他绝对不会在我, 最虚弱的时候, 欺我而去。 魔主大人, 魔盘大人, 没有放弃你, 他, 他带着挥向全体魔匠, 去血骨魔族的地盘, 替你报仇去了。 他, 他去帮我报仇了? 魔盘老哥, 你, 你这又是何苦呢? 黑爵魔主先是震惊, 再是感动, 急而震怒。 快, 快点集合所有军队, 要是血骨赶上魔盘老哥分毫, 我黑魔族跟你不死不休。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冰王, 我是主播, 明明如月,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黑爵魔族, 黑爵魔主其实早就猜到叶凡会忍不住, 而且他心里也想考验叶凡, 看自己这个便宜老哥是否真的会为了自己拼命。 没成想, 他对自己情意如此深重, 不惜带着所有族人去帮自己讨还公道。 德兄如此, 夫妇何求啊! 黑爵魔主因为叶凡的报仇行动, 对他彻底放下戒心。 我的傻哥哥, 你要是出了什么事情, 让我今后如何面对你啊! 却说叶凡带着十几亿古魔大军直奔血骨魔主的大营。 一路上经过好几个魔主的地盘, 那都刻意保持距离。 那些魔主早就知道黑爵魔主在血骨魔主的营地里被偷袭, 身受重伤, 看魔法那副气势汹汹的架势, 显然是要去报仇了。 不过, 大家乐得看黑爵魔主势力损失, 所以并没有阻拦, 反而提前交代手下, 没事儿别去招惹魔法。 所以, 叶凡一路上下, 畅行无阻。 特魔的, 黑爵呀黑爵, 你一定别让老子死亡啊, 要是你是那种一切以魔族大局为重的人, 老子看走眼不打紧, 无法抽身而退, 就麻烦了。 叶凡和黑爵魔主在最开始属于相互利用的关系。 但是, 随着叶凡不断争取到黑爵魔主的信任, 他已经成为黑爵魔主心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当然, 叶凡还是在利用他。 从事至终, 他都不可能跟敌人当兄弟。 更何况, 还是一个企图侵占神战大陆, 奴役全体人类的野心家。 叶凡带着大军来到血骨魔族的营地。 守护营地的是几名神虚敬魔帅。 魔帅, 你率领古魔军队来我营地, 所为何事? 魔帅沉声贺问。 他很忌惮叶凡, 但血骨魔主早有交代, 这几天不容许任何人靠近血骨魔族营地。 我是来干什么的? 你们这些鸟人心里没数吗? 叶凡仰头高鹤, 抬手一指, 杀! 哦!哦!哦! 十几亿古魔强军发出震天怒吼, 冲进血骨魔族的营地大杀特杀。 叶凡手里有一多神军阶以上的魔族高手, 级别比这些魔族军队高了不少。 另外十一稍微弱一些, 但是对魔族而言, 叶凡手里的古魔军队绝对是强悍的存在。 毕竟, 血骨魔族营地里的几千亿魔族大军, 绝大部分是神武镜以下的普通魔兵。 叶凡的队伍里至少都是神武镜以上的。 旺在血骨魔族中, 起码也能当一个小队长。 强悍的实力再加上叶凡不要命的打法, 几个拦住的神虚敬魔帅很快就被杀败。 十几军队犹如虎入群羊, 瞬间击破了十几里的营地, 朝着血骨魔族的主营杀去。 在主营地中, 血骨魔主正在和血龙魔主商谈事情。 血骨,真的不是你做的? 血龙魔主狐疑地看着血骨魔主, 咧嘴直笑。 是你干的就承认嘛, 我又不会说你什么。 呵呵呵, 也是黑拳那家伙运气好, 面对三四十个神尊敬魔尊的投袭, 居然也能逃出去。 有点水平啊。 在突发的状态下, 血龙魔主咨问自己恐怕凶多吉少。 看来, 血骨魔主是打定心思要解决黑绝的, 只可惜事与愿违。 不是我。 血骨魔主又是委屈又是愤怒。 事情发生在他们血骨魔族的主营地, 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特魔的, 潜入了几十个魔尊刺杀者, 而且全部来自于他们血骨魔族。 作为营地掌舵者, 他居然一点都没察觉。 血龙,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血骨魔主见血龙魔主, 依旧不信, 顿时气急败坏。 黑绝正在疗伤, 想必用不了多久, 就能复原。 到时候, 他肯定会来兴师问罪。 你也知道, 因为黑绝重伤的事情, 导致许多中立的魔主, 都对我非常有意见。 我现在脑子很乱, 你帮我想想办法, 怎么才能平息黑绝的怒火? 我能有什么办法? 地盘是你们的地盘, 人也是你们血骨魔族的人, 更何况, 一口气派出三四十个魔尊。 如此大的手笔, 只有你、我、黑绝能拿得出来。 可是, 我们血龙魔族的魔尊 跟血骨魔族完全不同。 一感知气息, 就能发现差异。 血龙魔族咧嘴之笑, 会有落井下石的感觉。 血骨魔族大怒。 好了好了, 血骨, 你先别激动, 到时候, 无外乎, 拉点面子下来, 给黑绝赔罪便是。 黑龙魔族沉下脸来, 低声说道, 不过, 这件事情未必寻常, 必须调查清楚, 否则很难平息众怒。 我知道。 血骨魔族点点头, 咬牙说道, 特魔的, 可是几十个血骨魔族的强者, 潜入营地, 我怎么都想不通。 难不成, 他们之前就潜伏进来了? 是特意针对黑绝魔族去的。 他们这么做, 到底是为了什么? 还能为什么? 当然是为了破坏我们, 胜战联盟。 血龙魔族, 鼻端一哼, 说道, 咱们三大魔族是主战派, 另外还有七个大魔族, 一再反对入侵神战大陆。 他们的野心更大, 希望集中全魔族的力量, 入侵灵界。 你是说, 偷袭黑绝的那些人, 很有可能是另外七大魔族, 还来的? 血骨魔族一愣? 非常有可能。 血龙魔族微微汗手。 但是, 不管怎么说, 你自己营地里藏着几十个魔尊刺杀者, 居然一点察觉都没有, 是你自己的失职。 所以, 你得付出一定的代价, 给黑绝魔族一个交代。 嗯, 我知道。 血骨魔族硬道, 遇到这种白口莫辩的事情, 他也很无奈。 胜战在即, 不可出纰漏, 否则我们三大魔族, 损失惨重地返回魔界, 必定会给其他大魔族, 合乘之计。 血龙魔族说道, 咱们三个不管怎么斗, 都必须有个底线, 黑绝应该心里有谱, 所以他才没有立马纠结大军, 追究你的责任。 唉, 正说见, 远处天边一阵颤抖, 就连他们这里都能感知。 怎么回事? 血骨魔主沉声喝道, 一名魔族匆匆匆跑了进来, 高声说道, 魔族大人, 魔凡率军冲入我们营地, 显然就杀, 已经造成数亿伤亡了。 什么? 血骨魔主一惊, 震怒道, 好大的胆子, 没有黑绝的命令, 他敢擅自调兵。 魔族继续说道, 魔族大人, 魔凡只带了那十几亿古魔军队, 而在入侵之前, 向所有人宣布离开黑魔族, 扯其独立, 跟黑绝魔主没有任何关系。 什么? 血骨魔主大恶? 魔凡既然宣布脱离黑魔族, 为什么还要找我们血骨魔主死杀? 血龙魔主面色微沉, 说道, 恐怕他是不想给黑绝惹麻烦吧, 不可是十万年前的血灵大魔王, 星子跟传说里一模一样。 不得不说, 我很佩服魔凡, 至少他不像另外七大魔主那么多心眼。 可惜啊, 这种人不能为我所用, 偏偏跟黑绝走得那么近。 黑绝只打猜术, 根本成不了大事。 等什么时候了, 你还说风凉话? 血骨魔主没关紧锁, 陈胜说道, 下令, 命我血骨魔族十大魔将, 用白衣魔军前去击杀魔凡。 这, 魔帅连连硬道, 转身便要离开。 等等, 血龙魔主叫住对方, 宁声道, 血骨, 这个魔凡不能杀。 没什么, 血骨魔主大怒, 还都打到我血骨魔主营地来了, 难道要我忍气吞声? 血龙, 你不是对他恨之入骨吗? 好不容易有了机会, 你就不想绝此后患。 之前, 我的确恨不得将其碎石万段, 但是, 如果魔凡真的死在了这里, 你说黑绝那个皮肤会怎么样? 血龙魔主分析说道, 魔凡为了给黑绝报仇, 宁愿宣布背叛黑绝。 明言人都看得出来, 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向黑绝报恩。 黑绝知晓后, 必定会有所行动, 即便是做给所有人看, 他都会帮魔凡报仇。 如果他不是作秀, 而是真想给魔凡报仇, 那么必定会倾尽全族之力。 眼下圣战在即, 咱们魔族内部若是爆发数以千计的大战, 那么圣战就别打了, 咱们自己就能耗光自己。 他…… 血骨魔主愣了愣, 特磨的, 黑绝这皮肤, 神看得出这事来? 魔凡不能杀, 最好伤情, 以此来威胁黑绝。 血龙魔主咧嘴一笑, 咱们不是查个先锋吗? 先让黑魔族的人马去试水, 让他们跟人类舞者拼个你死我活。 就算他侥幸胜出, 也必定损失惨重, 到时候他就是砧板上的肉, 任由外面拿捏了。 如果他对魔凡是虚情假意呢, 血骨魔主眉关紧锁, 那就更好了。 血龙魔主呵呵一笑, 咱们不仅可以说动魔凡站在我们这一边, 还能让其他魔主看到黑绝的真面目, 如今大部分的魔主都对黑绝很有好感。 咱们血魔两大种族虽然联手, 可是在总兵力和总实力方面, 却远远比不上黑绝。 这是咱们的好机会, 而魔凡就是最为关键的转折点。 呵呵, 血龙, 你好算计啊! 血骨魔主哈哈大笑, 对手下魔帅道, 交代十大魔将, 务必将魔凡升紧, 我倒万不得已, 不要伤他性命。 是! 魔帅高声应试, 转身走出大仗。 血说叶凡率领十几亿的魔祖精英, 一路势如破竹, 连续攻下十几个营地, 造成近十亿的伤亡。 虽然这些死去的血魔族士兵实力都不咋地, 但怎么说都是外来入侵者, 能杀一个是一个, 反正他不会吃亏。 轰隆隆, 这时候, 不远处涌起十道强大的血魔气息。 紧接着, 密密麻麻的血魔族大军横空而起, 朝叶凡这里杀来。 这支军队数量极多, 遮天蔽日, 而且实力强大, 比起叶凡的手下来, 有过之而无不及。 来者不善, 应该是血蛊魔族压箱底的精兵了。 叶凡深深吸了一口气, 咧嘴一笑, 不愧险中求, 只要坚持到黑爵赶来。 这一百多亿血魔族精兵, 必定损失惨重。 老子在外围, 就算杀了一千亿, 也比不上这一百亿。 叶凡几乎可以断定, 黑爵会来。 至于他来了, 是充当和氏佬, 还是持缘自己, 就不晓得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叶凡先把这一百多亿血魔族精英引走, 到时候再想办法, 过水东引, 让黑魔族的人参战。 只要两大魔族一开打, 就没有那么好收场了。 对, 给我杀。 叶凡一马当先, 手持盘龙软剑冲向敌阵。 一百多亿魔兵, 阵仗极大。 双方对冲在一块, 瞬间进入了人间炼狱。 鲜血和断枝, 仿佛落雨一般, 速速地从天空落下。 覆盖了树势力, 叶凡爆发出强大的气势, 专检神虚精的魔帅下手。 这些人是魔族大军中的中流砥柱, 对人类威胁极大。 至于神丹静, 他完全没有兴趣, 交给手下对付就行。 叶凡来回在血魔族大军中砍杀, 手起刀落, 无一核之敌。 不到一个小时, 死在他手里的魔帅 就不下百位之多。 血魔族的十方大将 全是神尊景中后期, 原本他们坐镇大军后方 只会战斗。 谁吃叶凡太过凶残, 又汉不畏死, 率领十亿魔军, 居然跟他们百亿大军 打了个旗鼓相当。 该死! 血魔族第一大将 血狼魔尊 抬手一挥, 高声喝道。 血沙魔尊, 血空魔尊, 血莽魔尊, 血鼠魔尊, 血空魔尊, 你们五人 去足迹魔反, 不能再让他杀下去了。 是! 五大血骨魔族的魔尊 高声应赫, 横身飞起, 杀相叶凡。 这五个人实力都非常强横, 其中四人达到了 神尊景中后期, 血沙魔尊 更是神尊景后期的强者, 实力不比黑梦魔尊弱多少, 有了他们五人的加入, 叶凡的古魔大军 显现颓势。 五个? 不太好打呀! 叶凡暗道不妙, 脑海中思绪一转, 纵身飞向对面五人。 魔凡, 你的末日到了! 血沙魔尊接到命令, 尽量生起叶凡, 可是杀到了这个份上, 叶凡手里 不知杀了他多少手下, 怎么可能饶过他? 想杀我? 哪呀? 叶凡咧嘴一笑, 背后一对骨痴扇动, 飞进了血骨魔术的大军之中。 嗯? 血沙魔尊脸色一变, 沉声大喝, 快点拦住他, 要是进入我族中军, 就麻烦了。 神尊景强者的战斗, 威势恐怖, 就算是鱼波, 都能镇死那些神武镜, 神军镜的士兵。 叶凡这一招, 让血骨魔术的五个魔尊 投鼠祭祭, 既不敢逼得太甚, 又不能任由他乱杀。 再深入一点, 再深入一点, 叶凡掌心, 隐晦地翻出数十张, 荧光闪闪的战斧, 眼中闪过一抹暴力之色。 老子这一场大战, 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兵王, 我是主播, 鸣鸣如月,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七 叶凡深入血骨魔主的中军大阵, 但是并没有大肆杀虐, 只是躲避五个魔尊的追杀。 别让他跑了, 拦住他, 快点拦住他。 五大魔尊震天怒吼, 可是寻常的魔族士兵 怎么可能挡得住叶凡的脚步? 就算是神虚境级别的魔族强者, 在叶凡面前, 只是被秒杀的份。 叶凡踪入百亿大军的最深处, 周围是数不尽的血骨魔主士兵。 王凡, 你已经无路可逃了, 束手就擒, 我能让你死得痛快点。 血沙魔尊带着四大魔将将叶凡团团围住, 在他们身后还悬浮着一百多名神虚境的魔帅, 叶凡陷入绝境。 就在这个时候, 叶凡忽然咧嘴笑了起来。 他的笑声越来越大, 语气也越来越疯癫, 仿佛是死前最后的疯狂。 你们知道为什么那些人会叫我血灵大魔王吗? 嗯? 血沙魔尊忽然心头一沉。 是啊, 魔凡在十几万年前就在魔界闯下了偌大的名头。 想他巅峰之时, 至少也有神尊敬巅峰魔主的实力, 绝对不可能没有压相敌的绝招。 难道他把这么多人举拢在这里, 就是为了…… 不好, 快撤, 快撤。 血沙魔尊感知到叶凡身上的无尽杀意, 顿时脸色大变, 连忙高鹤。 河溪为时已晚。 在周围十里范围内, 缓缓浮现起几千颗血球。 叶凡仰头高鹤。 让你们见识一下老子的一生绝血。 砰砰砰。 煞时间, 叶凡的身躯骨胀起来, 体内的血磨器变得异常暴躁。 周围那些血球立马呼应, 仿佛烧飞的开水, 扑通扑通冒出血泡, 变得无比扭矩。 血沙魔尊大惊失色, 他, 他要自爆。 不对, 他的自爆绝对不是普通的自爆。 叶凡见血沙魔尊等人转身便逃, 眼中涌动着真正的杀意。 想跑? 已经来不及了。 叶凡仰头发出一阵高鹤。 至尊磨血, 大爆炸。 华音一落, 十里范围的空间仿佛停滞。 哭。 一阵微风轻轻吹拂。 紧接着, 轰隆隆。 震耳欲聋的轰响, 凭空而起。 大片大片的空间, 发生巨大的爆炸。 整片天际, 陷入扭曲的血色空间。 无数巨大的血球, 伴随着血色的风暴, 那片血色空间中, 来回爆破。 惨叫声, 充斥着整片黑暗血缘。 十里范围, 数十亿血骨魔主的精英, 化为鸡粉。 不,不! 血沙摩尊陷在扭曲的血色空间之中, 根本无法反抗, 便被一颗巨大的血球吞噬, 让他感到诧异的是, 这颗血球的内部滚烫无比, 就像是极强的火焰, 活生生地把它烧成焦炭, 还不等它催动血魔器恢复, 周围的无数风暴, 形成密密麻麻的蜂网, 将它切割成米粒的血肉。 魔心被毁, 再无生机。 血骨魔主和血龙魔主正在营帐中, 等候抓捕魔法的好消息。 谁知, 一阵巨烈的狂风席卷整个主营, 将无数营帐吹上天际, 实力差一点的魔兵, 直接跟着营帐一起被卷走。 怎么回事? 血骨魔主一惊, 还没跨出营帐, 便听轰轰轰。 天地巨响, 崩狂颤抖, 一种无法言语的恐惧感涌上心头。 它连忙看向远处天际, 只见一团血雾, 折天蔽日, 里面红光闪烁, 无数血液凝聚, 仿佛是一个 被悬在半空的如洞雪球。 不, 每一会儿, 雪球爆开, 鲜血就像是倾盆倒下,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血色瀑布。 这到底, 是怎么, 怎么回事? 血龙魔主倒吸冷气, 在那片血色瀑布的边缘区域, 不断飞出肉眼难见的小斑点, 等它们靠近, 却是血骨魔族的精英部队。 魔主大人, 不, 不好了, 血沙魔尊逼得魔法自爆, 我们的部队损失了快一半, 活下来的大部分伤惨。 什么? 血骨魔主惊恐不已, 一百多亿精英部队, 只剩一半。 魔法呢? 血龙魔主连忙问道, 不知, 它使用自爆绝技, 恐怕已经化成血水了。 一个断臂魔帅脸上浮现着浓浓的恐惧。 魔法最后那一击太过恐怖, 几十亿族人几乎在几秒钟内全部化为血水。 这等场面, 是它跟随血骨魔主南征北战几百年也不曾见过的。 血骨魔主彻底傻眼, 脑袋一阵昏沉, 差点摔在地上。 血龙魔主连连倒吸冷气, 脖镜处一阵发凉。 魔法自爆绝技, 凭空击杀五六十亿精英。 就连神尊之后期魔尊都无法抵挡。 魔主大人, 我们, 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短臂魔帅联盟问道, 收龙大军, 就只伤着。 血骨魔主的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这时候, 天空中忽然凝聚起一道巨大的残影, 正是魔凡。 血骨, 你伤我兄弟, 就算是死,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残影仰头大笑, 渐渐消散, 变成了一团血云, 随风而逝。 远处, 黑绝魔主双眼血红, 看着那道消失的残影, 发出激烈的咆哮。 给我杀, 杀进血骨魔族, 一个, 一个不留。 是, 黑猛魔尊心痛无比。 在这一刻, 他对魔凡的佩服, 已经超过了所有执念。 活了十万年的老古董, 为了心中守着的情谊, 不惜自曝, 也要给自家魔主, 讨回一个公道。 反倒是他们这些, 忠贞不二的手下, 反而畏首畏尾, 没有一个敢和魔凡同行。 数十名神尊敬魔尊, 在黑绝魔主的号令下, 率领着黑魔族上千亿大军, 潮水一般杀向血骨魔族的营地。 在几百里外, 一片空间扭曲起来, 从里面钻出一个狼狈不堪的身影, 他身上残破不堪, 鲜血淋漓, 甚至有些部位露出了猙獰的白骨。 身影剧烈咳嗽, 铺出一大滩鲜血。 好险,好险, 差点挂了。 叶凡抹掉嘴角的淤血, 胸腹顺气许多, 意识也清醒了不少。 嗨,太吓人了, 要不是手里还有不少顺衣服, 恐怕连我自己的小命都得搭进去。 啊,取得这么大的战果, 我的任务也该告一段落了, 否则很容易引起魔族的怀疑。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兵王, 我是主播, 鸣鸣如玉,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叶凡看着天边的那片血雾, 嘴角挂漆魔冷笑, 我给那十级古魔军队下达了拼死命令, 他们肯定还要再击杀一些血骨魔主, 要是黑爵能被刺激, 说不定黑魔族和血骨魔主之间还能有一场大混战。 此地不宜久留, 我就先撤了。 他连忙掏出一叠高阶顺衣服, 朝血缘腹地外围闪去。 刚才, 为了营造出血魔自爆的场景, 叶凡融合了两种奇街高级战俘, 破天神风和秘云荣岩。 原本叶凡只是想做做样子, 解决血沙魔尊武人, 可是随着深入敌军, 他发现周围的魔兵魔将实力强大, 绝非寻常的魔族士兵可以比拟。 他看得出来, 那一百多亿追兵, 必定是血骨魔主的精锐。 所以他临时起义, 先让血骨魔主吃个大亏, 然后造成假死的样子, 引起血骨魔主和黑魔族之间的内斗。 即便最后两大魔主的斗争被其他人劝阻, 也能造成巨大的损失。 到时候, 人类无者的压力就会减轻不少。 当然, 叶凡离开黑暗血沙腹地, 主要还有几个原因。 他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卧底, 该得到的情报都掌握得差不多了, 他早晚得回去, 如今借颇下驴再好不过。 另外就是, 魔族的禁军大会商量得差不多了, 很快就要正式入侵神战大陆。 他必须提前回去做准备, 至少得让峡谷那片空间裂缝群 发挥最大的作用。 那才是这场盛战的真正关键所在。 叶凡从没想过, 自己做个卧底, 就能让这三万亿魔族大军 自相残杀到所剩无几。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他至少造成了上百亿的伤亡, 就已经难能可贵了。 更何况, 其中几十亿还是三大魔族之一的血骨魔族精英。 继续倒流下去, 就话舍天足了, 叶凡疯狂, 朝南略行。 一路上经过不少魔族的营地。 好在他之前造成的轰动非常大, 大部分魔族都前往血骨魔族的营地一探究竟。 剩下的守在营地的, 最强的也就是神尊敬的魔尊, 也凡在路上伪装成驻扎在最边缘区域的魔族魔尊, 就像是匆匆跑过去做汇报的样子。 所以没有引得谁怀疑。 一路畅行无阻, 当他抵达边缘区域的时候, 猛地停了下来, 只见不远处的高空, 停留着一个气势凶猛的魔族怪物。 血独魔族。 叶凡暗暗一惊, 他伪装的就是毒血族的魔尊, 本来还想掩饰身份, 瞒过其他魔族的魔主, 没成想自己居然撞招正主了。 你是谁? 血独魔族冷冷地看着叶凡。 本尊很早就感觉到一股熟悉又陌生的气息, 往我们毒血魔族的营地击齿。 可是本尊麾下三十多个魔尊, 没有一个符合。 你到底是什么人? 来我毒血魔族, 所为何事? 让开。 叶凡深深吸了一口气, 沉胜说道, 我奉魔主号令, 前往黑暗血缘后驱巡查, 你别多管闲事。 嗯? 毒血魔主, 微微一愣? 随即递喝, 你不是魔主联军之人, 难道是另外其他魔族的手下? 说, 是不是你们上了黑暗魔主, 嫁祸给血骨魔主的? 叶凡早就听说过, 魔主如今有十大魔族, 每一只魔族的实力, 都不在黑魔族血骨魔族, 血龙魔族之下。 除此之外, 还有上百只将毒血魔族, 鬼松魔族这般的二流魔族, 即便如此, 这些二流魔族搁在神战大陆, 武者人数也是最牛的存在。 就算是创建山, 祖皇宗和古太眼三宗联合, 在数量方面恐怕都占不到优势, 不过人数并不代表一切, 强者的实力才是决定战局的关键。 人类武者拥有诸多上古传承, 达到上古三重镜级别的神尊镜强者, 更是多达数十位。 这些强者分分钟便能分出十道到百道的分身, 完全可以碾压那些二流魔族。 只是, 以多狠死相, 就算是再强大的神尊镜强者, 面对数以亿计的魔族武者, 也不敢轻易陷入战局。 且不说能否承受如此多武者的联合攻击, 就算是站在那里让他杀, 极武者也能杀得他历劫。 叶凡收回思绪, 冷声哼道。 是又如何, 不是又如何。 哼, 你果真是那齐大魔族的走狗。 毒血魔主轴身顿时迸射出强大的血魔器, 神尊镜后期的强势, 在他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叶凡若是在巅峰时期, 还能与之一战。 可是, 还为了灭掉几十亿血骨魔族精锐, 耗费了几千张七阶战斧, 炸得他自己都差点挂掉。 此时拖着重伤的身躯, 狂奔数千里, 已经快到极限, 哪里还挡得住一代劳的毒血魔主? 周围又腾空而起十几个神尊镜魔尊, 将叶凡团团围住。 可摩的, 叶凡脸色骤变, 从空间十里取出十几瓶五元之灵, 尽数吞进肚子。 顿时, 武进得以补充, 他依旧没有暴露身份, 而是召唤出龙鹰按摩剑, 一百零八柄黑色的短剑, 写成阵势。 跟随叶凡的狂飙, 迎着几个魔尊, 封出一条血路。 毒血魔主没想到, 对方居然有这等强大的武器, 一时不慎, 被他逃了出去, 追! 毒血魔主怒声大喝, 率领十几个魔尊追了上去。 这些魔尊速度很快, 叶凡没有使用灰鹰翅膀, 完全凭借武进转化的血魔器飞行。 他在黑爵魔主那儿还留了一手, 不到万不得已, 绝对不能轻易暴露身份。 叶凡手持盘龙软剑, 不断以剑阵御敌。 冲在最前面的两个魔尊, 眼剑就要追上叶凡。 刷刷刷。 只见眼前黑光萦绕, 密密麻麻的黑芒圈住他们, 瞬间便搅碎了他们身上的血魔器。 紧接着, 那些黑光不断穿透他们的身体, 眨眼的功夫便将他们砍成粉末, 连魔铜和魔心也彻底被毁。 毒血魔主一惊, 连忙取出一柄大砍刀, 一边小心防御那些黑芒, 一边继续紧追不舍, 其余魔尊稍稍放缓速度。 他们看出豪串那人受了重伤, 只需远远吊着, 早晚能把他耗死。 叶凡暗骂一声, 他自然看出身后那些毒血魔族的打算。 可是现在, 叶凡别无选择, 只能不断往南边逃。 只要玄天圣女能及时接应, 他就有一线生机。 不然, 以他现在的状态, 被这么多魔尊围困, 只有死路一条。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兵网, 我是主播, 鸣鸣如月,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2027集 108柄龙鹰按摩剑和桃果炼器改造, 全部融合了桃灵木精, 达到了玉武神兵的级别。 叶凡结成了剑阵, 瞬息间便斩杀了两名魔尊, 对方连哀嚎都没发出, 就被彻底灭杀。 这是叶凡第一次同时驾驭如此多的玉武神兵, 精神力消耗得非常快。 好在玉武神兵的威力, 非寻常魔尊可以抵挡。 龙鹰按摩剑阵, 震慑住了那些魔尊, 不然叶凡的境地就危险了, 已飞又是数千里。 叶凡和毒血魔猪等人 已渐渐逼近空间裂缝区域了。 此时, 叶凡的状态下降得愈发厉害, 形势越来越严峻, 它身上的血魔器逐渐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本体的物尽。 再这么下去, 恐怕自身的魔族模样 就无法继续保持了。 毒血魔猪等人惊恶不已, 他们还没见过 魔族的血魔器下降如此之快, 简直就跟快要死掉一样。 玄天师叔,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叶凡早就利用传承分身 告知玄天圣女了, 为了以防万一, 他烧毁了分身, 巩固自己的精神力。 也就是说, 他现在和玄天圣女 处于失联的状态, 可是, 无论方向还是自己的速度, 玄天圣女都非常清楚。 以他的实力, 应该早就接应自己猜对。 忽然, 叶凡脑脑袋里冒出一个可怕的想法, 都说女人是路痴, 难不成玄天圣女不认得路? 恶魔的, 我没有这么倒霉吧。 就在叶凡暗骂玄天圣女 不靠谱的时候, 一声低喝传入他的耳朵。 叶凡, 往东南方向来, 我在你屋里之外, 尽量把那些魔族吸引过来。 叶凡顿时大喜, 传音符? 我居然把这茬给忘记了。 为了保持联系, 叶凡特意交给玄天圣女 一张特制的传音符, 通过精神意识连接。 只不过, 传音符只能使用一次, 之后便会作废。 叶凡催动龙鹰按摩剑剑阵, 突然都转方向, 朝东南方向奔去。 毒血魔主见叶凡不再逃跑, 反而往自己这一方面靠近, 顿时大惊。 叶凡转向太过突然, 一剑阵开刀, 瞬间便将几名魔尊拉了进去。 这小子有古怪, 小心他的无忌。 毒血魔主高声喝道, 手中握着一柄诡异的法杖, 不断有红绿相间的毒气涌出, 在半空中形成一柄柄力箭, 朝叶凡射去。 叶凡吓得够呛, 催动剑阵拼命抵挡。 剑阵犹如黑色的飓风, 一边抵挡毒血魔主的攻击, 一边砍杀剑阵里的魔尊。 吃啦啦。 那些毒箭带有浓重的侵蚀之力, 瞬间, 好几柄龙鹰按摩剑发出阵阵白气, 再看剑刃, 已经是斑斑点点。 叶凡心疼得不得了, 连忙烧起那几柄龙鹰按摩剑。 随后, 也顾不得重伤的那几个魔尊, 烧起剑阵, 飞一般地逃走。 居然敢炸我。 毒血魔主没想到, 叶凡说走就走, 连一点犹豫都没有。 要使他再坚持几秒钟, 只需几秒, 自己那几个手下必死无疑。 这般习命, 他肯定快不行了, 我们追。 毒血魔主面色张宁, 带着十几名魔尊手下加快速度。 叶凡狂奔不止, 眼看就要被追上, 忽然停住身来。 追够了吗? 叶凡咧嘴一笑。 几位, 要不要休息一下? 嗯? 毒血魔主冷眼一眯, 沉声喝道。 你已经无路可退, 快快收手就紧。 想太多。 叶凡打了个哈哈, 老子凭什么听你的? 死到临头, 居然还敢大言不惭。 毒血魔主冷笑不断。 说, 你到底是魔剑哪一方势力的奸细? 不好意思, 我并非魔族。 叶凡怂怂肩膀, 缓缓显露出本来面目。 他身上储存的魔器, 在这一刻完全消散。 噢, 叶凡舒服地伸了个懒腰。 虽然他已经可以完美地驾驭血魔器, 但是长时间使用, 给他的身体和精神带来了不小的负担。 如今恢复人类身份, 重沛的武剑再度涌入奇经八脉, 让他的精神一振。 只不过, 重伤之躯依旧难受, 估计对面随便来一个魔尊, 他都打不过。 你, 你是神战大陆的人类。 毒血魔尊大惊失色, 连忙挥手。 一众魔尊齐齐将叶凡围主, 小心翼翼地靠拢。 知道我是人类, 还敢靠近。 叶凡哈哈大笑。 你们也不试探试探。 哼, 你必死无疑。 毒血魔主沉声高喝, 杀了他。 杀。 叶凡捏动最后一张顺遗符, 从原地消失。 紧接着, 周围忽然出现几十感小棋。 刷刷刷。 一道道奇特的光柱, 瞬间形成特殊的阵法, 将毒血魔主等人围困在内。 齐阵让开一个阵脚, 叶凡身胸一闪, 挥了出来。 对着里面咧嘴一笑。 师叔, 我扛不住了, 这些人交给你了。 好说。 淡淡的话语从齐阵里面传来。 一名婀娜多姿的人类女子出现在毒血魔主面前。 毒血魔主等人亥然无比。 你是什么时候? 死吧! 玄天圣女周身, 武尽大圣。 手中握着一柄长剑, 犹如秋天飘落的树叶, 在一众魔主之间来回腾转。 快, 你们快杀了他, 我去破阵。 毒血魔主倒吸冷气, 连忙举起手中法杖, 一道道红绿相间的气团朝四面八方轰去。 可是, 气团砸在齐阵边缘, 仅仅造成一点小动静, 很快便被齐阵吸收。 毒血魔主惊骇无比, 再去感受玄天圣女的气息, 惊得冷汗淋漓。 天方, 天方神尊, 他是神战大陆的巅峰强者。 恭喜你, 答对了。 这时候, 玄天圣女的身影出现在毒血魔主面前。 他手中长剑轻轻一甩, 身后顿时爆射出十几团血雾。 只是短短几夕时间, 毒血魔主的十几个手下, 尽数被杀。 人类强者的战斗力远比魔族强悍, 这些魔主所依仗的是庞大的魔族军队。 真要单打独斗? 嫌有人类强者那么牛。 更何况, 玄天圣女是人类武者中三大巅峰强者之一。 仅比三木武尊和新皇武尊稍弱一筹。 对面虽然有十几个神尊镜中期后期的武魔尊, 但是在玄天圣女的绝招之下, 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毒血魔主看傻了眼, 活了几千年, 还是第一次面对人类强者。 万万没想到, 人类强者居然比魔族史书中记载的更为恐怖。 本集都市冰晚, 我是主播, 鸣鸣如玉,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玄天圣女犹如砍挂切擦一般, 将毒血魔主和她的手下全部解决掉。 奇阵造成的天地威势逐渐消退, 她出现在一脸惨白的叶凡面前。 此时的叶凡虚耗过重, 已经完全恢复了本来模样。 玄天圣女把住叶凡的脉搏, 神色大变。 叶凡, 你的元气怎么损耗这么大? 说着, 便取出许多天才地宝给叶凡疗伤。 没用的, 我使用的血魔器过多, 已经破坏了体内的血魔器和五元的平衡。 叶凡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我让你留下的东西, 你, 你没毁掉吧? 没有。 玄天圣女摇摇头, 从空间尸里取出两颗砰砰跳动的心脏。 这两颗魔心, 其中一颗来自于毒血魔主, 另外一颗则是毒血魔主手下第一汉将。 这两大魔尊都达到了神尊境后期, 特别是毒血魔主, 离神尊境巅峰也只有一步之遥。 我需要找地方练滑这两颗魔心。 叶凡将魔心收入怀中, 趴在玄天圣女肩膀上。 带我去个安全的地方, 快, 快。 叶凡的情况很糟糕, 重伤并不及少, 只是过度消耗的血魔剂, 会给他带来非常可怕的后遗症。 其他不说, 要是血魔器和五元之间的平衡崩回, 最直观的便是无法再使用魔童。 而且, 他的魔童没有血魔器的滋润, 将会侵入他的意识, 将他逐渐磨化。 除非叶凡自毁魔童, 成为残疾, 要不然他必定会成为 人不人, 磨不磨的怪物。 叶凡, 你, 你撑住。 玄天圣女感觉到 叶凡体内的情况 惊得花容适色。 他一直在强撑, 就连引那些魔族人 进入奇阵, 也没有流露出丝毫不适。 可是叶凡一放松下来, 体内的糟糕情况就彻底爆发了。 玄天圣女带着叶凡在一百多里外, 找到一处闭静的山谷。 这里有许多空间裂缝, 即便是三木五尊他们也不敢轻易进来。 不过, 玄天圣女最近闲来无事, 四处闲逛, 把这里摸得差不多了。 所以, 叶凡一说需要安全的地方, 他立马就想到了这里。 进入山谷, 玄天圣女开辟出一个洞府。 叶凡寒息坐在洞府身处, 将两颗魔心取了出来。 咕咚, 他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将两颗魔心咽进肚子, 同时压制住三字金纹, 阻止他们吸收魔心能量。 呼呼呼, 煞时间, 叶凡的周身 蹦射出一缕缕红色的雾气, 浑身上下所有毛孔 全部被红雾灌通。 他的皮肤呈现出不一的赤色, 宛若煮熟的龙虾, 剧烈的痛苦让叶凡直接瘫倒, 爬在地上双手死死扣进石头。 叶凡, 你, 你没事吧? 玄天圣女在不远处看得心惊肉条。 因为伴随着那些红雾的喷吐, 叶凡的身体不断发生各种扭曲, 骨骼就跟要冲出他体内似的, 皮肤表层各种突出。 此时的叶凡仿佛一个随时会被骨头撑破的红色气球, 看上去无比诡异。 没事儿, 叶凡痛苦不堪, 奈何意识却无比清醒。 他很想昏过去, 但是三字经文不允许, 一直支撑着他。 狂暴的血磨器刺通着叶凡的五脏六腑, 他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毛囊已经彻底痛透了。 就连骨头之间的空缝也被那些血磨器填充得密不透崩。 叶凡爬在地上嚎啕大叫。 五颜丹田开始碎裂, 一尊叶凡的虚影凭空乍现。 五进和血磨器双双交叠, 营绕着冲入虚影之中。 虚影飞速凝视, 每一会儿的功夫便形成了和叶凡本体一样的神尊。 神尊境? 玄天圣女顿时惊呼。 他万万没想到叶凡在这种情况下居然强行突破到神尊境了。 他刚才还只是神虚境中后期, 怎么一眨眼的时间就达到了神尊境? 连一点过程都没有。 可是, 还不等他呼声落下, 叶凡的神尊和本体一样, 还是发生各种扭矩。 这, 这又是怎么回事? 玄天圣女被颠覆了世界观, 彻底蒙了。 而叶凡和自己的神尊就像是一对心有灵犀的双胞胎, 痛苦地打滚挣扎。 只不过一个在地上, 一个在半空, 平行而对。 叶凡不知道自己撑了多久, 丹田空间完全消失, 成了一个盘膝悬浮的自己, 身上的痛苦才逐渐消失。 他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也盘膝坐在地上。 与此同时, 丹田里的自己也睁开了眼睛。 让叶凡诧异的是, 那个自己居然咧嘴一笑, 说不尽的邪美。 叶凡重重吐出一口浊气, 顿时显得整个山洞狂热。 风风大作。 他被吓了一跳, 连忙起身, 只见不远处的玄天圣女 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 干什么? 不认识我了? 叶凡善善笑道。 你, 你突破神尊镜了? 玄天圣女指着叶凡堂目结舌。 你的武器, 为什么我无法感知? 咦? 叶凡愣了愣, 抬手催动武镜, 结果, 他连自己也无法翻遍召唤出的气劲。 这是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气劲, 既有武镜的坚韧, 又有血魔器的爆炸力, 其中还充斥着诡异的暗属性。 嗯, 叶凡愣愣, 我的武镜气息, 我也无法感知? 你, 你这不是武镜? 玄天圣女哑然。 你, 你融合了血魔器, 武镜, 和好几种特殊的能量, 形成了一种新的气劲。 叶凡,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哪里知道。 叶凡愣愣无言, 抬手一挥, 紧紧一律气劲, 居然将地面刺穿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洞。 我去。 叶凡吓了一大跳, 他的气劲中, 蕴含的延展性和穿透力, 立前强大了数倍。 这就是神尊敬的实力。 叶凡善善地看向玄天圣女。 可怕。 玄天圣女满面惊荣。 你的气劲似乎比我师父还要可怕。 你师父? 紫薇仙尊? 叶凡有些不可置信。 玄天师叔, 你没开玩笑吧? 不。 没有, 绝对没有。 玄天圣女连连摇头, 十分肯定地说道。 师父是半只脚跨入真神经的强者, 你的气劲凝度, 已经不在他之下了。 可怕, 现在, 我也不是你的对手。 是吗? 叶凡看着自己的拳头, 情绪逐渐激动起来。 玄天师叔, 我忽然有个大胆的想法。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编文, 我是主播, 鸣鸣如玉,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二十九集。 你想干什么? 玄天圣女惊呼道, 你才刚突破神尊境, 又是经过特殊方法强行提升, 境界不够稳定, 千朗不要做傻事啊。 放心, 我心里有底。 叶凡笑了笑, 低声说道。 玄天师叔, 你别陪我去了, 你先到空间裂缝区外围等我, 我自有办法去找你。 啊? 玄天圣女大惊失色。 你, 你还想回去? 叶凡咧嘴一笑, 身上血魔器忽然一阵涌动, 一股特殊的毒气冒出。 紧接着, 他的骨骼开始变形, 身形不断高达, 最后变成了一个枯搞的老魔。 啊, 你, 你这是, 怎么办到的? 玄天圣女亥然, 因为叶凡变化的模样, 跟毒血魔主一模一样, 甚至连气息都极为相似。 叶凡自己都觉得惊喜。 他的武进完美融合了毒血魔主的血魔器, 甚至可以极致模仿。 叶凡之所以想回去, 是因为毒血魔主和十几个魔尊被杀, 他们大赢空虚。 要是叶凡趁这个时候将他手下几百亿魔主军队控制住, 那么可以搞出来的动静就大了。 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他绝对不能错过。 呵呵, 玄天师叔, 我要试一试神尊敬到底能达到什么程度。 你就放心吧, 给我三天时间即可, 到时候我自会抽身。 叶凡哈哈大笑, 又到。 咱们联盟大军已经集结完毕了, 你先回去把大家稳住, 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待我再消耗魔族一波, 再跟你们配合, 内外夹击。 那, 那你小心。 叶凡的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玄天圣女只能点头答应下来。 两人分头行动。 叶凡画出十个分身, 全部都变化成毒血魔主麾下摩尊的样子。 他只能模仿毒血魔主和毒煞摩尊, 其余魔尊气息和毒魔主有些不一样。 为了一方万一, 叶凡特意给自己, 如多分身覆盖了毒血魔主的气息, 以求最大相似。 现在他要做的, 就是回到毒血魔主的大营, 想办法铲除所有, 拥有魔童和魔帅的魔尊, 将整个毒魔族的大军, 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 如今叶凡实力大涨, 精神力更是翻倍, 他原本就拥有神尊经后期的精神力, 如今已是登峰造极, 就算三木五尊和星皇五尊在这里, 他都不出, 几百亿魔族大军数量庞大, 以叶凡如今的状态, 只有将上古传承三重镜, 发挥到极致, 一百分身全部召唤出来, 才有办法控制得住。 虽然这样非常损厚精神力, 也无法保持太长时间, 不过叶凡从玄天圣女那里, 要来了许多补充灵魂力和精神力的天才地宝。 三天时间, 他就算用神药堆, 都得堆出来。 叶凡来到毒魔主的大营, 大摇大摆地走进主杖。 此时, 在里面还有十几个神尊敬强者, 但是比起之前追杀自己的那些人来, 实力要差了许多。 魔主大人, 这些神尊敬见叶凡带着十个魔尊回来, 顿时敬意。 魔主大人, 你去追杀那个奸细, 他人呢? 一个魔尊敬呼道, 怎么魔处魔尊他们也不见了? 那个人是个神尊敬巅峰魔尊, 实力比本魔主更为强大, 魔处他们已经死了。 叶凡冷着脸, 咬牙怒吓。 这件事情必须上报给黑爵魔主, 不然留着一个后患, 必定会成为我们联军的阻碍。 卢穴魔主已经和黑爵魔主达成协议, 一起压制另外两大魔族。 叶凡是黑爵魔主最信任的人, 自然知道他跟那些人暗中联手。 当然, 黑爵魔主也怕叶凡动不动就暴走, 所以提前交代, 算给他打预防针了。 要是叶凡压制不住脾气, 像弄死鬼松那般, 弄死几个联手的魔主, 那他上哪里哭去? 魔主, 恐怕黑爵魔主抽不开身了。 那个魔尊姗姗说道, 不见黑爵魔主正在跟血骨魔主大战, 黑魔主和血骨魔主投入兵力数百亿。 混战波及了上万公里, 连我们这里都能听到动静, 居然打成这样了。 叶凡故作惊讶,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怎么会让两大魔族如此争斗? 魔主大人, 你去追击那个奸细的时候, 黑魔族已经派人来求援了, 希望我们海兵前去阵场。 魔尊说道, 好, 点起所有独魔族大军, 随我前往血骨魔族的地盘。 叶凡低喝道, 嗯? 一众魔尊大惊失色。 魔主大人, 您要调集所有独魔主? 大人三四, 我们已经折损了好几个大将, 要是再跟血骨魔族争斗, 恐怕就更加示弱了。 是啊, 魔主大人三四, 独魔主原本就是十八个魔族联军中最弱小的几个, 即便不是倒数第一, 也是倒数前三的存在。 而现在, 独处魔尊几人阵亡, 实力已经大打折扣, 要是再把所有魔兵都调集起来, 跟血骨魔族开干, 他们肯定吃不消。 你们懂什么? 叶凡冷哼一声。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实力大孙, 所以才必须坚定不移地跟进黑绝魔主。 要不然, 血龙魔主他们提前对我们动手, 黑绝魔主无法分身, 被血骨魔主拖住, 咱们毒血魔族的末日就要到了。 众魔尊一听, 魔主说的有道理啊, 现在不正是表忠心的最好时机吗? 听说魔凡前辈为了给黑绝魔主报仇, 不惜自报, 与血骨魔主五大将领, 及数十亿尖锐同归于尽。 黑绝魔主的一大壁柱就此陨落, 实力肯定不如血骨魔主 和血龙魔主联手。 而且, 那些跟黑绝魔主达成协议的魔族, 说不定又会回到中立, 继续观望联盟的内斗纷争。 要是在之前, 毒血魔族保全所有实力, 做回中立派也没什么不可以。 但是, 他们总共就三十多个魔尊, 一下子折损了六七个, 还倒是最厉害的那几个。 实力瞬间跌入谷底。 在众多魔族之间, 倒数第一是跑不掉的了。 眼下只有彻底和黑魔族达成联盟, 才能换取一线生机。 黑绝魔主肯定不敢在这个时候吞并自己毒魔主, 否则以后谁还敢跟他合作。 不仅如此, 他们还得将自己奉为座上宾。 不愧是魔主大人, 考虑的就是深远。 魔主大人, 我们这就去调集全军, 开赴战场。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兵王, 我是主播, 明明如月,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三十集 就在众魔尊准备去调兵的时候, 叶凡忽然一摆手, 但笑道, 不着急, 我还有件事情 得跟你们商量。 什么? 一众魔尊连忙回身, 想要获得黑卷魔主的信任, 我必须向各位 借一点东西。 叶凡笑道, 请魔主名言。 叶凡咧了咧嘴, 周身血无尽, 骤然大放。 那就是各位的 魔心。 话音一落, 他猛地冲向其中一个魔尊, 手掌化为黑色的手爪, 直接贯穿了 对方的胸膛。 魔主, 你这是…… 魔主, 你要干什么? 魔主, 你…… 众魔尊大惊失色, 还不等细问 胸前全部被贯穿。 十几个魔尊的魔心 被掏走, 不可置信地 看向随叶凡回来的那些同僚。 你们…… 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 魔主大人, 为什么? 不…… 不…… 十几个魔尊 在绝望之中 失去了生命。 叶凡脸色微沉, 再度分出十几个分身, 低声喝倒。 利用这些魔尊的魔童 迅速控制 毒血魔主的大军。 要是遇到 不可控的魔族, 直接掩杀。 三十多个分身, 二话不说, 好处那些魔尊的魔童, 以人一个, 飞出营长。 这些分身 无法炼化这些魔童, 但是, 有叶凡身上的血魔剂, 和一段时间 控制魔童能量。 只要先把 毒血魔族的 控制权抢回来, 再交还给叶凡, 那就大功告成了。 顿时, 毒血魔族的大营里 不断地 传出哀嚎惨叫。 三百多亿 毒血魔族大军 到最后 集结的人数 居然只剩下 两百亿出头。 半天后, 叶凡带着 毒血魔族的大军 赶赴 血骨魔族营地。 此时, 黑魔族 和血骨魔族的大战 已经进入 白热化, 双方投入的 总兵力 多达千亿, 甚至还有不少 附庸魔族 派兵助战。 黑绝魔族 坐在 临时的大营里, 愤怒地 仰天咆哮。 全部, 全部牺牲了? 黑绝魔族 握紧拳头, 咬牙怒吓。 模仿老哥的 所有族人 全部 被血骨魔族杀了? 黑梦魔尊 一声劝慰。 魔主大人, 我们黑魔族 救援 已经很迅速了。 可是, 魔凡大人 与血骨魔族的 精锐 同归于尽, 引得其他族人 萌生死至, 沈入血骨魔族 大军, 所以才全军覆没。 要是魔凡大人 全下有之, 想必 会很欣慰的。 去, 去, 吼啊! 黑绝魔主 常恨道, 魔凡老哥 为了给我 讨要公道, 不些冒死 来血骨魔族。 血骨魔主 还真是给面子, 居然派了 白艺精锐 和五大将领围剿。 可是到头来, 我居然连 魔凡老哥 一个族人 都救不下来。 黑绝魔主 面色战红, 愤慨到了极点。 黑煞, 使本魔主将领, 为大营 再调五百亿军队过来, 再请其他联盟魔主 与我一同击杀 血骨魔族。 是, 黑煞魔尊 立马应和, 转身 飞出大营。 魔凡 对黑煞魔尊 有着特殊的意义, 甚至可以说 是改变他一生的恩忍。 如今恩忍 被血骨魔族 无情为杀, 最后被逼得自曝, 死无葬身之地。 这笔血债 他必须保。 否则 今后走到哪里, 人家都会说 他是个 忘恩负义的小人。 黑煞魔尊知道 黑卷魔主的心情 和自己一样。 这场仗 他必须打, 必须让血骨魔族 补出代价。 而此时, 在血骨魔族的主营地里, 血骨魔主 愁容惨淡。 血利! 血骨魔主 低喝道。 属下在! 一个高大的魔尊 出现在营帐里。 前线战事如何了? 血骨魔主 沉声问道。 我们已经 有三百里大营 被黑魔族攻破, 损失多达两百亿。 血利魔尊回道。 魔主大人, 黑魔族来势汹汹, 我们是不是 要暂避风吗? 等血龙魔主 领军接营, 再和黑卷魔主 一较高下。 特魔的。 黑卷这个神经病, 我就是死了一个魔犯吗? 还有必要 跟疯狗似的? 小猪我不放。 血骨魔主 心在低血。 只是一天的时间, 就损失了 两百亿大军, 再加上之前 损失的几十亿精锐, 再加上 几十亿军队。 他血骨魔族 已经足足损失了 十分之一的战力。 虽然击杀了魔犯, 但是这个代价 付出的太大了, 我就不能信 血龙那个家伙的鬼话。 血骨魔主 愤愤不平。 要不是这个家伙, 我亲自跟魔犯解释, 了不起 被他数落一顿, 怎么会损失 如此惨重。 现在好了, 我在这里 打得轰轰烈烈, 他反而 留回血龙魔族的营地 做缩头乌龟。 魔主答应, 血龙魔主 已经答应调兵。 血力魔尊 一声说道, 调个锤子。 血骨魔主 突出一口唾沫, 都半天了, 黑卷那家伙的支持者 都来了三家了, 他的族兵 我一个都没见到。 在我血骨魔族的大营外, 族族有一千多亿大军。 这场混战 已经打了一天, 血龙那家伙 到底 想要脱到什么时候? 血骨魔主 不寄希望 血龙魔主 会带兵来支援自己, 但是 他带兵过来, 撮合休战, 对血骨魔主来说 就算非常不错了。 可惜 血龙魔主 一直说在调兵, 自己都派了 十几波信使去了, 他始终在拖延时间。 傻子都看得出来, 他想当自己 和黑魔族两败俱伤, 再出来收拾残局。 到时候, 他就是整个魔族联盟中 实力最强大的了。 包! 这时候, 一个魔帅 匆匆飞进大营。 魔主大人, 直魔族和独魔主 带领大军 支援黑魔族, 双方已经合并, 继续朝我们 血骨魔主营地攻来。 又, 又有两个魔族来了? 血骨魔主惊呼一声, 连忙问道, 他们带了多少人来? 直魔族派了八十亿魔军, 而, 而独魔族 举足而出。 魔帅的话 让血骨魔主 脸色大变。 而且, 魔帅又道, 黑魔族主营 又派出了五百亿大军, 现在, 黑绝魔主手中的兵力 已经多达两千亿。 什么? 血骨魔主大惊失色, 咬牙怒吓。 快, 了解全族, 随我去前线。 脱魔的, 不能再让黑绝那家伙 打下去了, 否则, 没入侵神战大陆。 咱们先灭了个大半。 之前的混战 还只是大几百亿的魔兵, 可是各大魔主 都开始调兵潜将, 黑绝魔主 和发动的兵力 瞬间提升了几倍。 要是再这么下去, 他们血骨魔族 就要被团灭了。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兵王, 我是主播, 鸣鸣如玉,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十一集。 魔族内部的战争, 不管什么时候打, 在哪里打, 都是魔界随处可见的情况。 但是, 在神战大陆盛战前夕, 魔族联盟发生内战, 却打得无比憋屈。 黑绝魔主死了大哥, 发誓要给大哥 讨回个公道。 原本他并非想爆发 如此大规模的内战, 奈何七个魔主都来助战, 替魔凡前辈报仇血恨。 他不打也得打, 否则今后如何服众? 特别是毒血魔主, 居然发动全族之力来持缘。 这等情分要是不接, 他还有什么颜面, 面对那些投靠自己的魔主? 难不成, 以后哪位魔主被其他人杀了? 他随便声讨一番, 就不做理会了。 要真是如此, 那黑绝魔主的声望将会彻底崩塌。 黑绝魔主完全是被各种因素推着打仗。 死的最多的族兵是他, 势力减弱最大的也是他。 就算最后赢得这场内战, 他也会元气大损, 无法再跟座山关虎道的血龙魔主抗衡。 而血骨魔主则根本不像他。 让他再做一次选择, 他甚至连魔凡都不会动。 一场混战打到现在这个地步, 各防损失的魔族军队加起来, 已经超过了三百亿。 而且, 越杀仇恨积累就越大, 再这么下去, 整个联盟的内战将会全线拉开。 到时候别说开启圣战了, 没被其他魔族吞并都算他运气好。 该死的, 该死的! 血骨魔主看着自己的大营尸横遍野, 心疼得直咧嘴。 他将剩下的两千亿大军全部动员起来, 朝营外涌去。 两军对峙, 魔族大军密密麻麻, 遮天蔽日。 黑绝魔主听闻, 血骨魔主率领大军抵达前线, 立马召集各方人马到前线会合。 血骨魔族虽然损失惨重, 但是还没损伤缘起。 两千多亿大军, 浩浩荡荡停在半空, 声势惊人。 黑绝魔主虽然麾下只有一千多亿黑魔族, 但是各方援军数量庞大, 加起来也有大几百亿军队。 论数量, 反而还在血骨魔族之上。 特别是神尊敬的魔尊数量, 更是血骨魔族的好几倍。 双方支柱厮杀, 各自退回阵地。 黑绝, 你给我出来! 血骨魔主仰天怒吼, 纵身飞往前线。 黑绝魔主冷冷一笑, 从阵营中飞出。 手中一柄巨大的镰刀枪直指指向血骨魔主。 血骨, 你杀我魔法老个, 灭他全族一个不留。 这等凶残, 就算是在我魔界, 也极为少见。 魔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魔族之间的厮杀, 一旦一方胜利, 可以驾驭对方的魔兵, 控制对方的族人。 但是, 一定要给对方留一些火种。 也就是说, 对方的族人后代不许轻易灭杀。 这是千万年来流传下来的传统。 为的就是让魔族之间不断有竞争, 营造全族强盛的盛况。 灭族少见, 但不是没有。 只有穷凶极恶的魔主, 才会干出这等事情来。 而这些魔主, 往往会被其他魔主联合绞杀, 以此守护魔界的传统。 魔族的智商不是特别高, 对于某些老老祖宗的习俗传统特别看重。 而这种传统对于上位者又有极大的作用, 是他们统治的利己。 所以, 一旦出现不讲规矩的人, 他们的仇恨值便会飞速攀升。 之所以那么多魔主来持缘黑爵魔主, 这方面是很大一部分原因。 血骨魔主咬牙切齿, 沉生喝道。 你以为我想如此吗? 是魔凡自寻死路, 怪不得别人, 这么的。 谁不知道, 你派出百亿精锐, 没叫我大哥十亿族人, 这也叫自寻死路。 咱们魔界尊重强者, 有能耐, 你一对一跟魔凡老哥干, 可是你偏偏没那个能耐, 就用阴谋诡计, 逼他自爆, 灭他全族。 血骨, 你是我魔族的耻辱, 今天本魔主绝对不会放过你。 黑爵魔主历声怒吓, 吼得血骨魔主无话反驳, 好好好, 你要站, 我便站, 我倒要看看, 胜战在即, 你们这些蠢货, 到底能做出何等事情来。 血骨魔主大手一挥, 两千多亿魔主大军, 齐齐朝前逼去, 黑爵魔主脸色大变, 抽搐着是否迎战, 血骨魔主的话没错, 胜战马上就要开始了, 数千亿魔主大军一旦交战, 肯定会波及更多的军队进来, 到时候他们这里消耗得差不多了, 还怎么跟神战大陆的人类武者干? 要知道, 那些人类武者实力强大, 单兵作战的能力比他们魔族牛好几个层次, 他们魔族的优势是巨量的士兵, 士兵要是打完了, 他们还怎么托死那些人类武者? 胡拉拉, 就在这个时候, 血缘深处的天际, 忽然涌出一大批魔族军队, 粗略一算, 也有两千亿左右。 为首是六名魔主, 血龙魔主站在最前面, 他身后是五个中立的魔主。 两位, 你们打得差不多了, 收手吧。 血龙魔主的大鹤声, 蕴含着浓重的血魔气。 云浪层层翻滚, 震响整片天空。 血龙, 你来干什么? 黑爵魔主沉声喝倒, 自然是来劝驾的。 血龙魔主嘿嘿一笑, 摇摇对着黑爵魔主说道, 黑爵魔主, 今日这件事情, 的确是血骨魔主做得有些极端了。 不妨你开个条件, 要如何才能平息怒火? 咱们联盟远道而来, 不是来内讧的, 而是为了我魔族的万年大业。 想必各位都是有大局观的人, 应该清楚咱们当务之急是什么。 哼, 黑爵魔主, 冷眼看着血龙魔主, 沉声问道, 我若是不答应呢? 那就没办法了。 血龙魔主淡淡一笑, 不管你们双方, 哪一方还想继续打下去? 我和五位魔主在此立誓, 一定会联合另外一方, 与之决战。 你, 黑爵魔主神色骤变, 旁边几个支持他的魔主对视一眼, 纷纷上前劝说, 黑爵魔主, 暂前忍下, 这笔账以后再慢慢跟血骨他们算。 是啊, 不要意气用事, 咱们还有大事要做呢, 黑爵魔主, 大举为重。 众魔主纷纷劝说, 黑爵魔主犹豫不决。 黑爵大人, 要咱们退兵也不是不可以, 让血骨魔主交出杀害魔凡前辈的凶手, 咱们就扯兵。 忽然, 站在最后面的毒血魔主开口了, 黑爵魔主一愣, 可是魔王老哥已经跟那五个魔尊同归于尽了。 不是, 还有那些血骨魔族的精锐吗? 毒血魔主冷冷一笑, 是他们灭了魔凡前辈全族, 这笔血债若是不报, 如何跟地下的魔凡前辈交代?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兵王, 我是主播, 鸣鸣如玥,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叶帅一说出这个条件, 顿时惊得在场众人一阵惊呼, 黑爵魔主恶然地看着叶帅, 心中暗道, 不愧是毒血魔主, 心肠端得狠毒。 众所周知, 各魔主麾下的精锐部队已一当十, 血骨魔主手下一百亿精锐魔军, 已经被魔凡自爆赶掉了快一半, 实力俨然大损, 他总共三千亿大军, 真正能拿得出手的, 只有那一百亿, 剩下的全是炮灰。 现在一百亿精锐损失了一半, 已经失去了和黑爵魔主, 血龙魔主叫板的底气, 要是再让他把剩下的跟魔凡陪葬, 他肯定要暴走。 各位, 这么看我干什么? 叶凡咧嘴一笑。 各位, 血骨魔主对我得恨之入骨, 眼下他实力大损, 正是我等的好机会。 要是等他富庸于血龙魔主, 那么我们再想对付他, 就难了。 陆穴, 眼下圣战在即, 血骨魔主应该不至于。 既然知道圣战在即, 为何还出动百亿精锐, 围杀魔凡前辈? 不就是因为有魔凡前辈在, 黑爵魔主实力大增, 我等有依附于黑爵魔主吗? 叶凡冷冷一笑。 就允许他杀魔凡前辈, 不许我们动他的人, 天底下有这等好事。 这个…… 众人哑口无言, 只听得叶凡诱道。 今日他杀魔凡前辈, 灭其十几族人, 要是我们一点表示都没有, 便接过这件事情。 明日他就敢杀我毒血, 灭我毒魔主。 他日你们就会和我一样的下场。 嗯? 这件事绝对不可开先例, 否则灭其他魔主族不用付出代价, 他血骨不是想灭就灭。 叶凡的话引起大家的共鸣。 的确, 这事一旦开了先例, 那么今天血骨魔主灭一个魔主, 明日血龙魔主再灭一族。 他们这些支持黑爵的人死光了都不会有人出来回应, 大家只有等死的份。 黑爵魔主深深吸了一口气, 情绪完全被调动起来。 不错, 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这么嫌疑血骨。 恶魔的。 不让他知道痛, 以后血骨和血龙的联盟一定会任意拿捏我们。 黑爵魔主让血骨付出代价, 必须让他知道什么叫痛。 一众魔主齐声附和。 血骨魔主见黑爵魔主和一众魔主商量, 暗暗松了一口气。 他们没有立马杀过来, 说明也不是很想继续扩大内战。 谁知, 黑爵魔主忽然飞出来, 高声喝道。 血骨, 想要霸占, 无事不可。 将杀害我魔凡大哥的凶手, 交出来。 黑爵, 你是蠢货吗? 我的手下, 本魔凡同归于尽了。 那, 杀害他族人的那些魔兵魔将, 全部交出来。 黑爵魔主扭头怒视血龙魔主。 我已经让步很大了, 你若是再敢阻拦, 我等必定不会放过你。 血龙魔主一愣, 脸毛和身后几个中立的魔主对视一眼。 黑爵的话, 在里, 既然魔凡已经被逼得同归于尽, 血骨没必要灭其全族。 据我所知, 魔凡前辈的族人最强不过神虚境的魔帅, 对血骨魔族没有多大的威胁。 他没有留丝毫余地, 的确的确有些不妥。 既然如此, 便让他交出那些兵将, 还魔凡前辈一个公道吧。 一众魔主纷纷点头, 血龙魔主眼角直抽, 特魔的, 你们说得轻巧。 灭掉魔凡族人的, 可是血骨最强大的精锐军队。 要是让他把这批精锐交出来, 不等于要他的命吗? 血骨魔主见血龙魔主低头不语, 沉声喝道。 黑爵, 你让我交出我手下的精锐。 不错, 黑爵魔主冷冷说道, 交出他们, 我要让他们给魔凡老哥的族人陪葬。 你, 你可知道, 我这些是何等的精锐, 如今只剩下不到五十亿。 血骨魔主大怒, 黑爵魔主怒气更重。 你特魔的, 黑油脸说这等话, 合着你的精锐重要, 我魔凡老哥的族人死了, 就白死。 魔凡老哥既然已经陨落, 你为什么要灭他全族? 是, 是他们自寻死路, 怪不得我。 血骨魔主咬牙切齿地嘶吼道。 好好好, 黑爵魔主仰天长笑, 继继续看向血龙魔主。 你们也看到了, 现在是他, 无愿意给我霸占。 血龙, 你刚才也说了, 谁再坚持下去, 就与另外一方联手, 将其剿灭。 现在轮到你说话了。 血龙魔主愁愁一阵, 来到前面对血骨魔主说道, 血骨, 别再坚持了, 你灭了魔凡全族, 不给大家一个交代, 说不过去的。 血龙, 你, 你, 你特魔的, 凭什么让老子交出族人, 使魔凡先带人来杀我。 血骨魔主怒焰逃天, 黑爵, 你明明知道魔凡是什么人, 为什么不看管好他, 居然让他带人来我营长找死。 黑爵魔主被问得一愣, 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回答。 这时候, 毒血魔主忽然大笑, 高声喝道。 血骨, 你的狡辩, 简直是我这辈子听过最愚蠢的笑话。 毒血, 你说什么? 血骨魔主怒喝道, 你毒魔族, 是我们十八魔族之中最弱之一, 这里根本没有你说话的份。 你是不是怕了? 毒血魔主冷冷一笑, 你说魔凡前辈带着十亿族人, 跑到你这三千亿大营中来杀你, 你还真敢说呀, 那晚你想暗杀黑爵魔主, 也知道海人趁其不备, 偷袭于他。 我就问你, 你特魔的, 会带十亿精锐, 跑到黑魔族光明正大的杀他吗? 黑魔族, 同样有三千亿大军, 一人一口唾沫, 都能淹死你。 魔凡前辈活了十万年, 绝对不可能如此愚蠢, 否则早就死了。 说不定, 他是来向你讨要说法, 而你, 估计早就想把他杀了吧。 毒血魔主的话非常犀利, 说得血骨魔主无话反驳。 不, 我是这样的, 就是魔凡带人来杀我, 我是自卫。 他凭什么杀你? 毒血魔主继续冷笑。 十亿拿你三千亿, 最后连你的大营外围都没攻下, 就被你派出一百亿精锐巧杀。 这就是你所说的他要杀你, 你自卫。 血骨, 你要是再说这种蠢话, 就是把我们所有人当成白痴再刷。 一语惊醒梦中人, 诸毒魔主纷纷回过劲来。 是啊, 人家才带十亿人过来, 你连个打照面的机会都不给别人, 就派一百亿精锐出去围杀, 摆明就是想下死手啊。 你这也叫自卫。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兵王, 我是主播, 鸣鸣如玉,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033集, 血骨魔主的话, 引起诸多魔主的反感。 仿佛杀人屠足, 到最后搞得他才是最委屈的那个。 可是, 史诗原本就是如此, 血骨魔主根本不想跟魔凡为敌, 就算魔凡自爆, 害得他损失那么多精锐。 到这时候, 血骨魔主也没有下达图族的命令。 魔凡的族人之所以死光, 使他们见魔凡自爆, 全根发疯了似的自寻死路。 血骨魔主有苦说不出, 气得咬牙切齿。 唉。 血骨魔主听到这里,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只能长叹一声, 说道。 血骨, 这个仗, 你就认了吧。 行什么? 血骨魔主大怒。 血骨, 围剿魔凡的事, 你也有责任, 要不是你让我派人去。 血骨, 你别血狗喷人。 血骨魔主一惊, 连忙高鹤。 我什么时候让你去屠杀, 魔凡和他的族人了? 我是让你生擒他, 有什么事情都黑绝到了再说。 你…… 血骨魔主气急。 宝贝, 我若是有一句假话, 天打五雷轰。 血龙魔主高声发誓, 他的确没有怂恿 血骨魔主杀魔凡, 但是他知道, 一旦血骨魔主的手下 去跟魔凡硬拼, 必定是两败俱伤。 一众忠利的魔主 纷纷信服, 比较, 在魔族中誓言 不是那么好发的。 血龙魔主 不可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撒谎。 血骨魔主 气得跳脚, 却无可奈何。 因为现在, 不管他再如何解释, 大家都不会再信他一句话。 黑绝, 我看出来了, 你根本不是 要给魔凡 和他的族人报仇, 而是早就盯上 我血骨魔主的精锐了。 血骨魔主的话 还没说完, 叶凡便挺身而出, 高无声说道, 血骨, 你不要给黑绝魔主 抹黑。 他早就说过, 会帮魔凡前辈 报仇血恨。 你的那些精锐 在他眼里 根本就不是战力, 而是杀害魔凡前辈 和他族人的凶手。 哦, 不错。 黑绝魔主 连连点头。 之前, 他的确动过几秒 收服这些精锐的想法, 但是事已至此, 要是自己尝试 收服的话, 肯定会大失所望。 这些人, 我一个都不会溜。 黑绝魔主 高声喝道, 血骨, 你若是再不教人, 就别怪我们 旅行诺阳了。 血龙魔主 死死盯着 血骨魔主。 他现在 对血骨魔主 再无帮衬的想法。 这家伙 居然企图 把他给拉下水, 这种人 还能教吗? 好好好, 你们给我记住。 血骨魔主 命令 手下魔尊 交割剩下的 四五十亿精锐。 黑绝魔主 派出大军, 当着所有人的面, 将这些精锐 全部砍杀。 血骨魔主 看得双眼通红, 要不是对面 敌人太多, 他恐怕早已经 回军掩杀过去了。 黑绝魔主 解决了四五十精锐, 给魔凡 和其他族人 报了血仇, 便带着大军 返回营地。 一众魔主 恶自带人离开, 只有叶凡 假扮的毒血魔主 留了下来。 黑绝魔主, 在下有件事要评告。 叶凡拱手说道, 嗯? 黑绝魔主 愣了愣。 毒血魔主, 还有何事? 此地不宜久留, 不如我等 先回黑魔族 营地, 再做商量。 叶凡 淡淡笑道, 好。 黑绝魔主 微微汗手, 带着大军离开。 血骨魔主 看着他们 大摇大摆地远去, 气得浑身发抖, 暗暗发誓, 一定要让这些人 十倍 百倍偿还。 一百亿精锐 和血骨魔族 最强大的战力 就这样没了。 血骨魔主 深恨黑绝, 深恨血龙, 心里 已然没有了 结盟的意象。 叶凡带着 两百多亿 毒魔族的大军, 随黑绝魔主 返回黑魔族营地。 你有何事 要跟我禀告? 黑绝魔主问道。 黑绝魔主可知, 我为何 要举营 投奔于你? 叶凡坐在大帐里, 低声问道。 为何? 黑绝魔主 很是好奇。 我 看你族兵 似乎比来时 少了许多。 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 另外 七大魔族, 叶凡压低声音, 面露凝色。 有一个 神尊敬 巅峰魔尊 潜入我的军营, 趁着我 追击奸细的时候, 控制了 数十亿 我独魔族人。 等我回来的时候, 已然损失惨重。 叶凡 常常叹息一声。 还有这事? 黑绝魔主 恶然不已。 一旁的 黑煞魔尊 微微汗手, 将自己收集的情报 告知 黑绝魔主。 叶凡之所以 难敢在独魔族 爆发那么大规模的战斗, 就是想让周围的魔主 都得知联盟里面 有奸细。 而且 这些奸细 不仅实力强大, 还拥有高级魔童。 所以 他们 能趁机控制 其他魔主的军队, 从而 发动战争。 黑绝魔主 听了黑煞魔尊的汇报, 惊得说不出话了。 这么说, 那晚刺杀我的 很有可能是 其他 奇大魔族 派来的人。 黑绝魔主 面露苦涩。 如此, 我的魔凡老哥 岂不是 不, 魔凡前辈 并没有白死。 叶凡压低声音 冷声哼道。 黑绝魔主, 你可知 为什么魔凡前辈 忍了那么多天, 最后还是 下定决心 杀向 血骨魔族吗? 难道 黑绝魔主一愣, 随即惊呼起来。 那些奸细 根本就是 血骨魔主 故意带下来的? 不错。 叶凡 连连点头, 从怀里 取出一颗魔心。 这颗魔心 就是我击杀的 那名奸细的魔心。 其实, 这颗魔心 是他在爆发 那些战俘的瞬间, 从血骨魔主 派来的 五大魔尊体内 挖来的。 叶凡原本是打算 用这颗魔心 来平衡体内 狂暴的武进, 没想到 玄天圣女 杀死了毒血魔主。 毒血魔主的魔心 级别更高, 他自然就用不着 这颗魔心了。 当叶凡把魔心 一拿出来, 大战里 所有人 奇奇色变。 黑梦魔尊 脸色铁青, 是血骨魔族的气息。 该死的家伙, 没想到 他就是 其大魔族的奸细。 怪不得 我们魔主大人 会在 他们的大营里 遇袭 而且魔主大人 也会不顾一切地 去杀他。 黑绝魔主的脑袋 收到太多 复杂信息, 一时之间 回不过神。 七大魔族 血骨魔主 黑绝魔主 不可置信地 看着 叶凡 递上来的魔心。 那血龙魔主 和他 大成联盟 岂不是 黑绝魔主 血龙魔主 应该 还不知道内情 否则 不会跟他 走得那么近。 叶凡摇了摇头 而且 血龙魔主 之前就发过誓 他从始至终 都没有 让血骨魔主 围杀魔凡前辈 全是 血骨魔主 一孤行 才造成 魔凡前辈的 陨落。 所以 我们当务之急 是请 血龙魔主 来此一序 细说此事。 感谢收听 本集 都市兵王 我是主播 明明如月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三十四集 血龙 黑绝魔主 愣了愣 陷入沉思 黑魔族 跟血龙魔族 历代纷争 就算达成同盟 也是暗斗不断 而 血骨魔主 又跟血龙魔主 关系莫逆 黑绝魔主 非常怀疑 血骨魔族的事情 血龙魔主 也知道 要是把他 叫来商量 说不定 就是引狼入室 如血魔主 真的要把 血龙魔主 叫来 黑绝魔魔主 没关紧锁 陈胜说道 众所周知 我和血龙 一直不对付 要是他知道了 血骨魔主的秘密 说不定 会 黑绝魔主 就算血龙魔主 知道了 又如何 叶帆咧嘴一笑 如果他敢跟血骨魔主 同流合物 就意味着 想要同所有联盟为敌 到时候 即便他们两族联手了 也才六千亿魔君 而咱们 足足 有两万多亿大君 再说了 联盟 利益至上 当血龙感觉到 血骨是个威胁的时候 就会毫不犹豫地放弃了 就像是刚才一样 一众魔尊 纷纷点头 在他们眼里 叶帆化身的毒血魔主 是个阴险狡诈的 多智之辈 虽然毒魔族 在所有魔族中 并不算强大 而且 单兵作战能力 远远不如 其他魔族 但是 有了毒血魔主的存在 他们硬是挤进了 联盟 十八魔族之一 要是搁在以前 毒魔族 也就是个炮灰的命 黑绝魔主 思索一阵 地上说道 既然要揭露 血骨魔主的 卧底身份 光是一个 血龙魔主参与 是不够的 我们将所有 忠利魔主 都召集过来 让他们一起 见证 血骨魔主 是如何背叛 我们 魔族联盟的 好 黑绝魔主的提议 得到了 所有人的认可 一众魔尊 纷纷去各大魔主 的地盘通知 在血骨魔主的 大营里 血龙魔主 满面哀愁 仿佛刚才 损失惨重的是 他一般 血龙 你就别假惺惺的了 血骨魔主 咬牙切齿 沉声说道 你不是爸爸的 我损失 再惨重一点吗 血骨 你可不能 闹打一耙呀 血龙魔主 摇摇头 要不是我帮你 那黑绝 说不定带领大军 把你们血骨魔族 全给灭了 哼 就凭他 血骨魔主 怒声逼哼 眼下圣战在即 量他 也不敢这么做 你别说 在那种情况下 要是你寸步不让 黑绝不想打 也得打 血龙魔主 低叹一声 说道 血骨 这个结果 已经算是最理想的 你就认了吧 不管怎么说 你倒不算亏的 我 平白无故 损失一百多亿 血骨魔族精锐 还不亏 血骨魔主 怒声喝道 血龙 你不要站着说话 我腰疼 你再亏 能有黑绝亏 血龙魔主 咧嘴一笑 要知道 魔法和其族人 全都被你灭了 其他不说 光是一个魔法 代表什么 你比谁都清楚 如今黑绝 是了左膀右臂 就算顶着一个 大义的名头 暂时 有几个魔主支持 但是 自身实力 才是吸引所有魔主 猴靠的最终条件 黑绝的实力 远远不如我们 早晚会被我们吞并 说得简单 血骨魔主 冷声哼道 我怎么没觉得 黑绝 实力弱了 你傻吗 因为魔法的存在 黑绝 已经折损了 好几员大将 而且 都是前五的存在 你虽然 有五人跟魔法 同归于尽 但是最强的 也就前十罢了 有强大的魔尊手下 还怕招揽不到魔兵 精锐损失的又如何 只要咱们 后头干掉几个魔主 将其手下 守为己用 恢复实力 是早晚的事情 嗯 算你这句话 有点道理 血骨魔主 微微汗手 那你说 咱们先对谁动手 嗯 血龙魔主一愣 他也就是随口一说 打算稳住 血骨魔主的情绪 没想到 血骨魔主 当真了 特魔的 看他这副表情 是真想灭掉几个魔主 增强实力啊 血龙魔主 闪闪一笑 并没有回答 血骨魔主 低头一笑 说道 你觉得 音痴 怎么样 这个 不太好吧 血龙魔主 连连摆手 血骨 大军马上就要开拔了 这件事情 还是等跟人类 舞者开打之后 再说吧 我就知道 你是忽悠我的 血骨魔主 冷冷笑道 就在这个时候 血龙魔族的魔尊 在帐外禀告 说是黑爵 邀请他去 黑魔族的大营一叙 血龙愣了愣 是请了我 没请血骨吗 没有 魔尊摇头道 去吧 血骨魔主 冷声道 血龙 现在 黑爵 肯定要拉拢你 你要是 不看好我 尽管跟他联手 你这是哪里话 血龙 连连摇头 说道 我们都是血魔一族 而且 族中长辈 也是老乡使了 你放心 我去看看什么情况 回来 再跟你说 血骨魔主 懒得理会 白手 让血龙魔主离开 血龙魔主 在血骨魔主这里 憋了一肚子气 离开营帐之后 心中厌恶不已 到现在 这家伙 还没搞清楚 自己的位置 难道 阿九不知道 只有自己 能帮他 血骨魔族了 要是没有自己的 血龙魔族 他早晚 会被其他魔族吞并 愚蠢的家伙 血龙魔主 来到黑魔族的大营 此时 已经有十几个 魔族抵达了 就连烟尺魔主 都接到了邀请 唯独少了 血骨魔主一人 血龙魔主 心头 一个歌登 难不成 黑爵真的打算 对血骨动手了 黑爵魔主 将所有人 邀进大营 寒暄了几句后 便直入主题 当所有人听闻 独魔族 差点被灭 而且凶手 还是血骨魔族的 魔尊之时 一个个 脸色骤变 血龙魔主 第一个不相信 鲁穴 你不要血口喷人 你有什么证据 说血骨魔主 是我们联盟的叛徒 我如今族人 损失近百亿 还不够成为证明吗 叶凡冷笑着 掏出那颗 血骨族魔尊的魔心 还有 这颗魔尊 是我夺来的 要是不相信 就去血骨魔族调查 他们所有的魔尊 血龙魔主 你跟血骨魔主 是老熟人了 应该很清楚 他们血骨魔族 有多少魔尊 抵达神战大陆 到时候 随便算算 就知道 这颗血骨魔族的 魔尊魔心 到底是怎么回事 魔心的级别很高 达到了神尊经后期 这等强大的魔尊 搁在任何一个魔族中 都是前十的高手 绝对不会 是默默无闻之辈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兵王 我是主播 鸣鸣如玥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是五集 血龙魔主知道 血骨魔主麾下 只有十个神尊敬后期的大将 其中一个跟魔凡 同归于尽了 还剩下九个 可是 那球人自己刚才 全都见过 也出现在 之前的大军对峙之中 也就是说 毒血魔主手里的 这颗血骨魔族神尊经后期 强者的魔心主人 肯定是隐藏进 血骨魔族大军之中的 忽然 血龙魔主想起刚才 和血骨魔主的对话 这家伙 似乎很想挑动 魔族联盟之间的战争 就连自己的支持者 阴氏魔主都不放过 这时候 毒血魔主又开口说道 众所周知 我毒魔族 位于联盟大军的 最角落 那人顿离之时 必定会经过 几位的大营 连我都能感知到 其存在 各位 应该 也有所感知吧 此话一出 顿时 又三个魔主站了起来 不错 商务的确 有一股强大的血魔器 从我大营上空掠过 我也能感知到 其血魔器之强大 最后一人缓缓站起 眉关紧锁 我 我也能感觉到出来 就是从血骨魔族的营地 过来的 说这话的人 正是 阴氏魔主 嗯 血龙魔主一愣 阴氏 这话不能乱说 你能确定 嗯 可以 血龙魔主 若是不信 你派人 去我大营中 寻问 当时我麾下 许多魔尊 都可以感知 还有人劝我 将那人拦住 可是 那时候 血骨魔主 正在绞杀魔凡 所以 我没有轻举妄动 阴氏魔主 低声说道 那人 行色匆匆 很快 就穿过了 我阴魔族的营地 血龙魔主 倒吸一口冷气 行色匆匆 不错 阴氏魔主 点点头 我还以为 他是血骨魔主 派出去的 信使 想向哪位魔主 求助 黑爵魔主 冷冷一哼 血骨 除了血龙之外 还有什么盟友 我看那人 一定是 作贼心虚 怕行踪暴露 所以才逃窜的 血龙魔主的脸色 变得阴晴不定起来 他越来越觉得 血骨魔主 不可信 各位 犹豫了许久 血龙魔主 似乎下定了决心 开口说道 在我来到 血魔族的营地之前 血骨怂恿我 灭杀阴赤 将阴魔族的族兵 为他补充兵源 什么 阴赤魔主 顿时大惊 愤慨起身 血龙魔主 血骨真的是这么说呢 是 是啊 当时我以为 他在开玩笑 但是结合各位所言 恐怕 恐怕 他真的是 另外七大魔族 还来的卧底 血龙魔主 有些不确定 各位 这件事情 非同寻常 若是没有证据 就对付血骨 恐怕难以服众 我们所有人都在这里 还有服什么众 叶凡冷声说道 血龙魔主 我们即便知道 你和血骨魔主 相交莫逆 也没有隐瞒你 难不成 你觉得我们 是在故意抹黑 血骨魔主 不 不是 血龙魔主 连连摆手 毫无底气地说道 我只是 不敢相信 这件事情 既然如此 那咱们就试一试 看看血骨魔主 是否真的 会对我们 联盟的人动手 叶凡 沉胜说道 我愿意 贡献出 我独魔族的族兵 试探 血骨魔主 啊 此话一出 顿惊一众魔主 不用这样看着我 叶凡咧嘴一笑 血骨魔主 是我 最早开始质疑的 那么就应该由我 独魔族 验证实情 黑绝魔主 和几个支持者 对视一眼 微微汗手 其中一人问道 独血魔主 你打算 拿出多少族兵 一百亿 叶凡平静一笑 众魔主 再度倒吸一口冷气 在此 希望血龙魔主 放出消息 就说 我独魔族 奉黑绝魔主之令 担任先锋一职 问一下一百亿大军 开往黑暗血缘腹地 为魔族联盟开道 震慑神战大陆的人类武者 叶凡 淡然说道 我会适时 放出消息 说我第一战 被人类击败 向联盟大营 求援 如果 血骨魔主 是清白的 就不会有所异动 但是 他真想吞并 其他魔族 恢复自身实力 就一定会对我下手 好歹度 血龙魔主 暗暗心惊 这一朝眼君入瓮 一旦血骨魔主 入了套 就万劫不复了 不过 这的确是个好办法 直到这个时候 血龙魔主 还希望 血骨魔主 并非叛徒 毕竟 他们两族 我有渊源 可以说是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好 就这么办 黑绝魔主 微微汗手 和一众魔主 达成一致 血龙魔主 受大家所托 会议结束之后 引来到 血骨魔族的大营 此时 血骨魔主 已经收到了消息 见血龙魔主 到来 神色很沉 冷声问道 哟 这不是 魔族联盟 右军大统帅吗 恭喜老朋友了 血骨 你是在 讽刺本魔主吗 血龙魔主 冷哼一声 不爽地 坐到席位上 现在 黑绝得势 被其他魔主 奉为盟主 我不听他的调令 还能怎么样 那我呢 血骨魔主 咬牙切齿 现在联盟 是忘记我了吗 居然 连动员大会 都没有找我 血骨 你也知道 你血骨魔主 和黑魔族的战争 才刚刚结束 大家希望你们 能各自冷静一段时间 黑绝纳斯 把后勤的工作 交给你了 如果你能做好工作 和人类舞者的大战 还有表现的机会 血龙魔主 姗姗说道 我呸 血骨魔主 吐出一口唾沫 冷笑不断 我一方巅峰魔主 居然给我安排 一个后勤工作 血龙 黑绝到底是什么心思 你难道 就不知道吗 先忍着吧 血龙魔主 长叹一声 前方官 被毒血魔主拿去了 想必是黑绝故意为之 一个脆弱的毒魔主 凭什么 担此重任 你别着急 我们 就好好看着 毒魔主 血骨魔主 微微一愣 随即愣笑起来 一个阴险狡诈的废物 没屁点本事 我倒要看看 他毒魔主 能在人类舞者那边 坚持多久 我也是这个意思 血龙魔主 点点头 就这样吧 我先回去了 这段时间 你别着急 我会找机会 帮你争取其他药质 从事至终 血龙魔主 都在隐晦地 提醒血骨魔主 但是 血骨魔主 似乎并没有领 血龙魔主的好意 反而显得 十分不耐烦 血龙魔主 心中不悦 不再多说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冰王 我是主播 鸣鸣如月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六集 在毒魔族 进入黑暗血缘腹地的 第二天 大营就传来了 毒血魔主 被人类舞者偷袭的消息 原有是毒血魔主冒进 引大军主动偷袭 人类舞者的营地 谁知 营地里空无一人 进去之后 陷入了人类舞者的大阵 百亿大军只逃出来一半 本来毒魔族 就只剩下两百多亿魔君 如今一晚上 就折损五十多亿 损失格外惨重 现在 毒魔族 依靠空间裂缝区域 勉强抵挡住人类舞者 不断向后求援 魔族联盟 人心不齐 顿时惶惶不安 血骨魔主 在营地里 听闻毒血魔主大败 仰天大笑许久 他在营地里 徘徊了一阵 叫了一个魔尊 沉声说道 去 把血龙魔主 给我请过来 是 魔尊满头雾水 魔主 不是跟血龙魔主 闹掰了吗 怎么还要跟他联系 很快 血龙魔主 来到了 血骨魔族的大营 血骨 你找我什么事情 血龙魔主 脸色很难看 血龙 你很忙吗 连跟老朋友 见面的时间 都没有 血骨魔主 冷声问道 血龙魔主 沉声说道 血骨 你不会是 专门叫我来 看我的笑话吧 毒血魔主 前线大败 我早就说过 这个只会 使阴谋 诡计的家伙 根本不足以担重任 血骨魔主 冷笑不止 现在 联盟 应该闹成一团了吧 那又怎么样 跟你 有什么关系 血龙魔主 白白手 眉关紧锁 你要是 想嘲笑我们 就省了那个心吧 我现在 没空 跟你说这些 好 血骨魔主 有些诧异 似笑非笑地 说道 你又有什么 新职务了 不怕告诉你 现在 先锋关 是阴斥魔主 毒血魔主 交割完毕 就会带着 他手下的那些废物 返回我们联盟大营 血龙魔主 沉声道 这个垃圾 人类咸锋 不过十亿 他一百亿之中 居然还打不过 呵呵 血骨魔主 眼眸一转 轻飘飘 轻飘地问道 毒血的下场 是什么 还能是什么 损失这么大 还给我们 联盟大军 带来了 极大的影响 黑局 已经放下话了 严惩不殆 他能活命 就算不错了 还能奢望什么 血龙魔主 回道 原来如此 血骨魔主 冷笑一声 说道 你帮我个忙 什么 血龙魔主 愣了愣 帮我争取一个 闲风官的职务 血骨魔主 咧了咧嘴 我血骨魔主 实力强大 毒魔主 根本无法 跟我相比 现在 我受所有 魔主的排挤 只有用战功 才能抵消 这个人情我记着 只要你帮了我 以后 我会奉你为上 支持你 成为新任魔主 嗯 血龙魔主 眉毛一条 你说的是真的 这还有假 血骨魔主 哈哈一笑 我从来不会 在这件事情上 跟你开玩笑 行 血龙魔主 露出一抹细色 你整备大军 随时等我消息 好 血骨魔主 连连点头 亲自把 血龙魔主 送出大营 回到营战后 他叫来 麾下 十大魔尊 先派五人 去收整 血骨魔族的魔君 又留下五个 神尊经 后期的魔尊 魔主 你把我们 偷偷偷叫来 所为何事 血骨魔族第一魔尊 血煞魔尊 低声问道 血煞 你们五人 也密气息 跟我去一趟前线 血骨魔主 双眼微眯 嗯 血煞魔尊 愣了愣 魔主 你这是 哼 我不损失太重 要是不吸收一点 新生力量 如何在今后的 权力争斗中 压住血龙和黑爵 血骨魔主 冷笑道 独魔族 只剩下不到 两百亿魔君 阴魔族的阴斥 虽然实力不济 但是军队甚多 足足有五百亿 我要把他们两部吞并 在暗中召集 另外五个魔主 结成新的联盟 五个魔主 血煞顿时愣住 这六人 是我家长辈的老手下了 这次之所以参加联盟 就是我家长辈 亲自说动的 原本他们 是我的后手 现在没办法了 只能把他们拉过来 血骨魔主 咬牙切齿 只要我吞并了 独魔族和阴魔族 再加上 那五个魔族 就可以整合 整整八个魔族 再加上 我最近 让你们吸收的 鬼宋魔族的 那些手下 到时候 我手里有九个魔族 就算血龙和黑爵 连手 也不会是我的对手 更何况 他们两人貌合神力 不会同心协力 与我为敌的 血骨魔主悄然 把那五个魔族的名字 输了出来 正是平时 中立的 那五个魔族 血煞听罢 震惊不已 魔族 这五个魔族 恐怕不会轻易 跟我们联盟啊 血煞的话 不无道理 要是这些魔族 真的愿意听从 血骨魔族的命令 当初就不会 跟血龙魔主联手 一起来压迫他们 血骨魔族了 根据现在的情况 他们肯定选择 明哲保身 哼 我试一试 又如何知道 血骨魔主 沉声说道 他们当初 以魔神起誓 会在最关键的时候 支持我 眼下 是我血骨魔族 最为难的时候 我登高一呼 他们 还敢违背誓言 这个 血煞怎么看 那几个人 都不像是 孤注一掷的赌徒 要是他们的誓言 还有其他理解方式 血骨魔主 岂不得完蛋 魔主 众人想要劝说 可是 血骨魔主 心意已决 在动用魔童能量的同时 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这五个魔尊的心智 他们没有办法 只能跟血骨魔主一同前往黑暗血缘腹地 与此同时 血骨魔主 回到联盟大营 脸色 异常难看 黑绝魔主 带这种魔主上前 怎么样 血骨 恐怕真的是 是七大魔族的卧地了 血龙魔主 暗暗咬牙 目光瞥向一旁的那五个中立的魔主 他和血骨魔主同出自血魔族 自然知道 这五个中立魔主 和血骨魔主的关系 谁知 这五人居然 跟没事人一般 拱手 对黑绝魔主 说道 既然如此 咱们便按计划行事吧 这一次 一定要彻底铲除这个叛徒 哼 血龙魔主 暗暗心惊 但是 没表现出来 当下 联盟大军 开始行动 数以万亿的军队 在几个魔主的带领下 前往血骨魔族的营地 其余魔主 则带着上百个魔尊 石奔 黑暗血缘腹地 独魔族 驻扎的大营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兵王 我是主播 明明如月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是七集 独魔族大营 叶凯和黑绝魔主 挥下最擅长外交的黑煞魔尊 坐在大营之中畅谈 独血魔主 你真有把握 让血骨魔主 闲路野心吗 黑绝魔尊 低声问道 我知道 叶凯摇了摇头 淡淡笑道 就算他这次不来 我们今后 还有其他机会 反正我们已经开往最前线了 和人类舞者的大战在即 打谁不是打 实在不行 就当我 在车里为联盟大军 安营扎寨了 也对 黑煞魔尊 微微汗手 随即又问 独血魔主 你为何如此针对 血骨魔主啊 为了魔凡前辈 叶凡 烈嘴一笑 嗯 黑煞魔尊一愣 皱起眉头 独血魔主 你支持我主 与血骨为敌 只是为了给魔凡前辈报仇 不错 叶凡点点头 说道 不瞒黑煞魔尊 根据我族秘识 魔凡前辈 与我独魔族 有些渊源 真论起来的话 我独魔族 很有可能 是魔凡前辈的后任 什么 黑煞魔尊顿时大惊 你 你说的是真的 独魔族 历史记载 应该做不了假 叶凡低探道 可惜 我还没有 跟魔凡前辈 确认的机会 而便被血骨魔主 逼死了 再加上 血骨魔族的奸细 被我抓到 我自然要趁机 被魔凡前辈报仇 原来如此 黑煞魔尊 闪闪一笑 对叶凡的话 半信半疑 不过 话又说回来 魔凡前辈 是十万年前的强者 就算他参与上一届的圣战 也不可能把所有族人 全部带回来 毕竟 魔族里不是所有人 都擅长战斗 他带到神战大陆的 应该是族中的强者 至于剩下的族人 在十万年的繁衍传承之下 跟其他魔族融合 说不定 毒魔族体内 还真有 魔凡前辈的血脉 当然 这种血脉认清 需要一定的仪式和过程 不是嘴巴上说一说 就能确定 毒血魔主 一直迟迟没有跟 魔凡前辈相认 说不定 就是在观望 如果魔凡前辈得势 他就会认祖归宗 附庸回魔凡前辈之下 这一切的前提 都是魔族联盟 成功占领神战大陆 只有这样 魔凡前辈 才算是真正的重回巅峰 毒血魔主 之所以现在说这话 肯定是看自家魔主 对魔凡前辈 念念不忘 他毒魔族 因为血骨魔族 奸细的事情 损失惨重 想借此机会 抱自家魔主的大腿 以免被血骨魔族吞并 现在 他将毒魔族 很有可能 使魔凡前辈 后人的事情说出来 自家魔主 肯定会念 魔凡前辈的旧情 善待他们毒魔族 再加上 揭露血骨魔主有功 今后在自家魔主 挥下 肯定能顺风顺水 无愧是魔族 最擅长心机的魔主 打得一手好算盘 不过 这样也好 有他的投靠 其他魔主 一定会盛传自家魔主 宽宏大量 威名远扬 今后各方魔主来头 自家魔主 肯定能成为 一方魔族巨额 黑煞魔尊 按按汉手 没有再细问下去 就在两人商谈的时候 忽然 远处涌来六道 强大的血魔器 在他们身后 还跟着上意 强大的气息 叶凡和黑煞魔尊 对视一眼 他们来了 走 我们去拖住他们 嗯 还不等两人踏出营帐 外面顿时 响起着轰鸣声 几个叶凡的分身 化为魔尊 匆匆赶来 魔主 营地遭遇偷袭 叶凡冷冷一笑 立马调集 我独魔族精锐 前去遇地 是 几个分身 连声应喝 血骨魔主 带着五大魔尊 以及一亿亲尾魔君 杀入独魔族的大营 所过之处 无人可挡 短短十分钟 独魔族便血流成河 谁知 独魔族的精锐军队 火速赶来 将血骨魔族的亲尾魔君拦截 上百亿大军的营地 广阔无银 血骨魔主 没想到对方 居然反应如此迅速 魔主 看来毒血魔主 被人类无者打破了 早就做好了 防御偷袭的准备 血煞魔主扼然 血空 你留下来指挥大军 血煞 你们四人随我杀入独魔族的主营 先灭了毒血 再控制他挥下大军 是 血骨魔主带着四个魔尊 冲出包围圈 朝着主营飞去 呃 血骨魔主从天而落 手中凝起一个巨大的 血魔器权印 将主营砸得稀巴烂 谁知主营里 空无一人 血骨 你还真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 远处 忽然飞起一百多个 强大的气息 血骨魔主扭头看去 只见黑卷魔主等 十几个魔主 以及其挥下众多魔尊 将他们团团围主 毒魔族的毒血魔主 赫然在列 脸上带着冷峻的笑意 不好 血骨魔主倒吸一口冷气 这是个陷阱 血骨 没想到你还真是 另外七大魔族的眼线 黑卷魔主飞到前面 冷冷地看着被围住的血骨魔主 其他魔族 血骨魔主 眼睛微微眯起 哼道 黑卷 我根本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至于至此 还敢狡辩 黑卷魔主 大笑一声 血龙魔主 已经将你的恶心 告诉我们所有人了 你欲吞并毒魔族 以及阴魔族 另外还想策反 山鬼魔族 十恶魔族等 五个魔族 什么 血骨魔主 脸色骤变 怒气冲冲地 看向血龙魔主 血龙 你 你居然背叛我 血骨 是你野心太大 想要背叛我们的联盟 我已经 暗中提醒过你很多次了 要以大局为重 可是 你一意孤行 我若是再隐瞒不报 难不成 跟你一起反叛联盟 成为 我魔族的罪人 血龙魔主神情 有些尴尬 不过 这话说的 非常有底气 毕竟 背叛联盟 阻碍占领神战大陆的 魔族大计 是绝对不允许的 就算是另外七大魔族 都不敢直接反对 圣战 他们只是 不愿意参与进来 血骨 迟到如今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叶凡 沉声大喝 就可以你 吞并我独魔族 我反抗 反而成了不对的 这种狗屎逻辑 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血骨魔主 脸色发紧 不知该如何反驳 无话可说了吧 叶凡冷笑道 血骨 准备烧烧吧 新仇旧恨 我们该算一算了 感谢收听本集 都市兵王 我是主播 鸣鸣如荫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血骨魔主 捡一种魔族和魔尊 随时准备出手 暗道不妙 连忙看向黑绝魔主身后的那五人 沉声喝道 山鬼魔主 十恶魔主 你们五人 对我族中长辈 发过毒誓 会在关键时刻支持我 现在 就是你们 履行诺言的时候了 放屁 不等山鬼魔主回应 十恶魔主 率先大贺 血骨 我们的确发过毒誓 但是 所有誓言 都是在 魔族联盟的大局之上 你若是一心 为了我魔族大业 我等自然会支持你 可是 你根本就是一个 吃里爬外的 白眼狼 你的所作所为 完全是为了 破坏我们魔族的联盟 破坏我们魔族 万年大计 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想 要我们支持你 十恶魔主的话 让血骨魔主面色难看至极 你什么时候 发过这种誓言 血骨魔主 咬牙切齿 当时 血骨魔族的组长 要我们聚会的时候 便是以联盟大业为重 好希望我们 能支持你 抢占夺下神战大陆的头功 可是 你现在根本就不想完成 我魔族的大业 完全是为了一己之私 与另外七大魔族 暗通团取 不解 等我们夺下神战大陆了 你便会对我们下手 十恶魔主 沉声喝道 我 我根本就没说过这话 血骨魔主 怒声回答 是谁污蔑我 与其他魔族勾结 站出来 我要将他随时万段 哦 叶凡 冷冷一笑 血骨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想狡辩 哼哼 好 我给你一个机会 只要你以神魔的名义发誓 对我们联盟 绝对没有二心 不想吞并任何一个魔主 全心全意 为我魔族的大业考虑 只要你原原本本 说完这句话 我就信你 不错 刘总 你发誓啊 一众魔主 纷纷附和 他们都没有发现 叶凡 玩的语言游戏 嗯 血骨魔主 文言一致 根本没办法 发这种事 如果他真的是 全心全意 不想吞并 其他魔主 那么他现在 在干什么 该死 该死 血骨魔主 仰天咆哮 陆轩 一切都是你倒的鬼 我要杀了你 我对神魔起身 一定要把你 剥皮抽骨 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不敢发誓 就不敢发誓 没必要 反另外一个誓言 叶凡不为所动 冷笑不止 恼羞成怒了 是吧 各位 血骨已经证实了 他的野望 他根本没有 为我们魔族联盟 着想过 此时不诛杀 这种叛徒 更待何时 话音一落 叶凡大手一挥 煞时间 整个大营 人潮涌动 上百亿魔族的大军 齐齐而出 朝血骨魔主 无人杀去 叶凡不计损失 只想尽快解决掉 血骨魔主 血骨魔主实力强横 哪里是任由他人拿捏的主 当下 他催动血魔器和魔通能量 此时抵御住 蜂拥而来的 独魔族族兵 其他魔主 没有出手 只是让麾下魔将 魔帅 去消耗 血骨魔主等人 毕竟 到了他这种级别的强者 想要彻底灭杀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反而 先让足兵去堆 就算死几个亿人马 能熬他半条命 也非常划算 血鲨 我们的援军 什么时候到 血骨魔主冲进人堆 手中举着一柄巨大的骨镰刀 疯狂地手割 普通足兵的人头 虽然 有无数攻击 打在他的身上 但是威力并不大 连他的护体 血魔器 都无法破开 然而是如此 血骨魔主等人 也不敢拖大 小心翼翼地 躲避攻击 以多咬死相 他们就算再牛 也不可能硬刚 几百亿大军 血煞魔尊等人 被几百个神海镜魔将 和神虚镜魔帅困住 无法进退 只有死死抵挡 他们的攻击 听闻血骨魔主贺温 连忙回答 球员信号已经发了 咱们的大军 很快就能赶来 让他们快点 血骨魔主眼中 杀意无限 既然已经到了 这个地步 就没什么余地了 趁他们人马未至 咱们先下手为强 把所有魔主 全部杀死 到时候 上万亿魔族大军 就全归我所有了 我想回魔界 便回魔界 想占领神战大陆 便占领神战大陆 一切都是我说的算 血煞魔尊 心中奇然 不知魔主 是哪里来的底气 居然自生这等想法 现在能保住性命 就不错了 等大军赶来 会和后杀出重围 争取早起返回魔界 要是跟这么多魔主 硬刚到底 他们肯定会全军覆没 双方僵持了很久 黑绝等一众魔主 丝毫没有出手的打算 反而在远处 津津有味地看着 独魔族的大营中 血骨魔主的亲卫精兵赶到 承担了大部分的防御压力 但是 外围是五百多亿的 各族联军 即便血骨魔主等人 身先士族 也无法冲出层层防御 叶凡在远处 看得眉关紧锁 他没想到 血骨魔主等人 居然这么能打 一一亿魔君 居然能撑这么久 当然 大家都只派出了 最差的兵力 要是十几个魔主 都拿出族中精英的话 估计血骨魔主 连尸体都凉透了 就在这个时候 远处 不然涌起 云层一般的血魔器 大半个天际 都被血魔器染红 十分壮观 被包围在 血魔族大营中的 血骨魔主等人 顿时狂喜 是我们的大军来了 我血骨魔族 三千亿大军 看你们还能怎么样 众人士气大掌 很快 密密麻麻的 血骨魔族族兵 涌入独魔族大营 将包围住 血骨魔族等人的 魔君逼退 血骨魔主 哈哈大笑 正准备大显伸手 可是目光一凝 脸色变得精彩起来 血蓝魔尊 你 你给我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 不然你把所有族兵 都抬过来 怎么才带来了 三分之一 没错 和血骨魔族 会合的 血骨魔族族兵 也就一千亿左右 另外两千亿 好哪里去了 血蓝魔尊 从人群中 飞了出来 身上满是创伤 魔主大人 不好了 咱们的大营 被打破了 跟我逃出来的魔兵 只剩下这么多 禁拜魔尊 折损大半 连二十只树都没有 血蓝魔尊 血蓝魔尊 大声回道 神色惶恐不安 血骨魔主 倒吸一口冷气 怎么 怎么回事 话还没说完 只见周围天际 再度涌起 遮天蔽日的血魔器 数不清的魔兵 齐齐出现 将整个独魔族大营 围得水泻不通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兵王 我是主播 鸣鸣如玉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39集 看着如此巨亮的魔族追兵 血骨魔主的额头上 流自主地溢出斑驳的冷汗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血骨魔主面若死灰 咬牙切齿地怒哼道 手下一众魔尊 暗暗叫哭 只希望血骨魔主 能回头试案 赶紧向其他魔主扶转 否则 这么多魔族敌军 他们血骨魔族 只有挨仔的份 血龙魔主 心里还抱有一丝侥幸 高声喝道 血骨 你现在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西星革面 与另外七大魔族 划分界限 交出他们 在你族内安插的 所有间隙 再将你血骨魔族的魔君 全部交出来 当我们占领神战大陆 回到魔界之后 再请你族中长辈 来主持公道 血骨魔主 双眼通红 咬牙高贺 血龙 你才是叛徒 我族中根本就没有奸细 一切都是你们的 欲加之罪 你们早就想要解决我 从而控制我血骨魔族的军队 话说得再漂亮 也改变不了你们的狼子野心 黑绝魔主吐出一口唾沫 血骨 都这个时候了 你居然还在狡辩 我们已经掌握了所有证据 眼下证据确凿 你到底是哪里来的脸 说我们冤枉你 黑群 你这个鼠目寸碰光的家伙 根本不足以担当联盟盟主 血龙就更不用多说 就是一个废物 血骨魔主陷入癫狂 总管整个魔族 只有我才有资格 有能力成为领袖 你们这些叛徒 居然对领袖下手 本魔主绝对不会让你们好过 呵呵呵 说着 血骨魔主的双眼 变得血红无比 两颗巨大的红色瞳孔 从他的体内 飞了出来 顿时 呼啥 红红碎裂开来 犹如星星点点一般 洒落在周围 数百里的范围 顿时 血骨魔族的大军 变得暴躁起来 不仅普通士兵 就连那些魔将 魔帅 魔尊 都变得崩筐无比 红色能量 扩散很广 甚至还影响到其他魔族的魔兵 一时之间 两三千亿联盟魔族的魔兵 厮杀在一起 不分敌我 血骨魔族 血骨魔族养天狂笑 死吧 全部都给我陪葬吧 不知 不知 血骨魔族 为君杀向黑爵魔族这边 一千多亿 一千多亿血骨魔族 齐齐发难 盛世 宏大无比 围着他们的 一万亿大军 居然一时之间 难以抵挡 被打得 节节败退 快 快拦住他们 黑爵魔族 脸色铁青 沉声喝倒 被高级魔童感染的魔主 尽快把控制权抢回来 要是再次想残杀 影响大局的话 我将会下令 将那些人 全部斩杀 好 黑爵魔族 再给我们一点时间 两三千亿魔族联盟军队 被影响神志 相互残杀 影响非常恶劣 最为关键的是 这两三千亿魔族军队 主要成员 是那十几个魔主 麾下的将士 而黑爵魔主 和血龙魔主的族兵 全在外围区域 要是让他们俩 把这些魔族军队给灭了 至少有五个魔主 将会失事 叶凡 搅诈一笑 悄然带着 独魔族的族兵 推到了后面 整个战局 非常混乱 血骨魔主的 爆童魔术 非常可怕 代价 便是自尊修为 旁边几个魔尊 扶住他 魔主 现在怎么办 咱们快点 乘乱逃回去吧 回去 血骨魔主 面露死至 我们还有什么 推路可演 你们 你们 全部给我爆童 让整个魔族大军 使得咱们 血骨魔族的利害 什么 一众魔尊 没想到 血骨魔主 居然要拉 他们所有人 陪葬 难不成 他真的是 另外七大魔族的 奸细 不然 怎么可能 让自己族人 为了一点小事 就尚赶着 跟全联盟为敌 怎么 你们敢不听 我的命令 血骨魔主 冷声力喝 要是你们 不爆童 当我们 回到了魔界 我一定 会让你们 生不如死 你特魔的 才该死 血鲨魔尊 忽然爆起 怒气冲冲的 将血骨魔主 凌空拎起 甩飞出去 血骨 你凭什么 左右我们的命运 你特魔的 想死 凭什么 拉着我们 所有人陪葬 血骨魔主 重重地 甩在地上 不可置信地 看着 半空中的手下 你们 你们敢反抗我 老子不仅 要反抗你 还要杀了你 血煞魔尊大怒 有你们 血骨仗着 是主族血脉 便不把我们的命当命 这种人 我们有必要 给他卖命吗 没有 众多魔尊 奇奇复合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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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敢对魔主 动手 给我撕来 也不是所有 血骨魔族的魔尊 都要杀 血骨魔主 也有不少魔尊 想要保全他 想必 是有把柄 落在魔界的 血骨魔族 高层手中 血骨魔族 内部 厮杀起来 近百个魔尊 相互敌斗 打得天昏地暗 血骨魔主 虽然实力大损 但也不是 毫无还手之力 他身上的血魔器 呈现出燃烧的状态 朝着血鲨魔尊 杀去 死吧 全都给我死吧 血骨魔主 燃烧着生命力 短时间内 气势汹涌澎湃 血鲨魔尊 大惊失色 居然在他面前 没有还手之力 短短五分钟的时间 魔心便被 血骨魔主挖出 魔童 更是被他 牢牢握在手里 血骨魔主 发出一阵冷笑 催动生命力 再度爆童 血煞魔尊的魔童 级别不低 虽然没有达到 魔主的程度 但是也相差无几了 有了这一双 高级魔童 血骨魔主 使用的爆童魔术 扩散飞快 又影响到 近千亿的 其他魔族族兵 那些魔主 好不容易 会要控制住的场面 再度失控 三四千亿的魔族族兵 自相残杀 再加上 那一千多亿的 血骨魔族族兵 恨不畏死 胜利的天平 居然朝血骨魔主 倾斜 黑爵魔主 经得说不出话来 爆童魔术 是血骨魔族的 专属魔技 只有在防备的情况下 才不会中招 在平时 这种魔技 很有局限性 因为对手 不可能站在那里 让你爆童 而且 既然能做对手 实力必定不弱 也不会受多大 爆童的影响 但是 如今这里 有一万多亿 魔族大军 呼呼拉拉的 都堆堵在一起 那些普通的族兵 根本无法抵挡 爆童魔术的控制 感谢收听 本集都市兵王 我是主播 明明如月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40集 给我杀 黑绝魔主 不再犹豫 和血龙魔主 对视一眼 纷纷抱贺 他们知道 要是自己 再不出手 那么整个魔族联盟 都会被血骨魔主 弄得元气大伤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擒贼先擒王 只要杀了血骨魔主 就能稳定局面 但是 想要冲入混乱的战局 深入血骨魔族核心 绝非意识 两大魔主 心里清楚 现在 已经没有了退路 不论是灭掉哪一方的 巅峰魔主 都必须付出 极大的代价 两波血色洪流 冲进了混乱的战局 另外十几个魔主 也纷纷召集大军 杀向血骨魔族 双方站在一起 顿时 血流成河 尸故变业 叶凡 带着毒魔族在外围 不断击杀 其他魔族 被控制的族兵 这场大战 波及了近 两万亿魔军 几乎是 所有魔族的 主力部队 要是能让他们 损失惨重 对人类舞者 有着重大意义 杀 杀 杀 双方不死不休 都杀红了眼 血骨魔主 在一众魔尊的保护下 退到了血骨魔族 最核心的地方 那些想要击杀他的 血骨魔族魔尊 则被数不尽的 魔将 魔帅过注 很快便被分尸 然后是达到 神尊敬的强者 面对数议 数十亿的 魔兵围攻 也只有死路一条 叶凡 没敢冒进 他瞅准了时机 慢慢 退出了战圈 只留了一个分身 在这里 控制独魔族 没有了叶凡 本尊的魔童影响 独魔族 很快便 脱离了控制 可是面对 数不尽的 魔族洪流 他们根本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 只能本能地 进行反抗 血骨魔族 控制的那些魔族 族兵 非常凶狠 很快便将 毒魔族 杀得七零八落 远处 黑爵魔族等人 看着毒魔族覆灭 心中冷笑不止 毒血魔族 就是个废物 除了使用 烟魔轨迹 还有什么本事 就这种战力 连他麾下一个魔尊 都搞不定 叶凡 趁着战局 愈发的混乱 悄然顿走 飞离上万里 来到空间裂缝区域 边缘地带 和玄天圣女会合 玄天圣女 远远眺望着 血气冲天的天际 惊得 满目骇然 师叔 你在这里看什么呢 这时候 身后忽然出现一道伸仰 玄天圣女仰手 便要击杀对方 哎 是我 是我 叶凡一惊 连忙退后 缓缓退去 毒血魔族的模样 显露出本来面目 玄天圣女 手气五尽 唏嘘道 叶凡 你到底干了什么 那边怎么会有 如此重的煞气 当然是挑起 十几个魔族的混战 叶凡 哈哈大笑 走走走 咱们赶紧撤 要是等黑绝那伙人 反应过来 咱们就走不掉了 虽然叶凡 把黑绝魔族等人 玩弄于鼓掌 但是他们早晚会想明白 毕竟 血骨魔族里并没有间隙 那些所谓的间隙魔尊 全是自己的分身 等打得差不多了 血骨魔族的魔尊都留在最后 结果一目了 啥子都知道 血骨魔族并非奸细 如此一来 作为整个事件的始作俑者 毒血魔族肯定要被揪出来 问个清楚 所以 现在赶紧离开 甘管最后 他们怎么解决这个误会 倒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反正魔族的伤亡 已经非常惨重 他的计划非常完美 玄天圣女点点头 和叶凡一起 飞回黑暗血缘腹地 人类舞者大营 各大宗门 正在紧张地筹备着 进军事宜 这几天 叶凡送回来 大量的魔族情报 董月军将这些情报 都播放给一众武尊研究 他们达成一致协议 可以趁着魔族立足慰稳 军心动荡 先拿下手战 叶凡自然同意这个决议 所以 他才会不惜余力 离间各大魔族 先让他们内部 消耗得七七八八 到时候 看他们如何抵抗 人类舞者的强功 当然 人类舞者只有两百多亿 和魔族的魔兵数量 完全不可同日而渝 就算今天这一场大战 所有魔族损失惨重 那魔族联盟 也依旧还有两万亿大军 且不论这些魔族实力如何 光是数量就足以让所有人动容 叶凡是只回来了 正在大营中和星皇武尊商议战术的三目武尊 眉毛一条 脸色大喜 在大营中 还有数十个神尊经后期的宗门强者 一听创界山的叶凡回来了 纷纷起身相迎 叶凡和玄天圣女走入大营 迎面而来几十个人类强者 这些强者对着叶凡便是深深一躬 把叶凡吓了一大跳 各位 你们这是干什么 叶小友 这是你应得的 星皇武尊缓缓起身笑道 没想到你真的搅乱了 魔族联盟 为我人类舞者贡献了无比杰出的力量 哪里哪里 叶凡连连摆手 但笑道 我这里还有一些重要的情报 麻烦各位召集所有宗门 我们得加快进军速度了 嗯 三目武尊一愣 又有情报了 不错 叶凡微微汗手 对董月军招了招手 小军 把优盘里的视频放出来 好 董月军对叶凡会心一笑 接过优盘 打开播放器 在画面里 密密麻麻的魔族族兵涌动 厮杀在一起 整片天空 大地堆满了魔族的尸体 一眼看不到头 这一场景 看待了所有人 这 这是 三目武尊 倒吸一口冷气 放眼看去 仅仅在画面里的魔族 就不下百意 而且 后面的天空 依旧被血气染红 可见战局覆盖的范围 绝对不仅仅是画面里的 魔族内部混战 叶凡又打开了好几个视频 低声说道 各位 这是我在各个区域拍摄的画面 如今他们内部 十几个魔族都发生了混战 国际族兵 多达近两万亿 无论最后胜出的是哪一方 都必定损失惨重 现在 是我们人类舞者 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趁着他们内部混战结果 尚未稳定 趁机重杀他们一波 让他们见识 咱们人类强者的实力 三木五尊和星皇五尊对视一眼 暗暗唏嘘 呼吸 叶凡咧嘴一笑 不许动员所有强者 只需一百人 一百人 一众武尊倒吸冷气 星皇武尊深深地看了叶凡一眼 陈生问道 叶逍遥 你 没开玩笑吧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兵王 我是主播 鸣鸣如玉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星皇五尊 饶使实力强横 也不由得心惊 魔族 可是族族 有万亿大军 就算他们 被内部混战波及 也不是百人 能够抵挡得了的 星皇五尊 我说的一百人 全都要神尊敬以上的实力 而且 有一半 得是上古传承者 啊 星皇五尊 神色一变 要知道 整个武者联盟的 上古传承者 也不过百人之数 这些人决定着 整个战局的变化 叶凡一口气 就要掉了一半 若是出点意外 神战大陆的危机 很快也会降临 不错 叶凡坚定地点点头 看向星皇五尊 但笑道 星皇陛下 这次我们 不是冲着决定胜负去的 而是去狠狠打击 魔族的自信心 就凭我们 这一百人 星皇五尊 摇头苦笑 叶凡 之前你也说过了 魔族达到神尊敬 以上的强者 光是在三大魔族里 就足足有三四百人了 再加上 其他魔族 加起来 不下千人 可是我们人类武者 神尊敬的强者 只有区区八百人 而上古传承的神尊敬 上古传承的神尊敬强者 是我们人类最大的依仗 光靠神尊敬以下的武者 我们根本无法同魔族较量 我知道 叶凡 微微汗手 继而说道 所以 这一次我们 是冲着那些 神尊敬 魔尊去的 只要取得些许战果 就能改变 整个战局的形势 时间不多 我无法在这里 跟各位细说 在路上 我会跟各位 布置好具体的战术 形皇武尊 没有发表看法 但是三目武尊 却缓缓战气 低声温道 也是指 你有多大的把握 五成全身而退 七成必胜 十成小损失回来 叶凡说道 众人纷纷动容 叶凡 你没有开玩笑 新皇武尊 没关紧锁 新皇陛下 从始至终 我都没说过 我需要的五十名 上古传承的 神尊敬强者 跟我深入敌营 而且 我自己也不会 深入敌营 我要各位做的 是把这些东西 送进敌营 尽可能地 击杀那些 神尊敬的魔尊 说着 叶凡从空间实力 取出一叠战斧 这叠战斧 数量不多 只有四五十张 但华光闪闪 每一张都充满着 暴虐的气息 嗯 新皇武尊 顿时动容 这些 这些是八戒 八戒终极战斧 不错 叶凡笑着点点头 说道 一共四十八张 一半为龙溪雷电 终极为龙溪风暴 融合初级和中级 便成为 顶级的龙亭风暴 只不过 我还无法融合 这两种战斧 所以只能 先将这些战斧用了 星皇武尊 倒吸冷气 叶凡 你可知道 这些八戒战斧 有多珍贵 我整个神战大陆 能画出 八戒战斧的 只有区区数人 而且 整套的龙亭风暴 只有 好过张老一人 能画出来 现在 有两个人了 叶凡笑着 打断 星皇武尊的话 三目武尊 猛得一惊 叶时之 你 你也拥有 八戒战斧术了 叶凡 挠了挠头 初阶的 龙溪雷电 倒是成功过 但是 还没有正儿八经地 练制过 中阶的 龙溪崩暴 我最近实力 稍有进步 自问 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直到这个时候 众人才感觉出 叶凡的气息 跟以前 大为不同 他之前 一直是 神虚境巅峰 然而此时 居然达到了 神尊境初期 连境界 都稳固了 叶凡 去魔族卧底 才区区 十天的时间 他到底 是怎么办到的 玄天圣女 难道一笑 说道 各位 叶凡如今的战力 恐怕已经 不在我之下了 你们放心 他没有完全的把握 是不会轻易 带着各位犯险的 众所周知 叶凡 在神虚境 巅峰的时候 就足以 同神尊境 后期的 强者硬刚 如今 他突破了 神尊境 那实力 岂不是 众人 纷纷扭头 看下三木五尊 和星皇五尊 星皇五尊 在稍稍愣神之后 放声大笑 好好好 不愧是 桃陵前辈的传人 既然如此 那我 便陪你走一走 各位 叶小友 只需借各位 分身一用 那我们 还有什么好怕的 大不了 灵魂受损 只需用些 天定灵宝 便可添补 灵魂之力 我在这里 放下话了 若是谁 因此伤了 灵魂之力 我祖皇宗 愿一力承担 所有灵魂 灵药的需求 星皇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三木五尊 摇了头 淡笑道 要补偿大家 也应该由我 创戒山来 叶凡长老 是我创戒山的核心长老 也是未来的宗主 你就别月祖带袍了 此话一出 众人皆惊 特别是创戒山的那些长老 一个个神情复杂 却无法反驳 自从创戒山上一任宗主 此为先君失踪之后 创戒山宗主 就迟迟没有宣布 宗主人选 三木五尊 是长老阁的大长老 赞代了宗主一职 没有他法话 谁也不敢 说宗主的事 可是如今 他当着所有人 宣布了 叶凡 是未来的 创戒山宗主 那么只要他在圣战中活下来 创戒山必定由他执掌 玄天圣女心中暗叹 抬头附和道 不错 由叶凡担任宗主一职 我圣女阁全员统一 原本玄天圣女 是宗主候选人之一 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他已经对叶凡放下了敌意 甚至钦佩这个年轻的后妻之辈 他不愿意争夺 圣女阁基本就没人有这个资格了 因为圣女阁的圣女有八位 只有得到传承的圣女 才有机会成为宗主 这就意味着 将来圣女阁的执掌者 只有大圣女碧华和董月军两人了 可是碧华被叶凡收服 成了一一的贴身保镖 另外一个就是董月军 他们俩 基本上不会反对叶凡成为宗主 恶大门派的宗主 掌门沉默了一小会儿 便纷纷起身祝贺 叶凡恶然 连忙摆手 别别 三母师伯 你这个也太突然了 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先让我考虑考虑吧 考虑什么 别人高兴还来不及 你小子居然还敢推托 新皇武尊哈哈大笑 祖皇宗虽然跟创解山 一直是竞争的关系 但是祖皇宗跟叶凡 我有渊源 再加上桃果的关系 想必将来两大宗门 能和平相处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兵王 我是主播 鸣鸣如玉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古太眼的宗主张天定满脸喜色 他巴不得叶凡上位 毕竟 现在叶凡还是他古太眼的军事指挥呢 只要他们不得罪他 以后肯定能得到创解山的庇护 其他不说 保全三大宗门的名头 应该没太大问题 最为关键的是 张天定看得出来 叶凡是个没有权利心 没有野心的人 这种人 若是成为古太眼的宗主 想必会以另外一种姿态 让整个神战大陆的武道世界 进入新的篇章 张天定虽然境界只有神尊敬后期 实力也不如三目五尊等人 但是他看人的功夫很高深 而且魄力十足 叶凡自己也承认 张天定若是今生有望突破 神尊敬巅峰 必定是一方巨恶 各位 各位 叶凡连连白手 实意他们先别起哄 他转身对三目五尊 拱了拱手 抱以欠笑 三目四伯 不是我愿意为创建山奉献 实在是资历不足 也是指 虽然你加入我创建山 还不足三月 但是 就以你现在 对我们神战大陆的贡献 谁敢说你自力不足 三目五尊的话 得到所有强者的认可 光论功绩 没有人能跟叶凡比肩 其他人屁事没干 叶凡单枪匹马 潜入魔族 引得他们内部混乱 造成数千亿 甚至上万亿的伤亡 别说当创建山的宗主了 就算他自立门派 问顶神战大陆 此时此刻 其他人也不会有什么怨言 你要是看不上创建山 到我祖皇宗 我立马把宗主之位让给你 星皇五尊哈哈大笑 叶凡翻着白眼 星皇陛下 你就别凑热闹了 三木五尊 深深地看着叶凡 低声问道 石子 你确定不愿意 带着咱们创建山前行 不 不是不愿 实在是 现在不是 说这个事的时候啊 叶凡 闪闪一笑 不如等我们 击退了魔族 再说如何 等击退魔族 叶凡就带着董月君和一一回地球世界了 哪里还管这里的事啊 要是真的留下来 以后诸事缠身 那他还搞个屁 一转眼都离开地球世界五六年了 也不知爸妈和小李他们现在怎么样 好吧 三木五尊 微微汗手 摇头自嘲 神战大陆 能否在魔族的入侵中保存下来都还两说 我的确有些心急了 师父不用担心 我们一定能打败魔族 叶凡烈嘴一笑 一声说道 现在 当务之急 是趁着他们混乱未稳 咱们趁势杀他魔尊 魔族的魔兵虽然多 但大部分都被魔尊所控制 我们只要击杀他大批魔尊 魔族联盟必定大乱 到时候 战局就会彻底向我们倾斜 嗯 众人不再犹豫 立马战起大半神尊敬强者 愿意和叶凡同往 叶凡只选了五十名上古传承强者 和五十名神尊敬后期的强者 三木武尊和新皇武尊带领大队人马 留在空间裂缝区外围 随时准备接应他们 叶凡和玄天圣女带队 行车熟路前往独魔族大营战场 不过 空间裂缝区域前 叶凡从空间石中取出一百颗魔心 全是神海境 神虚境的级别 还用出了下国文明世界的化妆术 让这一百强者瞬间变了模样 虽然靠近了看 很容易分辨出他们和魔族的不同 但是叶凡让他们穿上了大斗篷遮住身形 又有魔心的血魔器遮掩 只要不靠近搜身 就绝难发现他们的真实身骨 当然 这些人全是分身 并没有让本尊同行 叶凡此行的目的 很有可能让分身和魔族的强者 红归于尽 算是干死对 他不可能让大家用本尊冒险 化身魔族的人 全是神尊境中后期的强者 轻松便能驾驭神海境 神虚境的血魔器 叶凡变成毒血魔主 化出十几道分身 再加上其他人类强者 一百多人的队伍 俨然成了毒魔族高层 那一批生还者 此时 毒魔族大营的战局 已经接近了尾声 参战近两万亿魔族将士 最后完好无损的 不足一万亿 其中伤亡人数多达八千亿 另外还有三四千亿重伤 黑爵魔主和血龙魔主 铁青着脸 听着一众魔主的汇报 这一战 足足有三个魔主势力被团灭 所胜者寥寥无几 而始作俑者 血骨魔主 也在混战中陨落 尸首溢出 血骨魔族的魔尊 存活了六人 全部投靠到血龙魔主挥下 其余魔尊 无一生还 为了平息魔族联盟的内部斗争 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 令黑爵魔主和血骨魔主心痛不已 无血魔主还没找到 黑爵魔主咬牙低贺 没有 黑梦魔尊摇摇头 低声说道 魔主 血骨魔主在临死前 依旧不肯承认奸细的身份 这件事 恐怕 另有蹊跷 我知道 黑爵魔主点点头 咬牙切齿地怒哼道 血龙魔主招来的 那几个血骨魔族的魔尊 以魔神发誓 他们绝对不是 另外七大魔族的奸细 这就说明 血骨魔主的嫌疑 也减低了很多 再加上 他们用魔童 控制了一部分 血骨魔主的亲卫队长 拨去了他们 所有的记忆 他们发现 血骨魔主 从始至终 就没有任何勾结 另外七大魔族的举动 他发起的这场战斗 恐怕真的 和他临死前所说的一样 只是为了争夺 魔族联盟的 最高权力 如此一来 独血魔主的身份 就显得非常不对劲了 严格来说 这场战争 是他跳起来的 要不是他 一直在推波助澜 血骨魔主 不会一步一步 走向如此极端的境地 而他们魔族 也不会为了清理门户 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 该死的 血龙魔主 暗恨不已 黑绝 我们是不是 被毒血给耍了 黑绝魔主 脸色沉得快 滴出水来 就在这个时候 黑煞魔尊 从外面 匆匆跑了进来 魔主大人 什么事 黑绝魔主 沉声贺问 他说过 没有他的允许 任何人 都不能贸然 进入大战 毒血 毒血魔主 他回来了 黑煞魔尊 连忙说道 嗯 黑绝魔主 和血龙魔主 刷得一下 站了进来 这家伙 还敢回来 我一定要将他 碎尸万段 感谢收听 本集都市兵王 我是主播 明明如月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是三集 叶凡 误入大营 身上伤痕累累 气息微弱 跟在他身后的 几名神须镜魔帅 也是满身的伤痕 血魔器 一散的厉害 黑绝魔主 和血龙魔主 起一起恶然 毒血魔主 你大半天 好去哪里了 怎么一身是伤 黑绝魔主 众美问道 叶凡 咧嘴一笑 取出十几颗魔心 全是血骨魔族 魔尊级别的 我发现 我发现 大战之中 有一批 血骨魔族 不太对劲 所以便带着 我族精锐 前去追赶 没想到 那数百万 血骨魔族 居然全都是 间隙 还没有 十几个魔尊领头 企图 逃离战场 叶凡压低声音 神情复杂地说道 人为魔主 我现在怀疑 血骨魔主 并非 其他魔族的间隙 但是 其他魔族的间隙 已经渗透了 血骨魔族 随时都可能 对血骨魔族下手 嗯 黑绝魔主 和血龙魔族 对视一眼 没想到 毒血魔主 居然大方承认了 自己的错误 让他们有一种 拳头 打在棉花上的挫败感 你 你还好意思说 黑绝魔主 面露猙獰 咬牙怒道 要不是你 我们 会跟血骨魔族 开战吗 你知道不知道 咱们因为这一战 损失了 净万亿大军 叶凡无辜地 摊开双手 摇头苦笑 黑绝魔主 我知道 我在这件事情中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 即使止损 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 要是等咱们 跟人类舞者 开战之后 血骨魔族的间隙 才动手 那么 咱们的处境 可可想而知 黑绝魔主 一时哑口无言 不知 该如何反驳 血龙魔主 深深吸了一口气 沉声说道 古血 不管怎么说 你都犯下大错 要是你 不拿出一个说法 我们今后 如何统领联盟 红仇敌凯 两位放心 我必定会给大家 一个说法 叶凡点点头 沉声说道 我一心 为了联盟所想 不求回报 甚至搭上了 整个独魔族 如今 我族三百多亿大军 只剩下寥寥数亿 我不会拖累 你们两位 在大家心中的地位 只希望 两位能让我 死得其所 叶凡的话 说得铿锵有力 一时之间 黑绝魔主 和血龙魔主 也无话可说 在他们眼里 毒血魔主 虽然犯了大错 但是 他的出发点和目的 都是为了 整个魔族 联盟考虑 而且 血骨魔主 和血骨魔族中的 奸细 都是不安定因素 鬼晓得 鬼晓得什么时候 会爆发 如果真的 像毒血魔主 说的那样 在他们 和人类舞者 进入白热化战争的时候 才动手 那么 不仅影响 整个战局 还会让魔族联盟 进入 父辈夹击的 险境之中 你想怎么样 黑爵魔主 神情烧欢 低声问道 两位魔主 血骨魔主 因我的错误而死 一命第一命 我愿意 赔他这条性命 但是 我不想背上 设计同盟的名声 我愿意 冲荡先锋官 跟人类决一死战 以我血去 被联盟 打开一条血路 好 黑爵魔主 一拍大腿 情绪被感染 血龙魔主 也微微汗手 觉得 叶凡这番说辞 非常感人 毒血魔主 你的事情 我们没有跟任何人说 如今 血骨魔主的事情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再怎么计较 也是枉然 既然 你愿意给我们 魔主联盟开道 那么这件事情 就这样算了 血龙魔主 低声说道 多谢 叶凡点点头 又道 先后 我毒魔主 便靠 两位照顾了 好说 黑爵魔主 和血龙魔主 齐齐保证 明日 还请两位 召集所有魔主 和魔尊 我要在他们面前 宣誓 承担先锋一致 下一站 我若不死 人类无辙 必被我所破 叶凡 叶凡拱了拱手 说完 便离开了大营 黑爵魔主 和血龙魔主 对视一眼 暗暗唏嘘 没想到 毒血这家伙 居然如此过绝 黑爵魔主 说道 血龙魔主 看着地上 那十几颗魔心 鼻端轻轻一横 还不是发觉 自己犯下 不可饶恕的大错 为了平复 所有人的怒火 保全毒魔主 他只能拼死一搏了 血龙魔主 抱起胳膊 低声说道 黑爵魔主 关于毒血魔主 算计血骨魔主的事情 咱们能压 就压下去吧 血骨终究是个祸害 死了也好 顺势 毒血赎罪 担任先锋官 此去 九死一生 也算是给大家 一个交代了 就算有人想明白 应该 也不会再计较下去 毕竟 现在咱们联盟 已经彻底 形成了统一战线 一切 以大局为重 我也是这般考虑的 黑爵魔主 点点头 说道 去通知所有大营 明日 召开行军大会 咱们已经耽误很多时间了 必须 在人类无辙 做好万全准备之前 尽快拿下他们 嗯 两人商议了一阵 便让麾下魔尊 去通知其他魔主 叶凡回到独魔族的大营 此时 独魔族幸存的族人 还不到八亿人 这些人 是叶凡留下来的暗子 都受他控制 那些不受控制的 已经在战乱中死绝了 五十上古传承者的分身 都混进了 这八亿独魔族之中 为了一防万一 叶凡特意 分出了十个分身 帮他们打掩护 叶凡自己 担心分身被识破 所以 只能本尊 进入大营 当然 他不会轻易冒险 除了 建黑魔族营帐 其他时候 都是分身在行动 叶凡 怎么样了 玄天圣女 化身的魔尊 把他迎进大帐 在营帐里 只有三个魔尊 玄天圣女 奎阳武尊 以及祖皇宗的 大长老 圣阳武尊 他们三人的分身 实力都很强大 叶凡怕被看出破绽 所以让他们 都跟自己 混进魔族 毕竟 就算 独魔族 损失再怎么惨重 也不可能 所有魔尊 全军覆魔 如今还剩三个 也算是 情理之中了 放心 一切 都在计划之中 叶凡 连嘴一笑 让大家准备好 明天听我暗号 大家 就可以动手了 好 奎阳武尊 和圣阳武尊 激动不已 历界圣战 从没有人类舞者 潜入魔族 深处的例子 如今 他们居然在 魔族大营 进出自如 宛若自家的 后花园 以后说出去 绝对是 丰功为业 够吹一辈子 牛皮的了 三位 今晚还委屈 你们为我守门了 叶凡 善善一笑 不然 被有些人识破 一切 就前功尽弃了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兵网 我是主播 鸣鸣如玥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有意思 奎扬哈哈一笑 不就是 看个大门吗 咱们知道轻重 嗯 玄天圣女 跟奎扬 一致不对付 但是 在这个问题上 罕见的 达成一致 他们深入魔族区域 要是闹出什么幺蛾子 后果 就不仅仅 是损失这么多 灵魂体分身了 说不定 人类无者 会因此失去 圣战的主动权 从而导致 整个世界沦陷 好 叶凡 微微汗手 但笑道 三位 那我便休息了 大家 大家养精蓄锐 应对明天 魔族的 动员大会 对他们三个 神尊敬强者来说 即便是守大门 也可以进入 休息和修炼的状态 四人虽然分开 但都很小心 时刻戒备着 周围的动静 好在黑爵魔族 他们没有派人 来摸 叶凡的底 忽此一夜无事 第二天一大早 叶凡便假模假样地 召集一众魔尊 来到主营 交代自己的 身后事 他闹出的动静不小 再加上 周围还有不少 魔族驻扎 所以很容易 就被其他人 获取情报 除了黑爵魔主 和血龙魔主 其他人都不明白 毒血魔主 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药 好端端地 安排后世做什么 可是 当他们来到 黑爵魔主的大营 听到异殿风声之后 顿时了然 原来毒血魔主 昨日就跟黑爵魔主 和血龙魔主摊牌了 要干先锋关的事情 要知道 魔族联盟 和神战大陆 人类舞者的第一战 历来 惨烈无比 担任先锋关的 所有魔主 没有一人生还 当初他们 还在为谁干先锋关 而相互推辞 即便毒血魔主 说过 付出一百亿 毒魔族魔兵 并为代价担任先锋关 那也是为了 引血骨魔主入套 没成想 如今假戏真做 毒血魔主 真要去挑这种 实死无生的任务了 除了寥寥几个魔主 大概猜到具体原因 其他魔主 都暗暗佩服 又笑他愚蠢 既恨毒血魔主的 那些魔主 见事已至此 也没什么好说的 他们损失惨重 毒血魔主 拿命来补充 算是一个交代 十五个魔主 起居一营 随行 还有数百个 神尊敬魔尊 黑爵魔主 和血龙魔主 有令在先 一定要以最高规格 送毒血魔主 上任 所以 所有魔主 只留下几个 负责统军的魔尊 其他人 全带过来了 抱魔主 黑沙魔尊 走进大营 对坐在守卫的 黑爵魔主 行了一礼 随后 又对其他魔主 行礼 毒血魔主 已经到了 好 有请 黑爵魔主 微微汗手 高声说道 是 黑煞魔尊出营 将叶凡等人 赢了进来 同行的 只有三个魔尊 另外 还有近百个魔将 魔帅 在大营外等候 如今毒魔族的强者 只剩下这些人了 连巅峰时期的 十分之一都不到 而且 毒血魔主 还要担任 先锋官 基本就是 一只脚 踏进棺材 今后 毒魔族的命运 可想而知 若是赢了 这场圣战 倒还罢了 他们这些魔主 会念着一些 同盟的感情 少家庇护 毒魔族 幸存的族人 要是圣战 和十万年前的一样 魔族联盟 败北 退回魔界 那么 毒魔族必定逃脱不了 被其他魔族吞并的命运 当然 除去 血龙魔族 黑魔族 几个强大的魔族之外 另外几个魔族的命运 也将多产 说不定 过不了多久 就会不 毒魔族的后衬 所以这场圣战 魔族 绝对不能输 叶凡大步 走进营场 同学 你的决定 我们已经告诉 所有人了 大家 对你英勇的决定 都很佩服 黑绝魔族 脸上带着笑意 说道 你有什么话 想对大家说 血龙魔族 也附和道 毒血 你是为了 我们魔族同盟 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 只要我们 能做到 就一定会满足你 叶凡笑了笑 环视一周 高声说道 各位 十万年前 魔族败北 带着屈辱 灰溜溜的 离开神战大陆 哦 不对 不仅十万年前 数十万年 历代圣战 魔族从没有跨入 神战大陆一步 所以 根据我们 仙辈的经验 这一次 我们一定会胜利 哦 哦 哦 一众魔主 魔尊 纷纷回应 只要 有我们在 只要我们 众志成城 不管对手 有多强大 数量 有多么恐怖 我们一定 能杀他们一个 天家不留 叶凡一说完 众魔主 魔尊 再度附和 黑绝魔主 很满意 叶凡的 动员宣言 笑道 毒血魔主 有你彻等勇者在 我们魔族 一定 能所向披靡 不等 黑绝魔主说完 叶凡便 白手示意 不不不 你 误会我的意思了 嗯 黑绝魔主 一愣 毒血魔主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 有三点 第一 我们一定会赢 没错呀 我也是 这么认为的 黑绝魔主 微微皱眉 不明白叶凡的话 神类武者 根本无法 抵挡我们 叶凡没有细说 缓缓张开双手 第二 我们的人数 虽然不多 但是 无一不是 一抵百的强者 这一点 对手 根本无法逼你 嗯 这一次 不仅黑绝魔主 连其他人 也莫名其妙起来 毒血魔主 人类 不过数百亿 我们足足 有两万亿大军呢 是啊 他们那点人 连给我们 塞牙缝的都不够 你到底 在说什么呀 毒血魔主 你不会是紧张的 连话都不会说了吧 叶凡 哈哈大笑 第三 你们这群愚蠢的魔族 老子 是神战大陆的人类 话音一落 叶凡周身武尽涌动 手中握着十张 阳光闪闪的 狂暴战斧 什么 神类武者 毒血 你 你在干什么 所有人 都感觉到叶凡身上 传来的恐怖气息 一个个 惊得毛骨悚然 他手里的是什么 好可怕 怎么会有 如此强大的能量波动 快 停下 毒血 你在找死吗 一众魔主 魔尊的话音未落 大仗里 又涌起三股 更加恐怖的气息 这三道气息 比毒血魔主的 更甚几分 甚至连黑绝魔主 和血龙魔主 都感到骇然 众人连忙看去 只见 毒血魔主身后的 三名魔尊 横起双手 手中 各握着一对 奇异的战俘 感谢收听 本集都市兵王 我是主播 明明如月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四十五集 这三人身上的斗篷 被强健的风悬吹掉 露出人类舞者的面孔 之所以大家之前 没有感觉到异样 是因为他们胸口挂着 三颗散发着血魔气的魔心 三颗魔心被人类舞者的 五尽酝仰 没有枯竭 挡住了他们人类舞者的气息 人类 这是人类 人类神尊强者 他们 他们是怎么混进来的 毒血魔主 是毒血魔主 毒血 你 你这个叛徒 我一定要将你碎尸万顿 一众魔主纷纷怒喝 可是叶凡和玄天圣女 三人手中的动作 丝毫没有停止 黄暴的八戒战俘 气息犹如火山喷涌 气浪掀起整个大仗 那些魔主想要阻止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一个个抱头数窜 想要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谁知 营战外 忽然飞起数十人 每两人为一组 一人手持阵旗 一人手持战俘 方圆千米范围 瞬间拧起一层 一样的能量层 将所有人尽数 混在内部 是 是人类的奇阵 大家快点喝力 将其递破 黑犬魔主对圣战的历史很了解 在历代圣战中 技术最多的便是人类舞者层出不穷的手段 战法和战斧 首当其冲 人类就是靠着这些恐怖的技能 才能跟魔族抗衡 眼下 营地里出现这么多人类舞者 而且都持着毁天灭地的战俘 黑犬魔主 惊得毛骨悚然 连忙高伤指挥众人 攻破奇阵 被困在奇阵中的魔尊 足足有大几百人 一时之间 血魔器疯狂涌动 气势无比惊人 无数攻击轰在奇阵的屏障之上 很快便打出了几个缺口 严宗主 撑住啊你们 玄天圣女咬牙怒喝 极力驾驭着八戒战俘的力量 他们三人和叶凡手中的战俘 与其他人不同 其他人只是八戒初级的龙溪雷电 而他们四人手里的 却是龙溪雷电和龙溪风暴的组合 也就是说 他们要融合八戒初级和中级的战俘 完成顶级的龙庭风暴 黑绝魔主等人 并不是不想解决他们四人 实在是融合顶级八戒战俘的威势 太过恐怖 他们非常怀疑 只要自己打断了他们 说不定 血路的能量 便会将靠近者尽数吞没 所以 他们第一个念头便是远离 没成想 魔族大军中 混入了如此多的人类物质 直接开启了旗阵 阻断了他们的退路 一时之间难以逃脱出去 当他们想要回去解决夜凡四人的时候 夜凡手里的战俘已经合而为一 闪烁着诡异的光芒 这是一张蓝金色的战俘 周围蓝光营绕 密集的雷电形成了一张恐怖的光网 金色和蓝色交错其间 令人不寒而栗 外围人类舞者死死支撑 将其阵屏障重新竖起 远处 数百的魔族强者赶来 身后跟着密密麻麻的魔族大军 叶小友 魁宗主 你们快点呐 严宗主等人咬牙死撑 武进跟不要钱似的疯狂输出 虽然在场众人都是灵魂体 但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即便是武进消耗 也跟本体有着直接联系 叶凡手里的八级战俘成行 并没有急于一时 而是来到玄天圣女神边 将战俘交到他手里 和他半成品的龙亭风暴互换 小心点 别弄暴了 叶凡咧嘴一笑 转而把注意力挥聚到手中的战俘上 很快又是一张顶级八级战俘成行 与此同时 魁阳宗主和圣阳武尊的八级战俘 也准备妥当 各位 准备出手 叶凡高喝一声 和另外三人飞向半空 黑绝魔主等人 捡他们手中的四张恐怖战俘 惊得骇然无比 快 快阻止他们 血龙魔主怒声大吼 数百魔尊 齐齐爆发强大的攻击 全部瞄准了叶凡四人 叶凡咧嘴一笑 和另外三人对视一眼 迟拉拉 几乎是同一时间 四人的身影缓缓消散 只留下四张能量涌动的蓝金色战俘 严宗主等人见此 立马高呼 这 一时之间 所有人尽数消散 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 这 谁呢 烟齿魔主恶然 扭头看下黑绝魔主和血龙魔主 他们怎么 把战俘留下来了 说着 便想去将那四张战俘收起 别过去 先把旗阵破了 不去再说 黑绝魔主不明就里 但是强烈的危机感 让他本能地想离开这片空间 呜 谁知 黑绝魔主还没说完 四张战俘顿时闪烁起 耀眼的光芒 紧接着 一股磅礴的雷电能量 肆意扩散 一道道雷电 犹如网络一般 眨眼间便贯穿了整个奇阵 随即发生 无比恐怖的爆炸 红隆隆 红隆隆 剧烈的爆炸 瞬间吞没了 旗阵中所有魔族 旗阵屏障 支离破碎 土崩瓦解 根本无法抵挡分毫 而在旗阵外围的 数十张战俘 仿佛受到召唤一般 红隆隆同时乍响 雷电爆炸覆盖周围数十里范围 冲进其中的魔族大军 几乎瞬间被雷电披着 整片天空被雷电爆炸覆盖 形成一望无际的雷云 拥有强大恢复能力的血魔器 在如此恐怖的攻击中 再也无法滋生丝毫能量 那些魔族大军被打得粉山碎骨 血水犹如轻盆大雨一般 朝地面落去 在最中心的区域 黑绝魔珠等人瞪圆眼睛 连忙召唤山边的人 开启血魔器 共同抵挡爆炸威势 数百魔尊级别的强者 使尽全身力气 形成了保护层 在狂暴的能量中不断毁坏 那些能量无比恐怖 外围的魔尊处之则死 连钉点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轰隆隆 轰隆隆 爆炸不断响起 黑绝魔主和血龙魔主 处于最中间的位置 咬牙催动所有血魔器 抵御着恐怖雷电的轰炸 可是 这里的雷电太过狂暴 不断有魔尊被雷电吞噬 直接被炸成积粉 只是短短几个呼吸 便有上百魔尊殒命 要是这场雷电爆炸 再持续几分钟 他们这些人恐怕 无一人能生还 老天不公 居然让人类 混进了我们魔族联盟 魔神在上 为何 有如此对待我们 黑绝魔主绝望嘶吼 面若死灰 眼睁睁地看着 身边一个接一个的魔尊 被炸成虚无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兵王 我是主播 鸣鸣如玉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四十六集 红隆隆 叶凡和一众物尊 收回分身 飞速朝空间裂缝 去几尺 痛快 痛快 回扬宗主 浪声大笑 损失了些许灵魂之力 至少击杀了上百魔尊 寻常的魔兵 无计其数 叶小勇 你这一招果真够牛 被咱们舞者 争取了非常大的迎面啊 还好 还好 叶凡笑着白白手 谦逊道 要不是有各位支持 我的计划 根本无法实施 有了这一遭 估计魔族元气大伤 即便今后还有战力 也不可能像之前的般强势了 按照叶凡的估计 在场的八百多魔尊 恐怕得有一大半陨落 外围赶来支援的魔尊 和魔族大军 也深受波及 虽然造成的损失 不可能跟叶凡之前的 几次离间计相比 但是 几十亿战果 还是有的 最让人振奋的是 魔族联盟的魔尊 损失惨重 此次聚集 一千多魔尊 估计得有三分之二 陨落 剩下的大多代伤 一时半会儿 是无法发起有效的攻击了 魔族大军和人类武者不同 一旦失去指挥 便会陷入混乱 最为关键的是 魔族大军没有后援 空间通道开启之后 便闭合了 只有在特定的时刻 才能打开 估摸着 现在魔族幸存下来的 魔主和魔尊 已经在考虑 是否要滚回去了 叶凡等人 一想起这事 便倍感骄傲 战都没打 魔族就被逼回去了 这在历届圣战中 是从没有出现过的 叶小友 咱们为神战大陆的前辈们 除了一口恶气 这份恩情 这份恩情 我们绝对不会忘却 严宗主笑着 对叶凡拱了拱手 神情十分感激 不敢 叶凡的心情也很不错 连连摆手 众人有说有笑地返回大营 向人类舞者 汇报了这个喜讯 一时之间 人类大营 士气大涨 三木五尊和星皇五尊 立马号召主动进军 调集了白衣舞者大军 进入空间裂缝 进入黑暗血缘腹地 打算趁势 痛杀魔族 谁知 在赶到黑暗血缘腹地的时候 发现 原本独魔族的营地 已经人去楼空 根据足迹显示 魔族大军 返回了黑暗血缘深处 形色异常匆忙 人类舞者 占据独魔族的营地 少加整改 一座休息场所 魔族去得极快 想必是被打怕了 连续两次损耗 让他们不堪重负 叶凡派出分身 易容成魔族的样子 深入黑暗血缘深处 探查情报 这是魔族 无法比拟的优势 魔族 根本没有人 能假扮人类舞者 而叶凡的分身 却能无控不入 随时窃取他们的情报 叶小友 怎么样了 一众武尊 聚集在大营中 小心翼翼地问道 叶凡没关琴锁 低声说道 现在我的分身 已经进入了魔族大营 但是身份 无法假装成高层 所以 还没能探查到 主要的情报 不过 看魔族 那些高层的样子 已经被我们杀得胆寒 具体的损失 我不得而知 但是 跟我们孤想的 差不多 叶凡的话 让众人心中大定 魔族死得越多越好 三木五尊 低声问道 也是这 能否探查魔族 现在还有多少人 现在魔族 已经全部集中在一起了 根据营帐的数量 至少万亿 万亿 众人 安安一惊 上一届圣战 魔族便是万亿人数 即便这一届圣战 魔尊已经折损大半 可是 魔军的数量 依旧恐怖 有人提议 各位 既然 魔族还有如此多的魔军 那我们 不必跟他们应兴 不若借着空间裂缝的优势 暂避锋芒 等他们强突空间裂缝 损失惨重后 再行出击 必定 能大有斩获 不可 星皇五尊 摇摇头 沉声说道 虽然 魔族军队众多 但士气已弱 且魔族军队的战斗力低下 全靠人数堆砌 我们人类无者 虽然数量少 但强者数量 已经是他们的两三倍 更不用说 我们还有近百 上古传承强者 以我们现在的优势 绝对能取得绝佳的战果 不错 三目五尊 电头附和 我们的优势 不仅仅是强者数量 还有空间裂缝 所谓后盾 这一万亿魔族大军 我等势必 要将其永远 留在神战大陆 否则 即便我们赢了 这一届圣战 十万年之后 我们的后人 依旧会受其侵扰 甚至被魔族吞并 所以 我们要打怕魔族 彻底击垮 他们的自信心 正是如此 叶凡也点点头 说道 咱们这里 足足有百亿大军 而且 神尊敬强者数量 多达八百人 其中 神尊敬的上古传承者 尽数在此 要是开启灵魂分身 我们可以瞬间 夺出上千名 神尊敬强者 当然 这一招 我不是很赞成 立马使用 我们要尽用优势 让魔族自以为 能一举全歼 我们人类舞者 然后 再顿入空间裂缝区域 让他们 有去无回 到时候 我们尽则弓 退能手 魔族的自信心 将会彻底 被我们击垮 说得好 星皇武尊笑道 我和三木 也是如此打算的 这一次 入侵我们 神战大陆的魔族 不足为虑 关键的是 今后入侵的魔族 我们有着 无与伦比的优势 不趁机利用 让魔族 得到喘息的时间 万一他们 还有手段 再开启 空间通道 沿入援军 那夜凡 耗费如此多的心血 岂不是 要白费了 话 已经说到 这个份上了 大家 也没什么 好反驳的 当下 一个个 拿出决战的势头 打算跟魔族 大干一场 这一战 势必 会损失惨重 但是为了 长远来看 他们 必须赴死 这一战 晚也得打 早也得打 还不如 在最合适的时候 给魔族 致命一击 让他们看看 神战大陆的人类 武者 有多强悍 绝对 绝对不是 他们这些 侵略者 能 规予得了的 一百亿武者大军 稍加修正 正式 朝黑暗血缘 深处 进军 在黑暗血缘 深处的魔族大营 两三百魔尊 齐聚一个营杖 近半魔尊 伤痕累累 狼狈不堪 坐在上位的 只有五个魔主了 其中包括 黑绝魔主 和血龙魔主 其余魔主 尽数在那场 雷霆风暴中殒命 魔尊也折损了大半 损失异常惨重 黑绝魔主 和血龙魔主 在逃出生天之后 清点了 一众魔族强者的数量 惊得骇然无比 他们顾不得其他 连忙收拢残军 匆匆赶回大营 感谢收听 本集都市兵王 我是主播 鸣鸣如玉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此时 悲绝魔主 和血龙魔主 也没有收复 陨落魔主 手下的心思 他们必须尽快 整合大军 因为 一个小时前 他们得到一个情报 人类舞者 已经穿过空间裂缝 主动 主动朝他们攻来 历界圣战 人类舞者 尽是被他们魔族压着打 主动进军 还是头一遭 怎么会这样 黑绝魔主 咬牙切齿 吞咽了几颗魔心 强行吸收 其中的魔器 修复自身伤势 魔族的发展 远远没有人类武者世界 那么先进 他们的生存模式 还处于 非常原始的状态 说是如毛 吟血 也不为过 相比之下 人类舞者的 舞蹈发展历史 则比魔族 快了不知多少倍 要不是 舞者繁衍速度 远远比不上魔族 否则 被入侵的 就是他们魔界 血龙魔主断了一条胳膊,伤势比黑卷魔主更重几分 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沉声说道 该死的人类,他们是怎么潜入我们大营的 你没看清楚吗?人类有人能模仿我们魔族的气息和模样,让人很难发觉 黑卷魔主深深吸了一口气,怒气冲冲地拍碎面前的石桌 如今魔族联盟只剩下五个魔主了 除了他们俩之外,其余三人伤势很重,一时半会难以参战 黑梦!黑卷魔主沉声立鹤 在!营帐外走近一人 现在人类无者离我们大营还有多远? 黑卷魔主沉声问道 不足万里 黑梦魔尊说道 按照他们的速度,一天之内就会杀过来 哼,区区百亿军队,就敢来冲击我万亿大军? 黑卷魔主握紧拳头,咬牙说道 黑梦,你去挑选二十名魔尊 带领一千亿魔君去阻拦人类无者 我不要求你能击败他们,但是一定要阻挡住他们的脚步 黑魔主还有五十多名魔尊,魔君近两千亿 是现存最强大的魔主 说完,他看下另外四个魔主 都到这个时候了,你们就别藏着掖着了 先站住阵脚,给我们争取休养的时间 如今魔族能占的魔尊加起来只有两百多人 各大魔族的精锐不足两百亿 黑绝魔主轻易不会把精锐派出去 所以直接拨了一千亿大军给黑梦魔尊 根据魔族的历史记载 人类无者的战力非常强大 各种手段层出不穷 远非他们魔族可以比拟 低阶的人类无者倒还好说 但是级别稍高的人类无者 就可以驾驭远超自身实力的各种宝贝 魔族所依仗的是人数和自身强度 但是在同级的人类无者面前 还无法同他们各种手段相提并论 除非人类无者赤手空拳 否则他们连近身都很难做到 所以黑绝魔主才拨出麾下一半大军 交给黑梦魔尊 同时向其他魔主寻求支援 血龙魔主面目猙獰 咬牙喝道 血空 我也给你一千亿 你挑选十名魔尊和黑梦同王 是 血龙魔主麾下的一名大将高声应道 血龙魔主手下的魔尊比黑绝魔主损失更加惨重 只剩下三十多人 另外三个魔主也纷纷派出幸存的得力干将 顿时 一只三千亿的魔族大军集结 朝着南边兴去 黑绝魔主挥散一众魔尊 只留下了血龙魔主和另外三个魔主 此为 现在情况特殊 虽然 黑梦他们应该能抵挡住 陈雷无者 但是 咱们面临的问题 更加棘手 黑绝魔主 陈胜说道 嗯 血龙魔主一愣 黑绝 你这是什么意思 血龙 你刚才发现没有 远落的那些魔主手下 处战的热情并不高 甚至有抵制的情绪 黑绝魔主 眉关紧锁 低声道 咱们无人 虽然伤势不轻 但是 也有一战之力 不若加快恢复速度 等今晚夜色已深 便把其他魔族的所有势力 全部控制住 你 血龙魔主到细口冷气 黑绝 你别开玩笑 咱们派出去那么多魔菌 现在 就咱们无人手里 可用的魔菌 加起来 也没有三千亿 而剩下的其他魔族大君 则足足近四千亿 要是贸然发动大战 损失必定不清 到时候 我们拿什么 跟人类无者拼 我知道 我知道 所以我 没有让你们害出麾下精锐 黑绝魔主 低声说道 当断则断 不断则乱 我们现在的形势 岌岌可危 要是能控制住 其他魔族大军 咱们自身的实力 不一定会损失多少 说不定 还能得到补充 到时候 即便无法赢下 这场圣战 也可以保全一定的实力 返回魔界 嗯 此话一出 众人皆惊 黑绝 你有心思退 血龙魔主 低声问道 不到万不得已 我不会退 黑绝魔主摇摇头 但是 位于绸缪 当初我们进入神战大陆的时候 足足有三万亿大军 可是谁成相 一个月不到的时候 居然会出如此多的波折 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说不定是魔神 在警示我们 陪绝魔主 言之有理 不错 的确蹊跷 除了血龙魔主 陷入沉思 其他三个魔主 纷纷点头 说实话 上届魔族联盟 组组出动了五万亿大军 依旧不足以 攻下神战大陆 咱们 虽然掌握了 空间裂缝区域的 紧军路线 但是难保 这么多年 裂缝区域 没有变化 而且 人类舞者 依然能够穿过 空间裂缝 说明 咱们对这片区域 了弱之掌 我们如今 只剩下数千亿大军 而且内部 非常不稳 空间裂缝 是我们的一道平掌 进可攻 退可守 可是 这道平掌 没有了 就说明 咱们的退路 只剩下 空间通道 黑绝魔主 继续说道 让众人动容不已 血龙魔主 暗暗皱眉 沉声问道 既然如此 你为何 还要再次逗留 咱们直接 打开空间通道 离开神战大陆便是 离开 黑绝魔主 咬紧牙关 冷声问道 血龙 你甘心吗 血龙魔主 文言一愣 心头泛起冷意 可魔的 谁能甘心 连人类无知的军队 都没见过 双方还没正式厮杀过 他们就败退 回魔界 要知道 历届圣战 可都是大了好几年呢 他们才来这里多久 都还没正式 向神战大陆进军 这样就灰溜溜地滚回去 魔界 魔界 还有谁 会看得起 他们 感谢收听 本集都市兵王 我是主播 明明如月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就算不甘心 又能怎么样 血龙魔主 神情复杂 我们现在 魔族的士气 早已经跌入谷底了 人类舞者气势如虹 且不论他们的手段 有多繁杂 光凭这份士气 就足以击垮我们 魔族入侵 神战大陆 已经有七八十万年的时间 每隔十年 发动一场圣战 虽然前几次的圣战 真正进入神战大陆 深处的魔族并不多 但是 从来没有一次 人数不是在 神战大陆舞者的 数倍以上 甚至 上一次圣战 光是进入黑暗 血缘腹地的魔族人数 就多达两三万亿 可是 神战大陆 凭借着区区 数百亿舞者数量 硬生生地打败了 拥有庞大数量的魔君 原本这一次 血龙魔主他们 信誓旦旦地来 虽然魔尊数量 不如上一次 但是 魔君 足足有三万多亿 以他们手里 对空间裂缝区域的了解 可以依照路线图 顺利进入黑暗血缘腹地 奈何 他们连空间裂缝区域都没进入 就因为内部斗争 折损了两万亿 而人类舞者 毫发无损 依人类舞者层出不穷的手段 这种战力 不说以一敌百 至少能做到以一敌十 更为关键的是 他们拥有众多的神尊敬强者 这些强者 非比寻常 足以左右最后的战局 魔族和人类舞者最大的区别 就是 魔族的魔尊 不敢轻易被卷入战局 只敢在后面指挥大军 靠人数去堆 对方的强者 而人类强者 无比强悍 每战必先 悍不畏死 再加上 有众多宝贝 神兵 以及杠顶的上古传承秘术 许多强者 不必伤死 分身冲进魔族大军中 就是一通乱杀 拥有上古传承秘术的舞者 不算多 但传承秘术的人 不在少数 上古传承和寻常传承 最大的区别 就是寻常传承 只能练成低重镜 浩瀚 浩瀚大成 可以分身三十人 只不过 这三十人 只拥有 自身百分之八十的实力 若是分身十人 则各个拥有 自身百分之百的战力 几乎和自己出手 没有差别 要是只分身一两个 基本上 就是百分之一百二的战斗力了 非常强悍 神战大陆的舞者 拥有寻常秘术传承的 有三四百人 但是 上古秘术传承者 不足百人 这些人 才是真正的舞者支柱 毕竟 上古传承秘术三重镜 第一重浩瀚 不足道哉 若是进入第二重 洪荒 那才叫做真正的强者 整个神战大陆 能达到洪荒的有十几人 无一不是神尊敬后期 乃至巅峰的强者 他们轻易便能分出百人分身 每一个都拥有自身百分之百的实力 大成者 甚至能达到百分之一百二十 当然 能到大成的 估计也就是 那几个神尊敬巅峰的强者了 叶凡如今 虽然达到神尊敬 但是上古传承秘术 只是小成罢了 一百个分身 轻易便能办到 但很难全发挥 自身最强实力 只有缩减一部分的数量 才能发挥出洪荒境最大的战力 无论是上古秘术传承强者 还是寻常秘术传承强者 对魔族而言 都拥有无与伦比的震撼能力 就不说其他 要使这几百人 全部化出灵魂分身 瞬间 便能出现上万名神尊敬强者 上万名神尊敬强者 是什么概念 一人搞定一个亿的魔族军队 问题不大 这上万个分身 就能解决一万亿魔族大军 更别说 那些神尊敬巅峰强者的战力 远非一魔族军队可以匹敌 正是因为如此 人类武者 人类武者才能在这几十万年里 一次又一次地挡住魔族入侵的脚步 虽然这一届的人类武者 不算最强 数量也比上一届少了近半 但是 这些人类武者 各个都是宗门精英 即便是神武镜的武者 也不是寻常之辈 那些烂于充数的人 早就留在各大宗门 各大势力 看家护院 能被召集的 全是神战大陆最精锐的武者 如果真要凑数量 以神战大陆如今的敌运 千亿军队还是勉强能凑出来的 血龙魔族等人 虽然没有跟人类武者正面对抗过 但是 用了白天的经历 对人类武者早已经胆寒 要是再来这么一波恐怖的能量爆发 他们这些强者恐怕全部得死光 他们一死 剩下的魔兵就跟带宰的羔羊 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 到时候 魔族联盟恐怕就得全军覆没了 不能留 绝对不能留 黑绝魔主深深吸了一口气 陈生说道 各位 我们的时间只剩下这几天 要是不趁机将所有魔族全部纳入手里 我们绝无胜算 就算是将来败了 我们也能靠其他魔族来抵挡人类 为我们这些魔族争取退离的时间 各位 无论结果如何 当断则断啊 好 血龙魔主不再犹豫 当即点头答应 五个魔主开始筹划如何吞并其他魔族 暗中调遣 挥一下精锐 却说人类武者和魔族联军 都发现了对方的动向 双方没有立马接枕 而是相隔千里 安营扎寨 人类武者不过百亿 魔族联军 足足有三千亿 联军 非常忌惮人类武者 不断派遣 侦查刺探敌情 可是 人类武者这边 动员了传承者的分身 将那些靠近的斥后 尽数斩杀 这次 叶凡动员了足足 五百神尊敬强者 几乎三分之二的 上古秘书传承者都来了 两百多上古秘书传承者 全都能分出 十道以上的分身 就连董月君这样 秘书入门的舞者 都能分出八道了 虽然实力 只有自身的百分之八十 但是 对付几个神丹镜 神海镜的魔族探子 还是轻而易举的 在大营中 十几个上古秘书传承者 收回分身 另外 又有十几人分出分身 接替他们的工作 严宗主 刚刚收回分身 摇头苦笑 魔族的人 还真是多呀 光是斥候 就派出了数十万 我几个分身 费了不少力气 才将那些魔族士兵 尽数斩杀 魔族 不就是靠人多吗 叶凡笑了笑 对严宗主等人 拱手道 各位辛苦了 说不上辛苦 严宗主等人 摆摆手 神情显得很轻松 很显然 以他们的实力 对付这些斥候 简直就是大财小用 要不是担心 平白损失其他武者 他们哪里用得着出手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兵网 我是主播 明明如月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不论是魔族 还是神战大陆 对战场 都有着惯性规则 强者对强者 寻常武者 对普通魔兵 虽然魔族人数众多 但叶凡他们 不会剥夺寻常武者 表现的机会 而且也不可能 每件事都让他们 这些人去做 包则就算能分出 一千道 一万道灵魂分身 也会乏数 更何况 灵魂分身 不是没有代价的 若是过度消耗灵魂力 对元气 会造成不小的损伤 只不过 大家长途跋涉 一众强者还摸不清 魔族具体的实力 所以才没有放出 人类舞者的赤后 去跟魔族 暗中较量 三木五尊 看着这些轻松的 同盟强者 点头笑道 各位 魔族的先锋 越是如此 就说明 他们的实力 越经不起考验 否则 以三千亿只数 堆 都能把我们堆死了 叶时之 你对魔族 最为了解 现在 有什么想说的吗 叶凡 淡淡一笑 如实说道 魔族的战斗力 对低阶舞者而言 是非常可怕的 但是 这次参战的舞者 尽数 是在神武镜之上 而且全都是 各个宗门的精锐 确保人手 一箭玉武圣兵 一瓶 五元之灵 可以说 就目前的战力而言 我们人类 神武镜舞者 绝对不具 任何一名 同级舞者 就算是 一敌二 也很轻松 更别说 各宗门 还有不少杰出子弟 都是一些 越级战斗的好手 三三两两 组成小镇 杀伤力 非常可观 要是应用 旗阵等辅助 更是能与 更高级别的 魔族将领 一较高下 所以 就算 魔族大军的 数量恐怖 我们也不惧 当然 我们人类 最大的依仗 还是我们这些 神尊镜舞者 魔族的魔兵众多 是我们人类 武者的百倍 但是大部分 都集中在 神武镜的魔兵 和神军镜的模式 也就是说 咱们在神丹镜以上的强者数量上 是不会吃亏的 并且 我们的神尊镜强者 拥有着 无与伦比的优势 那便是 传承分身之术 同样是 神尊镜的魔尊 拥有魔童 能驾驭 亿万魔军作战 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集中最强战力 将魔族最精锐的军队 一一击破 那些魔尊躲在后面 暂且不用管 我们只需要 从各个方面 击垮他们的自信心 再等时机成熟之际 发动雷霆一击 彻底将他们击垮 叶凡 洋洋洒洒 发表一大堆感言 说得众人 慷慨激昂 但是 三木五尊 和新皇五尊 心里清楚 叶凡之所以这么说 是想打消大家 对恐怖数量的 魔族的巨异 要知道 就算神尊镜强者 拥有传承秘术 能分出不少分身 但不意味着 这些分身 可以一直持久作战 在浩浩荡荡的 魔族面前 就算是他们这些 神尊镜巅峰的强者 爆发最强的传承之力 最多只能持续 一个时辰 之后 便会灵魂里枯竭 需要数天的时间恢复 所以 在场一众 神尊镜强者 没有谁 但肆无忌惮地 使用传承之力 更别说 在作战的时候 难免有所损伤 最后 伤及的 都是自身的灵魂之力 要是多度损耗 灵魂之力 武者的元气 也会因此大损 轻则重伤 重 则修为倒退 叶帮 叶帮 把魔族 点到很低的位置 打消了不少人的恐惧 有力 也有弊 要是作战不力 那么人类武者 不论是自信心 还是自身实力 都会大打折扣 所以 第一战 非常关键 星皇武尊 没有点破 叶帆 这些话的漏洞 低声问道 叶小友 你说了这么多 是打算 直接开战 直接开战 多没创意啊 叶帆 哈哈一笑 我有一些计策 不如咱们合计合计 好 众人连连点头 凑在一起 听取叶帆的计划 叶帆说了一阵 众人顿时惊愕 叶小友 你这 计策 好是好 把魔族镇 真的 有试睡的习惯 咱们武者 非比寻常老百姓 就算是神武镜的武者 也能三天三夜 不眠不休 至于我们这些神尊敬 十天半月不睡 也没有一点问题 魔族那些人 真的会睡得 那般沉 众人立马提出异议 叶帆 咧嘴一笑 我在魔族待了快一个月 对他们的习性 了若执掌 日出而坐 日入而息 是所有魔族的 基本习惯 因为魔族 和我们人类舞者不一样 他们靠修炼血魔器 来增强修为 说白了 就是我们的血气 血气 需要修养来增进 所以他们会每日保证 定量的睡眠 越是低级的魔兵 对休息的时间掌控 就越强烈 只有达到一定级别之后 才能像我们人类舞者一样 可以长时间不用休息 但是 习惯终究是习惯 一时之间难以更改 那些高阶魔尊 也会睡觉 叶帆之所以提出这个计策 是因为 如今的主动权 已经掌握在 人类舞者这一边 之前历代盛展 人类舞者从没有主动发起过进攻 更没有深入空间裂缝区域 跟魔族对峙 故此 他们对魔族一点都不了解 而且 魔族数量众多 一两万亿魔族大军 轮披休息 每次都能空出数千亿魔军出来 跟人类舞者抗衡 叶帆在魔族待了这么久 发现他们快睡眠 黑绝魔族甚至经常一睡 就是几天几夜 似乎睡觉 对魔族来说 是一种特殊的修炼方式 现在 对面有三千亿魔军 按照魔族的习惯 今夜至少大半魔族 会进入睡眠 只空出数百亿戒备 数百亿魔军 听起来唬人 但是叶帆他们 足足有五百神尊敬强者 再加上上古传承者的分身的话 强者数量瞬间能翻十倍 叶帆有着空爵魔戒 和神战大陆之外的战略知识 其他不说 光是一本三十六计 就能在军事策略方面 秒杀这些强者 有如此多的强者不用 岂不是白瞎了叶帆 一肚子掏掠 好 那就按照叶小友说的办 星皇五尊和三母五尊对视一眼 纷纷点头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咱们奔成两军 我和星皇从后绕敌 叶时值带领其余人 在前营筹备 不管哪边先得手 另外一边立马呼应 争取在这一战中 将这支魔族大军打垮 三母尊高声喝道 是 一众强者纷纷应答 开始筹划叶席的具体方案 黑梦摩尊和血孔摩尊 是这三千亿大军的最高指挥官 他们都达到神尊敬后期的境界 而且魔童属于高级 实力不逊色于寻常的魔主 主营中 黑梦摩尊和血孔摩尊神情复杂 黑梦 明人不说暗话 我对这一次的圣战 已经彻底不抱什么期望了 血孔摩尊握紧拳头 沉声说道 其他陨落魔主麾下的魔尊 根本不服从我们的调令 现在连他们的大营 都离我们主营有十几里 明显是有二心 我知道 黑梦摩尊 作为黑绝魔主麾下第一战将 自然清除内部不稳 对整个战局有多可怕的影响 可是 事到如今 他没有丝毫办法 十几名魔主陨落 旗下魔尊一心思退 加入先锋军已是非常被动 黑梦魔尊让他们调集赤后 可是 他们派出去的全是一些小小的魔兵模式 了不起就是神丹镜的魔尸 根本不堪重用 几十万赤后出去 就跟丢进河里的小狮子一般 除了见其点浪花 就再没有了反响 到现在为止 他们除了知道人类舞者的大致数量 连他们具体的营地分布 兵力分布都没搞清楚 这仗还怎么打 血空 不管怎么说 那些人都是我们魔族联盟中人 虽然我们黑魔族和血龙魔族 占了一大半的兵力 但是那些魔族加起来 也有大几百万 实力不容小觑 都是一些烂于充数的家伙 有什么用 血空魔尊冷冷一哼 给我几个小时 我能把他们全灭了 不可 黑梦魔尊连连摆手 消耗我们自身力量 稳定内部 实为不知 他们不是很想溜走吗 那咱们就逼迫他们 跟人类无者死战 到时候 他们向前还有一线生机 胆敢后退 咱们就以军令击杀 咦 血空魔尊见黑梦魔尊说的 质地有声 顿时有些诧异 黑梦 你居然如此果决 是不是出发前 黑绝魔主交代了你什么 黑梦魔尊微微汗手 冷冷一笑 除去我们现存的五大魔族 其余魔族 都是弃字 必要的时候 只需保存我们两大魔族的实力即可 若是另外三位魔主 有什么意见 我家魔主 会和你家魔主一起解决 不会快罪到我们头上 原来如此 血空魔尊顿时了然 看来我们的魔主大人 已经达成合作协议了呀 早该如此 黑梦魔尊低探一声说道 要是当初按照魔凡的计划 先让魔族联盟内部同意起来 就不会闹出如此多的事情来了 唉 一个血骨魔族 再加上一个毒魔族 害得我们联盟 差点分崩离析 若是魔凡前辈在 就好了 必定不会放任 这两个魔族 如此恶作 血孔魔尊 神色气气 其实 他早就知道 自家魔主 和血骨魔主 在筹划对付魔凡了 只是没想到 自家魔主 被血骨魔主摆了一道 差点一起拉下水 黑梦说得不错 魔凡是个非常强大的魔族 不喜欢指挥魔军 喜欢冲杀敌阵 要是有这位前辈在 想必这先锋一事 他能办得稳稳当当 魔族已经很少有 这种冲阵的高手了 轰隆隆 杀呀 杀光魔族 就在这个时候 主营外围四面八方 忽然响起阵 阵天巨响 紧接着 整个魔族大营 沸腾了 地心 地心 快点准备作战 无数魔族从营杖中冲了出来 失措地集结在一起 朝远处求援 随之半个小时后 汗沙声渐渐消失 绵延上千里的魔族大营 陷入沉静之中 只剩下那些 往常集结的魔族士兵 黑梦魔族 匆匆赶到外营 高声贺问 怎么回事 不知道 一个魔族摇摇头 看着麾下数百万 集结好的魔族 又嫌懵 刚才外面 有数不清的人类无者冲杀过来 可是我们正准备冲出去 他们就消失不见了 黑梦魔族眉毛一挑 可能是人类无者 欠我们有所准备 所以才放弃偷袭 你们小心点 我去其他外营看看 是 魔尊连连点头 挥散手下魔军 重新回到营帐中休息 这种情况 在整个魔族大营中上演 可是等那些魔兵集结完毕 却一个人类无者的影子 都没发现 一种魔族士兵回营休息 还没躺下 喊杀声再度响起 比之前更加猛烈 快接客 迪西 迪西 之后 之后 速速去侦查 快点起来呀 人类打过来了 魔族大营再度喧闹起来 混杂的 混杂的各族魔兵乱作一团 纷纷开始集结备战 可是闹了 可是闹了半拉小时 那些喊杀声再度消失 黑夜 笼罩着大地 再无以私声响 等他们回到营帐的时候 喊杀声再起 一整夜的时间 三千亿魔族被折腾得不轻 他们完全懵了 根本不知道人类在搞什么把戏 以至于最后一次 三千亿魔兵只有数百亿起来集结 其他魔族士兵根本不想动他 眼见即将天亮 人类舞者连续一个多小时都没有来侵扰 黑梦魔尊才召集挥下魔兵返回营帐 准备休息 爱死的人类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黑梦魔尊咬牙戒指 身上的血魔器有些混散 睡眠对魔族的修炼会为重要 虽然不是说魔族就一定得每天睡到饱 但是充足的睡眠的确能稳固增进血魔器 所以很多魔族人已经习惯了在睡眠中修炼 黑梦魔尊交代了上百亿魔族在外围巡逻 守卫大营的安全 自己才放心睡下 轰隆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黑猛魔族耳畔响起猛烈的轰鸣声 还有一个机灵 挣扎了好一阵 才从床上爬起来 黑猛快快点出来 血孔魔尊一脸轻慌地冲进营帐 高声叫道 人类舞者杀进来了 咱们一百个营地被打破了大半 折损魔君不计其数 要是咱们再不召集魔君抵抗 三千亿大军就要被他们打穿了呀 这 什么 黑猛魔尊倒吸一口冷气 一脸不可置信 咱们足足三千亿大军 他们不过百亿 居然这么快就被攻破了 下集更精彩哦 黑猛 人类舞者 足足有数千名神尊敬强者 杀我们的魔兵 就跟砍瓜切擦一般 而且 那些魔族的士兵 大部分都在睡大觉 根本没有抵抗 快 我麾下已经集结了三百亿了 你加快速度 血控魔尊面带怯色 飞快朝营帐外掠去 黑猛魔尊 无比惊愕 许久 才冲出营帐 召集黑魔族的族兵 进行抵抗 此时 整个先锋大营 已经彻底乱了 无数魔族士兵 四处奔走 他们就跟 眉头的苍蝇似的 到处乱战 毫无张法 改死 黑猛魔尊感觉到 数千道强者的气息 不断朝自己中军这边靠拢 所过之处 大片大片的血魔气溃散 可见 那些强大的气息 就是人类的强者 根本没有谁 能抵挡他们的脚步 栩栩数千人 杀进千亿大军之中 如入无人之境 在这些强大的气息之后 是稍弱神须境 神海境人类武者 那些神尊强者 击杀了各大营地的魔尊 以及大量的魔帅 魔将 剩下的 则交给其余武者 那些武者人数 永远无法 同魔族相比较 可是 却如砍瓜切菜 因为 拥有魔童的魔尊一死 那些魔族 便恢复了意识 很多魔族 原本并非战兵 只是被魔主 魔尊奴役 才加入了魔军之中 冷不丁地恢复意识 根本无法反抗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自己被杀 在战场上 就算再多这种族兵 也起不了任何作用 人类强者的目的 非常明确 专门挑 拥有魔童的魔尊 和魔帅下手 被他们盯上 不一人能够生还 黑梦战神感受到 人类武者的战略方式 心中大害 这是魔族 最为忌惮的作战方式 若是再这么下去 这三千亿魔君 恐怕就要全军覆没了 不能留 我必须走 黑梦魔尊 看着血孔魔尊 带头冲杀 心头一狠 找及手下 朝北边的黑暗悬 腹地深处跑去 数百亿大军 说撤就撤 黑梦魔尊 没有兵电犹豫 血孔魔尊 在远处 毁军和人类武者 重杀 扭头一看 黑梦魔尊 已经带着黑魔族 跑远了 顿时 惊得说不出话来 黑梦 你 你这个 前刀 忘挂的 叛徒 我死也不会放过你 血孔魔尊 当机立断 留下两个魔尊 带着其余 血魔族的族兵 冲了出去 此时 血魔族的 神虚境 以上强者 已经时程 去了六七成了 大量的 血魔族 魔君 没有办法被控制 只能坐着等死 血孔魔尊 带着五六个魔尊 和数十个魔帅 回下只剩不到 两百亿的军队 其他 全落在了战局之中 无暇带出 刷刷刷 忽然 十道无比强大的气息 笼罩住血孔魔尊 你 神尊敬 后期魔尊 实力挺强的呀 血孔魔尊 猛得一惊 只见数百米外 站着十个 一模一样的人类武者 这个武者 一副王者大扮 身穿龙袍 头戴王冠 看上去 非常贵迹 你 你是什么人 血孔魔尊 两股大刹 因为眼前这个王者 气息比他家血龙魔主 还要更强几分 好不容易 遇到一条大鱼 若是错过了 岂不是 得被三目笑死 王者淡淡一笑 周山猛然迸发 绝强的气势 面对两三百亿魔族大军 数十名神虚敬魔帅 六名神尊敬魔尊 他毫无犹豫 十道身影 起一刷刷地 飞向对方 手中巨剑 骤然释放恐怖的光芒 快跑 血孔魔尊毛骨悚然 大叫一声 转身便跑 可是 那十道身影 手中的巨剑光影 犹如灌日长虹 足足释放出 数百米的范围 攻击转瞬极致 狠狠地砸进了 血孔魔尊等人的身上 红隆隆 巨大的轰击 直接击碎天地 十几里空间范围 动荡不堪 数不尽的魔族士兵 在这片空间里 碎成积分 血孔魔尊 看着那道力芒 从天而降 便再也没有了知觉 好 人类的强者 好强 他脑海里 只冒出了这么一句话 便彻底死绝 真弱 那十道身影 齐齐摇头 感知着周围的气息 收起巨剑 朝另外一边飞去 神海境以上的魔族 全死了 也许神丹境的魔师 就交给其他人对付吧 我再去周围看看 也遗漏了其他魔族高手 黑梦魔尊 在百里之外 感觉到血孔魔尊等人的气息 飞速消散 心头更加惊惧 这么快就死了 黑梦魔尊倒吸冷气 人类武者到底有多恐怖 怎么可能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击杀了血孔魔尊 黑梦不敢再逗留 带着一种魔尊和魔帅 飞速远离 此时战线已经拉得很长了 人类武者不过百亿 大营那里还有两千多亿魔军 他们应该不会这么快追来 这不是黑梦吗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身影拦在了黑梦的人的前面 在他身后 还跟着数十万人类武者 面对数百亿黑魔族大军 几十万人类武者仿佛沧海一宿 根本掀不起什么风浪 可是 黑梦魔尊此时 却犹如掉入了冰窟 浑身上下 犹如寒冰 因为 这几十万人类武者的前面 站着几百个 散发着神尊敬气势的强者 黑梦魔尊身边 不过十几个魔尊 怎么可能是他们的对手 你是谁 黑梦魔尊心头横碰猛跳 连忙暗示 身后的魔尊快点召集手下 他为了逃命 已经和几百亿大军 拉开了一些距离 眼下这些人 太过于强大 只凭他手里 几亿魔军 根本无法抵挡多久 我是谁 那人咧嘴一笑 忽然身体 一阵剧烈抖动 紧接着 一团血雾 将其包裹 缓缓露出一道 唯一的身影 黑梦 现在 认得我了吗 一声苍老嘶哑的声音 从血雾中传出 听得黑梦 骇然无比 等他睁圆眼睛 许久 才惊呼道 你 你是 我 魔凡 我不仅仅是魔凡 忽然 血雾又是一阵扭曲 传出另外一个声音 黑梦魔尊 几天不见 有没有想我 这个声音 令黑梦魔尊 脸色煞白 毒血魔主 居然 居然也是你假扮的 黑梦的心 彻底凉了 一股无法言喻的恐怖感 充斥着浑身上下 每一个细胞 他知道 这一切的圣战 魔族 恐怕 凶多吉少了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冰晚 我是主播 明明如月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零五十二集 对面的黑魔族 他知道 黑梦魔尊 在拖延时间 希望后面的 黑魔族魔君 及时赶来 但是 叶凡又何尝不是 在拖延时间 他背后不过区区 二三十万人类舞者 就算 有三百多 传承神尊的分身 但也很难阻挡 数百亿魔族大军 此时 主战场 大局已定 只有黑魔族 这一支魔族 逃出包围 叶凡身边 大部分的 神尊敬强者 实力都不算强大 没有办法做到 对几名 神尊敬后继的魔尊 一击必杀 就连他自己 都无法做到 因为 他在这里的 也只是个分身 本尊 还在主战场 击杀 其他魔族的 魔尊 所以 他也得把 黑猛魔尊 活在这里 让三木武尊 和新皇武尊 等人 赶紧过来 只要解决掉 黑魔族 魔尊 他们的先锋 大军 就会彻底 瘫痪 其余魔兵 只会沦为 待宰的 羔羊 不足为虑 黑猛魔尊的 心思 远没有 夜凡 复杂 见他药物 扬味的得色 心中 冷笑不已 身后 数百亿 魔君 只有十里了 只要等 魔君 抵达 他们就能 毫无压力地 将这些 人类武者 包饺子 任你有两三百 神尊敬 强者又如何 我麾下 足足 百亿 大军 熬 也能熬死你 你 到底是什么人 黑猛魔尊 冷声赫问 枉我 和魔主大人 那么信任你 你居然背叛我们 打住 打住 夜凡跟看白痴 似的盯着 黑猛魔尊 摇头哭笑 都说你们魔族 智商不高 没想到 遇到这种程度 麻烦你看清楚了 哥们是正儿八经 的人类武者 你压得 当我这个卧底 真是你们魔族的人呢 你 你这个该死的人类 黑猛魔尊 咬牙戒指 我一定要将你 随时万段 好啊 你倒是来呀 夜凡 咧嘴一笑 对黑猛魔尊 勾了勾手指 哥们就在这里 有胆子 咱们单挑 夜凡这道 虽然是灵魂体 但是实力 也有自身 百分之八十的实力 在同等状态下 他化身为魔凡 抑制体内的武进 使用血魔之气 也能跟神尊 后期的魔尊 一较高下 所以 即便是灵魂体 夜凡 也不怕 黑猛魔尊 毕竟魔族的强者 极少真枪实弹 进行实战 而人类武者 却是一步一个脚印 从各种竞争 和搏杀中 脱影而出的 在境界比较低的时候 魔族 还能依靠 强大的恢复能力 和身体强度 欺负欺负人类 可是 达到了神尊境 不对 别说是神尊境 就算是神丹境 神海境 恐怕魔族的实战实力 就已经被 人类武者 远远甩在身后了 要不是他们的人数 足够多 他们哪里还有资格 入侵神战大陆 当然 这是魔族 绝大部分的情况 他们也不乏真正的强者 就好比 十万年前的魔凡 只不过 当时人类强者 大多实战强悍 几乎各个神尊境 都拿得出手 而魔族十万年 就出了一个魔凡 数千魔尊 无一不是 镇前汉将 若非如此 魔凡的名头 也不会这么大 过了十万年 依旧名声赫赫 叶凡独自一人 飞到最前面 傲然地挑衅着 黑梦魔尊 黑梦魔尊这边 足足有几亿魔君 而且 不乏黑绝魔主 留给他的精锐 可是 不是我们魔族 不是我们魔族高层的做派 要论斗阵 你们人类无辙 必输无一 斗阵呢 也可以啊 叶凡哈哈一笑 少少挥了挥手 耍拉拉 顿时 几十万人 齐齐向前 丝毫没有畏惧之色 黑梦魔尊 脸色骤变 暗道不好 大军离他们 还剩无礼 要是这时候 对方杀过来 即便无法杀光他们 恐怕他们 这十几个 神尊敬的魔尊 也无法逃脱 你 黑梦魔尊脸色一沉 怒声喝道 既然你要战 那我便战 黑梦 你前些日子 有所突破 离魔尊后期也不远了 你去对付他 被点名的魔尊 顿时大惊 当初叶凡 刚以魔凡的身份 潜入黑煞魔尊营中 黑梦魔尊不断挑衅 叶凡一招将其击败 以此立威 所以 黑梦魔尊非常清楚 这个假扮魔凡的人类 有多强大 虽然他最近 有些突破 也不过是从魔尊中起 达到了魔尊中后期 离真正的后期 还有一段距离 黑梦魔尊让他出战 不易于让他去送死 黑梦魔尊 为什么 为什么 黑方魔尊 惊骇无比 这混货 黑梦魔尊压低声音 沉声说道 没让你真去打 暂且用言语 拨住他 让我们大军赶到 他们必死无疑 原来 原来如此 黑方魔尊艰难地 闻言了一口唾沫 闪闪地 背上前去 叶凡看着来人 咧嘴笑道 哟 还是个老熟人啊 黑方 当初我饶你一命 你居然还敢来找死 魔凡前 不 人类 魔尊为了魔族的尊严 向你挑战 黑方 暗暗咬牙 耿着脖子 强硬道 你若是真有本事 就让我三招 此话一出 人类舞者阵营 一阵风笑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 为了魔族的尊严 你要打就打 居然还好意思说 要叶凡让三招 哼 这家伙脑子秀斗吗 叶凡身后 一个宗主分身 缓缓靠近 逼声说道 叶小勇 魔族的大军 很快就要赶来了 他们明显 是在拖延时间 不若我们 速战速决 将这些魔尊 尽数除掉 到时候 他们那些魔军 时去控制 我们也好 一一剿灭 不 叶凡摇了摇头 逼声说道 我们身后的 一片空间裂缝的 小山谷 是魔族 退回黑暗 玄附地的 必经之路 之前我们 破坏空间裂缝 并没有波及这里 所以 魔族 应该知道 要了解这个山谷里的路线图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兵王 我是主播 鸣鸣如玉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叶凡的语气很沉 脸色凝重 我们要阻决魔族的退路 将魔族的先锋大军彻底击败 就不能放任何一个魔族过去 否则 万一还有其他魔族拥有魔童 将消息带回去 那么我们掌握的先机就会因此断绝 叶凡所说再理 因为那些魔族 一旦失去了魔童的控制 就会恢复自我意识 恢复意识 不代表失去记忆 当他们处于混乱的战局之中 第一反应就是逃跑 到时候 别说是数百亿大军 就算是几百亿只猪 都够叶凡他们这几十万人头疼的了 万一某些魔兵中 藏有同样拥有魔童的家伙 那么 他很容易操控其他魔族进行转移 叶凡在魔族待了这么久 不是一点收获都没有 他发现 不少魔兵 魔士在突破的时候 滋生了魔童 从而不受控制 这也说明了 魔童并非只有通过特殊手段 才能存在的产物 很多时候 是魔族自身就能产生的 只不过 拥有者在境界比较低的时候 无法激活魔童 只有在突破 或是某种极度刺激之时 才有可能将自身魔童 魔族这种情况 不会少见 别说黑魔族这几百亿先锋大军了 就连他当初控制魔族的时候 都出现了好几个忽然激活魔童的魔兵 叶凡不敢留这种后患 所以必须将这一批人一网大尽 否则 一旦有自身魔童的魔兵逃走 人类武者的虚实 就会被黑绝魔童的人动之 到时候 人类的优势恐怕就一去不返了 要知道 即便灭掉了这三千亿先锋大军 此时魔族联盟依旧有七八千亿 而且其中很多都是魔族的精锐 按照正常情况 魔族精锐的战力是同级魔族的数倍 绝对不在人类武者之下 数百亿的精锐若是使用得当 足以让人类元气大伤 就算是叶凡 在面对这些精锐的时候 也不敢有丝毫大意 当初他为了灭杀血骨魔族的数十亿精锐 耗费了这些年所有的战俘存货 损失极大 后来解决那些魔主和魔尊 又把陶果魔尊这辈子炼制的八级战俘 全用光了 现在叶凡身上也就一些低级战俘 别说对魔尊造成伤害了 就连寻常的魔帅都能轻易抵挡 所以叶凡没有了大范围杀伤性招数 就只能以人类武者的长处攻击魔族的短处 以此达到最小的损失 最大的收获 张宗主 我的本尊已经和三母师伯 玄天师叔他们赶来了 很快就会抵达 我们必须拖住这些魔君 只要将其彻底击溃 咱们就能继续掌握着战局主动权 说不定我还能再混进魔族 叶凡咧嘴一笑 眼神却无比凌厉 张宗主点点头 回到武者群落之中 下达了叶凡的意思 这一战 他们绝对不能退 就算是这些灵魂分身全部损失 都得死死守住山谷 不给魔族任何逃离的余地 董月君来到叶凡身边 一声说道 叶凡 小心一些 放心 叶凡点头一笑 虽然我这个只是分身 但是实力也不算差 你只能分出八道灵魂体 若是待会儿无法抵挡 就将灵魂体收回本尊 千万不要冒险 否则很容易伤及灵魂本体 董月君的传承 还只是初级阶段 跟叶凡和身边的那些宗主 强者相差太多 要知道 叶凡带来的这一批武者 全是各大势力的精英强者 最差的武尊 也有三四十个传承分身 而他们身后的那数十万的武者 更是古太炎的精锐 领帅张渠和张道 更是在其中坐镇 这些武者没有一个是神丹静以下的 最差的都是虚丹静静 可以说 叶凡把整个古太炎 上百年的强者底蕴 全部拉了出来 只为这一战 刚才 古太炎宗主张天定 听闻叶凡打算带他们来祖后 心疼得直咧嘴 要不是叶凡保证 此战之后 会助古太炎百年内 拥抱三大宗门的头衔 他才舍不得 把宗门内精英尽数派出来 陪叶凡送死 上去 张道 看我眼色行事 叶凡低于一声 静止朝黑方摩尊飞去 黑方摩尊吓了一大跳 你 你不是说让我三招吗 别紧张 叶凡哈哈大笑 隔得太远 你觉得你还有机会 靠三招就击中我吗 叶凡没说击败 而是说击中 语气中满是鄙夷和不屑 黑方摩尊气得半死 却又无可奈何 他不过区区神尊 竟中后期的摩尊罢了 自问绝不是摩凡的对手 还没打 心就切了 战意全无 别说三招 就算是三十招 他也不敢与之为敌 好 黑方摩尊 寄劳黑梦摩尊的嘱咐 出来挑战叶凡 并非为了跟他打 而是要拖延时间 黑方摩尊 缓缓催动血魔器 汇聚在拳头之上 一缕缕血魔器 汹涌澎湃 看上去很唬人 可是 这一招 叙事也忒久了 要是搁在平时 他的性命 早就被人取了 哪里还会给他 这么久的时间准备 人类 你先接我第一招 黑方摩尊 凝聚起一个巨大的血色泉咽 狠狠 砸醒叶凡 这一拳 来势汹汹 可惜速度并不快 叶凡鼻端轻轻一哼 轻而易举地 闭让开来 黑方 你要是再开这种玩笑 就别怪我 不将情面了 叶凡抱着胳膊 俯视着黑方摩尊 还没完呢 黑方摩尊 忽然只见一动 那个与叶凡擦肩而过的 血色泉咽 忽然绽放出阵阵血盲 瞬间分解成 成百上千的小泉咽 一道道血色泉咽 犹如雨点一般 杂性叶凡 声势格外惊人 咦 现在 还有点意思了 叶凡依旧是那般轻松 抱着胳膊 在原地辗转腾挪 然后是那些拳印 密集无比 也无法沾染叶凡 半片衣袖 黑方摩尊 倒吸冷气 虽然他这一招叙事 故意耗费时间 可是 在攻击之后 却是发挥出 最大的威力 他不敢跟叶凡 正面为敌 但借此机会 打伤对方 也是极好的 现实的差距 让他心神恐惧 对方轻而易举地 避开了所有攻击 根本没有把这一记绝招 放在心上 哼 黑方摩尊 咬紧牙关 再度叙事 凝聚磅礴的血魔器 这一次 他叙事的时间 缩短许多 很快 便将手中大刀 凝起到 长达百米的巨刃 感谢收听 本集都市兵王 我是主播 鸣鸣如玉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黑方摩尊的攻击 威视惊人 就连远处的张渠 张道等人 也不由得心惊 董月君 虽然很相信叶凡 但是看着 数百米长的 巨大刀芒 也不由得 捂住红唇 紧张得浑身颤抖 叶凡 小心 而此时 叶凡却满脸兴趣地 看着黑方 发起攻击 人类 接我这一招 黑方摩尊 仰天怒鹤 身上血魔器 疯狂涌动 刷啦啦 数百米长的 血色刀芒 凭空砍下 蠢货 叶凡冷笑一声 身形一晃 出现在数十米外 那道刀芒 从他身边砸下 朕的空间 一片动荡 顿时 周围响起一片 倒吸冷气的声音 人类舞者阵营 雀跃魂呼 纷纷叫好 张曲和张道对视一眼 暗暗松了一口气 叶指挥 无论是反应速度 还是移动速度 都已经远超 神尊敬后期 恐怕 就连玄天圣女这等 出入神尊敬 巅峰的强者 都不一定 是他的对手 只有星皇武尊 和三慕武尊 亲自出马 才有能力 跟叶指挥 一较高下 黑方魔尊 瞪圆了眼睛 不可置信地 看着自己 落空的攻击 干什么 我只说让你三招 可没说 我会站在这里 白白给你打 叶凡抱着胳膊 冷冷一笑 黑方 你还有最后一招 要好好把握哦 咕咚 黑方魔尊 魂咽了一口唾沫 久久没有回神 他万万没想到 对方居然轻而易举地 避开了他的攻击 要知道 早在他还没突破之前 这一招出手 连黑爵魔主 都赞叹不已 只称难挡 结果对方 连眼皮子都不眨 就躲开了 可 可怕 黑方魔尊 心头打鼓 脸毛扭头 看向黑梦魔尊 他的绝招 已经用完了 根本没有 伤及那个人类分毫 最后一招 用不用 没有多大意义 除非他显命太长 因为这三招一过 对方就能光明正大地出手了 黑方魔尊可没有信心 抵挡对方的攻击 哪怕是一招 可是 黑梦魔尊就跟没看见似的 把头扭到一旁 跟其他魔尊 嘀嘀咕咕咕 黑方魔尊心头 憋愤不已 他知道 黑梦魔尊等人 已经把他当成弃子了 只要能稍微拖延一些时间 他就算被那个人类武者 死成碎片 他们也不会站出来 帮他出头 该死的 你们全都该死 黑方魔尊气急不已 咬紧牙关 看向叶凡 迅速拉近距离 叶凡还以为 他要发动第三招 谁知 在擦身之际 黑方魔尊忽然低于道 神雷 我 我认输了 你 你只要 能饶我一条性命 让我干什么都行 慎叔 叶凡有些诧异 你确定 他们根本没把我当人看 都是他们逼我的 黑方魔尊握紧拳头 陈胜说道 我愿意判处魔族 从此效忠于你 在内部斗争中 各方魔族相互厮杀 败折到最后 都成为上者的奴隶 或者士兵 虽然他黑方 也是黑魔族的一员 但是 所在的族群 却是黑魔族 万年前吞并的 另外一个魔族 可以说 他体内流着的血液 只有一小部分 属于黑魔族 叶凡的强大 和黑梦魔尊等人的抛弃 让黑方魔尊对黑魔族 再无忠心 以至于为了保命 不惜出卖黑绝魔族 其实他心里也很明白 人类舞者再也不是十万年前 任由魔族欺辱侵略的种族了 而他们这一届的魔族 也无法同十万年前的魔族 相提并论 这一届的圣战 魔族 绝难赢下来 叶凡 眼珠子一转 咧嘴笑道 好 真的 黑方魔尊顿时大喜 神战大陆 原本就不仅仅是人类一个种族 这里是一个 有容乃大的世界 叶凡 淡淡一笑 你若是愿意投降 我的确可以考虑 给你一片区域 让你的族人生活 不过 在此之前 你必须先帮我赢下 这场圣战 好好好 我帮 我帮 黑一方魔尊万万没想到 对方如此轻易 便饶过他的性命 行了 咱们先把戏眼全了 瞒住后面那些人再说 叶凡笑了笑 黑一方魔尊连连点头 得到叶凡的授意 再度催动血魔器 打出一记强势的攻击 只不过 这一记 比之前那两招逊色许多 叶凡一巴掌 便将其破掉 三招一过 你接我一招 叶凡哈哈大笑 催动无尽 一只血色的拳印 赫然出现 这道血色拳印 只有墨盘大小 但是 其中蕴含的威能 无比恐怖 脚的周围空间 一片扭曲 隐隐间 又碎裂的趋势 轰隆隆 叶凡将拳印 砸向黑方魔尊 吓得他浑身颤抖 一股绝望的恐惧 涌上心头 想要逃跑 奈何拳印来势汹汹 眨眼间 便将他轰下半空 不 你答应过我 黑方魔尊 骇然无比 谁知 那颗拳印 居然将它包裹在内部 并没有造成 多大的伤势 轰轰轰 一面被砸出一个 山不见底的大坑 黑方魔尊 被全焰的余味包裹 将他身上的血魔器 阻合起来 他劫后余生 立马主动收敛血魔器 以免血魔器 不小心溢散出去 黑梦魔尊等人惊恶不已 连连皱眉 黑方这个蠢货 明明知道 那个人类非常强大 居然还发动近身攻击 这不是找死吗 黑梦魔尊 感觉不到 黑方魔尊的气息 还到他已经被那具攻击 打死了 心中懊恼不已 叶凡 哈哈大笑 意犹未尽未尽地说道 黑梦 黑方的实力太弱了 还是你亲自下来玩吧 黑梦魔尊冷冷笑道 人类 人类 我绝不会自降身份 跟你一样 成体肤之勇 既然这样 那我便嫌宰了你 叶凡高声大喝 到底是谁死 还不一定呢 黑梦魔尊冷笑一声 刷刷刷 只见黑夜中 忽然涌动无数人影 紧接着 遮天蔽日的血魔器 出现在 黑梦魔尊等人的身后 现在 该死的是你们这些人类 黑梦魔尊仰天大笑 还守对后面的 那些魔君惊瑞一招 啥 轰隆隆 数亿大军 齐刷刷地 冲向叶凡等人 一里之外 还有数百亿 密密麻麻的 黑魔族大军 叶凡 深深吸了一口气 拟无头低喝 张曲 列阵 我要放一个魔族 进入山谷 感谢收听 本集都市兵王 我是主播 明明如月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不急 张曲 应声喝倒 手里出现数十柄小旗 在他身后的数十万古太眼精锐 同样将准备好的小旗取出 瞬间 山谷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防御阵 犹如一道天嵌 挡在了黑魔族前面 轰隆隆 可是 密密麻麻的魔兵 犹如海巷一般 不断地以血肉之躯 冲击在旗阵之上 一阵阵轰鸣 从防御阵表面发出 旗阵施放的防御层 出现一条条裂缝 好在后面的舞者 拼命抵挡 没有丝毫松懈 这才让防御层不断恢复 叶凡见设好的旗阵一成形 便开始摇摇欲坠 要是再这么下去 恐怕用不了多久 旗阵就会彻底被毁 我们上 叶凡冷眼一眯 招呼着身后的一众神尊敬强者 竟直朝阵外的黑魔族精锐杀去 三四百名神尊敬强者 化作数百道长虹 直接扎进了 凡觅的魔族大军之中 叶凡手持盘罗软剑 周身一百零八柄 回应按摩剑 对寻常魔族的杀伤力 格外恐怖 当然 其他神尊敬强者 也不落下风 犹如虎如狼群 大杀特杀 虽然他们全是灵魂分身 但是实力却不弱 即便对上正儿八经的 神尊敬强者本尊 一时半会儿 也不会落得下风 更何况 他们是灵魂分身 只要时机选择得好 在最关键的时刻 消散灵魂之力 便不会对本尊 产生多大的损伤 所以 所有人都跟不要命似的 哪里凶险 往哪里钻 哪里人多 往哪里打 区区数百人 不仅不做手势 反而对数亿黑魔族精锐 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直接把黑梦魔尊等人 看傻了眼 这些人 这些人类 难道全都不要命了吗 黑梦魔尊 不敢相信自己所见 毕竟他知道 人类武者的神尊敬强者 就算再多 也就千人左右 现在魔族实力大损 许多神尊敬的魔尊 都陨落了 在人数方面 远远逊色于人类武者 可是 面对数亿魔族精锐的围杀 后面 还有数百亿 魔族大军池源 这些人类武者 居然寸步不让 俨然一副 鱼死网破的架势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黑梦魔尊不相信 人类武者 都是没有头脑的莽夫 数亿魔族大军 在数百名神尊敬强者的攻击下 节节败退 不是他们不够勇猛 实在是实力差距太大 人类武者随便一记刀芒 剑气 就有上百米长 而且还不需要耗费多少武进 全靠玉武神兵本身的威能 他们要做的 就是不断挥避 在一开始 还有些神尊敬强者 想要躲避那些 魔族大军的攻击 谁知这些魔族的攻击 弱得不像话 躲避耗费的精力 比硬炕耗费的更多 所以 大家索性催动 无尽护体 犹如天神下凡一般 肆意杀戮 一道刀芒 喊碎数百魔君 所有武者 用着最小的损耗 硬生生地 把数亿魔君 打出几百米 饶使他们 受黑梦魔尊等人的控制 也不由心颤胆寒 张道 杀到叶凡面前 差一道 叶志怀 魔族也不怎么样吗 这里才数亿魔君 虽然是黑魔族的精锐 但是境界偏低 在我们面前 跟其他境界低的魔族 没什么区别 但是 你别忘记了 他们后面 还有上百倍的魔族大军 我们这两三百人 抵挡住几亿魔军 损耗不是特别大 可是 面对数百亿魔族大军 他们集中的攻击 就不是那么好抵挡得了的 若是硬抗 很容易吃大亏 告诉其他人 那几百亿大军 一旦靠近 所有人都不要留守 先杀进去 把那几个神尊敬的魔尊 解决掉 志 张道 张道连连点头 挑了一眼远处 黑压压的 一大片血魔剂 转身便走 黑猛魔尊 凤魔尊不可能拉长战线 把魔族的缺陷 暴露在人类强者面前 所以 他们要强行打穿 人类武者的防线 将这个山谷 占据下来 而人类武者那边 所依仗的 就是那两三百 神尊敬强者 后面的几十万武者军队 虽然气势如虹 但数量太少 在庞大的魔族大军面前 根本不足为虑 哼 只要解决了 你们这些人类神尊 我看其他人 还怎么抵挡 黑猛魔尊抬手一招 迅速后撤了一礼 与魔族大军会合 叶凡微微汗手 不等黑猛魔尊发话 话嘴到力芒 直冲魔族大军之中 其他神尊敬强者 纷纷赶上 不再留守 各种强大的攻击 迎面送上 直接将数百亿 魔族大军 轰开了一个缺口 黑猛魔尊 大惊失色 这几百人 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数亿大军 你冲就冲 可是老子身后 足足有好几百亿 黑魔族大军 一人一口唾沫 都能淹死你们 杀 杀了他们 黑猛魔尊 沉胜大喝 数百亿魔军 立马散开阵势 将夜凡等人 包围起来 密密麻麻的人头 在黑夜中涌动着 根本无法算清楚 夜凡 不管不顾 鬼鹰按摩剑 固在轴身 但凡有魔族靠近 百米范围之内 尽数缴成击粉 杀 他挥着盘龙软剑 一道道百米长的剑芒 席卷而出 将前方的魔兵 斩杀殆尽 夜凡充实恐怖 但是所承受的攻击 愈发的密集 正所谓 已多咬死笑 红隆隆 无数道攻击 砸在他的身后 每一道都不强烈 却无比密集 根本无处可藏 滴水石川 是魔族人海战术的核心 此啦 夜凡身上的护体武进 很快便支离破碎 而脸盲继续催动武进 死命抵抗 这些魔族大军的攻击 人类无者的充实 不足一里 便延缓了许多 开始渐渐出现 伤亡的情况 好在人类无者 都很聪明 在即将被打废之际 立马终止传承秘术 将灵魂体收了回去 即便灵魂分身 少有损伤 也与本尊无碍 只需稍加修养便能恢复 再不及 用点补充灵魂里的灵丹妙药 也能复原了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兵王 我是主播 鸣鸣如玉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三百多个船程分身 在冲杀了三里后 折送过半 不过 剩下的都冲进了 魔族大军的核心区域 离黑梦魔尊等人 也不远了 这是队伍过于庞大的坏处 一旦出了意外 他们这些指挥也难脱身 快 快给我上 拦住他们 给我拦住他们 黑梦魔尊指挥着 密密麻麻的魔族大军 不断赋死冲杀 可是 叶凡等人 结成了绞杀大阵 攻防一体 一百八九十人 一半 负责抵挡魔族大军的攻击 一半 在前开道 虽然进程 比之前缓慢了许多 但无人可以抵挡 他们的脚步 黑梦魔尊 没想到 这些人类神尊强者 如此凶狠 不要命的势头 比他们麾下被控制的魔兵 更甚几分 仰看对方越冲越近 黑梦战神 意识到危险 连忙召集麾下精锐 让三名魔尊 带着数十名魔帅 继续冲击叶凡 等人的阵势 有了强者加入 庞大魔族的优势 一下子就凸显出来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一百八九十人 再度折损一半 连一百人都不到了 叶凡冲在最前端 一百零八柄虎银按摩剑 击杀数名魔帅 张曲 叶凡沉声合道 在 张曲立马应道 我们后方的旗阵 损失如何 叶凡冲进魔兵之中 早已阻隔了事件 山谷那边的情况 还一点都不了解 张曲杀到叶凡身侧 点头道 叶只会放心 魔族似乎 只针对我们这些人 并没有趁乱 去强攻山谷奇阵 嗯 叶凡冷笑一声 问道 其他神尊强者的 灵魂分身 有没有损失严重的 只有两位神尊 在收回灵魂分身的时候 被攻击了 好在受创不严重 静阳几天 就能恢复 其他魔尊 全部在灵魂分身 消耗殆尽 或是危急关头 便收了回去 本尊 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张曲回道 很好 叶凡淡淡一笑 眉毛 微微跳动 可以了 差不多到时间了 让大家都撤了吧 嗯 张曲 微微一愣 叶志会 你是说 我的本尊已经来了 叶凡淡笑道 剩下的 交给我就好 是 张曲的本尊 并没有跟叶凡的本尊 在一起 他的本尊 正在指挥 古泰雅的大军 围剿主战场里的魔兵 而叶凡的本尊 则和一众强者赶来 得了叶凡的命令 张曲立马抽身 回到阵势之中 告知那些神尊敬强者 叶小友 要独自面对 如此多的魔族 嘻 即便这是灵魂分身 也不可如此啊 张曲 快去劝劝叶小友 既然本尊 和三目五尊已经来了 就没有必要 再做不必要的消耗 他和我们不一样 你让他快走 我们帮他顶着 就是 本尊已经杀过本了 就算损失了 这道分身 也不亏了 一众神尊敬强者的 灵魂分身 纷纷叫道 各位 叶指挥 既然放出了这番话 自有他的考量 大家还是按照他的话 先退回山谷急阵 以免后方出现纰漏 张曲 连忙说道 好吧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先撤退 一众神尊敬强者 纷纷点头 朕视势头一转 朝后面退去 黑梦魔尊 见状大戏 他们退了 神类 被我们打怕了 快杀 不能让他们 如此轻易逃走 百亿魔族大军 仰头大鹤 战意高涨 犹如海巢一般 涌向张曲等人 有我在这儿 谁也别想过去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身影 挡在了黑魔族之前 在他身侧 一百零八柄 鬼影按摩剑 黑芒闪闪 刷刷地 化作长达百米的巨剑 叶凡 手持盘龙软剑 指挥着一百零八柄 巨大的黑色巨剑 发疯一般 朝黑魔族冲去 巨大的剑身 无比锋利 所过之处 无数魔族 被砍作两段 叶凡 犹如一个绞肉鸡 凶猛异常 鲜血 顿时染红了天际 黑梦魔尊 没想到都这个地步 这个人类 居然还如此 恨不畏死 给我杀了他 给我杀了他 黑梦魔尊 怒声大喝 召集魔君 将叶凡团团围住 叶凡四面八方 尽是密密麻麻的 魔族大军 根本无法分清楚 东南西北 他将鬼影剑阵 发挥到极致 周围白米 没有任何魔兵 可以靠近 否则 就只有一个下场 哪怕是那些 神虚境的魔帅 也不敢轻易 掠起锋芒 这种打法 凶猛是凶猛 但是消耗也非常恐怖 打了还没一会儿 叶凡的武进 便损耗得七七八八了 上古传承秘法 所幻化的分身 是实质分身 不仅刺身境界 却连神通 也一模一样 无比变态 但是 这种分身 只有一个弊端 那就是 无法吸收任何 灵丹妙药 出场时间 也受限制 一旦这层分身的灵魂之力 消耗得差不多了 就会自动消失 回归本体 想要再催动分身 就必须 经过一段时间的修养 叶凡 可以释放出 一百道分身不假 但是 实力 都只有自身的 百分之八十 所以 在主战区 已经确定结果之后 还便收回了 大部分的分身 只留下十几个 此时 这个灵魂分身的实力 达到了百分之百 和叶凡本尊无意 叶凡 为了增强他的战力 连一整套 鬼影按摩剑 都给他了 鬼影按摩剑 达到了 玉武神兵级别 拥有 认主的能力 再加上 这些紫剑 和盘龙软剑 是成套的 故此 只要盘龙软剑还在 他就不会夺走 叶凡早就将 雪灵门的剑阵升级了 融合自身特色 创造了 鬼影剑阵 这个分身 催动鬼影剑阵 虽然威力十足 可是损耗 却是不小 再加上 无法吸收五元之灵 恢复五进 很快便被魔族大军淹没 黑梦魔尊 感受到叶凡 灵魂分身的气息消散 顿时哈哈大笑 死了 成语死了 黑梦魔尊 眼珠子一转 高声叫道 把他的那些黑剑 给我夺来 我要用人类的武器 杀光 人类的武者 是 挥下十几个魔帅 立马应和 兴致勃勃地 飞向大军身处 唰唰唰 不等他们靠近 魔族堆里 忽然爆炸开来 一百多的黑芒 冲天而起 朝着天际飞去 黑梦魔尊 微微一愣 怎么回事 他抬头看去 只见黑蒙蒙的云端 出现一道身影 那些黑剑 萦绕在他的周身 仿佛乖巧的宠物 迁腻地在他身边 飞来飞去 感谢收听 本集都市冰王 我是主播 明明如月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57集 黑梦魔尊 感觉到 对方的气息 脸色顿时大变 哦 不可能 你 刚才已经被我 黑木族大军杀了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会出现在那里 谁告诉你 被杀的 就是我 云端上的黑影 淡淡一笑 抬手轻轻一招 只见一道 淡白色的光芒 从上空落下 跪入他的体内 嗡 与此同时 他的手中 黑芒一闪 出现了一柄 寒光闪闪的宝剑 黑芒 你还有什么银言 要交代吗 黑影淡淡 笑道 黑梦魔尊 愣声哼道 我能杀你一次 就能杀你第二次 我倒要看看 你还能躲到哪里去 给我杀 这一次 绝对不要放过他 一声令下 数百亿魔族大军 蠢蠢欲动 哦 是吗 黑影不禁不惧 反而对黑梦魔尊勾了勾手指头 来吧 我拭目以待 说话间 一阵狂风呼啸而过 将黑色云层吹走 盈亮的月亮呈现出来 缓缓地咽出叶凡 淡淡的面孔 让黑梦魔尊诧异的是 叶凡山边还有几十个人影 刚才 这些人藏在黑屋之中 他居然没有一丁点的察觉 也是指 这里的几百亿魔君 应该就是最后一批了吧 这时候 一个白发老者 忽然开口问道 师伯 只剩下他们了 叶凡点点头 笑道 咱们速战速决吧 好 白发老者淡淡一笑 对身后众人道 各位 都是我神战大陆 最强大的武者 对付这几百亿魔君 应该没问题吧 哈哈 大墨 你就看好吧 众人轰然一笑 直接朝下方的魔族大军飞去 黑梦魔尊顿时骇然 他知道 在刻意收敛气息的情况下 想要自己发掘不到 境界绝不会在自己之下 也就是说 这几十个人类武者 全都是神尊敬后期以上的强者 崩 果真 在他们俯冲之际 强大的气势 涌动起来 虽然只有寥寥几十人 但是气势 却真的下方数百亿魔族大军 瑟瑟发抖 就连听黑梦 魔尊等人的命令 也变得迟缓起来 好 他们全是神尊敬后期的强者 最 最前面的两个 比魔尊弹的气势还要强 不 不前两个 刚才那个死了的人类青年 气息 气息也无比强大 快跑啊 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 一个魔尊猛然大叫 转身便跑 黑梦魔尊身边 总共就只剩下四个魔尊了 上空的神尊敬强者数量 虽然不算多 可是每一人身上的气势 都无比惊人 再加上 他们周身的各种神兵利器 随便拿出一个 恐怕都能匹敌 魔主级别的强者 更别说 领头那几个人 气势无比强大 就算放在魔界 都是一顶一的 超级强者 别 别跑 黑梦魔尊心头胆颤 可是他非常清楚 一旦脱离了大部队 他们这些人 根本没有生还的可能 只能一拼 才有求生的机会 给我杀 他们只有几十个人 杀光他们 不惜一切代价 杀光他们 黑梦魔尊的嘶吼 在混乱的战局中 丝毫没有起到作用 另外四个魔尊的狼狈逃窜 让数百亿大军失去控制 黑梦魔尊麾下 虽然也有百亿魔军 但是 分布在周围数十里之间 短时间内 根本无法集结 形成有效率的防守 而且 那些人充实一起 凶悍无比 所过之处 鲜血淋漓 血肉纷飞 比起刚才叶凡 带领的数百人阵势 凶悍程度 十倍不止 黑梦魔尊 没有办法 只能催动所有手下 进行抵挡 二三十亿大军 其中 还有好几亿 是黑魔族的精锐 挡住他们 黑梦魔尊 高声大喝 本尊就不信了 区区数十人 如何攻破我这大军 黑梦魔尊 把所有希望 寄托在 那些逃窜的魔尊身上 他知道 只要刺激 抵挡住 对方的攻击 他们一定 会折身回来 援助自己 毕竟 数百亿大军 说丢就丢 要是被黑绝魔主 知道了 他们肯定 会倒大霉的 区区数十人 冲在最前面的人类舞者 淡淡一笑 还手一道力芒 数一万一的魔族 瞬间支离破碎 看不起我等是吗 他轻描淡写地 杀掉上万魔兵 微微扭头 各位 咱们稍微 表示一下吧 好 死透了头 居然还不自知 魔族小儿 让你看看 咱们人类爷爷的强大 伴随着一大片 滑光闪烁 只见那数十个人类神尊 瞬间化为数千人 特别是发话的 那个神尊 身边更是多达七八百 虽然这些人的气息 不如他强大 但是也达到了 神尊今后期的境界 一旁的叶凡 暗暗咋舌 他看着自己 一百一十个灵魂分身 已经觉得达到了极限 没想到 星皇武尊的上古传承秘书 居然修炼到 如此高深的境界 洪荒大成 叶凡暗吸一口冷气 星皇陛下的灵魂分身 比撒木师伯 多了足足百人 看来 现在神战大陆的最强者 就是星皇无遗了 要是再让他修炼下去 达到苍穹 巅峰的千人分身 也不是不可能 这数十神尊今后期以上的强者 绝大部分都达到了洪荒级别 本身上百轻而易举 只不过 气势和实力不如本尊 很显然 他们释放出如此多的灵魂分身 也达到了极限 不过 以现在的局面 个人实力 那百分之二十强弱差异 没多大的意义 毕竟 挡在他们面前的都是魔兵 最强的 也不过魔帅级别 他们的分身再差再差 都达到了神尊颈中期 灭一个魔帅 不要太轻松 数千个神尊颈强者 凭空乍现 直接吓傻了 黑梦魔尊 好连话都说不出 惊恐地看着 那些人杀入魔兵之中 轰隆隆 强大的攻势 势如破竹 数十亿大军 没多久便灰飞烟灭 黑梦魔尊 绝望地养着脑袋 一道灵力的风悬 越来越近 瞬间将它吞没 远处逃跑的那四个魔尊 惊骇无比 数千 人类足足有数千神尊颈强者 忘了 忘了 咱们必输无益 快跑 不然咱们绝对死 四个魔尊 嚎啕大喊 慌乱远顿 可是 还没跑出几里 天际 忽然出现 几十道人影 三木 叶小友 咱们谁出手 解决他们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兵王 我是主播 明明如月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五十八集 叶凡见星皇五尊性质颇高 无所谓的 怂怂肩膀 三木五尊 笑而不语 好 那本皇 便不客气了 星皇五尊 哈哈大笑 身后众人 纷纷撤开 飞往其他方向 解决剩下的魔兵 四位 你们若是 能接我这一招 帮你们离去 也不是不可以 星皇五尊笑了笑 对四个魔尊说道 你们都有 神尊敬中后期的实力 千万不要 让本皇失望啊 黑魔族的四个魔尊 见一众强者退散 想要逃跑 可是后路 已经被另外两个 强大的人类截断了 眼下只有拼着 接下这个人类皇族 否则 他们必定是死路一条 你 你说的算话 为首的魔尊 咬牙鹤问 目光时不时 瞥向后面的 叶凡和三木五尊 本皇 说一不二 更何况 你们没有质疑 本皇的资格 星皇五尊嘴角 带着轻蔑的笑意 周身无尽 营绕起来 一层鲜雾般的气云 缓缓滋生 随即快速扩散开来 朝那四个魔尊 用去 四个魔尊 大惊失色 连忙催动 血魔器 抵挡 四个神尊 曾经中后期的魔尊 将所有血魔器 全部集中起来 与那片新雾 冲在一处 谁知 新雾 犹如硫酸一般 瞬间 便将所有血魔器 俯视待见 接着 化作一张大网 将四个魔尊 笼罩在内 根本不给他们 冰点逃跑的时间 在那片新雾中 四个魔尊 无法动弹 满脸惊愕地 看着星皇无尊 魔神 魔神领域 你居然拥有 如此强大的 魔神领域 为首的魔尊 惊呼不已 领域 是所有强者 接触天道之后 才逐渐形成的 特殊神通 随着实力 不断增强 领域的面积 也会不断扩大 最后 当武者突破 最高弊障 便能创造 属于自己的小世界 在魔界 拥有领域的 魔族强者 不在少数 就连黑爵 魔族等人 也能释放出 一定范围的领域 可是 哈马的领域面积 连星皇的 十分之一都不到 而且 无法限制 对手的行动 只能在一定程度上 增加自身的血魔器 而这个 人类强者的领域 却有着 极强的 限制能力 还可以增强 对方的气势 这等强大的领域 纵观整个魔界 都找不出 第二个来 在魔界 这叫 魔神领域吗 星皇武尊 淡淡一笑 在我们人类舞者 这叫 世界规则之力 他还想跟对方解释 不过 还是摇了摇头 罢了 说了 你们也不懂 说话间 星皇的身躯 变得透明起来 逐渐融入了 这一片星雾之中 紧接着 星雾中 划过几颗流星 刷啦啦 四个魔尊的脑袋 起起而飞 身躯 更是被四分五裂 随即 星皇武尊 重现身形 手里握着四颗魔心 和四双魔童 扭头 看向叶凡 叶小友 这些东西 你有用吗 留着吧 以后说不定 能用得上 叶凡点点头 嗯 星皇武尊 将魔心和魔童 丢给叶凡 随后 烧回星雾 回到叶凡身边 叶凡满脸好奇 星皇前辈 你释放的那一片是 这是达到 神尊境巅峰之后 才能接触到的 世界规则之力 星皇武尊 还拍叶凡的肩膀 等这场战事 结束之后 我们再细说 好 叶凡连连点头 把所有魔尊 解决掉之后 数百亿黑魔族的大军 顿时失去了控制 即便有些魔帅 能够操控一部分魔军 也行不成 有效的反抗 在人类强者的带领下 一百多亿人类大军 大杀特杀 只付出了几千万的伤亡 便解决掉 上千亿魔族大军 人类武者 没有正面对抗 大部分都算是 清理战场 要是正面硬刚 恐怕伤亡人数 至少得翻几十倍 人类武者 花了一整天时间 整理战场 才将两千多亿魔军 完全掩埋 他们没有赶尽杀绝 叶凡还特意留下了 三四百亿 黑魔族军队 另有大用 人类武者大胜 魔族大赢 则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黑爵魔族等人 率领麾下魔军 对其他魔族 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这些魔族没有魔族 魔族作证 实力大大折扣 根本无法抵挡 黑爵魔族等人 只是短短一夜的时间 三千多亿各大魔族的军队 全部被五大魔族收编 不过 黑爵魔族等人 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原本后驱 还有七八千亿魔族大军 仅仅过了一夜 就折损了一千多亿 饶是如此 黑爵魔族等人 也分爱欣慰这场大胜 毕竟 整个魔族联盟 已经彻底稳固了 些许损失不算什么 如今他们五大魔族回下 加起来还有五千亿 各族精锐 多达七八百亿 要是再加上 前线的那三千亿 他们依旧 有占领神战大陆的可能 不过 他们没想到 在这短短一夜里 发生了太多事情 让他们根本无暇反应 黑爵魔族的大营 黑爵魔族 听着黑爵魔族的汇报 开怀大笑 好好好 如今我麾下 要有两千亿大军了 若是与黑梦会合 我们黑魔族将会是 魔族联盟最强大的 一支势力 经过了这么多变数 黑魔族实力 不减反增 让黑爵魔族 意气风发 黑煞魔尊 闪闪一笑 低声说道 魔族大人 黑梦魔尊那边 已经一整夜 没有跟我们联系了 会不会出了什么变果 阿玛那里 足足有三千亿大军 而人类舞者 不过区区一百亿 才一个晚上的时间 能有什么变果 黑爵魔族 白白手 说道 黑煞 你就别操心了 快去整合大军 我们再休整一夜 明日一早 也去前线 跟黑猫会合 是 黑煞魔尊 连忙应试 整备离开 忽然 大营外 传了一阵 急促的喧哗 紧接着 两道身影 从外面冲了进来 惶恐地 跪在黑爵魔族面前 魔族大人 人类 人类 偷袭我们大营 另外几个魔族 狗心斗角 咱们打败呀 黑爵魔族 看清楚 跪在地上的两人 他们一身创伤 气息虚弱 俨然 是刚从险境里 逃脱出来的 什么 不等黑爵魔族 反应 黑煞魔尊 先恶然贺文 黑猫魔尊 黑方魔尊 你们 只有你们俩 逃回来了 不错 黑猫魔尊 惨嘻嘻地 抬起头来 要不是我 其实 令我们 黑魔族的 族兵撤退 恐怕也会 跟其他魔族一样 被人类无者 急杀殆尽 感谢收听 本集都市兵王 我是主播 明明如月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黑煞魔尊 黑煞魔尊 有些诧异 以他对 黑猫魔尊的了解 这家伙 不像是会 临阵逃脱的性子 悲绝魔主 乐乐无言 缓了好一阵 才惊声问道 这 雪藩都死了 灰魔主 全都死了 是上些咱们 黑魔族 三百多亿军队 逃了回来 黑猫魔尊 被创到 咱们的情报有误 人类无者的军队 根本就不是一百亿 而且 他们强者如云 光是神尊精的强者 恐怕 就有数千人 什么 黑猫魔主 顿时大害 刷地下 冲到黑猫魔尊 面前 你说什么 魔主大人 是真的 黑猫魔尊 连连点头 哀痛道 人类无者的数量 至少千亿 今夜 偷袭我们 大营的军队 就有好几百亿 神尊精的强者 更是多大 一两千人 魔主大人 末将无能 只能带回三百多亿残菌 剩下的都永远沉眠在这里了 不 不可能 写 这也不可能 黑猫魔主 倒吸冷气 如果人类无者 只有千亿 那他还有点信心 可要是强者 有几千人 那他们 还打个屁呀 黑猫 快 快去抢 血龙魔主 等人 黑绝魔主 方寸进尸 高声喝道 是 黑煞魔尊 从震惊中回过山来 匆匆跑出大营 此时 营帐里 只有两个 黑魔族的魔尊 他们俩 也是一筹莫展 脸上 带着气气之色 像当初 魔族入侵 神战大陆 三万亿大军 浩浩荡荡 几乎填满 整个黑暗草原 深处平原 可是如今 辽阔的平原 依然没有了 当初的热闹 反而是 血气横生 惨败不堪 黑猫 起来吧 黑绝魔主 长叹一声 轻轻地 摆了摆手 是 黑猫魔尊起身 直接走到 黑绝魔主面前 魔主大人 虽然我损失惨重 不过 我斩获了 一个重要情报 黑猫魔尊压低声音 黑绝魔主一愣 下意识问道 什么 这就是 黑猫魔尊 越来越靠近 黑绝魔主 他感觉到 对方身上 隐藏的气息 猛得一惊 站住 你 你不是黑猫 现在才反应过来 黑猫魔尊 哈哈大笑 晚了 话音一落 周身忽然出现 十几道分身 每一个分身手里 都持着一柄 奇特的小旗 紧接着 这些分身 将小旗 迅速落成 旗阵 将整个营帐 覆盖在内 另外两个魔尊 大惊失色 高声大喝 可是外面 一点动静都没有 它们爆发出 血魔器 奈何根本 破不开 奇阵的防御层 整个营帐 形成了一个铁筒 黑猫魔尊 黑方魔尊 以及 黑绝魔主三人 彻底被困在了里面 黑方魔尊 非常老实地 推到角落 瑟瑟发抖 不敢动他 而黑猫魔尊 则一步一趋 走向 黑绝魔主 黑绝魔主 就算再傻 也感觉出异样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它释放出 强大的血魔器 同时 催动魔通能量 希望能控制对方 谁知对方 丝毫不受影响 提表 营绕旗鼓 黑红气体 居然能吸收掉 黑绝魔主的血魔器 我是谁 黑猫魔尊 咧嘴一笑 我的身份那么多 真不太好说呀 花音一落 他的面容 一阵扭曲 变成了 另外一副模样 毒血魔主 黑绝魔主 倒吸冷气 你 你是毒血 我 不对 毒血根本没有 这么强大的气势 难道 你才是七大魔族 害来的奸细 先别着急下结论 毒血魔主淡淡笑道 五官再度变化 这一次 黑绝魔主脸色大变 完全扭曲起来 他先是震惊 随即 愤怒无比 指着毒血魔主 说不出话 你 你 一旁的两个魔尊 神情骤变 惊呼道 魔凡 你是魔凡 哈哈 不着急 不着急 魔凡 朗声大笑 黑绝 你 你 是不是很惊讶 你 你居然没死 黑绝魔主浑身颤抖 脑子一片浆糊 再也无法思考 我可没那么容易死 魔凡面带笑意 我的好兄弟 见了大哥 怎么不打个招呼呀 魔凡 我们 我们所有人 都上了你的当 黑绝魔主咬牙切齿 你以魔神名义 法国毒誓 你就不怕 违背誓言 你们魔界的誓言 可没办法 在我身上实现 魔凡 周身气息一脸 血色的皮肤 猙獰的面孔 缓缓呈现出 另外一副模样 很快 露出了 他本来面目 人类 居然是人类 黑绝魔主 一个机灵 内心深处再无怒意 反而涌起 浓浓的恐惧 他万万没想到 把他们魔族 耍得团团转的正主 不是另外七大魔族的 奸细 不是上古一魔 而是他们的对手 人类 不 不可能 不可能 你为什么 能拥有 我们魔族的血魔剂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还拥有魔童 黑绝魔主 打死都不相信 眼前所见 你太落伍了 叶凡不以为意地 摆了摆手 自从上一次圣战之后 已经过去了十万年 这十万年 我们人类 早已经将你们魔族的秘密 全部摸透了 所以 现在我们人类 也能修炼血魔器 和吸收魔童 叶凡这话 明显是在扯淡 在神战大陆 根本没有谁 修炼血魔器 更没有人 在魔童方面 做过研究 这些事 全部都发生 在地球世界 特别是血魔宗 他们对魔界的玩意儿 别提多来劲 虽然叶凡也不知道 其中到底有什么联系 不过 以他目前 所接触到的资料 地球世界 很有可能是 划骨大地所创 而魔族的存在 也有可能是 划骨大地 故意为之 他觉得 神战大陆的诸多势力 还过复杂 没办法 全心全意 为了研究魔族而存在 所以 他创造了地球世界 这么说来 地球世界 上古时期的 各大种族 很有可能 是真实存在的 只不过 后来 出现了一些断层 历史 逐渐被人类取代 而人类发展歪了 开始 往科技方面靠拢 叶凡 懒得去管 划骨大地 到底是怎么打算的 反正事到如今 血魔宗已经被灭了 成功练成血魔器 和吸收魔铜的人 也只有他和 董月军 虽然没有 按照划骨大地的剧本来走 但是结果是一样的 因为他和 董月军的出现 魔族再无法 在圣战中 掌握主动 人类 终将取得 最后的胜利 感谢收听 本集都市兵王 我是主播 鸣鸣如蕴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黑绝魔主 被叶凡的话 震得不清 他没想到 人类对魔族的研究 已经到了这个程度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黑绝魔主 面色血红猙獰 你再胡说 到现在 你都不想承认 叶凡 哈哈大笑 黑绝 你到底得有多蠢呢 自欺欺人 很有成就感吗 黑绝魔主 心神失措 仰天怒喝 一身血魔气 疯狂涌动 神尊境巅峰的 魔尊实力 彻底爆发 将整个营帐 搅得颤抖不已 要不是叶凡 提早做好准备 在营帐里 布置了奇阵 恐怕黑绝魔主的爆发 会立马引来 其他魔族的强者 白痴 叶凡不为所动 嘴角 微微勾气 魔冷笑 魔主 小心 那两个魔尊 急忙惊呼 黑绝魔主 还没有反应 身后 忽然出现 十几个 夜帆分身 每个人 手里都持着一柄 鬼鹰按摩剑 吃啦啦 他们摆好见证 直接将鬼鹰按摩剑 刺进了 黑绝魔主的体内 十八柄利刃 贯穿了 黑绝魔主的身体 每一个都卡在 魔族特有的经脉上 顿时 黑绝魔主体内的 血魔器 为之一致 再也无法调动 这 这是 黑绝魔主不敢相信 瞪圆了眼睛 我早就说过了 我们人类 对你们这些魔族 已经研究得 后头彻彻了 你们的弱点 你们的优势 我们都一清二楚 夜帆 哈哈大笑 大言不惭 魔族的经脉 和人类 大同小异 而人类舞者的舞进 就是通过经脉流动 从而施放出来的 可以说 夜帆所依仗的 并不是人类 对魔族的研究 而是人类舞蹈的底蕴 他之所以跟黑绝魔主 为这么多话 为的就是 扰乱黑绝魔主的心神 分散他的注意力 毕竟 能智趣 就别强攻 一个神尊敬巅峰的魔主 就算站立再不咋地 都得费不少功夫 黑绝魔主 黑绝魔主被十八个分身 钉在地上 动弹不得 啊 我看呢 直到现在 黑绝魔主 依旧无法相信 夜帆 打了个哈哈 手持盘龙软剑 缓缓 走向黑绝魔主 蠢货 你放心 我们人类 被你们魔族 入侵了这么多次 这次轮到我们 进你们魔界了 正好趁着你们手里的 空间之中 还没用完 我们是时候 去拜访魔界了 夜帆眼神微冷 喊龙软剑 猛地刺进 黑绝魔主体内 直接将魔心 挖了出来 黑绝魔主张大嘴巴 浑身立即 犹如潮水一般退去 很快便彻底 失去了生命力 夜帆捧着 神尊敬巅峰的魔心 敌端轻轻一横 要不是你们这些魔族 掌握着 大型空间阵的法门 你们这群蠢货 根本没有资格 入侵神战大陆 夜帆收起 魔心 目光斜斜瞟向 那两个色色发抖的魔尊 死了 死了 在他们身后 出现两个分身 直接将他们解决掉 好了 现在时间不多 我们必须 尽快控制住 黑魔族的族兵 夜帆深深吸了一口气 分出几个分身 化成黑梦魔尊 和那两个魔尊的样子 有了魔心 他们在气息上 几乎可以完美模拟 不靠近 根本无法察觉迥异 而他自己 则身上骨头扭动 很快改变模样 变成了黑绝魔主的样子 他张大嘴巴 将黑绝魔主的巅峰魔心 囤进肚子 气息瞬间一变 跟黑绝魔主 一模一样 黑方魔尊 看着眼前景象 心中 恐惧到了极点 人类有这么恐怖的武者存在 他们魔族联盟 不对 是整个魔界 恐怕都得完蛋了 主 主人 黑方魔尊 扶扶在夜帆脚下 黑方 愿永生永世 侍奉主人 别废话了 夜帆不耐烦地 摆了摆手 以我目前的实力 还无法控制住 这么多魔君 黑方 你去把所有魔尊 都召集过来 是 黑方二话不说 匆匆跑去叫人 夜帆收拾好营帐 不一会儿 四五十个魔尊 快步走进营帐 魔主大人 有何差遣 众人纷纷行礼 差遣倒没有 只是 想向你们 借点东西 夜帆咧嘴一笑 什么 你们的 魔心 夜帆话言一落 营帐奇震 顿时闪烁光芒 数十个分身 凭空出现 各自持着一柄 尾鹰按摩剑 偷袭 这四五十个魔尊 众人大惊失色 想要反抗 可是 夜帆分身的速度太快 而且实力又非常强横 虽然只有一半的分身得了手 可是上去的那些魔尊 根本无法形成有力的反抗 不到十分钟 四五十个魔尊 尽数隐落 夜帆从空间实力取出技术 添补灵魂力的灵草 快速将其吸收链花 补充灵魂力 黑方 现在黑魔族还有多少魔兵 夜帆低声问道 还有 两千三百多亿 黑方魔尊瑟瑟发抖 连忙回道 以你的魔童级别 最多能控制多少魔兵 夜帆又问 大概五百亿 黑方魔尊 闪闪说道 好 夜帆点点头 甩给黑方几颗魔心 若是血魔器不够用 尽快扶下 你先去接收五百亿族兵 等血龙魔主等人一来 直接将其围杀 是 黑方魔尊神色惶恐 主任 我怕 我不是血龙他们的对手 还有我呢 夜帆收集大部分分身 只留下十八个 以他的实力 再加上这些分身 应该能勉强控制住 剩下的魔兵 只不过 时间无法持续太久 最多也就半天时间 所以 他要在这半天时间里 发起整个魔族联盟内部的 最大战争 夜帆派出黑方魔尊 和十几个分身 很快 便将整个黑魔族 尽数控制 而大营 而大营另外一边 血龙魔主 在黑煞魔尊的 营领下 来到 黑魔族的营地 黑煞魔尊 一靠近营地 顿时觉得 有点不对劲 平日里 魔族动员 并不频繁 而如今 却整个大营 都在集结 看来 有大事发生 难道 魔主大人 要发动 全族 跟人类 决一死战 黑煞魔尊 按心惊 他还以为 自己的魔主大人 听到了 黑梦魔尊 和黑房魔尊的 汇报 已经打算 灰溜溜地 撤回魔界了 唰唰唰 就在这个时候 远处忽然飞起 密密麻麻的 黑魔族族兵 感谢收听 本集都市兵王 我是主播 鸣鸣如玉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血龙魔主 冷笑一声 高声喝道 黑绝 你把我们都叫来 不会是为了 想我们展示 你黑魔族霸占了 多少 其他魔族的族兵吧 黑绝魔主 冷着一张脸 一句话也没有说 直接挥了挥手 收尾密密麻麻的魔兵 顿时爆发气 横薄地杀气 杀 整个黑魔族的大营 躁动起来 数以亿计的 黑魔族大军 仿佛海巢一般 朝血龙魔主盖去 血龙魔主等人 顿时骇然 黑军 你 你要干什么 黑绝魔主 一言不发 转身便走 快上 快点上 血龙魔主等人身边 所带不过数万 族中精锐 而且 只有几个神尊敬手下 剩下的神尊敬魔尊 都在族中接收 从其他魔主那里 抢夺来的魔兵 此时 面对数亿 黑魔族的族兵 他们一点 还手之力都没有 更何况 在如此多的 黑魔族族兵之后 更有百亿 千亿的 正在大营中 虎视眈眈 血龙魔主 哪里还敢逗留 转身顿走 其他魔主 也是如此 仗着实力够强 把族中精锐 留下来 稍加抵挡 自己 远远逃顿 谁知 在逃跑的过程中 他们没有遭遇 强者的阻拦 即便有密密麻麻的族兵 也只是寻常族兵 神尊敬的魔族 一个都没见到 就算如此 可他们也不敢大意 一边斩杀黑魔族族兵 一边跟其他魔主 相互配合 希望能杀出一条血路 可是 黑魔族的族兵太多了 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就有一个魔尊 被那些神尊敬 神丹敬的魔尸 魔尸 撕成碎片 血龙魔主等人聚在一起 所有魔尊总共 才不到二十人 他们连一公里 都没有杀出去 就折损了一个魔尊 在外围 是密密麻麻的 黑魔族族兵 众人心中 泣其不已 他们没有管身后的 那些族中精锐 是否还有可能生还 只要自己 能逃得出去 别说折损 几万个精锐了 就算几亿人 他们也不会 皱一下眉头 快走 快走 血龙魔主 嗷嗷大吼 周身血魔器 站在周围百米范围 无人可以靠近 奈何那些魔兵太多了 无穷无尽 根本就杀不完 曾几何时 这种人海战术 他们是用在人类舞者身上 但是一转眼 他们变成了被人海堆死的对象 叫人回去支援 一个魔主 沉声大吓 以咱们目前的情况 本本无法全部突围 只能将血魔器 毁在一人身上 助他先逃出去 不错 另外一个魔主 连声附和 现在情况特殊 只有孤注一掷 否则 别说血魔族 足足有三千亿大军 就算几百亿 也能灭了他们 好 血龙魔主不再犹豫 看向另外几个魔尊 想要附着他们这些魔主 身上的血魔器 实力不能太强 不然很容易自主反抗 相互抵消掉 可是 他们这些魔主 带来的手下 全都是神尊境中后期的魔尊 然而 没有魔尊境界 又会被他们的血魔器所示 最终 血龙魔主等人的目光 落在了黑煞魔尊的身上 在所有人里 只有黑煞魔尊 是神尊境初中期 离中期 还有一些距离 黑煞 此时懵了 他不知道为什么魔主大人 会下达灭杀血龙等人的决定 甚至连他也在大军围攻的目标之中 如果魔主大人早就有所打算 那么他岂不是一个弃子 就在黑煞心中不甘之时 四个魔主 齐齐朝他看来 各位魔主 你们 你们 黑煞 你难道还看不出来吗 你已经被黑爵放弃了 血龙魔主吐吹口唾沫 骂道 黑爵这个混蛋 居然背叛我们 魔族联盟 黑煞 我就问你一句 你还想不想帮他卖命 黑煞魔尊 哑口无言 如果你不想 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 就去帮我们送信 让我们四大魔族的所有魔尊 百兵前来营救 血龙魔主 咬牙切齿 沉声说道 我以魔神的名义发誓 只要你愿意加入我们 今后我等 绝对不会对不起你 好 黑煞一头雾水 但心里无比清楚 不管黑爵魔主 有没有放弃他 此时 他只有这一条路可以选了 因为他是所有魔尊里最弱的 而且还是黑魔族的人 如果这些魔主 要人送死开道 他绝对是第一人选 最为关键的是 他很想搞明白 自家的魔主大人 到底要干什么 就算他不打算占领神战大陆 也没有必要对其他魔主 赶尽杀绝呀 嗡 四大魔主 催动血魔器 挥聚在黑煞魔尊的身上 很快 黑煞魔尊气势磅礴 化作一道汹涌的血气 朝天际飞去 他的速度极快 所过之处 那些魔兵尽数碎裂开来 根本无法做出任何抵挡 这股血魔器充施凶猛 助黑煞魔尊充了十几里 才缓缓消耗殆尽 黑魔族的包围圈 虽然有数十里 但是十几里外 魔兵的实力非常弱 而且数量随着范围不断扩大 便不再那么密集 黑煞魔尊不敢大意 奋力贫沙 终于跑了出去 他第一目标 便是血龙魔主的大营 毕竟 血龙魔主 是仅次于黑煞魔主的强大存在 其族兵 虽然没有黑绝魔主那么多 但也有近两千亿 而且两大魔族的距离并不远 只有千里范围 黑煞魔尊拼尽全力击飞 千里不过半个小时便抵达了 当血龙魔族的魔尊 听闻黑煞魔主 要对其他魔主赶尽杀绝 顿时惊得说不出话来 当下 几十个魔尊率领千亿大军朝黑魔族杀来 其余魔尊则继续收编魔军前往增援 黑煞魔尊要去其他魔族大营汇报 一时之间 各大魔主疯狂调兵潜将 快速集结所有魔军前往黑魔族的营地 在黑魔族的营地里 叶凡看着半空中挣扎的 血龙魔主等人 心里有些不耐烦 这些家伙的实力也忒弱了吧 区区几十亿黑魔族军队 居然差点把他们灭了 叶凡摇头一笑 当初血骨魔主 害了一把亿精锐围剿我 老子一口气灭了小半 连五大魔尊都挂了 血龙 你们几个一定要坚持住啊 我的分身时间不多了 你们的大军要是再不赶过来 这场仗就没得打喽 魔族联盟一如既往的没有让叶凡失望 就在血龙魔主等人即将坚持不住的时候 两三千亿大军杀到 从外围对黑魔族的族兵进行轰杀 元军到了 大家再坚持一下 血龙魔主大喜过望 仰天大笑 周身血魔器再度爆发 就跟不要钱似的 崩筐涌动 死在他手里的黑魔族族兵 已经超过了百万 这家伙不是盖的 高级魔童的威能被发挥到极致 那些普通的魔兵根本无法反抗 但凡被他锁定 必死无疑 另外三个魔主也大喜不已 催动血魔器 抵挡黑魔族的攻击 此时 数十个魔尊 只剩下不到十个了 其他都被无穷无尽的黑魔族族兵淹没 连具全尸都没有留下 不得不说 魔族的乙群战术在某种程度上 对高级武者的确具有非常大的杀伤力 即便在魔界 哪些魔主强者也不敢轻易落单 被其他魔尊围困 就算对方的实力比自己弱 可是在巨大的人数上 量变能决定质变 魔主弱肉强食 主要依靠的就是人数 一旦没有了绝对的人数支持 那些魔主就会相形见处 显得异常软弱 当然 不是没有异类 就好比十万年前的血灵大魔王 魔界关于他的传说 一直没有断绝 到了如今 依旧被人津津乐道 因为他是罕见的 能以一人之力 抵挡数十亿上百亿的超级强者 像这类强者在魔界非常可怕 那些顶级的超级魔主 基本上都是从这一步走过来 血灵大魔王实力强横 但他没有太大的野心 所以一直没有发展自己的势力 否则 以他的能耐 绝对是震慑一番的超级魔主 像血龙魔主 黑爵魔主这样的 都得依附于他之下 只可惜 血龙魔主等人 虽然境界高 魔童级别也高 但是实战实力 却远远不如 同阶的人类武者 野凡一直在控制着那些魔兵 否则 血龙魔主等人 早晚会被他们分尸殆尽 来得好 叶凡见魔主联盟的大军杀到 心中大喜 联盟让黑方带领大军前去抵挡 随后 让自己的分身 带着一千亿大军 去后方阻击 自己则带着一千亿 正面欲敌 魔族联盟的大军 救人心切 哪里会想什么好战术 一见面就开打 想要仗着人多 把他们的魔主大人抢回去 叶凡怎么可能如此轻易 就随了他们的意 反正手下三千亿魔军 是白来的 打光了 叶凡也不带心疼的 他们要战 那便战 只不过 魔族联盟那四个魔主 麾下加起来 有四五千亿人马 叶凡想要用最大的伤亡 换取他们更大的伤亡 这场战 绝对不能放过任何一个魔族人 叶凡将三千亿大军分成三波 一千亿正面欲敌 一千亿迂回到后方 剩下一千亿 则在那几个魔族到来的路上 候着 随时准备进攻 如此多的大军 根本不存在 呼吸一说 反正刚就是了 只要章法用得对 就能换取最大的战果 数千亿大军 红杀在一处 魔族内部最大的一场厮杀 拉开序幕 血龙魔族等人 没有管手下族人死了多少 只是拼命杀敌 想要跟自家大军会合 整个场面极度混乱 千里范围失山血海 叶凡本尊不敢轻易掺和进去 特魔的 要是人类舞者 参与如此惨烈的战争 恐怕凶多吉少啊 叶凡早就对魔族的人海战术 深有体会 这托摸的 根本就没有赢的可能 不过 人类舞者也不可能 轻易卷入这种混战 舞者 拥有魔族无法炼制的战俘 齐阵神兵利己 这些奇珍异宝绝对能在战场上 起到绝佳的效果 叶凡手里要是还有七阶八阶战俘 他说不定早就进去大杀四方了 毕竟 这么密集的混战 战俘一旦落下去 效果别提有多牛 一炸 就是一大窝呀 唉 早知道魔族如此好对付 就不把空间裂缝区域 弄得那么复杂了 现在魔族 连黑暗许元腹地 都没跨过一步 就更别说 空间裂缝区域了 叶凡摇头苦笑 心中 暗暗惋惜 不然 他手里数以万计的 高级战俘 就算留下一半 也能轰他个几百亿的战功出来 混战扩散极快 没多久 魔族联盟其他军队也增援过来 加入了战场 叶凡立马投入最后一千亿黑魔族大军 跟魔族联盟打在一处 六七千亿魔族大军彻底战成一团 连叶凡的分身都无法分辨出 哪里是谁的军队 反正只要进行无差别攻击 死的都是魔族 血龙魔族杀出重围 和打得只剩下七八百亿的血魔族会合 先驱部队来了一千多亿 折损了一半有余 不过好在他们救出了魔族大人 那些魔兵死得其所了 血龙魔族 这黑鲨到底发什么疯 居然想要把我们全杆掉 一个逃出来的魔族心有余悸 看着身边仅存的一个魔族 神色惶恐不安 现在只剩下血龙魔族和他们二人了 另外一个魔族和其余魔尊 全部都被黑魔族的族兵解决掉了 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些魔族强者 被一大群神军镜 神海镜的魔兵分尸解体 连魔戏和魔童都没有留下 血龙魔族脱离险境 脸色无比铁青 白死的黑爵 本魔族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 血龙魔族端响了一阵战局 沉声说道 两位 现在还不是掉以轻心的时候 我们虽然杀出了第一种包围圈 可是依旧身处混战之中 我们快点杀出去 巨龙全族魔兵跟黑魔族决一死战 好 另外两个魔族连连点头 带着麾下魔兵一起朝外围杀去 七八百亿魔族大军大半都是血魔族的 他们两个魔族加起来还不到两百亿 虽然人数不多 但是比起之前光干司令的境地 已经耗了太多太多 大军一边冲杀 沿途收拢自家魔军 所过之处血流成河 尸横遍野 混战持续了一天一夜 等血龙魔族等人彻底杀出去的时候 身边只有一千多亿魔军了 其他的全部折损在这场混战之中 而黑魔族也不好受 只收拢了不到一千亿魔军 不过 血龙魔族等人损失惨重得多 黑魔族几乎做到了以一换二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兵王 我是主播 冥冥如玉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063集 黑魔族能取得如此杰出的战果 并非其黑魔族组兵自身有多强大 而是叶凡利用了局势各个方面的因素 借用那些魔族的心思 不断分开尾肩 当他们逃出去的时候 才发现损失如此巨大 血龙魔族等人手边大军 各个魔尊前来汇报 他们得出了一个异常恐怖的数字 五千亿大军只剩下一千三百亿了 在场所有人都倒吸冷气 血龙魔族连忙问道 那黑魔族还有多少 具体多少无法调查清楚 不过应该不到一千亿 大概八百亿左右 而且大部分都有所创伤 事后如是回道 血龙魔族心惊肉跳 黑魔族虽然吸收了几万魔族的势力 但是加起来总共也就三千亿出头 而他们足足有五千亿大军 损失了近四千亿 可是黑魔族只损失了两千亿出头 这等实力差距让血龙魔族等人心神气气 刷 忽然 一道黑影从外面飞了过来 黑煞魔尊 血龙魔族上前 黑煞魔尊眉关紧锁 陈胜说道 血龙魔族 两位魔主 我尝试跟我相熟的几位魔尊联系 可是都没有得到他们的回应 而且据我的探查 黑魔族只有十几个魔尊 都不是我熟悉的 恐怕 黑卷魔主挥下的那些魔尊 都已经凶多吉少了 啊 血龙魔主大惊失色 忽然打了个机灵 喃喃自愈 难道 黑绝才是那七大魔主的奸细 血龙魔主 现在纠结谁是奸细 已经没有意义了 一个魔主 陈胜说道 我们要做的是将黑魔族解决掉 从黑绝魔主手里 落来空间果 否则 我们连返回魔界的机会都没有 如今 魔族联盟已经不再奢望占领神战大陆了 他们唯一想的就是安全撤回魔界 该死的 血龙魔主面色铁青 回魔界的关键便是黑绝魔主手里的血魔空间果 这种空间果 这种空间果非常罕见 而且数量不多 每十万年才能收获一批 每颗空间果 可供百亿大军传送一次远距离的空间阵 当初他们耗费了数百颗血魔空间果 才将大军全部传来 为了以防万一 特意留了一百颗 而这一百颗 可供万一大军回去 原本他们是想 占据了神战大陆之后 撤回万一大军 剩下的魔族则在神战大陆发展 谁承想 他们三万多亿大军浩浩荡荡地来 结果连神战大陆的大门都没进去 就自己内部斗争得差不多了 黑一卷魔主手里的一百颗空间果 血龙魔主他们根本用不到那么多 只需一颗 他们就心满意足了 可是到现在 他们别说那一百颗血魔空间果了 就连半颗都没见过 早知道会是这样 就不能让黑一卷魔主一人 把那么多空间果握在手里 如今之计 只有将黑魔族彻底消灭 从黑一卷手里 夺回那些空间果 血龙魔主深深吸了一口气 沉声喝道 我们必须抓紧时间 要是让人类物者那边 发现我们内部大乱 一定会有所行动 一旦把他们也卷了进来 我们这些魔族 恐怕要全军覆没了 不错 素斩素军 另外两个魔主十分认可 连连点头 众人商议一阵 召集全体大军 直奔黑魔族的大营 而黑魔族那边 也在整备大军 跟血魔族 和另外两个魔族 决一死战 两边人马 在黑魔族大营外对峙 这一次 血龙魔主血聪明了 没有一马当先 冲到最前面 而是让数亿精锐 保护自己 后面不远处 便是上千亿 魔族大军 黑爵 你这个天杀的 我来说话 血龙魔主高声大喝 对面 黑爵魔主缓缓出现 周围同样是层层叠叠的 魔族大军 血龙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有什么好跟我说的 叶凡咧嘴一笑 难不成 你觉得你还能赢过 我黑魔族 消化 血龙魔主怒急返笑 怒声喝道 你黑魔族 如今只剩下八九百亿魔军 只有我们魔族联盟的 三分之二 而且 你黑魔族的族兵 大部分都带着伤 本魔族找你出来 只想弄清楚 你为什么要突然对我们 发动袭击 还能为什么 当然是为了我们八大魔族的 万年大计 叶凡哈哈大笑 血谷已经被我解决掉了 之后便是你血龙 只要把你们血魔族都干掉 回去我就能获得无法想象的报酬 至于这场圣战 我从来就没打算发动 黑绝魔族的话 让血龙魔族等人脸色大变 他们顿时回过山来 这个平日里冲动无脑的家伙 居然有如此深的诚服 他一个人就把十几个魔族 玩得团团转 从始至终 大家都没发觉 特魔的 血龙魔族咬牙切齿 冷声哼道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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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魔族联盟一千多亿大军 发出震天怒吼 杭博的血魔器 普天盖地地朝黑魔族席卷而去 叶凡也不甘示弱 让黑方魔尊和自己的分身 指挥着八九百亿的黑魔族族兵 进行抵抗 他完全没把这些黑魔族的命当命 只要能解决对方 就算死 也得拖走一个 两方阵营杀红了眼 一时之间 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 叶凡 没有前往一线 而是在后面 安然自若 他从没觉得 黑魔族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等 远在万里之外 数十亿人类舞者 正在集结 整装待发 抓 一道流星从天际划过 紧接着 星皇武尊的身形 出现在一众神尊敬强者面前 叶凡 已经发动了魔主内部的最后一战 两千亿魔族大军相互厮杀 战局非常惨烈 言辞悲怆 可是星皇武尊的脸色 却异常欣喜 人类舞者 对魔族 神恨彻骨 巴不得 这些魔族 全都死光最后 三目武尊问道 野凡的情况怎么样 有没有危险 还好 他身边 还有近千亿大军 应该还能抵挡一段时间 星皇武尊 看了看天色 咱们可以出发了 喝 人类舞者 奇奇迪鹤 士奇振奋 别看他们这里 只有五六十亿 但是无一不是 人类舞者的精锐之势 等黑魔族 和魔族联盟 达到最后 他们轻松 便能收拾残局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编网 我是主播 明明如月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五十四集 黑魔族营地 厮杀已经一整夜的时间 两边人马损失 无比惨重 即便还有力再战的 也是十分疲乏 叶凡莫不关心地看着 黑魔族的族兵 一个接着一个 倒在血泊之中 到现在 黑魔族 只剩下不到百亿军队了 好在族中精锐损失 只有一半 此时 还有近四十亿 而魔族联盟的情况 比黑魔族好许多 三个魔族 麾下的魔兵加起来 足足有五百亿 只是精锐损失惨重 加起来也不到十亿 黑魔族 正是靠着族中精锐 死死抵挡着 魔主联盟的进攻 只不过 他们人数太多 即便黑魔族的精锐 战力强横 落败 也只是早晚的事情 更为关键 更为关键的是 魔主联盟的魔尊数量 有四五十人 而黑魔族那边 则只有寥寥十几人 而且这些魔尊 全都是叶凡分身所化 血龙魔主 见战局已定 魔主联盟五百亿大军 将残存的黑魔族 围得水泄不通 他心情无比畅快 大摇大摆地来到前线 轰杀了一大片魔兵 开出一条突破口 血魔族的精锐 冲杀而入 大杀四方 大的黑魔族 节节败退 只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 黑魔族的四十亿精锐 便损失殆尽 而魔族联盟 只付出了两百亿的伤亡 在平时 恶大魔主的精锐 最起码也能一当十 可是现在 魔主联盟付出的代价 只有平时的一半 便把四十亿黑魔族精锐 彻底吃掉 这份战果堪称辉煌 黑爵 你已经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还不投降 血龙魔族看着 只有二三十亿手下的 黑爵魔族 哈哈大笑 他们的人数 是黑魔族的十倍 而且黑魔族剩下的 都是一些老弱病残 根本不堪重用 原本血龙魔族 以为黑爵魔族会失落 谁知他的脸上 依旧带着轻蔑的笑容 血龙 我为什么要投降 叶凡呆呆一笑 现在还没翻出胜负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 哼 明完不灵 血龙魔主 见他这副模样 又气又怒 沉声喝道 黑爵 我之所以留你性命到现在 是为了你手里的 血魔空间果 你要是失去 就把空间果交出来 我还可以考虑 放你一条生路 血龙魔主这话 明显是在扯淡 勾打到如今这个地步了 双方彻底撕破脸皮 用屁股想都知道 他不可能兑现承诺 空间果 叶凡微微一愣 他杀了黑爵魔主 但是并没有从他身上 缴获什么空间果 原本他还以为 空间果在血龙魔主 他们手里 他还打算暂留 血龙魔主等人一条性命 先把空间果弄出来再说 没想到黑爵魔主 居然还藏了一手 不过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黑爵魔主一直在大营里待着 那些空间果肯定是被他藏起来了 只要解决掉血龙魔主等人 到时候再发动人类舞者到处寻找 就算是绝地三尺 也不能放过这种空间宝贝 黑爵 你这是什么表情 血龙魔主冷眼一眯 我没工夫跟你废话 快点交出空间果 想要空间果就先打败我吧 叶凡伸了个懒腰 对一旁的黑方打了个响指 发现后 可以总攻了 是 主人 黑方魔尊吞厌了一口唾沫 周身血魔器顿时大放 紧接着 一道血柱 冲天而起 直地云霄 血龙魔主等人懵了 这家伙还想干什么 不知所谓 血龙魔主吐出一口唾沫 还手轻轻一招 承前黑爵 其余黑魔族人 全部杀光 哦 哦 两三百亿魔主联盟大军 有如潮水一般 朝黑魔族扑去 黑魔族只剩下三十亿魔兵 但是 叶凡丝毫不拒 带领众人直接冲杀 刷刷刷 叶凡身上亮起一阵阵白光 只见八十道分身 凭空乍现 每个人手里都握着一柄 鬼鹰按摩剑 另外十几个分身 巨龙而来 结成了一个特殊的大阵 叶凡站在阵心 手持盘龙软剑 高喝一声 一股无比凌厉的气势 席卷而来 轰隆隆 天空轰响 无数道剑气迸发 剑锋席卷之处 所有魔兵尽数碎裂 所过之处 血流成河 惨烈无比 叶凡有如一柄利刃 瞬间扯碎了一大片包围圈 其余黑魔族魔兵追杀出来 不进不退 反而跟魔主联盟的大军 正面对敌 后方的血龙魔主 大惊失色 还没想到 黑爵魔主 在最后关头 居然能爆发出 这么恐怖的招式 这种绝招 对血魔器的损耗 肯定无比巨大 我看他还能坚持多久 血龙魔主 不懈地哼了哼 在他眼里 黑爵魔主 已经跟死人无异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半个小时后 黑爵魔主的气势 依旧惊人 死在他手里的 魔族联盟魔兵 没有十亿 也有八亿 要是再这么杀下去 整个魔族联盟 都不够他杀的 血龙魔主 从一开始的淡定 变得惶恐起来 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 快上 快点烧了黑爵 血龙魔主倒吸冷气 不敢再让手下 留有余地 另外两个魔主 背到他身边 眉关紧锁 血龙魔主 你看黑爵的气息 好像有点不对劲呢 是啊 虽然有我们 血魔器的气息 可是其中蕴含的威能 绝不是我们 所修炼的血魔器 拥有的 血龙魔主愣了愣 也发觉了不对劲 不 他不是黑爵 他绝对不是黑爵 以血龙魔主 对黑爵魔主的了解 他不可能拥有 这等强大的战力 要是真打起来 他还不是自己的对手 可是 血龙魔主自问 自己在大军中 来回冲杀的那些人手里 连三招都挡不住 由此可见 这个家伙 不是黑爵 那真正的黑爵 又去哪里了 红隆隆 就在这个时候 远处忽然传了一阵 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血龙魔主 连忙扭头看去 只见数十亿 人类舞者 急驰而来 为首的是 数千神尊敬强者 人类 是 是人类 血龙魔主 脸色大变 战场上的叶凡 仰天大笑 恢复了本来模样 血龙 你总算是反应过来了 不过 已经晚了 1065集 人类舞者 凶悍地冲入 魔族联盟之中 大杀特杀 魔族联盟 结成的防御阵型 只是瞬间 便土崩瓦解 虽然人类舞者 只有区区几十亿 而他们魔族联盟 足足还有三百多亿 可是 魔族联盟 根本无法抵挡 人类舞者 势如破竹 在几千个 神尊敬强者的率领下 犹如虎入羊群 无比凶猛 血龙魔主 看着自己 麾下族人 被人类舞者 轻松屠杀 航母欲裂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血龙魔主 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 几分钟前 还大好的形势 怎么在一瞬间 便彻底轰塌 魔族联盟 能活到现在的族人 全是神军镜 神丹镜以上的强者 称得上精锐 和那些人类舞者的实力 相差无几 可是 在同级别的厮杀中 人类舞者爆发出来的战力 居然比他们强大数倍 即便是最弱的神军镜 人类舞者 也能同时 抵挡住 好几个 同级的魔族 血龙 还发呆呢 这时候 一声大笑 从血龙魔主身后传来 他扭头看看 只见那个人类 率领着剩下的魔族 杀进了魔族联盟之中 以他 和那一百多个 一模一样的分身为首 魔族联盟 奔崩离析 再无一丝抵挡的勇技 血龙魔主 心头发寒 手脚不知所措 一时之间 居然被叶凡的气势所射 无法动态 眼看那个巨大的剑阵 越来越近 血龙魔主回过神来 连忙催动血魔机 完了 剑阵中 忽然施放出无数道魔光 直接将血龙魔主 包裹起来 刷刷刷 耀眼的光芒 刺激着所有人的双眼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一大滩鲜血 从剑光中低躺下来 刷刷刷 那些目光 飞回叶凡身边 而血龙魔主所在的位置 再无一丝升起 只有浓烈的血腥气息 缓缓向周围散发 远处两个魔主 堂目结舌 他们万万没想到 魔族联盟第一高手 居然在那个人类舞者手里 连一个回合都撑不住 完了 完了 两个魔主对视一眼 欺然大吼 他们再无一丝反抗的底气 人类舞者的战力 爱过强大 别看他们只有几十亿军队 可是论战力 没有几千亿魔主大军 根本无法与其对抗 这些人类 这些人类简直就是叫肉鸡 轻而易举的就能灭杀他们的族 可怕 太可怕了 就在两个魔主惊恐绝望之时 他们的头顶忽然笼罩下一片异样的星雾 三木 叶凡说过 不用留活口了 是吧 不错 既然如此 那有两个家伙 我收了 话音一落 星雾崩溃 两个魔主连丝毫反应都没来得及 便在星雾中化为血雾 死得透透的 三大魔主瞬息被灭 对魔族而言 不仅仅是士气上的打击 更关键的是 他们的陨落 直接让许多高阶魔族失去了控制 很快 一盘散沙的魔族被人类舞者围追堵截 逃出去的少之又少 数百亿魔族在一夜之间斩杀殆尽 人类舞者迎下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决战 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这一届圣战赢得太轻松了 最后清点结算 人类舞者居然只损失了不到三亿人 而魔族来时足足有三万亿 现今只有区区几百万 这些魔族是黑方魔族的族兵 因为他很早就向叶凡投降 所以星皇当人没有为难他们 不过 非我族类齐心弼翼 这几百万魔兵被阳家看守 不允许他们随意走动 黑魔族大营中 叶凡与星皇五尊三慕先尊并位而坐 居于所有神尊敬强者最前面的位置 对此没有一人有何意义 虽然叶凡的辈分不算高 但不论是他的实力 还是他在这次圣战中的功劳 都足以得到所有强者的尊敬 黑方魔尊战战兢兢地跪在大营中间的地上 数百个神尊敬强者死死盯着他 他的内心无比慌乱 叶凡 这家伙打算怎么处置 星皇五尊坐在诸位中间 笑呵呵地看向叶凡 黑方魔尊打了个机灵 他以为自己认的主人 是人类无者中最强大的存在 毕竟叶凡化身魔凡 在魔族联盟中大杀四方 就算是那些巅峰魔主 也不敢跟他单对单 刚才他一招灭杀血龙魔主 对方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可是他的实力 已经远远超过寻常的巅峰魔主了 谁承想以他的实力 居然还不是神战大陆的最强者 坐在他旁边的那两个人类 比他更厉害 可怕 当真可怕 黑方魔尊惶恐不安 他知道 这个大营中随便挑出一个人来 都能轻松吊打他 就更别提 坐在最上面的那三位了 留他一条小命吧 叶凡摆摆手 淡笑道 黑方 你应该很清楚 背叛整个魔族是什么罪名 如今你已经投降于我 魔界基本是回不去了 今后 我会和三木师伯和新皇陛下商量 腾出一个地方 供你和你的族人修炼生活 要是你当刚有二心 我不会留情 记住 机会只有一次 是是是 黑方魔尊大戏过望 连连给叶凡磕头 管束好你的族人 我跟你客气 不代表其他人 和我的脾气一样好 叶凡警告道 主人放心 我麾下虽然有五百万族兵 但是族人只有两三千 其他都被我的族人控制 我会交代他们老实安分 要是谁敢在神战大陆 闹幺蛾子 不用主人出手 我自会灭了他 黑方魔尊说得铿锵有力 其实 不用他交代 他的那些族人 也不敢再次造次 在见识了人类舞者的强大之后 就算给他们十个胆子 他们也不敢乱来呀 更何况 这里是人类的地盘 他们就只有几百万族兵 那些人类舞者数量 是他们的上万倍 他们又能掀起什么风浪来 现在 人类能给他们一个地方 生存修炼 也就是做梦都求不来的 他们怎么敢不老实 这就好 叶凡微微汗手 正准备提点几句 忽然 张渠和张道 从外面匆匆进来 静止来到叶凡身边 在他耳畔 逼于了几句 嗯 叶凡眉毛一条 好 全部搬过来 这 张渠攻山而退 很快便带着一对军士 扛着几十个大箱子 返回大帐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兵王 我是主播 冥名如月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十几个大箱子 整整齐齐摆在一众神尊镜强者面前 叶凡打开其中一个 只见里面放着十个黑色的玉石盒子 玉石半透明 里面红光闪闪 似乎有特别的东西在来回引动 是 是雪魔空间果 不等叶凡开口询问 黑方摩尊便先惊呼起来 众人纷纷愣住 星皇五尊惊恶道 这就是你们进入我们神战大陆的秘密 人类经历了数次圣战 自然对魔族是如何进入神战大陆的秘密深入研究过 根据诸多前辈的探查 他们发现 魔族之所以能每隔十万年便进入一次神战大陆 是因为魔族有一种非常玄秘的物种 这个物种每隔十万年成熟一次 它所结出的果实可以通过特殊的炼制 用作空间传输之用 而且这种果实炼制的成品 可以极大的稳固巨型空间层 要知道神战大陆的空间振扭 一次性传送上千人就是极限了 而魔族却可以一次性传送数万亿大军 在空间方面的开发 人类落后的不是一星半点 可是神战大陆并没有这种果实 并且魔族也从未留下过这种东西 所以人类舞者对空间果的认知 都是从跟魔族那些强者的交战力 交流的知言片语中猜测和推断出来的 不管怎么说 空间果对于魔族而言 是无比珍贵的宝物 而眼前却足足有一百多颗空间果 一颗空间果可以转一百亿人去 这就意味着 这些空间果足以让万亿魔族 离开神战大陆 万亿 这是何等恐怖的数字 几乎快赶上五分之一个神战大陆了 叶凡拿出一个愈合 然后有兴趣的观摩一阵 正准备打开 黑方魔尊吓了一大跳 连忙叫道 主任 且慢 嗯 叶凡扭头看去 好气道 怎么了 我不能打开 主任 千万不要 不要轻举妄动啊 黑方魔尊姗姗地缩了缩脑袋 黑笑道 每一个空间果一散的能量 都能引起空间风暴 只有用我魔族的特殊秘法 才能提炼这些能量 再用于空间大阵之中 要是贸然打开 咱们这片营地 恐怕会瞬间被混乱的空间风暴撕碎 我们所有人都无法逃脱 原来如此 叶凡唯唯汗手 笑道 黑方 你提醒得很好 不错不错 你已经表现出你存在的价值了 主任 这是小人应该的 黑方魔尊暗暗松了一口气 面对叶凡的夸奖 还没有丝毫荣幸 因为一旦叶凡打开禁灵盒 他也得跟着陪葬 好不容易熬到这一步 死在这事上 冤不冤呢 黑方 你知道如何提炼空间国吗 星皇武尊沉声问道 这个 大概 大概知道一点 黑方魔尊的语气有些不确定 知道就知道 哪里有什么大概的 叶凡没好气地哼了哼 是是是 黑方魔尊低叹一声 如实说道 不然 小人当初负责的是 空间大阵的布置 提炼空间国里的空间能量 是我们魔主的祭司才能做到 必须有着强大的精神力 精神力 此话一出 在场所有人都笑了 人类武者虽然体魄比不上魔主 但是精神方面却能轻松秒杀他们 因为上古传承秘术的存在 使得每一个魔尊都把大量的时间 用在修炼精神力和灵魂方面 如果说魔族的那些巅峰魔主 和依靠魔童来转换精神力 从而达到控制魔族的效果 那么人类在平等的条件下 即便是寻常的神尊敬初期 都能做到巅峰魔主的程度 这就是两个种族天赋方面的差异 叶凡和新欢武尊三慕先尊对视一眼 微微点头 三慕师伯 兴皇陛下 我们人类天生精神力强大 要是能在黑方的指导下 摸清楚这些空间国的秘密 那么将来我们说不定 就能派一些人去魔界闯荡一番 嗯 三慕先尊暗笑道 不错 而且黑方主持过空间大阵的布置工作 说明他在这方面有一定的造诣 我们只要花点时间研究空间国就行 新欢武尊大趣道 连魔族那些蠢货都找到了办法 咱们这些人类要是解决不了空间国 岂不是连蠢货都不如 三人大笑 新欢武尊一头看向惶惶恐恐的黑方摩尊 但笑道 黑方 从今天开始 我会调一批人跟你一起工作 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配合他们研究空间国 另外 把空间大阵的布置方案告诉我们 等这两件事情搞定 我会重重赏赐你的 是 是 黑方摩尊非常清楚自己的位置 既然已经投降了 就不能对这些人类藏有任何暗手 包则不仅自己性命难保 连族人也会被他们全部灭杀 哎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可何况 命还在他们手里呢 众人商议了一阵 叶凡便和新皇三人 将这些空间国各自收进一部分到空间石 有他们三人保护 想必神战大陆 没有人能打到空间国的主意 黑方摩尊可怜巴巴的被新皇的人带走了 叶凡懒得留他 只要他老老实实配合 新皇武尊肯定不会为难他 一众武者在黑暗玄圆深处逗留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确认所有魔族都被消灭 这才撤了回去 和大军会合 当武者联盟的人得知他们已经解决魔族的时候 先是愣了一会儿 随后全营地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 魔族被消灭了 神战大陆保住了 圣战赢了 叶凡等人没有公布空间国的事情 一众宗门休整了几天便各自撤走 叶凡和董月军脱离队伍 火不及待地回到创建山 一见山妖阁院 便感觉到一股不弱的气息 正在院子里来回窜动 两人飞了下去 一道强大气息立马冲起 是谁 只见碧花圣女飞出院子 手吃一柄利刃谨慎地盯着来人 碧花师姐 是我们 董月军快步上前感谢道 这段时间辛苦你照顾依依了 碧花圣女看到叶凡和董月军回来 顿时愣住 你们 你们不是去圣战前线了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往届圣战基本上都得打个几年 可是叶凡他们才走了两三个月 难不成他们特意请假回来看女儿 也太把圣战当儿戏了吧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兵王 我是主播 鸣鸣如月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叶凡蛋蛋蛋一笑 看来我们比现实更快一些 是啊 董月冬月军无嘴一笑 对依依依招了招手 妈妈 爸爸 依依眼睛发亮 收起手中的长剑 飞向了叶凡和董月军 一家三口抱在一起 把碧花圣女晾在一旁 叶凡 董师妹 你们这是 碧花圣女有些尴尬 忘了跟你说了 圣战 赢了 叶凡扭头看向碧花圣女 搂着老婆和女儿 飞回了院子里 赢了 碧花圣女脸色顿变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要知道 历届圣战 无疑不是旷日长久的大战 最长的一次 持续了整整十年 而叶凡他们 才离开三个月不到的时间 居然就赢得了圣战 真的假的呀 碧花圣女对叶凡有些畏惧 不过 她的性格不至于无敌放尸 难道 五者联盟真的 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内 就将模组击溃了 碧花圣女返回住处 思绪复杂混乱 不知不觉 天色渐满 创戒山上 忽然传了一阵 震耳欲聋的钟声 是创戒钟 碧花圣女一惊 连忙起身 飞向宗门大殿 只见玄天圣女 坐在主位 宗门许多前往圣战前线的长老 强者 都已经回来了 碧花圣女不可置信地 擦了擦眼睛 全都回来了 碧花圣女惊呼起来 惊讶的不仅是她 还有创戒山其他的留守强者 玄天圣女笑着 摆了摆手 宣布了圣战胜利的消息 创戒山一片哗然 惊呼 血月 久久没有停歇 玄天圣女等人 没有打断打架 等所有人 情绪冷清之后 才笑着 看向碧花圣女 碧花 叶凡和小军呢 他们回院子里去了 碧花圣女 喜色连连 圣战真的赢了 而且神尊敬的强者 无一折损 最多的 只是灵魂之力创伤 修养个几年 就能慢慢恢复 至于寻常的低阶舞者 也折损了几千万人 连一个亿都不到 这种胜利 太不可思议了 真是的 创纪中敲响 他们居然不出来 玄天圣女摇头苦笑 言语间 并没有怪罪的意思 随行回来的那些强者 纷纷帮叶凡说话 说他劳苦功高 异常辛苦 休息一段时间 也是应该的 大家就别去打扰 他们一家了 碧花圣女恶然不已 虽然叶凡挂职了 创界山的八大长老 地位也算是高的了 但是 不至于所有人 都帮他说话吧 他有这么大的面子 可是 当玄天圣女 向大家讲解 这次圣战 是如何胜利之后 碧花圣女 彻底懵了 原来 圣战之所以能赢 几乎全是叶凡的功劳 深入敌后 挑动魔族内乱 直接 间接死在他手里的魔族 超过了百分之八十 三万亿魔族大军 因为他死掉的 居然就有两万多亿 好可怕 碧花 你去把叶凡叫来 玄天圣女看了看时间 一声说道 有件事情 我要带三木师兄 以及全体长老阁宣布 是 碧花圣女 哪里还敢有二话 连忙去请叶凡 他从玄天圣女口中 已经得知 叶凡 是继星皇五尊 三木仙尊之后的 第三大强者 他的实力 得到了整个 神战大陆的认可 甚至 玄天圣女的 只言片语中 把叶凡说的 实力不在 这两人之下 这就意味着 叶凡将来 必定能取代 新皇五尊 和三木仙尊 成为神战大陆的敌人 这等实力 足以同十万年前的 划骨大地媲美 碧花圣女 恭恭敬敬地 来到叶凡院子外 敲响大门 叶长朗 董师妹 师父有请 她喊了一阵 里面一点反应都没有 诶 碧花圣女愣了愣 壮着胆子 回门而入 谁知 庭院大门大开 在大厅里的客桌上 摆着一份书信 她拿起来一看 神色顿变 不可 碧花圣女 连忙抓着书信 飞向了宗门大厅 师父 师父 碧花圣女 把书信 递给玄天圣女 你快看 玄天圣女 只看了一眼 神色 变得格外复杂 这小子 居然走得这么快 玄天圣女 跟叶帆夫妻的私交很不错 她早就知道 叶帆在圣战之后 会离开创解山 回到足地 休息一段时间 没想到 这小子 居然不辞而别 师父 要不要把他们追回来 碧花圣女问道 算了 她做的决定 没有人能更改的 玄天圣女摇了摇头 既然如此 就等三木师兄回来再说吧 师父 叶帆说 长则数十年 短则数年才会回来 这也太久了 碧花圣女 闪闪一笑 咱们就算不去追 也派人查一下 她的足地在哪儿吧 别 玄天圣女连连摆手 警告道 叶帆这人 脾气古怪 很多事情都有着 莫名其妙的底线 她曾经说过 她的足地是个 非常神秘的地方 不想任何人打扰 要是谁敢去 她足地造词 后果 自己颠量 由此可见 足地的存在 就是她的底线之一 我们还是不要 轻易碰触微妙 玄天圣女 这番话的潜在意思 也是在警告其他人 叶帆不是擅长 别以为她帮人类 打赢了圣战 她就是个大好人 其实她还是很凶残的 要是谁敢跟她 站在队里面 别怪我没提醒你们 是 碧华圣女 顶点点头 不再坚持 自己的观点 少了一个夜凡 没事 我们该庆祝 照样庆祝 玄天圣女 抬手一挥 设宴 众人的神经 紧帮了这么久 终于可以 彻底放松了 当即 大家忘记夜凡 进入狂欢庆祝之中 跟创界山一般热闹的 还有其他各大宗门 整个神战大陆 舞者界 进入欢闹的海洋 与此同时 夜凡一家三口 来到创界城 跟四眼蛟龙 和白羽会合 白羽得到了董月军的认可 算是他们夜家的人了 大家聊了一会儿后 便拉着她 到房间里 说私密话去了 四眼蛟龙和夜凡 一一在饭厅里 吃饭聊天 好不热闹 还有呢 还有呢 一一眨巴着眼睛 搂着夜凡的胳膊 爸爸 你偷偷潜入魔族之后 还干了什么 快说快说 别跟说像似的 老子都听得快炸毛了 四眼蛟龙 一手端着茅台酒 一边不耐烦地 嗷嗷大叫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兵王 我是主播 鸣鸣如玉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八集 五天之后 叶凡等人离开创建山 来到西北域的玉林国 如今玉林国 已经改名成了大华国 大华国的国君很神秘 从没有出现在国民面前 但是三大护国神兽 却经常显现威力 震慑周围的 诸多势力 稳定大华国 大华国 相较之前的玉林国 面积有了较大的提升 超过了百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一个青藏的面积 辖下三个郡城 人口近十亿 相比起地球世界 这绝对是繁华之地 可是在神战大陆 不少国家 连一个郡城 都有这么多人口 大华国 终究有些上不了台面 两年前 西北域三大国家之一的 大周国 曾经想要将其 纳入版图 谁知并还没有入境 临着的大卫国 便立马发起猛烈的攻击 警告大周国的国主 禁止任何对大华国的军事行动 一开始大周国还不听 谁知大军一开进大华国 整个南荒山脉 北疆腰山的群腰 立马对大周国发动了寿潮 群腰过境 寸草不生 大周国损失了好几亿军队 境内的老百姓更是苦不堪言 从此大周国再也不敢打大华国的主意了 可以说大华国成为了整个西北域的核心圣地 成百上千的西北域国家对其敬畏有加 这一天 大华国的国度上空 忽然涌起一阵强烈的席卷波动 紧接着雷云寸促聚拢而来 刷刷刷 顿时 从皇城中飞出三条头掌鸡脚的巨蛇 这三条巨蛇 有两条鳞片青黑 两只蛇眼散发着淡淡的金光 另外一条则是铜体墨黑 虽然境界比那两条巨蛇强一些 但是气势却弱了不少 哎 几年不见 蛇妖兄弟居然突破了神丹井 雷云中发出一阵大笑 妖言 妖志 你们俩干什么 不认识我们了 雷云里闪烁起四只金光闪烁的瞳孔 高贵的龙翼气息席卷而来 那两条青黑色巨蛇猛的一惊 随即化成了人形 满脸喜色地冲进了云层之中 那条黑蛇也是大惊失色 化为一个壮汉紧随其后 公子 林先生 竹母 小姐 你们 你们也在 蛇妖兄弟 远远便看到了来人 立马跪下 恭敬地给对方磕了几个响头 黑壮汉也连忙跪下 敬畏地匍匐在云层里 连头都不敢抬 叶凡和四眼蛟龙来到他们面前 轻轻地拖起了他们俩 一转眼就是几年时间 妖言 妖志 你们辛苦了 叶凡拍了拍 蛇妖兄弟的肩膀 对董月军和依依介绍道 他们俩就是当初守护我们叶家祖宅的两条青蛇 董月军和依依早就知道祖宅的竹林里有蛇 但是 叶凡从来没有去处理 还嘱咐过家人 遇到危险 便去竹林里躲避 在没接触武道之前 董月军和依依还不知道其中奥秘 来到神战大陆之后 他们便猜到了 竹林里的蛇很有可能就是叶凡从神战大陆带回去的妖兽 见过竹母 见过小姐 蛇妖兄弟对董月军和依依深深鞠躬 依依好奇地打量着他们 咦 你们俩这是那两条蛇呀 是 小姐 妖言点点头 唏嘘道 小姐长大了 依依 俏皮一笑 先回去再说吧 叶凡白白手 示意大家返回大华国皇宫 自从御林国被叶凡拿下 他暂时保留了国内的官城系统 以此保证国家能正常运行 妖言召集文武百官 告知他们国君历练回国 将要荣登大宝 文武百官又是紧张又是期待 毕竟 这位神秘的国君 能收拢到三只护国神兽 而且在大华国危机之时 还能请动西北域最强大的大卫国 和万妖丛林为源 这足以说明他有多强大 在神战大陆 国君的强大与否 关乎着整个国力 他们这些做臣子的 自然是希望老大越厉害越好 叶凡没有亲自出面 而是派了一个分身 易容后参加了宴会 至于登不登皇位 他一点兴趣都没有 叶凡的住所里 他上下打量着蛇妖兄弟和那个黑大汉 黑大汉是他在力血国收的黑蛇妖 当时他已经达到神军境巅峰了 自己一句话 便让他死心塌地地追随 而且即便被自己叫到大华国 也丝毫没有耳心 由此可见 这黑大汉秉性可靠 黑文 你跟我的时间不算长 接触的也不算多 当你能因为我一句承诺 就任劳任务这么多年 叶凡满意一笑 从空间室里取出一颗圆滚滚的金蓝色珠子 丢给了黑大汉 现在是我履行承诺的时候了 黑大汉一接珠子 神色瞬间激动起来 主人 这 这是龙族内单 嗯 四爪水晶龙的内单 虽然不是顶级龙族 但是龙族的血脉也算是中上了 叶凡笑了笑 你也是水属性妖兽 这颗内单 足以让你完成 蛟龙蜕变 说不定 就此塑造龙脉 也不是不可能 不过 这只水晶龙的血脉很强大 而且 当初的境界 达到神虚境巅峰 不是你一时万会 就能炼化得了的 你不用急于一时 整去百年内完成炼化 应该就能彻底蜕变了 到时候 我再祝你一笔之力 神虚境不敢说 但是 神海境 绝对跑不掉 以叶凡如今的实力 帮一只虚单境的妖兽 突破神海境 可以说轻而易举 只是 想要改变血脉的纯度 就不是一朝一夕 能办到的了 多谢 多谢主任 黑大汉扑咚一下 跪在叶凡脚下 脑袋用力 早在地面 好了 你先下去吧 叶凡摆摆手 调整好状态 尝试跟这颗内单 属性完全契合 将其认住 这种好宝贝 也还没误热 就被别人弄走了 是 黑大汉连连点头 喜滋滋地跑了出去 蛇妖兄弟摒弃宁神 满怀期待地 看着叶凡 他们跟叶凡 已经有十年时间了 对他忠心不二 叶凡对黑文 到那般后代 给他们的绝对更好 果真 叶凡从空间实力 取出两枚 透体碧绿的 龙族内单 妖言 妖志 这是神丹镜的 青龙内单 你们争取 在一个月内练化 我和四眼 会帮你们 塑造龙脉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冰文 我是主播 冥冥如玉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十九集 蛇妖兄弟 热泪盈眶 虽然叶凡拿出的龙族内单 是神丹镜的 比给黑文的那颗 神须镜巅峰的龙族内单 境界低了很多 但是 这并不代表 两颗青龙的内单 就比那颗神须镜的龙族内单逊色 反而其中价值 是那颗内单的百倍 千倍 因为 妖兽随着境界的提升 血脉会越来越纯 一方面 是因为实力的缘故 另外一方面 则是 那些蛇 骄 自己也会想方设法 提高自己的龙族血脉 而叶凡 给蛇妖兄弟的龙族内单 只有神丹镜 这就说明 这两颗龙族内单的主人 生前就是龙族 血脉纯度 绝对是神战大陆 顶级的 蛇妖兄弟 拜倒在叶凡面前 感激涕零 行了 下去吧 叶凡摆摆手 但笑道 我要去一趟南荒 四眼和我妻子 都留在这里 你们俩 要在我回来之前 就做好准备工作 就请他们俩 帮你护发 是 蛇妖兄弟 连连点头 他们 已经感觉出来了 四眼蛟龙如今 已经有了 神虚境巅峰的实力 离神尊境 也相差无几了 而叶凡的妻子 也就是 他们的主母 依然是 神尊境静静 这当实力 和在整个西北域 也找不出几个了呀 四眼蛟龙 伸了个懒腰 我就算了 这几天 我也想回一趟 北江腰山 你们俩 还是请弟妹出马吧 好 董月军 微微汗手 他原本 想要跟叶凡 一起去南荒山脉 但是因为 那几场大战 对上古传政秘术 有了一些心得 想要闭关琢磨一下 所以 叶凡此行 只带依依一个人去 白宇最近 跟董月军走得很近 主动留下了护法 多谢珠穆 蛇妖兄弟 连连攻身行礼 再三告罪 这才退出大厅 第二天一大早 一一便迫不及待地 拉着叶凡 飞往南荒山脉 叶凡如今 已经是神尊敬了 短距离的飞行速度 不会比空间传送阵 慢多少 而且 一一也不想无聊地 待在传送阵里 对他而言 去南荒 是一次特别的旅行 这些年 他和董月军 被带到创建山 基本就没有 好好出去玩过 丫头 爬在叶凡的背上 兴奋地 指着下方 爸爸你看 你看 真的有妖兽耶 他们进入了南荒山脉范围 叶凡放缓了速度 这里是黑熊鲁阁的地盘 自从叶凡进入南荒山脉 核心区域之后 就再也没有跟他见过面 叶凡 盘旋在黑风山的上方 淡笑道 丫头 这里的主人 是我的好朋友 待会儿见了人 不能没有礼貌 要喊大伯 知道吗 嗯 依依乖巧地点点头 兴奋地说道 爸爸 我们快点下去吧 黑风洞里 鲁阁正在跟青山蛇女 和朱元晶 研究畅谈 几年前 他们在叶凡的帮助下 解决掉金雕怪等妖兽 黑风山一统周围 几十座妖府 别看他们 只有神武镜妖王的实力 但是周围那些神军镜的妖军 都不敢来轻易招惹他们 因为 鲁阁是南黄山脉 三大妖仙之一的 淮京仙子 点名照顾他 而且淮京仙子的女儿 也经常来鲁阁这里做客 还有南黄山脉核心区域的 新晋妖仙 麒麟王 也是鲁阁的座上宾 可以说 在南黄山脉外围 鲁阁就是这里的王 青山蛇女和主元经很早就依附在鲁阁的手下 成为他的左膀右臂 他们很庆幸自己能有当初的决定 否则他们恐怕就要赴金雕怪的后尘 现在连尸骨都成黄图了 鲁大哥 奴家再救你一碗酒 青山蛇女柔美一笑 看着一桌子的牛羊肉 有些惋惜地说道 可惜 咱们黑风山已经吃醋了 不然弄些凉体羊烂 是何等的美味啊 鲁阁刚把酒杯举起 梦得放下 吻声吻气地训斥道 青山 我兄弟早就说过了 不可再识人了 其他地方我管不着 但是 在我黑风山的地头上 就绝对不允许那只妖兽吃人 青山 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以后 不要再自找麻烦了 是是是 奴家也就是这么一说 鲁大哥你别生气嘛 青山蛇女神色一变 随即又美笑道 鲁大哥 你说叶大王离开咱们南荒山脉 有五六个年头了 他现在去哪了呀 前几年 怀兄仙子说过 他去了力学国 不过在此之后 就没有了消息 鲁阁摇了摇头 陷入沉思 也不知道 或者兄弟 现在怎么样了 咕 东府里的气氛变得沉默 一阵微风 突卷而过 我还不错 不然 从角落里 喘了一声淡笑 是谁 快出来 三个妖王吓了一跳 顿时炸毛 嘶吼着 冲角落里怒吼 两道阳光闪烁 只见一大一小 两个身影 缓缓呈现出来 黑熊怪 鲁阁猛地愣住 过了好一阵 才仰头大笑 扭动着身躯 快步朝来人跑去 叶兄弟 砰 两个人重重抱在一起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回来 看我这个老哥哥的 鲁阁畅快大笑 拉着叶凡来到室桌边 快坐快坐 咱们兄弟喝几杯 你得把你这几年的经历 好好跟我讲一讲 好 叶凡笑着 把依依拉到身边坐下 直到这个时候 青山蛇女和朱元晶 才回过山来 连忙敬畏地起身行礼 见过叶大王 免礼 免礼 叶凡白白手 大家都是老朋友了 不用居住 依依 来 我给你介绍 这便是我在南荒山脉的 第一个朋友 黑熊鲁阁 鲁大哥 鲁大哥 他便是我的女儿 依依 当初我离开南荒山脉 就是为了去寻找他们母女俩 如今我们一家团聚 也多亏了鲁大哥当年的帮衬了 鲁大伯好 依依 眯着眼睛 笑道 好好好 鲁哥连连点头 忽然神色一变 愣道 叶兄弟 你 你女儿 是 是人类 鲁大伯 我爸爸是人类 我当然也是人类了 依依笑道 什么 什么 鲁哥惊呼一声 实厅里瞬间安静下来 气氛变得十分古怪 叶凡摸了摸下巴惭愧道 鲁大哥 我不是有意瞒你的 实处有因 还请见谅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兵王 我是主播 鸣鸣如玉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自古妖兽和人类 就是站在队里面 在妖兽还没有成妖之前 是人类掠杀的对象 鲁哥的父母就是被人类猎人杀死的 所以他对人类神无痛绝 若非叶凡再三交代不要吃人 他恐怕一日三餐都少不了人肉 如今鲁哥因为叶凡有所改变 但不代表着他对人类的态度就因此好准 当他得知叶凡是人类的时候 脑袋顿时轰鸣起来 心中涌起被人背叛的痛楚 鲁大哥 我知道我麻了你很久 但是请你相信我 我对妖兽从来没有偏见 鲁哥长叹一声 漠然摇头 你走吧 好 叶凡没有犹豫 从空间实力取出一个愈合 鲁大哥 这是我偶然得到的兽心惊魄 你若是服用 对修为大有益处 想必困住你许久的神武镜巅峰 就能一举而破 叶凡把愈合放在石桌上 拉着依依走出黑风洞 依依没有插嘴 安安静静地跟在叶凡身后 直到走出黑风洞 他才开口询问 爸爸 那个鲁大伯真是好人吗 他是妖兽 在其他人面前 或许是个凶残的家伙 但是对我是真心的 叶凡惋惜一笑 我听他说过自己的身世 很清楚他对人类有多仇恨 既然他已经知道了我是人类 恐怕我们的交情就此到头了 一一点点头 握紧叶凡的手 爸爸 卢大伯一定会想明白的 希望吧 叶凡对此无可奈何 抱着依依恒身飞起 准备前往南荒 这时候 下方山脉忽然传出一阵嘶吼 紧接着鲁阁飞出山洞 卢大哥 你还有什么事情 叶凡转身问道 哼 第一次见我侄女 我该将见面礼 别人会笑话我 黑风山没有规矩 路阁抛出两个盒子 腰圆缓缓而动 隔空送进了一一的怀里 一一打开一看 指尖里面摆着两颗赤色的小花 其中蕴含着浓郁的 活属性能量和木属性能量 这是不死鸟的半生草 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效力 但是能延长人类两百年寿命 若是年轻人服用 可拥抱青春 路阁哼了一声 转身飞回黑风山 一一大喜 怕已经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女孩了 对许多事情 都开始又特别的憧憬 而美丽和青春 是所有女人 女孩梦寐以求的事情 不管它有多大 卢大伯 谢谢你 一一挥着手 将两个小木盒 小心翼地放进空间室中 鲁阁送了两个 很显然 还有一株不死草 是给动员军的 叶凡微微一笑 大声道 鲁大哥 若是有缘 将来再见 嗯 黑风山里 刮起一阵大风 将鲁阁的鼻息 送入了 叶凡的耳中 他笑着飞身而起 朝南荒山脉 伸出顿去 飞了上万里 他来到南荒山脉 核心区域 在核心山脉的边缘山路 有一座高耸的火山 这里气温很高 但其中富含陵园 是一处难得的腹地 叶凡一靠近火山区域 便从下方 飞出了两只巨大的蜥蜴 这两只蜥蜴 浑身赤红 双眼散发着胸光 武林洞地界 外人 禁止靠近 其中一只蜥蜴 咬扇一晃 化为一个凶狠的大汉 它虽然长着人类的模样 但是脖子上 覆盖着赤色鳞片 双眼也十分艳红 看上去格外猙獰 小麒麟不错呀 居然找了两个妖王 来看门 叶凡嘖嘖赞叹 南荒山脉 终究只是西北域的小巨主 在这里神武镜妖王 就算是不错的高手了 要是能突破神军镜的妖军 起码能当一方大佬 再不计 也是妖仙手下的得力干将 方四 我们大王的名讳 岂是你能直言的 另外一个猎蜥妖王大怒 张牙五爪 朝叶凡冲去 叶凡 微微皱眉 侧身避开 猎蜥妖王的重击 陈胜说道 我是小麒麟的朋友 今日可来拜访 你们福林栋 就是这样待客的 今日我们福林栋不接客 不想死的话 就速速离开 否则 求怪我们 不讲旧情 猎蜥妖王 嘶吼大叫 好大的胆子 叶凡暗怒 小麒麟怎么回事 居然找了两个这么嚣张的家伙 当手下 难道他就不怕 这种人给他惹麻烦吗 两只小小的妖王 居然敢对我滋养 叶凡周身 涌起一股妖记 直接将两只猎蜥罩住 当初珊珊 送他的龙鹰内丹 他一直没丢 此时拿来遮掩人类气息 再适合不过了 猎蜥只吸一分之 跟龙族 勉强挂在上一点关系 叶凡的龙鹰气息 一释放出来 顿时把两只猎蜥 吓得浑身发抖 再加上 他有意无意流露出来的境界压制 让两只猎蜥 连大气都不敢喘了 有些 两只猎蜥虽然紧张到了极点 但是依旧死死守在 无灵洞的入口前 身上同样爆发出 强大的妖气 要 妖仙又如何 我们兄弟就算是死 也绝对不会 帮你进去 其中一只猎蜥 咬牙喝道 嗯 叶凡意识到不对劲 收敛气息 沉声问道 火灵洞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哼 别以为你和春剑联手 就能占领我们弗林洞 等我们大王的伤势一好 肯定会找你们把所有账都算惊住 猎蜥兄弟齐齐咆哮 画出真身 卯足全力 冲杀向叶凡 噗 还不等他们飞到叶凡面前 一股强大的气势 直接将他们压倒 两只巨大的蜥蜴栽 栽进地下深处 地面砸出一个大坑 叶凡抬手 轻轻一脱 两只蜥蜴 被他从地里拔了出来 说清楚 小麒麟是怎么受伤的 狐林洞到底发生了什么 叶凡沉声问道 两只蜥蜴妖王吓得够呛 叶凡展露的一手 根本不是寻常妖仙能办到的 那一瞬间 他们感觉到的气势 也说是小麒麟 就算是怀惊仙子 恐怕也不曾拥有 你 你到底是何方神圣 其中一个猎蜥妖王沉声问道 我叫叶凡 是小麒麟的至脚好友 叶凡冷声道 不信的话 你去问问 叶凡 叶大王 你 你真的是叶大王 如假包换 叶凡微微汗手 如果不是念在小麒麟的面上 你俩如此冒犯我 尸体早就凉透了 两只猎蜥妖王猛得一惊 连蛮化作人形 跪倒在叶凡面前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兵王 我是主播 鸣鸣如玉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两只猎蜥妖王 在叶凡面前瑟瑟发抖 不甘有丝毫 雨里之处 叶凡没有为难他们俩 轻轻易托起手 将他们凌空扶了起来 行了 带我去弗林洞 叶凡沉声说道 是 两个妖王在前面带路 很快便来到了弗林洞 弗林洞外 许多大妖小妖在外面躺着 多多少少都有些伤势 叶凡脸色铁青 跟这两只蜥蜥妖王 进入弗林洞 如今的弗林洞 早已经不是当初 南荒山脉外围的 小洞府了 光是一个主洞 就有上百公里 整片延绵的山路 都在弗林洞的范围之内 主洞在核心山脉的最高峰 上有十楼地堡 下有暗室楼 可是越是深入 叶凡的神色就越难看 因为弗林洞里 有数以万计的妖兽 几乎全都负伤 更有甚者 重伤不治 死在洞中 旁边的妖兽也无暇顾忌 到底怎么回事 叶凡没关键索 扭头看向那两只蜥蜥妖王 叶大王 不瞒您说 咱们家大王 自从进入南荒山脉核心之后 就一直被其他妖仙打压 前段时间 他好不容易突破妖仙境界 谁知 那个妖仙便忽然发起袭击 偷袭了我们弗林洞 以至于我们弗林洞 损失惨重 我们大王境界不稳 原本需要继续闭关修养 可是孩儿们死伤太重 他被迫出关 与妖仙敌斗 纯剑那个鸟人干的 叶凡冷哼一声 怀惊仙子呢 他难道就不管这事吗 叶大王 怀惊仙子 已经离开南荒山脉一年之久了 如今的金鹏仙府 也是晴柔妖军他们几人坐镇 蜥蜴大妖 一声说道 纯剑妖仙对金鹏仙府胡视眈眈 但是 忌惮与怀惊仙子和赤松妖仙的关系 所以才不敢直接动手 不过 最近纯剑妖仙跟赤松妖仙走得很近 恐怕 两人已经暗中达成联系 嗯 叶凡一惊 珊珊呢 珊珊小姐 蜥蜴大妖愣了愣 一声说道 珊珊小姐正在闭关 已经有半年没有消息了 应该用不了多久 就能晋升妖仙之境 珊珊要突破神丹镜了 叶凡神色 少少缓和 珊珊虽然比小麒麟晚一段时间突破 不过 她的年纪是小麒麟 四眼敲龙他们之中最小的 四眼敲龙这家伙 如今已经有三百多岁了 而小麒麟也近三百岁 唯独珊珊只有一百过半 在妖兽中只算是少女 由此刻见 珊珊的天赋还在四眼和小麒麟之上 只不过四眼敲龙和叶凡 牵手的灵魂契约 两人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她的实力会随着叶凡的增进 也有所提升 再加上 她这些年跟着叶凡走南闯北 获得各种机缘 实力才能提升得如此之快 反观小麒麟和珊珊 他们俩没有跟叶凡离开南黄山脉 所以修为进步并不惊人 当然 这是对于叶凡这种变态而言的 对于普通的舞者或者妖兽 他们绝对是进步神速了 私人进入福林洞深处 越是往下 洞中的温度就越高 就连依依这等神武镜巅峰的舞者 也感到炎热 爸爸 我们还要走多久啊 依依靠在叶凡身边 摸着额头上的汗水问道 叶凡淡淡一笑 握紧她的小手 一股武剑缓缓涌动 顿时 依依神清气爽 再无一丝燥热之意 快了 快了 叶大王 叶小姐 前面就是我们家大王的秦府了 两只蜥蜴妖王 连忙说道 加快了脚步 很快 四人来到一扇石门前 石门的后方 是一片岩浆湖泊 整个洞府映照得赤红无比 蜥蜴妖王敲向石门 咚 咚 咚 我说过了 一月之内 不要来打扰我 里面传来一阵愤怒的回应 不难听出 这个声音虽然生气 但显得十分虚弱 叶凡感觉的出来 里面那人的气息 恐怕连神军精的妖军 都无法匹敌 大王 您的故人求见 蜥蜴妖王 躬身说道 不见 里面那人 立马递喝 叶凡摆摆手 好了 你们俩 下去吧 两个蜥蜴妖王对视一眼 对叶凡 深深一躬 便离开了洞府 叶凡把手 摁在石门上 顿时 一股奇震之力 反退而出 他恍若未觉 直接把石门推开 拉着依依 走了进去 好大的胆子 我说过来 我谁也不见 只见石府大厅 一个俊秀的青年 拿着一瓶五粮液 醉醺醺醺的迎着 在他的脚边 足足有十几个空箱子 满地都是玻璃瓶 青年连抬头的力气 都没有了 作业迷茫地挑向叶凡和依依 石渊 不就是输了一场吗 待会儿打回来就是了 你怎么这么颓唾 叶凡眉关紧锁 沉胜地喝 青年猛地一惊 不可置信地扬起脑袋 叶凡 你 你怎么 怎么会是你 他想要爬起来 谁知脚下无力 噗咚一下摔在地上 十分狼狈 叶凡没有去扶他 而是来到石厅里 莫不作伤地将酒瓶子 全部装回箱子里 整整齐齐地摆到角落 小麒麟颓废地 爬在地上 惭愧地低着头 无言面对叶凡 石渊 当初你是何等鹦鹉 一场失利 就让你变成这个样子了 叶凡坐到桌边 冷冷一笑 对依依招了招手 丫头 过来 这就是我经常跟你说的 小麒麟 叫叔叔吧 麒麟叔叔 依依好奇地 打量着地上的小麒麟 无嘴一笑 我们是不是见过呀 小麒麟面如火烧 使尽了全身力气 从地上爬了起来 说到 依依都 都长这么大了 叔叔我 唉 小麒麟再也说不下去了 她最后的骄傲 让她无法面对叶凡妇女 叶凡直勾勾地 看着小麒麟 忽然眉毛一挑 嗯 怎么回事 你的腰单居然裂了 你 你看出来了 小麒麟一愣 长叹一声 叶凶 我这辈子 恐怕都无法再回到 腰先之境了 原来如此 叶凡恍然大悟 能让无比骄傲的小麒麟 一蹶不振的原因 就是让她一辈子 都失去努力的希望 怪不得她会变成这样 简直比杀了她还难受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冰王 我是主播 鸣鸣如玉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二集 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叶凡淡淡一笑 低头 看向小麒麟 春剑 我步步紧逼 却怀惊仙俘 也保不住我扶林洞 我还能怎么样 小麒麟苦叹一声 我现在 境界落入了神军境 再加上根基不稳 一辈子 也无法再精进一步 叶凶 你快点 来一一离开吧 恐怕春剑这两天 就会来收复 傅林洞了 我为什么要走 叶凡摇了头 坐到十亿上 叶凶 我如今只是 一个神军境的废物 而春剑 和一个外山 邀先联手 别说我了 就算是赤松邀先 也得屈服 你和一太危险了 千万不要再行逗留 小麒麟神情忽然一急 沉声说道 若是有缘 我们来生再见 叶凡听得出来 小麒麟已经萌生了死至 当下摇头一笑 拍了拍小麒麟的肩膀 只愿 天无绝人之路 留得青山菜 不愁没柴烧 你何必如此 不一样 小麒麟有气无力地 长叹一声 我不可能离开这里 且不论 麒麟一族的那些长辈 会如何看待我 就我的那些手下 我也不能抛下他们 所以 你一定得留在这里咯 叶凡怪笑道 就算是死 也得死在弗林洞 如此一来 春剑他们 也不会为难我那些手下了 小麒麟坚定地点头回道 好吧 叶凡按在小麒麟肩膀上的手 忽然改拍为爪 直接将小麒麟提到了半空 小麒麟神色一变 贺问 叶凡 你要干什么 使愿 你当初是何等的骄傲 这副模样 我看不下去 叶凡哈哈大笑 既然你死 也要留在这里 跟春剑死磕到底 做兄弟的 不搭把手 还怎么说得过去 话音一落 叶凡的空间石里 飞出一颗赤红色的内丹 在内丹之上 竖道特殊的纹路 缓缓萦绕 分外惹眼 顿时 杭波的腰气 席卷整个石斧 惊得小麒麟 合不拢嘴 这是 这是什么级别的腰丹 不错 叶凡点点头 这是你们麒麟一族 老前辈留下来的 达到了神尊敬 我花了不小的代价 才从祖皇宗那边要来 原本打算 让你慢慢练花 以求达到最大提升 但是现在你这么着急 估计也耐不下这个心来 既然如此 我就助你一臂之力 叶凡说完 武进压迫神尊敬腰单 哗啦一声 腰单碎裂开 里面蕴含着 无比浓郁的 火麒麟腰筋 不要抵抗 一切随着我的气息 运转腰圆 叶凡低喝一声 引导着 那些腰筋 汇入了小麒麟的体内 小麒麟震惊无比 他万万没想到 叶凡离开南荒山脉 数年的时间 居然可以获得一颗 神尊敬的腰单 而且 腰单主人的属性 和它一模一样 都是火麒麟 只不过 小麒麟属于一种麒麟 它的火中 蕴含着特殊的粘性 和寻常的麒麟不同 不过 殊途同归 这也是火属性的一种 真正让小麒麟震惊的是 叶凡居然能驾驭 神尊敬的腰筋 如此说来 他的境界岂不是 一想到这个 小麒麟便一阵胆寒 叶凡居然也达到了 如此恐怖的境界 这几年 他到底得到了 多大的机缘 小麒麟静下心来 老老实实地 接收着 叶凡传送来的腰圆 原本破损的内丹 在这股腰圆的作用下 飞速修复 等到内丹恢复后 小麒麟的气势 顿势大涨 原本跌落的境界 重新回到神丹境 虽然只是虚丹级别 但是对小麒麟而言 依然不易 真正让他精细地 排在后面 杭博的腰圆 不断涌来 再加上 叶凡伍精的调和 这股腰圆 不断夯视他的基础 提升他的筋骨凝度 虚丹境的境界 很快便彻底稳固下来 向着石丹境冲去 时间过得很快 两人维持着修炼状态 一坐就是一整天的时间 依依没有打扰 悄悄离开了石府 在弗林洞里闲逛 弗林洞十分惨淡 数以万计的妖兽 都受了伤 依依在蜥蜴妖王兄弟的带领下 把弗林洞逛了一个遍 唉 你们这些妖兽 这不能和平相处吗 依依有些不忍妖兽的惨样 遇到一些重伤的妖兽 就大方地递上一些疗伤丹药 别看依依只是神武镜巅峰 但是手里的宝贝可不少 特别是那些丹药 人家都是论磕算 怕空间实力的是论香算 一箱一百瓶 一瓶一百磕 可以说 它是整个神战大陆 最牛气的小富婆 光论丹药的数量 就连叶凡也自愧不如 依依一口气 本出去几千颗 一二瓶的丹药 那些妖兽强的也就是神军镜 差一点的也有十倍极限 一二瓶丹药对他们而言 简直就是神丹 一天下来 整个弗林洞的妖兽 都对这个小菩萨满怀感激 当天晚上 弗林洞忽然一阵颤抖 一道火光冲天而起 直入云霄 一只火麒麟的虚影 在半空中缓缓成形 很快便收敛回弗林洞里 弗林洞的异象 给南荒山脉带来了不小的动静 处于南荒山脉 核心南端的妖兽洞府 春剑妖仙正在和一只巨大的金鸡妖仙畅饮 这只金鸡妖仙是小菩萨的老仇人 乌鸡妖军的师父 乌鸡妖军被赶出南荒山脉后 便跑回去找师父哭诉 当时金鸡妖仙正在闭关 所以一时之间没有进入南荒山脉 不过他一出关便立马跟徒弟过来 并且和春剑妖仙达成联手 企图趁着淮京仙子不在南荒期间 把整个万妖丛林都据为己有 如今赤松妖仙已经服软 承认了他们俩的地位 并且让出了一大片地盘 淮京仙府也收缩了势力 才敢跟他们正面叫板 唯独北边的新晋妖仙小麒麟 软硬不吃 结果两人一出手 就把他打得重伤 哈哈 崩快 崩快 春剑妖仙一说起这件事情 便哈哈大笑 鸡兄 你不愧是西荒十大妖仙之一 小麒麟那家伙 在你手里连三十招都扛不住 便重伤而逃 小弟黑服得无提投地啊 哪里哪里 金鸡妖仙笑着摆了摆手 要不是春剑妖仙在一旁掠阵 震慑了那家伙 我也不会赢得如此轻松 锦兄厉害就是厉害 没什么好谦虚的 春剑妖仙笑道 既然淮京仙府那边 没什么动静 不如咱们尽快 把小麒麟解决掉 占据弗林洞 如何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兵王 我是主播 明明如月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红隆隆 就在春剑妖仙 和金鸡妖仙畅谈之时 北边妖山 忽然传了一阵 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紧接着 南黄山脉核心区 一片震荡 一股极强的天地威压 涌进春剑洞赴 什么东西 金鸡妖仙 和春剑妖仙 齐齐大惊 怎么回事 走 回去看看 两人快速离开洞府 飞向高空 他们的目光 齐齐汇聚 不灵洞上方 两人对视一眼 是小麒麟 春剑妖仙 眉关紧锁 他的气息恢复了 金鸡妖仙 有些不可置信 怎么会这样 春剑妖仙 嘻喃一声 三天前 我们才将他重伤 要不是他的那些小喽 拼死 抵抗 不灵洞外又设下了复杂的奇阵 已是半会儿无法攻进去 否则 我们必能杀他 这才短短三天的时间 他居然恢复了伤势 这怎么可能 难道是他手里还有奇色回生的宝贝 金鸡妖仙面露贪婪之色 春剑 我们去弗林洞 谈一谈究竟 如何 金鸡 弗林洞外的奇阵 非比寻常 不是那么容易 就能攻破了 如今我已经和赤丛妖仙 达成协议 只要他助我 打破弗林洞的奇阵 今后南荒山脉 便有他一余之地 他已经在研究了 过几天 就能设好反制奇阵 不如我们 再多等几日吧 春剑妖仙 一声说道 他对生命力 有着特别的感知能力 从刚才的那道气息中 他可以感觉出来 小麒麟的气势 比突破之时更加强盛 这说明 他不仅伤势恢复了 就连境界都有所提升 麒麟一族 原本就天赋异禀 越其战斗 是常见之事 否则 小麒麟不可能 以刚突破腰先的势头 就跟金鸡妖仙 大战数十回合 要知道 金鸡妖仙 可是金丹镜的妖仙 就算是怀晶仙子在这里 估计都逃不到什么好处 小麒麟 不过刚刚突破腰先而已 就能同腰先巅峰的金鸡 打成那样 如果他再有所突破 恐怕金鸡妖仙 不是那么容易 就能拿下他 春剑妖仙 虽然有石丹镜巅峰 可是战力并不是强项 最多最多 也就石丹镜初中其罢了 要不然 他也不会花大代价 从大老远 把金鸡妖仙 请过来对付一个 刚突破神丹镜的妖兽 春剑妖仙有些没底 只想等赤松出关 在究极春剑妖府 和赤松妖府的全部势力 联手金鸡妖仙 一举拿下弗林洞 击杀小麒麟 一决后患 金鸡妖仙 没有那么多想法 他笃定小麒麟身上 肯定还有了不得的宝贝 否则 怎么会恢复得这么快 他一心想将宝贝 据为己有 此时不去 更待何时 温兄 有我在 你有什么好顾虑的 走走走 就算那只麒麟突破了 也不足为惧 难不成 你认为他能从神丹镜初期 一举达到神丹镜巅峰 金鸡妖仙 哈哈大笑 春剑妖仙十分犹豫 被劝说了许久 没有办法 只好带着几个妖军手下 跟金鸡妖仙同往 两人持奔福林洞 很快便来到了福林洞洞外 让人奇怪的是 福林洞的妖兽 全都消失不见了 洞府外的空地上 摆着一张石桌 上面有三人 正在饮酒聊天 其中一人 正是小麒麟 此时 他已经彻底复原了 身上的生命气息 十分旺盛 让人感觉到恐怖的是 春剑妖仙 和金鸡妖仙 都没有感觉到 他的具体境界 好似一会儿 神丹镜初期 一会儿 神丹镜中期 十分混乱 这家伙是怎么回事 春剑妖仙 按心惊 没有立马飞下去 而是 在半空中注视着 在小麒麟对面 坐着一个 面带笑意的青年 他身边 还有一个 粉雕玉拙的少女 他们两人身上 居然是人类的气息 春剑妖仙 看着那个青年 猛的一惊 叶 叶凡 他就是 当年打伤我爱徒的 龙鹰叶凡 金鸡妖仙愣了愣 不对吧 这个青年 明明就是个人类 当年的 可是一只妖兽 我也不知道 怎么回事 春剑妖仙 摇了摇头 他心中愈发的 没有底气了 因为 叶凡身上的气息 对他而言 是一个黑洞 若是可以隐藏 也就罢了 然而 依他对叶凡的了解 他不会在小麒麟面前 可以掩盖 自己的气息 如此一来 岂不是说明 他的境界 已经远远超过自己了 至少得超出两个大境界 神海境之上 神须境 春剑妖仙倒吸一口冷气 不可能 这才几年的时间 他就从神军境 不可到连自己 都无法感知的境界了 春剑妖仙和金鸡妖仙 都很谨慎 没有立马下去挑衅 哟 老熟人来了呀 谁知 他们还没有所动作 下方的叶凡 忽然抬起头来 抬起石桌上的酒水 春剑妖仙 好久不见 下来 喝一杯如何 哼 春剑妖仙 从云层中显露深省 沉声喝道 叶凡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当我南荒山脉的地盘 一个招呼都不打 我告诉你 别以为有怀惊仙子照看你 你就能目中无人 蠢货 叶凡摇了摇头 淡笑道 春剑 我正是给怀惊仙子面子 才没有把你怎么样 现在我好心请你喝酒 你最好不要给脸不要脸 你 你说什么 春剑妖仙 见叶凡一脸轻蔑 与其又如此鄙视 顿时大怒 叶凡 你实在找死 春剑妖仙 怒声大喝 春剑 这里是我的地盘 轮不到你一个蠢货 指手画脚 小麒麟刷的一下站了起来 厉声喝道 小东西 你居然没死 还恢复得这么快 看来 是这个人类小子 给了你什么灵丹妙药啊 金鸡妖仙也陷了身 发出一阵洁洁的冷笑 要是聪明的话 就把身上所有宝贝 全交出来 说不定 本大爷心情好 还能饶你一条小命 不等叶凡 和小麒麟回话 一旁的依依 无嘴直笑 爸爸 这个招呼说话好好笑 依依知道 整个神战大陆 能威胁到叶凡 生命安全的强者 还不到实质之术 对方不过一个小小的 金丹青妖兽 居然也敢如此 大言不惭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兵网 我是主播 明明如月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74集 哪里来的小丫头 敢瞧不起本妖仙 金级妖仙 正愁找不到借口 解决叶凡三人 一听依依的嘲笑 顿时抬手 一记淋雨利芒 射了出去 刷 这道淋雨 蕴含着强大的妖气 显然是动了杀念 嗯 叶凡眉毛一挑 却无动于衷 依依满脸笑意 同样没有动作 在她身上 营绕起淡淡的晕光 那件飘然的外衣 自主涌动着 物体的能量 不过 小麒麟 却不可能 任由金级妖仙 伤害一遗 她猛地抬手 将那只淋雨 捏在手里 随即握紧拳头 好了 鸡毛淋雨 瞬间被她捏碎 化作了斑驳的金光 石渊 之前 咱们的账 还没算完 你现在 打算插手 我跟这对妇女的事 金级妖仙 沉声鹤问 既然没算完 就先算算吧 小麒麟缓缓起身 飘向了半空 一股强大无比的气势 滚滚而动 惊得金级妖仙 和春剑妖仙 航目结舌 神丹镜巅峰 金级妖仙倒吸冷气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 你几天前 才突破神丹镜 连虚丹都没稳定 怎么可能瞬间 达到金丹镜 春剑 瞪圆了眼睛 大呼道 志愿 既然人都来了 就别藏了 之前半弱 是为了 把他们引过来 现在 就快点解决战斗吧 咱们正好 许一许就 好 小麒麟 微微汗手 面带笑意 神上的气势 再度狂涨 一阵狂风呼啸而过 直接将两大妖仙 垂到了地面 他们脸色骤变 脸盲催动 妖元抵挡 可是 这股狂风 威势太强 他们根本没有 反抗能力 呼通 呼通 金鸡妖仙 和春剑妖仙 一头砸进地面 在坚硬的石头里 砸出两个大横 这 神海经巅峰 直到这个时候 春剑妖仙 才真真切切 感觉到 小麒麟如今的实力 她的脑袋 瞬间空白起来 她无法相信 眼前所见 前几日 才突破 神丹镜的小麒麟 而且 还被金鸡妖仙重创 实力大损 可是 这才多久的时间 她不仅恢复了 所有实力 境界 还从神丹镜出气 一举达到了 神海经巅峰 看她的气势 恐怕 离神虚境 也不远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纯剑妖仙 浑身冰凉彻骨 目光 忽然汇聚到 叶凡身上 是她 是叶凡 一定是她 纯剑妖仙心中 骇然恐怖 不敢再做丝毫挣扎 埋头匍匐 向叶凡所在的方向 跪倒 可是 金鸡妖仙 却奋力挣扎 拼尽全力摆脱了 小麒麟的气势震慑 她吃力地爬了起来 咬牙怒吓 何摸的 池圆 别以为你恢复了实力 就有什么了不起 我是喜欢金凤一族的后裔 你若是敢动我 金凤一族 绝对不会放过你 就算你有麒麟一族罩着 我的族人也会将你随时万段 我不需要麒麟一族的庇护 小麒麟冷冷一笑 缓步走向金鸡妖仙 我就是要杀你 又如何 小麒麟没走一步 金鸡妖仙就怕得后退一步 一股死亡的恐惧涌上心头 她看得出来 小麒麟已然动了杀意 不要 吃鸡妖大王 我错了 我知错了 金鸡妖仙跪倒在小麒麟的脚下 嚎啕大叫 都怪春天这个丫鬟 是他送我来的 要不是他 我绝对不敢撩您的胡须啊 蠢货 小麒麟冷眼看着金鸡妖仙 脸上满是鄙夷之色 刷 她抬手一挥 一道红光闪烁 紧接着金鸡妖仙的脑袋瞬间飞出 鲜血喷洒 嘣 一颗金丹从金鸡妖仙的体内飞了出来 小麒麟喷出一道火焰 将金丹烧成了鸡粉 趴在大洞里的春剑妖仙 抖入筛糠 小麒麟的变化 让他怕到了极点 这家伙绝对是神海境 完了 彻底完了 春剑 还有什么一言 要交代吗 小麒麟走到春剑妖仙面前 姐 请池原大王善待我春剑妖夫的后人 春剑妖仙十分光棍 给小麒麟喝了几个响头之后 自断经脉 自会金丹 倒地身亡 咦 叶凡有些诧异 小麒麟长叙一口气 没有把春剑妖仙的尸首怎么样 他转身从弗林洞里招呼了几个妖王 让他们把春剑妖仙的尸首送回春剑妖夫 让他们自省安葬 直到几个妖王离开 小麒麟才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双手 他自己也没想到 自己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 经历了地狱和天堂 如今神海静的力量握在手里 轻松灭杀了两个仇家 可心里却一点也感觉不到兴奋 反而还有些失落 叶凡拍了拍他的肩膀 行了 南荒上面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是时候为西荒看一看了 嗯 小麒麟一愣 你 你怎么知道 我都打算 咱们认识多久了 你那点小九九 我还不清楚 叶凡笑了笑 反正这段时间我闲着没什么事情 赶紧走一趟吧 蛇妖兄弟 还有一个月才能突破 董月君也得闭关一段时间 叶凡不打算回大华国甘等着 还不如带着依依游历一下 妖兽的世界 行 小麒麟也不矫情 点头答应 虽然他还不清楚叶凡具体的实力 不过 起码 也有神须境 若是有他在 自己回西荒的底气 也能更足一些 两人回到福林洞 一边吃 一边聊 西北域的万腰丛林 分为北江腰山 南荒山脉 东海群岛 西荒火脉 北江腰山 不用多说 是四眼蛟龙他们 蛟龙异族的地盘 各个龙族的老族 都有神海境的实力 东海群岛 也是蛟龙异族的地盘 实力和北江腰山 相差无几 而西荒火脉 则是由其他异兽盘据 各方势力更多 更复杂 唯独一个特性 大部分都是火 石属性的妖兽 在这些区域中 南荒山脉最弱 地盘也最小 不过 那些妖兽 似乎都对南荒 颇为忌惮 恐怕不仅仅是因为 这里的主人 是淮京仙子 更有他背后的 金鹏一族震慑 在西荒火脉里 最出名的 莫过于金凤一族 和麒麟一族了 金几妖仙 有金凤一族的血脉 但是 对于真正的金凤来说 它的血脉 差得远了 跟小麒麟的血脉一比 可以说是 天差地别 感谢收听 本集都市兵王 我是主播 鸣鸣如玉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75集 叶凡和小麒麟 在洞里住了两天 便结伴来到 南荒山脉中心区域的 金鹏仙府 小麒麟解决掉 纯简妖仙 对她的地盘 没有多大兴趣 反倒是赤松妖仙 在当天晚上 便来拜访小麒麟 口白自己是被纯简妖仙威胁 所以才没有出手 至于研究如何破开 她的旗阵 其实是为了拖延时间 暗中去丽雪国 向淮京仙寺报告 小麒麟和叶凡都看得出来 赤松妖仙没有说谎 但是绝对不代表 她是站在小麒麟这一边的 如果小麒麟 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而淮京仙子又没有赶回来 她保证会拿出破开旗阵的方法 帮春剑妖仙和金鸡妖仙 彻底剿灭弗林洞 不过小麒麟并没有在意 也没有怪罪赤松妖仙 妖族对利益的追求更加露骨 赤松妖仙能拖延时间 并且暗中给淮京仙子传递消息 就已经算是难能可贵的了 估摸着 这老家伙担心淳王齿寒 一旦福林洞没了 那么下一个就轮到她了 叶凡对这个老妖的验相还算不错 并且她没有做出实质的事情来 所以也没有跟她计较 赤松妖仙大松一口气 承诺帮助小麒麟收整春剑妖仙的势力范围 等淮京仙子回来之后再做商量 小麒麟随便对付过去 便让她离开了 两天后 他们离开弗林洞来到金鹏仙府 金鹏仙府如今的负责人是晴柔妖君 这只九尾狐妖对淮京仙子忠心耿耿 要不是她在这里坐镇 稳定人心 说不定有几个妖君早就按耐不住 跑去投到春剑妖仙麾下了 见小麒麟前来拜访 情柔妖君不敢大意 联盟召集另外几位妖君集合 以防小麒麟忽然发难 毕竟 以小麒麟现在的实力 金鹏仙府可挡不住她 麒麟王 听说前两日 你凭借一举之力 击杀了春剑妖仙和金鸡妖仙 不知 你是怎么办到的 情柔妖君 把小麒麟迎进洞府 在惠客室招待 龙龟妖君载她下手 无比忌惮地盯着小麒麟 小麒麟摇头一笑 对金鹏仙府的六个妖君拱手笑道 各位不必紧张 我跟珊珊小姐是好友 平日里又多得金鹏仙府的照顾 此行只是为了那位故人来探望珊珊小姐 绝对没有其他意思 小麒麟心里清楚 自去前两日才解决掉南活山脉的一大势力 一转头就立马跑到最大的金鹏洞府来拜访 在其他人眼里 自己的行为就像是 专门来给金鹏仙府下马威一样 哦 情柔妖君一愣 故人 是珊珊小姐的故人 还是怀金仙子的故人 其实 小麒麟笑道 这位故人也是各位的故人 叶兄 不用藏着 出来吧 话音一落 两道身影从天而落 出现在众人面前 情柔妖君顿时一惊 捂住红唇呼道 你是 你是叶凡 情柔姐姐好记性啊 叶凡哈哈一笑 对着其他人拱手道 各位 多年不见 久违了 众人见识叶凡回来 心里的戒心顿时松懈不少 我真是龙羊一族的叶小子 龙龟妖君顿时大喜 上前拉住叶凡的手 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 小子 当初你匆匆离开 一走就是这么多年 怎么 现在舍得回来了 龙龟妖君哈哈大笑 对了 我当年请你去龙龟一族走走 你有没有帮我回去看看 这个 叶凡挠了挠头 闪闪说道 龙龟前辈 我这些年没有往东海群东去 而是去了中原狱 这样啊 龙龟妖君有些可惜 低叹一声 既然如此 那还是等我今后有机会 自己回去看看吧 这样再好不过 叶凡点点头 秦柔妖君回过神来 目光变得异常古怪 叶凡 你的气息怎么 不等他问完 小麒麟忽然摇了摇头 示意他不要多问 秦柔妖君十分聪慧 立马转移话题 你的气息似乎也强大不少 现在是何本境界 秦柔妖君精神力强大 很容易便感觉出叶凡 隐藏的人类气息 只不过 他看出了小麒麟的颜色 知道其中必有奥秘 当然 叶凡的身份 无庸置疑 而且 他也不会对金鹏仙府 有什么不贵的心思 毕竟珊珊小姐 跟他相处了好几年 淮京仙子 对他也很有好感 要不是叶凡已经成婚 有了家事 说不定 淮京仙子 都想把珊珊小姐 许配给他 就冲着这一层关系 秦柔妖君也不会怀疑叶凡 晚辈不猜 已经是妖先之境了 叶凡为了避免麻烦 没有直说自己真正的实力 厉害 一众妖君纷纷赞叹 龙龟妖君又是拍了拍 叶凡的肩膀 笑道 好小子 不愧是龙羊一族的天才子弟 对了 金姬妖先和春剑妖先 之所以被杀 就是你和小麒麟 联手干的吧 不错 叶凡回道 嗯 好好好 龙龟妖君大笑不止 很显然 他们早就不吃春剑妖先的狼子野心了 只不过碍于怀经仙子 没有对春剑妖府出手罢了 秦柔妖君安排酒宴请叶凡三人入座 伊伊很好奇地打量着这一洞府的妖怪们 心里不仅没有惬意 反而十分好奇 大家吃吃喝喝 酒之半憨 金鹏先赴身处的陵园 忽然一阵躁动 紧接着 一道耀眼的金色光芒 伴随着尖锐的叫声 从洞府深处传来 叶凡脸色一喜 和小麒麟对视一眼 神神出关了 走 大家不再严久 直奔洞府深处 在洞府深处的陵园脉中段 一颗巨大的金色球体 悬空而立 金球的表面布满了裂痕 一支尖绘 正在快速地着实着金球的壳 嗡 过了一会儿 金光涌动 一个光箭从里面滑落而出 缓缓出现一个婀娜的人形 好熟悉的琴儿 是谁啊 人影颤抖着 从光箭里面伸出一段 白皙如玉的手臂 情柔妖君 连忙拿了一件衣裳走上前去 将光箭包住 低声说道 小姐 是 是叶凡回来了 叶凡 人影的声音精细无比 快速穿上衣裳 飞出了光箭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冰王 我是主播 鸣鸣如月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叶凡 叶凡看着光箭中冲出来的女子 眼眸顿时一亮 不仅是她 就连小麒麟也微微惊叹 半年不见 珊珊小姐愈发地出落美丽了 是吗 珊珊跑到叶凡身边 在她面前转了一圈 傲娇笑道 叶凡 你看我是不是漂亮吗 是啊 是啊 叶凡连连点头 珊珊在突破神丹境后 不仅气息变了 居然个子也高挑了不少 之前俏脸上的稚嫩被成熟取代 身材也变得玲珑有致 充满了小女人的韵味 珊珊开心地无嘴直笑 对叶凡和小麒麟耗了个媚眼 就是性格还是这么跳脱 叶凡摇头一笑 把依依拉到身边说道 依依,你还记得你珊珊姐姐吗 珊珊姐姐 依依上前挽住珊珊的胳膊 夸散道 珊珊姐姐,你是那好漂亮呀 哦 珊珊一愣 诧异道 依依,都,都这么高了 在珊珊的艳象里 依依一直都是那个奶乎乎的小女孩 又懂事又可爱 她还以为自己的变化就够大的了 没成想,依依直接变了一个人 依依都十二岁了,能不高吗 叶凡哈哈一笑 行了,咱们别在这里干站着了 烧烤架呢 火锅呢 赶紧拿出来 咱们好好吃一顿 好好好 珊珊连连点头 拉着依依耗进洞府厅堂 叶凡和小七林紧随其后 情容妖君等人苦笑不至 珊珊小姐如今已是妖仙之境 可性子依旧天真烂漫 也不知对她而言是好是坏 你们愣着干什么 龙龟妖君见晴柔妖君等人 站在原地不动 哈哈笑道 咱们多久没成叶凡的手艺了 机会难得 快点去啊 好 晴柔妖君无嘴一笑 和一众妖君一同前往珊珊的洞府 珊珊把火锅和烧烤器材全都拿了出来 依依怀念地看着这些现代化的器械 暗暗对叶凡竖起大拇指 爸爸 还是你们想得周到 连这些都带来了 我们带来的东西躲了去了 叶凡哈哈一笑 连忙招呼珊珊把颜料搬出来 叶凡来到神战大陆 带了很多零食 有一部分是珊珊的 另外一些则是专门给一一准备的 虽然过了五年 但是空间实力不服不坏 所以这些零食都得以很好的保存 珊珊有些心疼 她回神战大陆 只带了五个空间实的零食 这些年断断续续吃了不少 如今只剩下半个空间实了 原本她还打算自己留着慢慢消灭的 现在恐怕是没办法了 哇 一一看着满满一个房间的零食 眼中顿时闪烁起无数小星星 叶凡白了闪闪一眼 只有这么多了吗 当初我可是足足买了五个空间实啊 五十辆卡车都装不完 我 我哪里知道你一走就是这么多年 我每天见零食消愁 不知不觉就吃完了 哎呀 大不了咱们回地球世界再买就是了嘛 珊珊撇撇嘴 你怎么知道我准备回地球 叶凡笑道 你 你真的要回地球世界啊 珊珊顿时大喜 太好了 我也要去 再说再说 死丫头 你就别吃了啊 这些是我给我亏妞准备的 当初说好 一人一半 你吃了这么多 好意思吗 馋嘴就挡着 我去搞烧烤和火锅 叶凡把大部分的零食都收进一个空间室里 递给依依 只留了几箱零食和饮料在外面 珊珊起得张牙舞爪 不依不饶地追着叶凡 一一笑着坐在椅子上 一边吃零食 一边看叶凡和珊珊打闹 玩累了 叶凡才开始发挥久违的厨艺 这一天 金彭心爱抚的高层全都喝懵了 没有一个能站着离开珊珊的洞府 叶凡放在珊珊这里的几十箱茅台 全被喝光 连一罐稳重的小麒麟也喝得酩酊大醉 第二天一大早 叶凡被依依咬醒 爸爸 快点起来吧 依依不在他耳畔 小声说道 四眼他不来了 四眼来就来了 还想让我出去迎接啊 叶凡哼了哼 搬个身继续睡 哎呀 你快点起来嘛 依依不依不饶 四眼大伯和珊珊姐姐吃约叔叔商量 要一起去西方火麦走一趟 要是等秦柔阿姨他们醒了 就不让珊珊姐姐走了 嗯 叶凡一愣从石城上爬起来 他们现在就要走 嗯 依依点点头 我去 叶凡起身 拉着衣衣 朝外面走去 在珊珊的厅堂里 龙龟妖君等人躺在地上 呼呼大睡 晴柔妖君 则侧卧在石椅上 睡得也很深沉 叶凡小心翼地走出石厅 来到外面的会客厅 此时 四眼蛟龙正咧着嘴 跟珊珊和小麒麟说事 看她得色的样子 估计是在得色自己的实力了 如今 四眼蛟龙他们 已经被叶凡 拉开了不小的距离 珊珊就不说了 刚刚突破神丹镜 在叶凡面前 连一招都挡不住 而小麒麟 原本也只是神丹镜出气 若不是叶凡 出她一臂之力 千年之内 她不可能 突破神海境 可是现在 她都到了神海境巅峰 离神虚境 也只有一步之遥 至于四眼蛟龙 她已经 有神尊镜出气了 而叶凡 却是实打实的 神尊镜中后期 虽然还没有到 神尊镜后期 但是 她的实力 足以通巅峰强者 相提并论 不过 叶凡 叶凡并不会看不起 这些往日好友 反而非常在乎他们 叶凡 你醒了 珊珊 见叶凡进来 脸毛把她拉到一边 小声说道 咱们收拾一下 快点离开南荒山吧 丫头 你突破了神丹镜 成了怀惊仙府 仅有的妖仙 还是 留在这里坐镇吧 叶凡 哼了哼 昨天晚上喝酒的时候 小麒麟 提起回西荒的事情 珊珊就跳出来 要一起去 奈何 秦柔妖君 死命反对 坚决不同意 别看秦柔妖君 是怀惊仙子的手下 但是论辈分 珊珊 也得喊她一声疑 所以 珊珊明面上 不敢跟她叫 只能取献救国 等他们醉死了 再找机会离开 正巧四眼的到来 让珊珊更加兴奋 而且四眼又是一个 唯恐天下不乱的主 一听小麒麟 要回老家重振雄风 立马答应 帮她取成厂子 珊珊要去 她自然不会反对 凑热闹嘛 人多最好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冰王 我是主播 明明如月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叶凡见大家都商议好了 便不再强求珊珊留下来 不管怎么说 她已经是神丹镜要先了 足以震慑整个南荒山脉 更何况 她还有一个神丹镜巅峰的母亲 再加上金鹏一族的背景 想必没什么人会自找麻烦 至于去西花火麦 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叶凡从来没担心过 毕竟 一个四眼就足以横扫整个西花 就更别说 还有她这个神战大陆巅峰的强者在了 既然你们都已经决定了 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叶凡看了看时间 咱们赶紧离开吧 好 珊珊顿时大喜 揽着一的肩膀快步朝外面走去 一行五人离开南荒山脉直奔西荒 西花火麦的核心区域被两大妖兽势力瓜分 分别是青鸾一族的火凤妖族 以及麒麟一族的火麒麟妖族 金鸡妖先便是火凤妖族的长老 在火凤妖族中能进前十 一个神丹精的小妖兽罢了 根本不足为虑 叶凡丝毫没有把杀死她的事情放在心上 五人大摇大摆地进入西花火麦 小麒麟直奔麒麟一族的地盘 五人急迟了一整天 来到一大片火焰山路 这片火焰山路占地极广 绵延了数千里 几乎全部被火焰覆盖 别看小麒麟如今已经有了 神海境巅峰的境界 但是回到老家依旧不免紧张 四眼蛟龙十分好奇 一声问道 水渊 你回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 咱们飞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改成步行 难道你认为这里 还有人会是我们的对手 小麒麟已经知道叶凡他们如今的实力了 虽然羡慕 但不至于嫉妒 叶凡三人也投来好奇的目光 说实话 他们一直都很想知道 小麒麟为什么要从西花火麦核心区域逃到南荒去立足 要知道南荒虽然也有灵脉 但是远不如西花火麦核心区域这么适合小麒麟修炼 他这不是舍本竹墨吗 小麒麟低叹一声 看着四周环绕的火焰 一声说道 你们应该知道 我是麒麟一种 从小就被族中排挤 一种怎么了 不照样是火麒麟吗 四眼蛟龙不懈地哼了哼 他在多目蛟龙一族也是异类 从小就不受其他族人的待见 可是该得的东西也不少 远远不至于被逼地远走他乡 即便四眼蛟龙后来自立门户 也是为了做给其他人看 证明他不靠多目蛟龙一族 照样也能崛起 可是小麒麟的遭遇 似乎比他更为曲折 我的生父曾就是火麒麟一族的大长老 地位只比族长略逊一筹 没有人敢跟他作对 小麒麟陷入回忆 唏嘘说道 火麒麟大长老 四眼蛟龙一惊 我好像听说过呀 火麒麟大长老赤龙 早在几百年前就达到了神海境 而火麒麟一族少有的能冲击神虚境 甚至神尊境的天才人物 可是两百年前 你父亲因为一场势力争夺战 被人偷袭暗算 已经死了 不错 小麒麟点点头 面容逐渐惨淡 我父亲确实死了 不过 他并没有死在 那场和火风一族的争夺大战中 而是死在了我大伯的手里 当时 我只是个出生不久的小麒麟而已 要不是我叔父死命保住我 恐怕我也得给我父亲陪葬 啊 叶凡等人顿时懵了 小麒麟的家族居然这么不和谐 为什么 四眼蛟龙愣了愣 不解道 你父亲可是火麒麟一族 万年难得一见的天才呀 我父亲的确是天才 但是我的母亲 小麒麟的神色很是难看 叶凡微微皱眉 低声询问 火风一族 嗯 小麒麟一惊 恶然地看向叶凡 你也猜到了 除了这样 还能有什么 能让你们麒麟一族 如此对待自己的仇人 叶凡苦笑不已 妖兽版的罗米欧与朱莉叶呀 姗姗恍然大悟 啊 怪不得麒麟生双翅 却带着飞禽的气息 原来你身上 还有火风的血脉 小麒麟微微汗手 低声说道 我们火麒麟一族和火风一族 自从万年前就是死对的 每隔几百年 也会爆发一次惨烈的冲突 五百年前 我父亲在大战中大放异彩 届时突破神海境 成为能同两族老祖 比肩的强者 火风一族的老祖 暗中谋害我的父亲 还向族中最杰出的小姐 后头靠近 谁知 我父亲和这位小姐 因为各种机缘巧合 最后相爱了 后面的事情 你们应该也能猜得出来 他们俩的爱情 遭到了两个种族的强烈反对 以至于我父亲 被迫和我母亲自立门户 隐居在喜欢火麦的最深处 一次躲避两族的追杀 后来便有了我 可是 在我出生的时候 母亲无法控制住气息 暴露了他们的行踪 当时两大妖族 都在私处寻找我们的父母 他们文学而来 展开了激烈的厮杀 最后 我母亲落入了大伯的手里 可是 麒麟一族的人手 远不如火风一族的多 他们被围困在一处山谷里 随时都有负面的危险 大伯便以我和母亲为妖邪 让我父亲出去断后 承诺只要他们的安全离开 就饶我和母亲一命 父亲无奈 只能凭借一己之力 与整个火风一族为敌 虽然最后火清零一族杀出去了 可是我的父亲也身受重伤 围在旦夕 当时 大伯想要趁机将我杀死 一决后患 又怕坏了承诺 引起族中其他人的反对 所以他回到族中后 便对我母亲 采取各种非人的折磨 我母亲为了我 忍辱负重 最终活活 弃欲而终 那时候 我已经一百岁了 在我叔父的帮助下 我逃出了西黄火麦 在弯腰丛林 四处游荡 后来的事情 你们都知道了 我经常接受叔父的指点 境界逐渐提升 在南荒山脉 站住了脚跟 这才有了 现在的赤渊 小切林说了很久 情绪十分低落 四眼蛟龙吐出一口唾沫 无懈地哼道 赤渊 就这种家族 你也要回去 特磨的 要是换成老子 没灭了他们 都算老子念这香火情 感谢收听 本集都市兵王 我是主播 明明如月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七十八集 不 小切林摇摇头 拳头握紧 我这次回来 并非是为了报仇 而是因为 我的叔父 他 他照看我的事情败露了 被大伯他们 抓了起来 我可以不找大伯 他们报仇 但是 叔父 是我在祖中 唯一的亲人 我绝对不允许 还因为我 受到任何伤害 从小切林的语气中 不难听出 他的这位叔父 对他来说 非常重要 恐怕在他的心里 早就把叔父 当成亲生父亲 对待了 叶凡 微微汗手 既然如此 我们把他带出来 谁若是敢造次 灭了便是 叶凡 说得没错 四眼蛟龙 抱着胳膊哼哼的 老子 在多目蛟龙一族 都算不受待见的了 可也没有人 敢明目张胆地 害死我 你们祁林一族的族长 真特摸得 伤不了台面 连孤儿寡母也欺负 真该死 珊珊在一旁 气得牙痒痒 他自幼离开父亲 和淮京仙子一人 生活在一起 他非常清楚 离开父亲的日子 有多不好过 即便命运类似 他和四眼的遭遇 都比小麒麟 好了十倍不止 小麒麟的成长时 比他们痛苦得多 越是如此 珊珊就越能有共鸣 杀光他们 一个不留 珊珊的双眼 流露出金色的光芒 俨然动了杀意 不仅麒麟族 连火风一族也不能放过 这个 这个就不用了 小麒麟被叶凡三人的杀气 吓了一跳 他继承了赤龙的正直 和重情重义 虽然大伯一脉 和外公一脉 对他一家赶尽杀绝 但是其他族人 还有不少帮助过他的父母 否则 他的父亲也不可能 在西荒火麦 安稳隐居数十年 想必两大妖族中 还有不少 像小麒麟叔父这样 暗中对他父母 施以援手的家人 只不过 他们隐藏得更深 没有被发现 小麒麟之所以回西荒 主要是为了救回叔父 给父亲和母亲证明 他带着父母的灵位 要让他们堂堂正正地 回到宗族 让两大妖兽的后代供奉 这才是他回到西荒的目的 也是父母的遗愿 至于灭掉两大族 他不是没有过这个念头 但是很快被他打消了 他不想妄杀无辜 特别是这些人 还都是他的父母至亲 小麒麟好说的爱说 才把大家的情绪安抚下去 两位兄弟 我希望你们不要插手我的事情 小麒麟握着叶凡和四眼蛟龙的手 不想自己来解决 嗯 四眼蛟龙见他这副模样 便不再坚持 变头说道 既然如此 那你自己看着办吧 反正这两大妖族 最强的老族 估计跟我们多慕蛟龙一族的老族 差不多 也就神海军巅峰的势力 跟你相差无几 要是你扛不住了 我们再出手帮你 到时候 要是出了什么岔子 你就别怪我们了 好 小麒麟欣慰不已 他不是迂父的人 如果真到了危急关头 小麒麟和叶凡 击杀他的老族 那也没什么好说的 哼 小麒麟看着漫天火焰的山路 重重虚了一口气 踏足其中 五人在山路中走了几百里 忽然 不远处窜出几只 浑身冒火的麒麟妖兽 每一只麒麟妖兽 都有五六米高 十几米长 张牙五爪地 朝叶凡他们嘶吼着 可摸的 接着小麒麟 也敢在本大爷面前滋养 刺眼蛟龙面露不爽 张嘴吐息 发出一阵沉沉的咆哮 那几只麒麟妖兽 瞬间面色大变 刷刷刷刷 化作四道人形 恭恭敬敬地 拱着身子 不知 不知 不知蛟龙一族的前辈造访 晚辈多有得罪 还挺见谅 为首的麒麟妖兽 变成一个高大的青年 模样也算清秀 会有些烟雾的气势 哼 不知小儿 四眼蛟龙撇撇嘴 这几只麒麟妖兽 只有一百来岁的样子 跟他这个三百多岁的蛟龙来比 差的辈分倒是不大 但是境界却是天差地别 四只妖兽只有神武镜 勉强化成人形 而四眼蛟龙足足有神尊镜 打个喷嚏都能干掉他们 刚才的那声嘶吼 四眼蛟龙只显露出了金丹镜的实力 饶是如此 也足够震慑这些麒麟妖兽了 不知前辈 来我们麒麟一族所谓何事 为首的火麒麟青年恭敬问道 当然是来拜访你们的赤沙族长 怎么 我不能进去 四眼蛟龙抱着胳膊反问道 这个 四只麒麟妖兽闪闪一笑 蛟龙前辈 他请容许我们回宗族禀报 回报个头 四眼蛟龙正准备出言训赫 小麒麟便拦住了他 对那些火麒麟说道 既然如此 你们先去汇报吧 我们在这里慢慢走 多谢前辈调调解 为首的青年 暗松了一口气 连忙叫一个族人回去汇报 自己 则带着另外两人 陪同叶凡他们步行 两拨人前后 走在冒火的山道上 小麒麟撇过头去 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晚辈 施利 火麒麟青年 连忙回道 施利 小麒麟若有所思 但笑道 你是老六 誓言的儿子 正是 施利愣了愣 没想到前辈 也知道家父的名讳 略知一二 小麒麟点点头 说道 赤言会有些天赋 百年前就已经是 神军境巅峰了 不知道如今 有没有突破 神丹境妖仙 家父在二十年前 就已然是妖仙之境了 施利面带自豪 笑道 不错 小麒麟了然 转过山去 不再说话 四眼蛟龙 一声问道 赤言 这个赤言 是你的长辈 几十年前 才突破神丹角 这还叫 修天赋 虽然四眼蛟龙如今 已经是神尊敬的强者 但他心里清楚 自己有今天 全靠叶凡的机缘 自己才能沾光 要是正儿八经的修炼 恐怕在小麒麟 珊珊 和他之间 他到现在 都不一定能突破神丹境 反观小麒麟和珊珊 一个两百多岁 一个连两百岁都没到 就已经突破了 妖仙之境 在妖兽中 他们俩绝对是天才 不过 跟叶凡相比 他们逊色不少 要知道 叶凡不过三十多岁 按照妖兽的年纪来算 也才三四百岁的样子 妖兽像三四百岁的年纪 就登顶神战大陆的巅峰 神战大陆上百万年的历史 都从没出现过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兵王 我是主播 鸣鸣如月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四眼蛟龙 对火麒麟一族的修炼天赋 持之以鼻 别说跟叶凡相比了 就算是他 小麒麟 珊珊 都能秒杀整个火麒麟一族 当然 四眼蛟龙并不否认 纯论天赋 或许火麒麟一族 有人能比得过他 但是 在实力增长方面 火麒麟一族 连个屁都算不上 毕竟 机缘在修炼生涯中 占据着 极为重要的地位 五人在赤粒的带领下 逐渐深入麒麟火脉深处 走了一个多小时 之前那个去报信的麒麟妖兽 折了回来 跟他一起过来的 还有三个中年 这三个中年身形魁梧 大约四五十岁 身伴一个比一个壮士 在他们的身上 萦绕着淡淡的光芒 就像是故意流露出实力一般 造成不小的气息波动 不知哪位是多目蛟龙一族的来世 在下火气力一族 齿炎 为首的中年 摇摇站定 高声贺问 势力一愣 脸色大变 他切身体会过四眼蛟龙展现出来的境界实力 足足有神丹镜巅峰 自己的父亲不过初入神丹镜 而四眼蛟龙却是师大师的金丹妖仙 几乎相差一整个神丹镜 父亲这般做派 摆明是在薛 四眼蛟龙等人的面子 父亲 这位就是多目蛟龙一族的林天前辈 势力连忙说道 父亲 林天前辈 是金丹镜妖仙 势力非比寻常 哦 对面的中年 不仅没有收敛 反而济世 愈发的汹涌 可身边的那两个麒麟族中年 同样如此 虽然只是神军境巅峰实力 但是爆发出来的气势 犹如火焰狂流 直接朝叶凡他们涌去 四眼蛟龙 鼻端轻轻一哼 这是在给我们下马威吗 说话间 轻描淡写的一挥手掌 将对面涌来的火焰 吹散 嗯 对面三人顿时一惊 能在火脉 如此轻易破开他们的气势 绝对是神军境妖仙才能办到的 厮炎 Cir言 对四眼蛟龙拱手道 我真是多慕蛟龙一族的妖凶 在下多幼得罪 还请见谅 不知所谓 四眼蛟龙冷冷一笑 你算什么东西 一句道歉就想接过去 还没说完 他身上顿时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妖气 紧接着 在赤岩三人的头顶出现一片乌鸦鸦的雷云 其中雷霆翻滚 电光闪闪 赤岩三人大惊失色 你 你要干什么 来而不枉 唯利也 四眼敲龙冷笑不断 手指头轻轻一点 刷啦啦 顿时 无数道雷电凭空踢下 将赤岩三人包进气中 雷云之中哀嚎此起彼伏 一阵奇特的肉香飘了出来 雷电只劈了半分钟 便烟消云散 在半空中 三道麒麟真身狼狈不堪 鲜血淋漓 更有善者 身上的鳞片崩毁大半 连头顶龙脚也折断了半根 要知道 麒麟一族 可是出了名的防御力强大 居然连对方靠气势引来的雷云都招架不住 施力 骇然无比 父亲就算才刚突破神丹经不久 也不至于在同境界的妖仙面前如此没有反抗能力吧 要知道 他在族中跟其他强者比试再不济也能撑一会儿 可是 多姆蛟龙一族的前辈只是随便招了片雷云 就把父亲他们打得无比狼狈 这是何等的可怕 四眼蛟龙抱着胳膊缓缓升空 目光凌厉地看着对面散着 这就是你们麒麟一族的待客之道 要不是念在我们多姆蛟龙一族和你们火麒麟一族活有渊源 就从你们对我的态度 我杀了你们 赤沙也不敢废话 赤沙是现任火麒麟一族的家主 实力颇强 已然有神海境的境界 作为赤龙的亲大哥 弟弟的实力天赋强大 他自然也弱不到哪里去 誓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眼中闪烁着惊恐的目光 三人在四眼蛟龙强大的气场之下 低下骄傲的头颅拱手头 多谢前辈手下留情 前面带落 四眼蛟龙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缓缓飞回地面 誓言三人惊恐交加 哪里还敢有二话 连忙俯身飞下 在叶凡等人前面带路 小麒麟在进入西荒火麦的时候 刻意收敛了气息 还穿了一件宽大的黑袍子 所以誓言三人并没有发现他的身份 一行人加快速度 在西荒火麦的山路中走了半天 来到一个巨大的熔岩山谷 这是一座地势低矮的火山口 不过火山已经成了死火山 只留下浓郁的火属性灵源 再加上紫火山在西荒火麦的核心灵脉之上 这片山谷赫然是火属性妖兽的修炼宝地 还请前辈再次稍后一二 我去向家主汇报 誓言恭敬说道 去吧 四眼蛟龙点点头 誓言把另外两人留下 他们带着夜凡五人来到一个山府之中 山府里陈设简单 但面积颇大 里面桌椅齐全 俨然是火麒麟一族会客的地方 很快 数十个火麒麟妖兽从外面进来 这数十人全都有神君境以上的实力 还有几个达到了神丹境 为首的一人身材高大 足足有两米多高 身上火光闪闪 细细达到了神海境 四眼蛟龙撇过头去 笑问道 誓言 他就是那什么 是啥 不错 小麒麟微微汗手 眼中流露出一股恨意 不过他很快便收敛下来 低头站在四眼蛟龙身后 不再说话 赤沙带着一众火麒麟的成员 大步走进石府 他见对面五人 以四眼蛟龙闻手 便笑着拱手道 我承想 多么蛟龙一族 居然出了林兄这等才剧 年纪轻轻便达到了神海境 可喜可贺呀 不知林兄这次来过火麒麟的足地 所为何事 我这次来 只为了一个人 四眼蛟龙随意地拱手回礼 浪声说道 我早年间游历万腰丛林 结交一位至交好友 前些日子约好来拜会 谁知他不知做了什么事情 居然被赤兄关起来了 我今日特来拜访赤兄 不知可否给我一个面子 让我这位好友跟我离开 你 是为了赤燃 赤沙一惊 脸色微沉 我错 四眼蛟龙淡淡一笑 赤燃兄弟对我有恩 不得不报 若是赤兄还念着 我们多么蛟龙一族的交情 就把赤燃交给我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兵文 我是主播 明明如愿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八十集 四眼蛟龙给人的态度非常不好 他根本不像是来商谈要人的 反而像是来讨债的 他一说完 火七灵一族的人纷纷重贺 好大的口气 这就是你们多么蛟龙一族 求人的态度 你算什么人 你算什么人 要我们给 就得给 这里不是北疆妖山 滚出西黄火脉 四眼蛟龙猛地爆发出强大的气势 震得周围的火七灵一族 火七灵一族 纷纷倒退 就连他们的族长 神海静强者赤沙 也神色大变 烈切地退后了两三步 才稳住身形 只是爆气 就有如此惊人的威力 赤沙心惊不已 这条蛟龙的境界 恐怕已经达到 神海静后期了 不愧是 罗牧蛟龙一族的天才 赤沙自愧不如 赤沙被四眼蛟龙震慑 虽然忌惮 但远远不到害怕的程度 毕竟 对方就算再强 也不可能强过他们的老祖 要知道 老祖早在千年之前 就达到了神海静巅峰 如今闭关这么久 他肯定有所惊见 就连突破神须镜 也不是没有可能 有着这个底气 他不可能惧怕一个 远道而来的小蛟龙 知道不如就行 快点 把痴然交出来 四眼蛟龙 面对数百火麒麟妖兽的怒势 不仅没有伤气 反而还洋洋得意 火麒麟一族和多目蛟龙一族 虽然地处不同区域 但终究还是万妖丛林的势力 在万妖丛林中 上得了牌面的 也是那些上古凶兽的后裔 多目蛟龙一族 拥有蛟龙血脉 火麒麟更是麒麟妖兽的传人 双方论血脉纯度 身份高贵 相差无几 所以这么多年来 一直处于竞争关系 四眼凭借一己之力 就震得整个火麒麟妖族 不敢动他 要是回去 跟自己那些长老一得色 肯定能惊掉他们的下巴 四眼蛟龙物自沉浸在一种喜悦中 可是对面的赤沙并不买账 连兄 不好意思 赤燃是我们火麒麟一族的罪人 不是你要就能交出来的 赤沙镇定心神 沉声说道 有劳你特意来此 请回吧 嗯 四眼蛟龙眼睛微微眯起 赤沙 你不给我面子 赤沙没有说话 只是沉沉地看着对方 疼魔的 四眼蛟龙暗怒不已 正准备动手 叶凡忽然拉住了他 叶凡 先礼后兵吧 叶凡淡淡一笑 走上前来 对赤沙拱了拱手 你是何人 赤沙皱起眉头 他原本以为这条蛟龙是对面那些人的领头者 没想到这人一句话就让四眼蛟龙牙火了 老老实实退到后面 看来这个家伙才是真正的领导者 在下叶凡 微眸小人不足挂齿 叶凡笑了笑 不知这赤然犯了什么错 连面都不让我们见 赤然 赤沙愣了愣 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回答 的确 赤然 严格来说 并没有犯错 他只是维护了自己兄弟的独子而已 没有对自己 吐露实话 不等赤沙回答 后面一人 立声喝道 赤然 背叛我们火器林一族 与外人勾结 对我们火器林一族 图谋不轨 证据呢 叶凡又问 将军 那人立马哑口无言 这 这是 我们家的事 跟你们几个外人 没有关系 赤沙连忙递喝 这就是 你们的逻辑 叶凡不懈地 摆了摆手 说道 赤然犯错 终归有个说法 我们若是没有得到消息 也就罢了 可是 赤然是我们的朋友 对我兄弟有恩 这个恩情 我们不能不报 否则今后传出去 谁还看得起我们 如果赤族长 说出原由 情况属实 赤然 却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恶 我们二话不说 立马走人 可是 赤沙族长 若是给不了我们一个说法 那么不好意思 我们会将这件事情 宣告整个万妖丛林 赤然兄弟 是个义气好人 在万妖丛林 名声不菲 想必跟许多妖仙 妖尊 感情不错 要是让那些人知道了 恐怕 火旗林一族面对的 就不仅仅 是我们几人了 万妖丛林 赤然 的确很吃得开 就连怀惊仙子 也曾经夸赞过他 火旗林一族 性子暴力 全是火药桶的性格 唯多赤然 温文儒雅 心怀慈悲 别说在火旗林一族 就算整个万妖丛林 都算是老好人 再加上 他喜欢四处游历 到处结交那些 妖兽豪杰 只要不是穷雄极恶的妖兽 赤然 都会奉为坐上宾 上至妖仙 妖尊 下至妖王 妖君 很多人都得过他的实惠 所以 赤然 在万妖丛林的名声 非常好 哼 赤沙被怼的 恼羞成怒 他秘密把赤然收押 自然有私心 谁知 还没关押多久 就被人找上门来了 由此可见 赤然 在万妖丛林的人缘 有多好 赤沙组长 我们 不是胡搅蛮缠的人 叶凡 从空间石里 取出三个玉盒 轻轻打开 只见两颗 灵源充沛的丹药 和一枚 红光闪闪的石头 出现在 众人面前 这两颗丹药 是七品高级丹药 增援丹 和强魂丹 服用炼化 能提升 神须镜以下 一整个境界 也就是说 只要吃下这两颗丹药 多则三五年 短则一两年 便能让一名 虚丹妖仙 快速达到 神海境的妖尊 至于 这颗石头 则是 天火灵石 是火属性的 灵脉鲜河 种在灵脉中 可以让灵脉的灵源 增负一倍 当然 范围不是无限的 只有一公里左右 这颗灵石 还能存留万年 万年之后 便会彻底消散 叶凡一拿出这三件宝贝 顿时把赤沙等人 惊得何不拢嘴 七品高级丹药 是他们想 都不敢想的 整个火气灵异族 就没有一个炼丹师 他们想要丹药 还得去其他妖族求 别说七品丹药了 就算是一枚五品丹药 都得付出极大的代价 而天火灵石 更是难得一见的宝贝 足以支撑他们 火气灵异族 万年的辉煌 你 你想怎么样 赤沙 闻眼了一口唾沫 低声问道 只要你答应 把赤然交给我们 这三件宝贝 就送给你们 火气灵异族了 叶凡自信满满 但笑道 一个赤然 换你们火气灵异族的 腾飞 很划算吧 赤沙的心脏 扑通扑通 狂跳起来 对方开出的条件 太可怕了 让人无法拒绝 赤沙的双眼 直勾勾地盯着 叶凡手里的三件宝贝 心动得不要不要的 整个石府大厅 安静地诡异 所有欺凌妖兽 都不乏一言 心中早早地 下了决定 赤兄 你是想要 守着一个麻烦 不断的赤然 还是拿了这三件宝贝 把它交给我们 叶凡淡淡问道 赤沙已经异动了 正准备说几句好话 谁知还没开口 几个火气灵长老 便把它拉到一旁 部长 你是怎么想的 一个长老 一声问道 还用想吗 赤沙深深吸了一口气 沉声说道 对方既然 拿出那灯宝贝 我等 还有什么好说的 那些东西 绝非我们万妖丛林所有 它们很有可能 是从中原域来的 要是有了这等宝贝 至少把我火气灵一族 万年猖上 甚至 灭掉火锋一族 也不在话下 火气灵一族 和火锋一族 争夺西花火卖的主导权 不是一年两年了 十五万年来 它们一直盘居在这里 始终分不出胜负 原本在几百年前 火气灵一族 出了一个赤炎 有可能吞遍火锋一族 再不计 也能压它们一头 可是 谁能想得到 火气灵一族 万年难得一出的天才 居然跟火锋一族的大小姐 暗生情愫 甚至还生下了孽种 两家仇恨无比深重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出奇地统一 这两个人绝对不能留 当时赤沙被弟弟压得厉害 在族中抬不起头 除了这档子事 他在私心的驱使下 成为最卖力的 虽然最后弟弟死了 随了他的愿望 可是他心里清楚 赤炎一死 火气灵一族的大好机会 就此断绝 但为了权力 他不得不这么做 赤炎和火锋一族的大小姐 如今都已经没了 他们的孽种却还活着 原本赤沙还想派人出去围剿这个小子 谁曾想最近火锋一族 不知道抽什么锋 一个劲地找他们麻烦 等他们腾出手的时候 他们忽然听说 这个孽种已经消失了好几年了 赤沙等人不知 小麒麟之所以不见 是因为去了地球世界 故此他们的斩草除根计划中断 后来他们听说小麒麟 又自己跳了出来 还在南荒占了一片地盘 就在赤沙等人商议 怎么去灭掉他的时候 发现赤然居然暗中和这个孽种联系 提醒他赶紧离开万摇丛林 对于火齐麟一族来说 赤沙根本不是他们的族人 而是叛徒之子 不管他是否念及族情 为了防患于魏燃都必须死 而赤然居然敢在这个时候 破坏他们的计划 罪恶深不可赦 万万没想到 赤然的人缘居然如此好 就连中原狱的妖兽 都敢来救他 三件宝贝 一件比一件珍贵 都能让他们火齐麟一族的实力 得到极大的提升 赤沙脑海中思绪飞转 电头道 我们火齐麟一族 非常需要那三件宝贝 既然他们如此看重 赤然交给他们就是 从今往后 逐出我们火齐麟一族 任由他在外自生自灭 答应他们 几个长老纷纷一喜 他们就怕赤沙不同意 眼见他答应 一个个洗出往外 谁知 赤沙忽然画方一转 怪笑道 不过 赤然 不是那么容易 就能交出来的 组长 你什么意思啊 几个长老顿时恶然 他们一看 就知道不是平凡之辈 只能拿出三件宝贝 那就能再多拿出一点 好东西来 即便比不上这三件 最起码也能增强我们 火齐麟一族的底蕴 要是多拿出一件 同价值的 那我们火齐麟一族 就转大发了 赤沙的话 让一众长老纷纷惊愕 一个长老有些没底气 皱眉道 组长 那几个人 不想是省油的灯 既然他们能拿出 这么珍贵的宝贝出来 就说明他们 有足够的诚意 而且三件 是他们的心理预期 我觉得 还是不要节外生枝吧 把赤然交出去就好 是啊 另外几人 也连连点头 这三件宝贝 对他们火齐麟一族而言 已经是意外之喜了 万一赤沙再去提价 弄得最后无法收场 人家不要赤然了 把宝贝收回去 怎么办 腰瘦 寒得无厌 但性子也迟 给多少就是多少 不跟你绕玩玩 你们看我的吧 赤沙一意孤行 转身来到叶凡等人不远处 淡淡一笑 各位 我知道你们对赤然 情深意重 按理来说 把他交给你们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 这三件东西 虽然珍贵 对我火齐麟一族而言 却不是那么急迫 你们若是真想带走赤然 便再拿出一份 增援丹和强魂丹 赤沙一说完 叶凡眉头顿时挑起 增援丹和强魂丹 是可遇不可求的好东西 就连他手里也只有五份罢了 之所以拿出来给火齐麟一族 一是为了换取小齐麟的叔父 二是让小齐麟彻底 对火齐麟一族 没有了心理负担 毕竟这些家伙嘴上 对火齐麟一族会有怨念 但只其中在赤沙等人身上 至于其他 念他父亲好的族人 他还是有些在意的 所以叶凡想帮火齐麟一族一把 让他们在西花火麦彻底站稳 才忍痛拿出一份增强丹和强魂丹 谁知赤沙这家伙 给脸不要脸 胃口巨大无比 居然还想从他手里要走一份 真当自己是绝了 叶凡嘴角勾起磨冷笑 侧着脑袋问道 这是赤组长最后的意思 不错 赤沙点点头 竟然如此 叶凡笑了笑 收起那三个玉盒 那我就没必要继续跟你废话了 嗯 施杀大恶 他没想到对方居然如此过绝 等等 有事咱们好商量 跟你这种蠢货 我没什么好说的 叶凡后退几步 对身后一人淡笑道 看来我和四眼的办法都不好用 交给你来处理吧 嗯 小麒麟低叹一声 微微汗手 赤沙正在懊恼之中 忽然见一个穿着斗篷的人 走了出来 我下 刚才是我 玩笑之语 还请见谅 施杀连忙表明心计 火麒麟一族 除了你这种蠢货 还能跟火方一族 争夺西黄火卖吗 斗篷人冷笑不断 想继续交易 不是不可以 但是 这次的筹码 是你的命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编文 我是主播 明明如月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十二集 你说什么 赤沙一惊 没关紧锁 小子 你是在戏弄我们 火麒麟一族吗 没有 我很认真的 在跟你们探讨 交换赤然的筹码 黑袍人冷冷一哼 沉声说道 赤沙 如果你答应 我朋友刚才的条件 我或许 会念着一些香火情 但是 你贪得无厌的性子 让我无比厌恶 你这种人 根本不配 带领火麒麟一族 好大的口气 赤沙暗怒不已 你一个外人 有什么资格 对我们火麒麟一族的 内部事物 指手画脚 谁说我是外人 黑衣袍人 摘下帽兜 露出小麒麟的面孔 赤沙顿时大惊 指着小麒麟 有些慌错 你 你是 赤 日渊 没错 是我 小麒麟嘴角 勾起摸冷笑 近百年没见 没想到 大伯还认得我 哼 你这个叛徒 赤沙咬牙怒吓 同时偷偷飘向 自己的族人 在场有数百名 火麒麟一族的高手 这里绝大部分 都不知道 当年痴言之死的 真正原因 赤沙为了争夺 火麒麟一族的话语权 活动了几个心腹 谋划了那场混战 原本这件事情 可以永远烂在肚子里 谁承想 赤沙居然在赤沙生母死后 偷偷把原油告知了他 因此赤沙大怒 好去跟他对质 还好当时人不多 赤沙很快压制下去 并且把赤沙 逐出火麒麟一族 还冠上了一个 叛徒的头衔 后来赤沙始终不放心 开始暗中追杀赤渊 从那之后 赤渊开始了逃亡之路 整个事件 详细知道内情的人 并不多 所以大部分的火麒麟族人 还以为赤渊 是去了火鳳一族 又跟赤然暗中联系 双双背叛自己的种族 可是赤渊 忽然出现在大家面前 跟在他身边的 居然不是火鳳一族 而是远在万妖丛林北部的 北江妖山 蛟龙一族 这就有点奇怪了 赤渊 你 你不是去了火鳳一族了吗 怎么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火鳳林大长老惊恶问道 火鳳林大长老 不是赤杀嫡系 早些年 他更支持小麒麟的父亲 赤岩 原本他以为 火鳳林一族 可以在赤岩的带领下 称霸整个西黄火脉 甚至万妖丛林 可是 事与愿违 赤岩跟火鳳一族的大小姐 按截猪胎 背叛了火鳳一族 赤杀借着这件事情 对赤岩穷追猛打 顺势掌握了 火鳳林的族长之位 当然 在这个过程中 赤杀没少给赤岩泼污水 几乎把他的背叛 和整个种族存亡的命运 紧紧联系 弄得火鳳一族 人心惶惶 气怒交加 殊不知 赤岩当时 只想和火鳳大小姐隐居 安安稳稳地 过自己的生活 要不是赤岩 赤岩现在 肯定会很幸福 火鳳林一族 也不会闹出 这么多幺蛾子了 小鳳林 见大部分的族人 都一脸蒙 淡淡笑道 我从未投靠过任何人 却更别说 火鳳一族了 小鳳林的眼眸 微微闪烁寒光 冷声说道 火鳳一族 是我的杀父仇人 也是逼死我母亲的 间接凶手 我这次回来 就是为了 给父母报仇 你 你这个叛徒 还好意思 说报仇二字 赤沙心中大吉 他绝不允许 小鳳林 把当年的事情捅出来 否则他这个族长之位 根本无法坐稳 大伯 你真的觉得 我是叛徒 小鳳林哈哈大笑 随即冷语喝道 那我问你 我背叛过谁 谁因为我的背叛 遭了难 赤沙一时之间 无法回答 我再问你 小鳳林继续喝道 你一直将我父亲 列入整个 火秦一族的 背叛名单 你倒是 说说清楚 他 又背叛了谁 誓言 跟火蜂一族的 大小姐 暗通取款 这是所有人 共同见证的事实 赤沙立马回答 可是 不等他说完 小鳳林 便吐出一口唾沫 怒声大喝 放屁 你这个垃圾 给老子闭嘴 你 你敢骂我 赤沙惊怒不已 我父母相爱 从此不问两族斗争 哪里有错 是你 颜到黑白 怕他动摇 你的族长之位 非要抢我们全家 赶尽杀局 小鳳林冷哼道 不过 当时我父亲的余威尚在 你不敢做得太绝 所以才收容了我们母子 可是 你依旧没有断绝杀心 吕吕逼迫我和母亲 以至于想他逼死 赤沙心头大颤 手脚发紧 脸色煞白 小鳳林虽然没有把当年的事实细说 但是也剖白了不少 一众族人听了他的话 变得沉默起来 赤沙 他见状况不妙 脸毛回答 沈渊 你再胡说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 我根本没必要 留你们母子的性命 我好心收留你们 照顾你们百年的时间 你却判处我们火麒麟 要不是我走得快 早就被你暗杀了 小麒麟再度打断赤沙的话 要不是小叔 我已经化为了 这火麦中的一盆黄土 赤沙 赤渊说的是真的吗 大长老带着几名长老 来到赤沙面前 脸色变得异常难看 虽说赤渊是一种麒麟 但是始终是 他们火麒麟一族的子弟 并且他的麒麟真身 也得到了老祖的认可 否则 他们母子不可能留在这里 所以让这些长老看重的 其实并非赤渊的血脉 而是他的天赋 因为赤渊继承了 他父母的修炼天赋 小小年纪便达到了 十倍极限 化形成妖 这在整个火麒麟一族的历史中 也只有赤渊的生父赤盐可以做到 所以 长老们把新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 谁知没多久 赤渊居然判处了种族 投靠了他们的死对头 火风一族 这让所有人都惊怒不已 他们不解 赤渊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火风一族也在追杀他 更是造成他父亲离世的直接凶手 现在回头想想 所有事情都是赤杀的一面之词 一众长老和核心成员 都是听了他的话 才对赤渊记恨的 你们不要听赤渊血口喷人 赤沙大怒 连忙辩解 我是火麒麟一族的族长 一言一行 都是为了我们种族的利益着想 难道你们会听一个叛徒的话 从而怀疑我这个 对家族忠贞不二的族长 你们自己看看 赤渊这次 带着这么多外乡人 来我们这要人 不就是来挑衅 我们火麒麟一族的吗 八十三集 一众族人默不作声 居然没有一个人 站出来帮赤沙说话 就连他的那些心腹 也都眼观鼻 鼻观口 口观心 毕竟 以大长老为首的长老阁 都在质疑赤沙 他不做回答 反而把矛头指向小麒麟 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 反正已经难逃悠悠重口 此时要是帮他说话 肯定会被所有族人嫌弃 最为关键的是 原本小麒麟念在火麒麟一族的情分 打算拿那些宝贝 换取赤然 奈何赤沙 一意孤行 弹心不足舌吞象 白白浪费这么大的机缘 不管怎么说 他们都是理亏的一方 谁还敢跳出来 自找麻烦 赤沙 见所有人都默不作声 心头 噩噔噔噔噔 跳个不停 小麒麟冷笑不断 喝道 赤沙 噩到者多住 食到者寡住 你在火麒麟一族的所作所为 早已经失去了 大家的支持 你懂什么 赤沙 怒不可遏 你是我火麒麟一族的叛徒 有什么资格 对我们火麒麟一族 直手画脚 今日 我就要清理门户 让你从这个世界消失 就凭你 小麒麟鼻翼哼 赤沙 你口口声声 是我背叛了火麒麟一族 只要你给出丁点证据 我立马扶住 绝无怨言 赤沙一愣 的确 要说赤沙 背叛火麒麟一族 他还能从小麒麟的生物身上找借口 但是 小麒麟从没有做出任何 背叛火麒麟一族的事情 即便这次回来 也是为了换取赤沙 因为赤沙救过他 这些年还传授了他不少 麒麟一族的秘法 小麒麟回来 救自己的叔叔 于情于理都挑不出毛病 如果他不来 反倒显得薄情寡异了 赤沙咬牙切齿 沉声道 你和多目蛟龙一族喘通 赤沙 你们跟火蜂一族 结死仇还不够 难道 还想招惹我们多目蛟龙一族 不等赤沙说完 四眼蛟龙便冷声喝道 今天我只是陪赤沙员过来玩玩 你要是真要与我多目蛟龙一族为敌 那我便以多目蛟龙一族未来族长的身份 再次立誓 从今天开始 我多目蛟龙一族与你赤沙 不死不休 赤沙大惊 他万万没想到眼前这个蛟龙小子 居然是多目蛟龙一族的未来族长 我不是这个意思 赤沙连连摆手 怂祸 四眼蛟龙不屑地撇撇嘴 指了指叶凡和珊珊 另外这两位 一位是东海龙一族的少族长 另外一个是南荒山脉金棚洞府的大小姐 你把污水活到他们身上 我倒是无所谓 但他们 有没有我这么好说话 就不知道了 此话一出 在场众人纷纷惊愕 东海群岛势力就那么几个 龙羊一族是里面最强大的 而南荒山脉虽然实力不如其他势力强大 但是怀经仙子背后可是金鹏一族 比他们火麒麟更高血统的妖族 即便没有金鹏一族 赤沙等人也听说过 怀经仙子和丽雪国的血黄来往扑密 因为丽雪国的血黄曾经对整个西北狱宣布过 谁若是敢同金鹏仙府为敌 就是与他整个丽雪国为敌 由此可见怀经仙子的背景有多深厚 赤沙有些慌了 面对五个人 除了一个小麒麟都不是他轻易得罪得起的 他们火麒麟一族已经被火鳳一族压制了上百年的时间 要是再招惹一个更加强大的敌人 他们火麒麟一族恐怕要就此覆灭了 蠢货 四眼蛟龙哈哈大笑 满脸都是戏靴的表情 赤沙紧得不行 再度把目光转向小麒麟 各位 我今日要清理门户 绝无于你们为敌的想法 所以 还请各位暂避一二 等我解决到这个叛徒 再向你们赔罪 特么的 都这个时候了 你压的还叫耻冤叛徒 四眼蛟龙大怒 给脸不要脸 是不是 林兄 小麒麟摆了摆手 但笑道 既然如此 还是我自己解决吧 随你 这里是你的地盘 你想怎么做都行 四眼蛟龙 微微汗手 推到了后面 小麒麟昂首上前 对赤沙冷声道 你污蔑我的事情 我懒得跟你计较 我只最后问你一次 你到底放不放 赤然小叔 你这个叛徒 有什么资格 向我要人 赤沙怒道 好 既然如此 那我便没什么好说的了 小麒麟眼眸一闪 小麒麟眼眸一闪 周深猛地释放出阵阵的火光 紧接着他身上的衣裤燃烧殆尽 出现一片片 出现一片片暗红色的鳞片 闸眼间 一只十米高的双翅火麒麟出现在众人面前 麒麟眼眸一闪 小麒麟张开嘴 小麒麟张开嘴 缓缓吐出四个字来 赤沙的脸色皱变 你 你是叛徒 凭什么发起 麒麟圣武 圣武 非是你一人能决定得了的 小麒麟在半空中 踢他蹄子 看向那几位长老 好 大长老二话不说 点头答应 是啥大恶 你们 组长 关于池缘是否叛变一事 我们从来无法得到考证 一切都是从你口中说出来的 现在既然双方都拿不出确切的证据 既然如此 便以我们火麒麟一族最高荣耀的麒麟圣武 来决定吧 不错 另外几个长老纷纷点头 若是组长能拿出最直观的证据 足以指认小麒麟背叛了我们火麒麟一族 那便算了 可是你一直拿不出钉点证据 圣武一事 的确是最有效的办法 赤沙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麒麟圣武 是整个麒麟妖族 最为神圣的比斗一事 没有人可以玷污 小麒麟敢用这种方式 证明清白 要是赤沙不接 就说明他是心虚 经不起神灵的考验 赤沙深深吸了一口气 沉声喝道 好 我便答应你 志愿 我虽然没有证据 证明你是我麒麟一族的叛徒 但是 你私自逃出我火麒麟的族地 绝对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愿意 我愿意 你甚无其事 我所作所为 全是为了我们火旗立足的兴旺 赤沙还算聪明 避重就轻 把启示内容说得 模棱两可 小麒麟也懒得跟他计较 他从始至终 都没有觉得赤沙 会承认当年的所作所为 既然如此 那就直接为父母报仇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编网 我是主播 明明如月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小麒麟显露麒麟真身 一对火焰翅膀轻轻扑打 闪出一阵阵带火的狂风 他并没有完全展现出实力 而是将境界压缩在神海境初期 跟赤沙差不多 嗯 感觉到小麒麟的强横气场 赤沙猛得大惊 不仅是他 就连火麒麟一族的其他成员 也纷纷惊愕不已 大长老惊呼道 神 神海境 赤沙不过三百岁年龄 居然达到了神海境 这 这怎么可能 就算是赤沙 在这个岁数 也才侃侃突破神丹井啊 难道 赤沙猿 才是我们火麒麟一族 万年难得一遇的天才 不 他恐怕不仅仅 是我们火麒麟一族 更是整个麒麟族 万年难得一见的 绝是天才 一百多年前 小麒麟 小麒麟逃出西花火麦的时候 才不过神武镜罢了 即便如此 在年轻一辈中 也算是天才级的人物 没想到 取去一百年的时间 就让小麒麟从神武镜 横跨神军 徐丹 石丹 金丹 四大境界 直接来到了神海境 这是何等恐怖的天赋 就算 他其中有大机缘 实力也得跟得上 否则只会烟火烧身 火麒麟一族的族人 心中惊骇不已 掀起巨大的波澜 特别是当年 跟赤沙一起追杀小麒麟的 那几个心腹 吓得满头冷汗 他们看得出来 这次赤沙回来 是为了他父母的仇恨 要是让他知道 他父母的死 跟他们有直接联系的话 恐怕没有谁 会有好果子吃 他们不过神丹静罢了 而且都是虚丹级别 小麒麟这等神海境的强者 随便动动手指头 都能直接灭杀了他们 石沙族长 你可一定要赢啊 顿时 几个心腹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赤沙的身上 只有他击败小麒麟 赢得麒麟圣武 他们才有一线生机 可是 这时候的赤沙 比他的那些心腹 更加没有底气 虽然他也达到了神海境的实力 但是这些年他一直无法平复心境 以至于 以至于还停留在神海境初期 甚至连境界都不算特别稳固 反观小麒麟 神海境初期的气息异常凝实 显然是稳定在了这一阶段 说不定 距离神海境中期也不远了 再加上 小麒麟是麒麟一种 不仅拥有火麒麟一族的传承 还会一些火凤一族的秘法 要是真打起来 赤沙的迎面并不大 奈何 麒麟上午已经开启 他若是不接 今后再无法振服族人 啊 赤沙深深吸了一口气 沉声咆哮起来 顿时 周围的火属性灵源快速聚集 将赤沙包裹在其中 紧接着 一只庞大的火麒麟 出现在众人面前 相比起小麒麟来 赤沙的鳞片更为厚实 这跟境界无关 实则活得年岁够长 麒麟真身千百年来 在火焰的锤打下 变得更为霸道 饶是如此 气势却比小麒麟弱了一筹 很显然 他对自己并没有那么大的信心 光凭显露真身这一步 赤沙就输了 小麒麟霸出震天巨厚 双翅山洞 龙体踏空 朝着赤沙的麒麟真身 猛地冲去 赤沙不甘示弱 喷出一口火焰 红击在小麒麟的身上 砰 小麒麟被火球撞击 唯唯一致 随即继续扑杀 呼啦 半空中两团火焰交错在一起 不断蹦射出星星点点的火光 吃啦 忽然 小麒麟倒飞而出 左边的翅膀被咬下一口鲜血淋漓的伤口 而赤沙的胸前也被刮出了三道深深的血痕 金红色的鲜血不断溢出 两人都颇为狼狈 小麒麟气势凶猛 不管翅膀上的伤势继续冲向赤沙 赤沙见小麒麟来势汹汹 立马后撤 别看他咬下了小麒麟一大块血口 可是对小麒麟的直接创伤并不大 反而小麒麟在他胸前挥的那一爪 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伤势 赤沙知道自己硬拼 恐怕不是小麒麟的对手 只能使计 两只麒麟在空中一追一逃 看得下方众人恶然不已 组长 别 别跑啊 组长居然为赤沙追杀打 怎么 怎么会这样 赤沙居然有这段实力 太恐怖了 唉 要是赤沙还在我火七零一族 该多好啊 是啊 要是他还在 我们火七零一族的排名 恐怕就要重新调整了 众人心中各有所想 大部分都对小麒麟感到惋惜 毕竟 火七零一族 在整个麒麟族中只算是中等 远远不如排名其他那些 高血统的麒麟族 可是 赤沙的出现 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三百岁的神海靖妖尊 要是再给他几百年 说不定就能达到神须境 再过一两千年 说不定就是神尊敬了 神尊敬在神战大陆西北域 绝对是守屈一族的强者 只可惜 小麒麟对自家宗主怨念太深 很难回来挑大梁了 半空中 小麒麟追上了赤沙 对着他就是一阵穷追猛打 赤沙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节节败退 双方你追我赶 直飞了好几千里 来到一片奇特的山谷 在这座山谷里 花鸟丛生 流水落花 居然跟外面的自然景观一样 要知道 西花火麦不仅仅是炎热 而是整个大山脉都被火焰覆盖 其中 没有一株绿色植被 谁承想 在火麦深处 居然还有这等 依然充裕的绿色山谷 嗯 小麒麟没有继续追击赤沙 而是在山谷上方停留 他如今 已有半部神须境了 完全可以感觉到 山谷里传来的 阵阵冰寒之意 这座山谷并非自然形成 而是人为射镇 将外面的绿色植被移植过来 在镇法中 有一颗级别很高的 冰属性陵园之心 通过镇法 来抵御西花火麦的 火属性陵园 造就了这处山谷的绿色生机 火麦麟天生为寒 为水 使沙巴小麦麟 引到这里 肯定有所图谋 赤沙狡诈 小麒麟也不蠢 他立马猜出了 赤沙的计划 蠢过 忽然 赤沙仰天大笑起来 扭身 看向小麒麟 你费尽心思 把我引过来 是想动用下方那颗 冰原之心吧 小麒麟冷笑一声 世上 麒麟圣战不允许借助外力 你是想违背我们麒麟祖先 留下来的规矩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兵王 我是主播 明明如月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成者为王 败者为寇 赤沙冷冷一哼 他之所以不远千里 把小麒麟引到这里 甚至在所有族人面前 丢尽了脸 为的就是 将小麒麟彻底解决 不留后患 到时候 即便有人 对麒麟圣战的过程 有所异议 也做不得数了 毕竟 死了一个赤渊 对火麒麟一族而言 的确是个损失 他们绝对不会允许 再有一个 神海境强者陨落 否则 本就在喜欢火脉 示弱的火麒麟一族 将会更加举步艰难 赤沙 万化出人形 不再显露麒麟真身 彻底违背了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 好一个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小麒麟不禁不怒 反而大笑起来 看你待会儿是否还笑得出来 赤沙握紧拳头 从空间石里取出一柄小旗 顿时 下方山谷狂风呼啸 一股冷意 汇聚而起 横腾升上半空 呼呼呼 大风席卷了整片天空 乌云堆积 电闪雷鸣 咔嚓 咔嚓 在云层中 一颗颗磨盘大小的冰雹 快速成形 伴随着狂风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 冰铺龙卷 饶是小麒麟 亦有神海境巅峰的实力 也不由地 在这股寒风中 打起冷战 我麒麟一族 天性未寒 就算是再高深的 麒麟强者 对极度寒冷的环境 也有畏惧之心 小麒麟没有什么举动 反而化为人形 收敛妖气 让那些冰寒气 刺激着自己的身体 擦擦擦 他的身上 缓缓结上一层冰雾 就连发须 也出现了 截动的迹象 赤沙站在朕眼里 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他看着快结成冰棍的 小麒麟 心里别提 有多畅快 石渊 你对自己太自信了 居然敢收起妖气 你以为 这山谷旗阵里的寒风 只是普通的寒冷吗 其中蕴含的浓郁冰源 是我特意从其他地方 请来的一位 神海境巅峰强者所致的 这位强者 就连我们火麒麟一族的老族 也无比推崇 数十年前 火麒麟一族强攻我们火麒麟洞赴 我们就是靠着这个山谷旗阵 才击退了他们 你不过出入神海境罢了 难敢如此轻视 言作孽 有可恕 自作孽 不可活 石渊 注定要死在我的手下 咔嚓 咔嚓 小麒麟抬起右手 飘了一眼手中的冰雪 随即握紧拳头 浑身寒冰 瞬间崩碎 化为了冰粉 吹入寒风之中 他摇了摇头 不懈地看向赤沙 这就是你最后的仪仗 说话间 轴身再度火气四溢 居然硬生生地 把克制火属性的冰源 完全驱散开来 什么 赤沙顿时惊骇 山谷寒阵的威力 非比寻常 当初火凤一族的族长 带领族人 入侵火气凌山府 三名神海境强者 其中火凤一族的族长 还是神海境中气 结果陷入寒阵之中 实诚实力 站不出三城 还没开打 便带着族人 灰溜溜地逃走了 可是小麒麟 居然丝毫没有受 这个寒阵的影响 气势不仅不减 反而愈发地凌厉 这 这怎么可能 赤沙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 赤沙 如果这就是 你最后的遗仗 那你便准备死吧 小麒麟冷冷一哼 手中冒出 树道飞舞的火边 他挥动火边 朝着赤沙急速飞去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赤沙深深吸了一口气 眼中的杀意 愈发地强盛 你一定是在装强做事 我倒要看看 在寒阵里 你还能 等他多久 赤沙不甘示弱 手中藏着奇心 空间石一闪 擎起一柄大刀 与小麒麟 对冲而去 小麒麟猛地停下脚步 手中火边 随意甩出 啪 赤沙手中的大刀 顿时被击中 一股距离 从他手腕上传来 怎么 怎么回事 赤沙在小麒麟挥边的同时 就做出了闪躲动作 没想到 他居然还能击中自己 哼 赤沙冷哼一声 再度挥舞大刀 踢向小麒麟 啪 又是一声醉响 赤沙的手腕 再度被击中 真慢 小麒麟默然地低语 传入赤沙的耳中 虽然你有奇甚护体 可是含义已就进入了 你的身体 你不过比我 多一层护罩罢了 实力也有所削弱 在这种情况下 你有什么脸说 我会死在你的手里 小麒麟的话 让赤沙羞脑不已 他不明白 为什么同样是 神海静出气 小麒麟 深处深寒 却能一而再再而三地 洞悉他的攻击 反而自己拥有的 所有优势 却连小麒麟的身 都无法靠近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赤沙咬牙切齿 疯狂地挥动着 手中的大刀 想要将小麒麟 砍成肉块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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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嚓 连续四次击打 全部打在 赤沙的手腕上 这一次 他的整个手腕 变得红肿无比 再也无法 握紧大刀了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赤沙唐木结舌地 看着自己 高高隆起的手腕 剧烈的痛楚 让他眼角直抽 为什么 小麒麟身形一晃 忽然出现在赤沙面前 很想明白 你 赤沙大惊失色 连忙后撤 可是不管他怎么退 小麒麟依旧紧紧贴在 他的面前 始终保持着十米的距离 一股无法言语的恐惧 涌上心头 寒冷之意 钻进他的脑海 让他有种 进入冰窟窿的感觉 让你死个明白 小麒麟展开双臂 背后幻化出 麒麟真身的 一对火焰翅膀 一股强大的气息 从小麒麟的身上传来 让十米外的赤沙 骇然无比 我之所以能无视这里的寒冰之气 是因为 制作这个山谷齐称的人 境界 误辱我 花音一落 小麒麟半部神须境的强大气场 席卷而出 整个人 修如一尊火神 释放出狂傲的火焰 围困在周围的寒冰旋风 瞬间被火焰覆盖 哗啦啦 云层里的大量凝冰被火焰融化 一场瓢泼大雨 瞬间成形 你 你居然 你 你居然 斥杀磕磕巴巴 连一句完整的话语 都无法说清 直到这个时候 他才明白 小麒麟为什么敢肆无忌惮地 到他们喜欢火脉来要人了 原来 他已经达到了 我麒麟一族最高的境界 放眼整个喜欢火脉 只有他们火琴一族 以及火凤一族的老祖 才有资格跟他一较高下 感谢收听本集都市冰王 我是主播 明明如月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86集 小麒麟见赤沙面露恐惧之色 心里微微涌起一抹快意 不过 他很快暗暖下来 面无表情地冷哼一声 赤沙 当年 你对我父母所做之事 该算一算总账了 说话间 周山火焰 疯狂涌动 半空中 一只巨大的火麒麟虚影 呈现出来 这只火麒麟 异常威武 背后双翅展开 口中 吞吐火焰 闪上每一片林甲 都散发着 耀眼的金红光芒 火麒麟虚影 仰天咆哮 朝着赤沙飞去 呜呜 赤沙惊得毛骨悚然 是啦 眨眼间 赤沙被那只火麒麟 吞进肚子 橘红色的火焰 将其包裹 迅速吞噬着赤沙身上的血肉 短短半分钟的时间 赤沙便化为一尊 麒麟骨架 随即烧成鸡粉 卷入了狂风之中 小麒麟从半空中一捞 出现一颗空间石 他取出一柄小旗 山谷顿时 恢复了平静 小麒麟灭沙赤沙 干净利落 山谷没有丝毫损坏 仿佛什么事情 都没发生过一样 当众人赶来的时候 小麒麟正在山谷的小溪边坐着 火麒麟一族的大长老 连忙上前 惊愕道 石渊 是啥族长呢 死了 小麒麟平静地笑了笑 他的骨灰 我撒进了这个山谷的小溪里 什么 火麒麟一族的所有人 唐木结舌 他们追寻着赤沙和小麒麟的踪迹而来 最多落后他们五分钟的时间 谁承想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小麒麟居然就灭掉了赤沙 这等实力 恐怕不仅仅是神海静初期 那么简单了吧 叶凡拉着依依来到小麒麟面前 微笑道 怎么样 亲自报了仇 心里舒服了吧 小麒麟默默地摇了摇头 苦笑道 原本我以为 得偿所愿 会了去一桩心事 可是当我解决赤沙的时候 心里却空荡荡的 感觉人生都没有方向了 四眼蛟龙哈哈一笑 上前拍了拍 小麒麟的肩膀 至远 我前几天回多目蛟龙一族的时候 把所有人都给震惊到了 组长那个老不死的 第一时间就宣布 让我成为下一任的组长 本来我只想回去臭屁一下 让那些瞧不起的人震惊一番 谁知道 我一显露实力 他们就再也不敢跟我对视了 以前那些嘲笑我的家伙 更是差点给我跪下 当时我也没有了方向 觉得人生就这样吧 一点挑战都没有 太没有意思了 可是 叶凡的话 让我如梦初醒 嗯 小麒麟一愣 抬头看向叶凡 眼中满是疑惑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神战大陆 只是苍穹宇宙中的 一个小世界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 跟我去其他世界逛一逛 叶凡淡笑道 小麒麟的眼眸 猛得一亮 随即问道 叶凡 你有办法去其他世界 嗯 叶凡笑了笑 点头道 只不过在此之前 你们必须把实力 提升到神尊境 四眼如今 已经有神尊境中期了 我的境界比他高一点 达到了后期 现在就差你和珊珊了 我 小麒麟珊珊一笑 我吸收了你给的那颗内丹 也才神海境巅峰 连神虚境的门槛都跨不过去 况且 我们妖族的修炼 并非和你们人类一样 无法在短时间内 突破如此巨大的天欠 你小子是不是傻 四眼敲龙咧嘴一笑 瞧瞧我 老子当初认识叶凡的时候 不过十倍极限罢了 连话行都够呛 说他十年 就已经达到了神尊境 咱们跟在叶凡身边 根本就不需要寻找机缘 这小子就是一个机缘吸收器 小麒麟愣住 不过转念一想 四眼蛟龙说的 的确很有道理 按照正常发展 就算再给他五百年的时间 他也不可能在十年之内 从神武境提升到神海境 别说神海境了 就连神丹境都非常困难 可是现在 他横跨了虚丹 石丹 金丹 神海 四大境界 连神虚境都只是临门一脚 估摸着 只需闭关一段时间 多则三五年 少则一两年 必定能突破神虚境 这一切 都跟叶凡息息相关 没有他 自己怎么可能 突破得如此之快 叶凡 你打算怎么做 小麒麟问道 这几年 咱们先沉淀一下吧 回头 我会给你们 介绍一位前辈 叶凡淡淡笑道 我实力有限 不可能帮你们 快速突破神尊境 不过 那位前辈 一定有办法 嗯 小麒麟的气势 跟之前 寒若两人 去其他世界闯荡 已经颠覆了 他的人生观 世界观 原本 他还觉得 自己达到了神海境 就有能耐 会吸花火脉 报仇血恨 等这里的事情 聊了 就去中原狱 闯一闯 水城响 叶凡直接 跳过了中原狱 说出去 其他世界的想法 这是何等的挑战 太特摸的刺激了 闪闪不愿 抱着胳膊横倒 哼 叶凡 我不管 我也要内单 四眼和小麒麟 都这么厉害了 只有我 还是神丹静 四眼还说了 连腰炎腰质 都有可能化蛇为胶 实力突飞猛进 你不能后此薄笔 快点 帮我先提个阶段 再说 你以为 高阶妖兽的内单 是大白菜呢 叶凡白白手 无奈笑道 金鹏一族 不同于火气林 和多木蛟龙 他们居住在中原狱 是非常强大的 一方妖族势力 我只能尝试着 去接触一下 看看能否换取一些 金鹏一族的 高阶老族内单 至于他们 愿不愿意给 我就没办法肯定了 一般妖族老族的内单 是绝对不会 给外人的 虽然珊珊 也是金鹏一族的后裔 但体内 有人类血脉 并非纯正的金鹏 而且 珊珊才刚突破不久 妖丹已经成型了 短时间内 是没办法再融合 高阶妖族的内单的 四眼骄龙 小麒麟的情况 都跟他不同 四眼这家伙和 叶凡签订了灵魂契约 双方在修炼方面 息息相关 叶凡有所突破 四眼骄龙 就能直接获益 而小麒麟当时 身受重伤 腰单几乎被毁 他本能地需要 其他同属性腰单 来补充能量 再加上 叶凡的刻意引导 所以才能让他 境界提升得这么快 珊珊 一枚身体受伤 二枚腰单受损 要是贸然 引入其他腰单 势必会造成 体内腰单的冲突 到时候 要是出现什么副作用 就得不偿失了 感谢收听 本集都市兵王 我是主播 明明如月 记得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下集完 请不吝点赞 感谢收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